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1294集 听完夏洛克莫里亚地的安排 沙伦什么都没说 只是轻轻点了下头表示认可 克莱恩随即拿出一张灰铁色的金属面具 将他戴在了脸上 只有眼珠和鼻孔裸露于外 同样的沙伦和马里奇也分别戴上了相似的面具 不过他们做这样遮掩的目的却各有不同 怨魂和活尸是纯粹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模样 免得事后被鲁文军方锁定 无法再与贝克兰德活动 无面人则是以戴面具这个行为 演示本身能变化样子的途径特征 误导鲁文军方和玫瑰学派的后续追查 毕竟按照正常逻辑来讲 既然你的脸都是假的 并非本人 为什么还要多余的戴张面具 又等待了一阵乌的声音低沉响起 有船只在黑暗里入港 克莱恩回到通风口处 抬起那单筒望远镜 重新将目光投向了处于戒严状态的那个码头 他随即看见一艘有烟囱有风帆的混合动力船只 油快至慢 一点点停靠稳当 与此同时 两队红衣服白裤子的士兵端着步枪整齐地跑了过去 分裂于道路两侧 没过多久 旋梯垂下 船上开始有人登陆 最初是抬着一个个木箱的水手 接着是一位穿少校制服的年轻男士 他表情凝重地捧着一个水晶制成的匣子 周围簇拥着好几名船员 那些船员都提着马灯 让光芒从各个角度照至匣子 照亮了表面 照出了内里的事物 那是一个没有丝毫血肉残留的人类头骨 并且在灯光下流转着奇异的色泽 这一群人移动的速度相当慢 似乎随时都在注意马灯照射的角度 不留任何空白 等到他们下了船 沿道路走向最近的货运铁轨 走向等待于那里宛若巨蛇的蒸汽列车 后面舱门处又出来了一个 身着黑色正装的男士 他抱着一个巨大的铁桶 从鞋上方隐约可见里面 装着层层叠叠的冰块 有那么一秒钟 克莱恩差点以为这些冰块里面 会放一瓶酒 就像上流社会和名贵餐厅里做的那样 不过他很快就看清楚了 冰块中插的是什么 那是纯粹由黄金打造而成的一只手 与之前那群人不同 抱着铁桶的男子速度飞快 额头不断有汗水滴落 手掌按压的金属表面蒙上了水雾 他似乎很担心 在自己抵达目的地前 冰块就已全部融化 军方这次是在星星高原 帕斯河谷 哈加提草原等地方 掠夺了不少风银舞啊 克莱恩由衷地感叹了一句 耐心等待着图坦西斯二世的关救 又是十几分钟过去 位于远处的他和沙伦马里奇 同时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 这就像是有巨人行走在下方空洞的甲板上 紧接着 船舱侧面的大门打开 四个穿黑色全身盔甲的骑士 扛着一具金色的关救 一步一步走了出来 踩得咚咚之声回荡 枝嘎之音环绕 那关救的表面 会刻有怪鸟 长蛇 羽毛 面具等图案 显得古捉而神秘 有着浓烈的古代高地王国风格 正是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的睡床 链条转动金属摩擦的声音随之响起 那深黑的金属钢塔缓慢转过身体 将钢索和吊钩垂了下去 被人缠绕固定于图坦西斯二世关救的四周 然后复杂的滑轮系统开始运行 那沉重的关救被稳稳地吊了起来 一向码头外侧的一辆五顶棚马车 那四个穿黑色全身盔甲的骑士 一下泄去了压力 同时坐到了甲板上 发出粗重的喘气声 呼拉的动静中 突然有位骑士闷哼了一声 他盔甲的缝隙处 暗红的血液一股股流出 越来越多 越来越明显 到了最后 里面甚至出现了一只只细小的 坚硬的黑色甲虫 这骑士向后扬倒 摔掉了头盔 露出一个眼窝空洞血肉挂条的脑袋 数不清的黑色甲虫正在那里钻进钻出 诅咒 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 就是诅咒的化身 哪怕穿了有施加祝福的盔甲 似乎也不能完全避免被诅咒的结局 克莱恩无声叹息 将目光移向了那缓慢落至马车上的金色关救 码头外侧的那辆马车没有马匹 周围立着与刚才一模一样的四个骑士 随着关救的落下 他们靠拢过去 准备拉车 就在这个时候 那辆马车的轮子突然转动 自行维持住平衡向着侧方开始奔跑 这一刻他似乎活了过来 克莱恩精神一紧 眺望的更加专注 轮子高速旋转 不断磕碰着非正常道路上的石头 木块和台阶 没有马匹的马车拖着那具金色关救 自己奔驰在了码头空旷之处 这一幕看起来就像是鬼故事里描述的场景 码头附近一辆有烟囱炮管机枪的钢铁怪物转过了方向 一道低沉的声音不受阻碍的从里面穿透了出来 此地禁止服务 这句话刚刚结束 自行狂奔的马车戛然失去了动力 在拖出两条长长的轨迹后 安稳的停了下来 与此同时 半空中凸显出了一道身影 他披着镶嵌金丝的白色长袍 头发蛋黄微卷 眼窝明显凹陷 脸庞受削剑骨 这是位由南北大陆混血而感的中年男子 他褐色的眼眸里是压抑不住的恶意与癫狂 较为厚实的嘴唇上 有一根根布满细密花纹的金色钉子 将整张嘴巴封了起来 给人一种又邪义又可怕的感觉 根据沙伦小姐和马里奇描述的特征和给出的画像 克莱恩一眼就认出这是玫瑰学派的重要成员 高地反抗军的首领之一 迈哈姆斯 绰号沉默者 迈哈姆斯刚一出现 就将目光投向了由法令颁布的那钢铁怪物 完全没在意斜下方马车上安放的图坦西斯二世关救 他刚才的尝试 似乎只是为了确认鲁恩军方半神的位置 说时迟 那时快 迈哈姆斯抬起右手在嘴边拉了一下 那一根根穿透上下嘴唇的金色钉子同时弹飞了出去 不再封闭口腔 迈哈姆斯随之张开了嘴巴 克莱恩没有听见一点声音 也没有看到任何光彩 又发现那巨大的蒸汽战车融化般扭曲了起来 只是眨眼的功夫 他就变成了一只羊 一只眼神呆滞皮毛杂乱的羊 呼的一声 羊堵位置鲜血喷出 一团肉块滚了出来 上面镶嵌着白色的手套和金色的面具 一大光芒 忽然从他肉块内部迸发 将所有的混乱和协议斩破 蠕动的血肉开始重新拼凑成人形 回归为原本的样子 一个黑发金眼戴着面具的男人 你正在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这就是推理 第1295集 这时 沉默者迈哈姆斯往上脱了一下手掌 所有瞄准他即将射击的枪支炮口 全部排了起来 打在了空处 然后他取出了一个布娃娃 那娃娃似乎由旧布做成 沾有明显的污迹和血点 眼睛不知被谁挖去 留下了两个空洞 他一见到光芒 脸部就开始变化 参照对象 正是鲁温军方那位半神 他眼动对准的戴黄金面具男子 鲁温军方那位半神健壮 当即让右手戴着的指环 迸发出水晶般的光芒 整个人陡然消失在原地 闪现至迈哈姆斯的后方 可是那布娃娃的变化并没有停止 与此同时 图坦西斯二世黄金关咒的侧方 虚空晦暗浮动 勾勒出了一张十几米长的半透明嘴巴 这嘴巴猛的张开 往内吸了口气 制造出恐怖的狂风 连关咒带马车一起卷起 这一似灵界生物 他要吞掉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的关咒 豁然之间 刚才射空的子弹和炮弹 同时染上了喧赫的光芒 他们汇聚在一起 化为堂皇的光之海洋 淹没了周围的一切 克莱恩的眼睛一阵刺痛 哪怕有及时闭上 也流下了些许眼泪 过了两秒 他重新睁眼 看见刚才只有一张巨嘴的灵界生物 已然不见 图坦西斯二世的黄金关咒 依旧安静地摆放于停住的马车上 麦哈姆斯的身影则借助金属表面 闪现到了码头另外一个方向 手中的肮脏布娃娃又恢复了原本的模样 戴着面具的金眼男子 借助短图传送紧追不放 而两人原本所在的位置 一个穿着黑色晚礼服的女性身影勾勒了出来 他同样戴着金色面具 头顶是一个荆棘编织成的冠冕 这冠冕之上纯净的光辉飞快流淌 不断往内汇聚成海洋 不过此时此刻似乎正处于暗淡期 就在这时 克莱恩看见了一只手 一只戴着黑色手套的手 他藏在阴暗处 向着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所在的关救 隔空抓了一下 这关救瞬间消失 闪现到了那只手掌前方 玫瑰学派来的不是一位半神 而是两位 并且似乎还带上了偷盗者途径的封印物 克莱恩见状当即侧头对玛丽奇道 跑 玛丽奇一直等待命令 文言豁然谈起 冲出了仓库 往着码头外面狂奔而去 克莱恩随即转身 对另外一边的沙伦道 开始 沙伦同样没有迟疑 拿着那铁制卷烟盒就往灯塔方向飞去 作为一名怨魂 沿途的墙壁和阻碍都似乎并不存在 他和玛丽奇的动静或许已被察觉 但因为远离那个码头 远离战场 无人关注 无人在意 克莱恩迅速收回目光 伸出左掌 让掌心对准了通风口 对准了图坦西斯二世黄金关救的位置 不到一秒后 他的面前凝聚出了一本透明模糊的书册 耳畔响起了幽远缥缈的吟唱 我来到 我看见 我记录 书册刷的翻动 定格在了其中一页 龙卷风 这是作用范围极大的半神层次非凡能力 藏在阴暗角落的玫瑰学派半神 披着戴兜帽的黑色长袍 脸部位置盖着一张金黄为底 涂着红黑条纹的面具 整个人看不出胖瘦 但绝对不矮 至少有一米八 他借助偷盗者途径封印物 将图坦西斯二世的关救窃取到面前后 身体立刻淡化透明 拉长延伸 似乎变成了一根又粗又长又软的绳索 这透明至近乎虚无的绳索 飞快缠绕下了那沉重的黄金关救 要将它带入灵界 就在这时 玫瑰学派半神的耳畔 突然响起了剧烈的风声 他们与空气碰撞 竟发出了爆炸般的动静 图坦西斯二世的黄金关救被直接掀飞 表面环绕的透明绳索 一下崩开缩回了人类的模样 这玫瑰学派的半神 先是难以遏制的往斜上方飘了一下 接着就转化为怨魂 不 恶灵的形态 任由狂风吹透身体 不再随之移动 他看见气流一圈圈极转 不受遏制的龙卷风 豁然拔地而起 将地上的石头 砂粒 杂物和部分码头建筑的顶部 同时卷向了半空 就连之前自行奔跑的马车 也因为距离较近飞了起来 在风中断裂瓦解成一块块木头 看似幸运 实则正常的是 玫瑰学派半神 原本躲藏的阴暗区域 没有鲁温士兵 也远离了主干道路 头戴荆棘冠冕 身穿黑色碗礼服的那位女士 受到龙卷风的阻隔 身体不由自主向后摇晃 无法第一时间冲向 被抛到了半空的黄金棺材 只能顺势侧过身体 将目光投向了 码头区域外 很远位置处的一座仓库 紧接着 他又回头望向了 那位玫瑰学派的半神 因为对方并不受 龙卷风的影响 禁锢 这位同样戴着黄金面具的女士 左手一抬 虚握住了敌人 在视野里的深眼 那玫瑰学派半神 灵性直觉极强 随时都能从灵界 得到危险预感 抢先半步 一个镜面闪现 跳跃到了七八十米外的 一片碎玻璃上 这时 那龙卷风似乎失去了 后续的维持之力 飞快平复了下来 一件又一件 被卷起的杂物 落到了地面 其中就包括 图坦西斯二世 那具黄金棺铸 它打出了一个坑洞 在龙卷风里 已接近瓦解的结构 彻底崩溃 最上方的棺材盖 弹飞了出去 陪葬的黄金和宝石 伴随着前两层棺铸 大量溅向了四周 然后底层棺铸 翻滚了几下 掉落出金盒与玉冠 里面是干瘪的内脏 一具通体缠绕着 偏黄褐色 亚麻布条的尸体 也滚了出来 表面已侵染上 暗红带油污的液体 这正是图坦西斯二世 死后制成的木乃伊 他极为受销 脸上戴着 与玫瑰学派那位 半神类似的 金底彩门面具 眼窝位置镶嵌着 两颗纯净异常的 黑色宝石 这木乃伊刚一出现 周围就似乎暗淡了一点 黄金关旧主体 随之停止下来 有鼓鼓的暗红色 液体从里面流出 将坑洼附近的泥土 浸泡于内 那位持有偷盗着 途径封印屋的 玫瑰学派半神 看到这一幕 先是愤怒 旋即想到了什么 眼神变得惊喜 他的身影 抖得从碎玻璃上消失 就要闪现至 图坦西斯二世的 两颗黑宝石眼珠上 然后附身操纵 以木乃伊为主体 进入灵界 突然 他感应中的 恶灵视觉里的 那具木乃伊不见了 与此同时 头顶金色王冠歪斜的 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 猛地弹了起来 将镶嵌着黑色宝石的脸部 转向了普利兹港的 其中一个灯塔 这位已逝去 不知有多少个百年的 法老喉咙里 随即发出 不属于人类的可怕声音 缠绕着黄色色绷带的 枯瘦双腿 迈开大步 狂奔而去 他似乎在投奔自由 可是他忘记了一点 他是一具死尸 他应该安安静静地躺着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乐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 原著 8082阿迪尔 制作 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你不需要知道 我是谁 第1296集 图坦西斯 二十木乃伊 刚一开始 就完成了加速 待荆棘冠冕的 丸里夫女士健壮 右掌抬起 对准了这具 异变的木乃伊 所有的死者 都将安眠 他吐出了几个 古赫密斯语单词 图坦西斯 二十木乃伊 双脚猛地用力 跃了起来 跳到了另一个方向 以不符合死尸的灵敏 脱离了王者 终将安眠的地狱 较远处追逐 沉默者迈哈姆斯的 黑发金眼男士 眸光一缩 手上指环 再次迸发出 水晶般的光芒 他的身影 随即传送到了 木乃伊的前方 试图阻止着 王者远去 可是 图坦西斯二十 又一次变相 从另一个角度 冲了过去 他不断地变化着 前进的方向 似乎在以靠近 灯塔为目的 做无规则的运动 沉默者迈哈姆斯 心中一栋身影 获得消失 闪现到了 木乃伊不远处的 一块碎玻璃上 他以此为跳板 终于成功让身影 凸显于图坦西斯二十 眼窝处的 两颗黑色宝石上 虽然之前 那位鲁文军方 半神已禁止赴物 但高帝王国的 法老木乃伊 并不是单纯的物品 它有些许零的残留 见同伴成功 掌握着 偷盗者途径 封印屋的 玫瑰学派半神 毫不犹豫伸出了 戴黑色手套的左掌 对准那位 顽礼福女士 虚握成全 转了半圈 那位女士 顿时恍惚了一秒 随即被自己的 顽礼福 紧紧束缚在了那里 而几乎是同时 较远处仓库 屋顶上的 鲁文士兵们 难以控制住枪支 纷纷瞄准过来 扣动了扳机 那一辆辆 有粗大炮管的 钢铁怪物 也向顽礼福女士 轰出了炮弹 亲眼的那位 鲁文军方半神 没有试图救援同伴 反倒望向了 因被迈哈姆斯 附体而停止行动的 图坦西斯二世 木乃伊 右手握成拳头 猛的吓挥 出绝 他的眼中 有着一闪而过的喜悦 因为木乃伊 再死一次也无所谓 但迈哈姆斯不行 另外一边 那些子弹和炮弹 眼见就要命中 顽礼福女士 却突然迟缓了下来 就像陷入了空气组成的沼泽 受到了源于律令的排斥 那位顽礼福女士的头顶 荆棘冠冕 豁然发亮 将先前积蓄的光之海洋 挥霍了大半 匹带都冒长袍的 玫瑰学派半神 玄机发现 自己与对方不算近的距离 一下消失了 从根本上被抹掉了 也就是说 她来到了顽礼福女士的身前 看见对方仰起了右手 那右手之中 纯粹的光芒凝聚 化成了一柄赤裂的长枪 长枪的前部 两只洁白的羽翼 舒展开来 天使般簇拥起尖端 玫瑰学派的半神眼眸 突得放大 听见了死亡的脚步声 她试图用镜面闪现月开 却发现周围已被那羽毛 根根洁白的翅膀封锁 强烈的恐惧奔涌而出 冲击起她的理智 要让她放弃 对根源和力量的抗拒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淒厉哭喊 突兀响起 万里夫女士的瞳孔 竟短暂涣 她右手握着的赤裂长枪 偏移了出去 无法再维持稳定 化解成了一片片灿烂的光芒 风暴般往半空卷起 而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的附近 沉默者麦哈姆斯 已被弹了出来 身边掉落了一个肮脏的布娃娃 这布娃娃的胸前则多了一道几乎贯穿的裂痕 她站了起来 没有眼睛的脸部像是有了生命力一样 变得异常扭曲和猙獰 嘴里不断发出凄厉的哭声 让不远处的鲁恩王国金眼半神 仿佛被无形之手捏住了脖子 在半空竭力挣扎 踢甩着双腿 正是这布娃娃的存在 麦哈姆斯才没有被处决 另外那位玫瑰学派半神 才没有被斥裂长枪命中 后者见状立刻做了一个镜面闪现 靠近了依然专注望着灯塔方向的 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 准备抓住机会 与麦哈姆斯联手 达成这次行动的目的 这时那碗里夫女士又一次抹掉了距离 直接出现于这片区域的上方 头顶的荆棘冠冕 散发出最为纯净的光芒 他右手往下一按道 此地神秘减弱 现实增强 他话音刚落 那有着血污的肮脏布娃娃 顿时失去了表情 不再淒厉哭喊 今年的鲁文军方半神终于得喘息 强行拉开了捏住自己喉咙的诅咒之手 从这一刻开始 他们这些半神的力量 将较为迅速的减弱 而源于现实的攻击会飞快提升 也就是说 周围仓库顶部的鲁文士兵 和依靠履带缓慢靠近的蒸汽战车 将是本次战斗的胜负手 对鲁文军方来说 这其实将自身的优势放大到了极致 迈哈姆斯和另一位玫瑰学派半神 立刻有了反应 一个想要附身木乃伊 一个试图捡起没有眼睛的布娃娃 然后在力量减弱到一定程度前逃离这里 当然 万里夫女士和金眼半神 不可能任由敌人做想做的事情 可就在他们即将出手时 远处一道流光红红 炸裂成梦幻的彩色烟花 紧接着 这两位半神的灵感同时触动 扭头望向了相反的地方 一只戴着透明手套的手 从图坦西斯二世黄金关旧附近的虚空里伸了出来 抓住了一团浸泡满暗红液体的泥土 那些液体是图坦西斯二世脑浆与体液混合的事物 是保持灵性的仪式材料 而后者包括血浆 麦哈姆斯和持有偷盗者途径封印物的玫瑰学派半神 也望向了那边 恰好看见一道穿正装戴礼帽的身影勾勒了出来 这身影正弯腰拾取那团浸泡满暗红液体的泥土 这个过程中 他右手始终按着左边胸口 仿佛在对几位半神行礼 然后保持着姿态 抬头露出一张戴着灰铁色面具的脸孔 并迅速淡化透明 消失不见 拿着那个铁质卷烟盒 穿墙离开原本藏身的仓库后 沙伦严格按照夏洛克莫里亚地的安排 以怨魂的形态向着普利兹岗最高的那座灯塔飞去 紧接着 他在心里莫属起了时间 三秒 两秒 一秒 相应的念头还未落下 沙伦耳畔一回荡起剧烈的响声 远处的那个码头 似乎有恐怖的龙卷风登陆 他握着铁质卷烟盒的左手 指甲忽然伸长变肩 戳在了灵性之墙上 以源于怨魂的充满灵性的攻击 将这无形的隔离彻底破坏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乐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阿德尔制作 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你不需要知道 我是谁 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四散而去 沙伦豁然觉得 自己的灵体得到了莫名的加强 而这源于铁质卷烟盒内 装着的内建物品 他没受好奇心的影响 早已习惯于克制这些情绪 继续往着那座灯塔高速靠近 整个过程中 他始终保持着没有规则的行动轨迹 事而折向左前 事而飘向右上 事而借助镜面闪现 跳跃至另外一条线路 然后接着往目标靠拢 这让他看起来就像是在躲避 无形而可怕的敌人 但沙伦很清楚 并没有任何事物在追赶自己 也未有源于远处的攻击锁定这边 他觉得自己只是在演一场 似乎有对手的独角戏 不过他没有去质疑 没有浪费时间观察和等待 假装周围的空气是沉默者迈哈姆斯 是鲁温军方的半神 竭力于他们之间闪转腾挪 就这样飞行了好一阵 沙伦始终望着半空的蔚蓝眼眸里 映出了一道赤色的流光 他飞至高处 风格炸开 化成了一朵红橙黄交错的美丽烟花 沙伦当即收回视线 一边利用怨魂的指甲 喷薄灵性 重速隔离之强 一边向着马里奇那条线路 跳跃而去 那里每隔一段距离 就有一块摔碎的镜子 沙伦戴小巧软帽 穿黑色长裙的身影 不断闪现于上面 很快就凸显于 马里奇褐色的眼眸中 他随即轻巧迈出 手里拿着的铁制卷烟盒 以重新覆盖上灵性之强 马里奇和沙伦没有对话 也没有眼神的交流 就仿佛正被透明的 看不见的怪物追逐 不敢有丝毫停留 坦白的讲 他们对各自做的事情 会有什么作用都大致明白 毕竟夏洛克莫里亚地 曾经表演过 用铜绍吸引活施和幽影的事情 而沙伦的镜面闪现 两人也非常熟悉 但是整体会怎么发展 那位秘密众多的大侦探 要如何在几位半神的注视下 盗取走图坦西斯二世穆乃伊 他们完全想象不出 这又不是说 穆乃伊自己想跑就肯定能跑掉 那些半神必然会阻止 会追赶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看见前方有一道身影 瞬间勾勒了出来 他身穿黑色正装 头戴半高礼帽 脸上覆盖灰铁面具 手里拿着一团暗红色的泥土 和一本深棕色风皮的书册 正是夏洛克莫里亚地 马里奇当即放缓了脚步 一边任由对方将泥土 涂抹至书籍表层 并收入衣物内侧 然后抓向自己的肩膀 一边环视起四周 可是他没有发现 图坦西斯二世穆乃伊的存在 最终还是失败了吗 早有心理准备着他一阵叹息 看着自己 沙伦和夏洛克莫里亚地 同时淡化透明 消失于原地 几位半神战斗的那片区域 当戴灰铁面具的男子 于行礼过程中传送离开时 金色眼眸的那位鲁温军方半神 莫名有了不好的灵性预感 只觉事情拐向了不可预知的坏结局 要阻止他 虽然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 但一定要阻止 类似的念头瞬间涌现 这位金眼半神立刻就要激发手上戴着的指环 以旅行对抗旅行 以传送追逐传送 可是这短暂的空隙里 他发现自己无法锁定那位神秘莱克的气息 换句话说就是 对方要么做了半神层次的干扰 要么一下传送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而无论哪种可能 都意味着追逐的行动很容易遭遇失败 而更为重要的是 如果他离开 就等于将丸里夫女士独自留给沉默者迈哈姆斯 和另一位玫瑰学派半神 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 毕竟当前区域的神秘还没有下降到 会被现实枪号完全压制的程度 再说 任何损失都未出现 木乃伊也还在 那位只是拿走了一点富含灵性的泥土 金眼半神的目光 扫过了茫然立于原地的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 将注意力重新放回了迈哈姆斯身上 突然之间 他们四位半神的灵感里面 那缠满黄褐色绷带尽有暗红液体的木乃伊消失了 不见了 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木乃伊 就那样毫无征兆的消失了 不见了 有那么一秒钟 沉默者迈哈姆斯等半神 就仿佛看了一场精彩的魔术表演 或是蕴藏着诡计的戏剧演出 但可悲的是 身为半神的他们 竟没能发现魔术的窍门 或戏剧的诡计究竟是什么 刹那之后 已然失去目标的迈哈姆斯 和另外那位玫瑰学派半神 毫不犹豫就淡化了身躯 试图进入灵界强行逃离 金眼半神和晚里夫女士 则应急阻止起他们 连坐两次传送后 克莱恩带着沙伦小姐和玛里奇 回到了他们提前 于贝克兰德东区租下的 二居室房间内 我会按照约定支付报酬 沙伦刚一站稳就开口说道 同时将那个铁质卷烟盒 还给了夏洛克莫里亚地 他们事前就已说好 不管最终是否有达成目的 沙伦都会给出 灵界掠夺者的资料 若是真的成功 则会再补 三千五百枚鲁温金币 或是五千金棒 克莱恩接过那外表 有些许腐蚀痕迹的 铁质卷烟盒 随手颠了一下 感受到了里面 阿兹克同少的轻微跳动 他随即收起这物品 对沙伦小姐和玛里奇笑道 两位 麻烦去外面那个房间等待 再给我五分钟的时间 他的语气很笃定 似乎在说自己已经成功了 五分钟能做什么 他不可能再传送回去 带回兔坦西斯二师母乃伊 这比刚才更加危险 更加困难 马里奇心中满是疑惑 脚步的移动显得非常缓慢 而沙伦已是半飘半走的 来到分隔内外间的木门前 穿透了出去 马里奇忙收敛住想法 紧随其后开门而出 克莱恩始终微笑看着他们 然后一个旅行到了东区 另一个方向的廉价旅馆里 他下午时分有伪装身份和样子 在这里租下一个房间 紧接着他拿出了藏于怀中的那本 涂抹有暗红乌尼的深棕色风皮书籍 这是格罗塞尔游记 只要将还未干涸的 还有灵性残留的血液 抹在他的风皮表面 他就能将对应的目标 强行拉入书中世界 而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黄金 棺旧内那些液体就包含有血液 也就是说 此时此刻 那木乃伊已经在克莱恩手上 在格罗塞尔游记里 你正在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记得订阅 否则你知道后果 第1298集 听完马里奇对法老木乃伊制作的说明后 克莱恩其实就已经有了大致的计划 那就是以阿兹克同哨 对死尸的吸引力为灵体之线 操纵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 用这个密偶 引导在场的半神们 离开关旧附近 为了自己传送过去 取走液体创造条件 他从未想过能直接带走那木乃伊 或是让对方成功逃出码头 这是不现实的 这需要直面半神的攻击 而他和沙伦 马里奇绑在一起都无法应对 即使花大价钱召唤信使小姐 雷尼特提尼科尔也未必可以 所以阿兹克同哨和木乃伊的诈尸 明明看起来是目的和方案 实际却只是操控与引导的手法 这能让其余演员忽略掉 黄金关旧附近的情况 这是半神也无法抗拒的杨某 因为他们保护的是木乃伊 而非黄金关旧 针对的是玫瑰学派的 麦哈姆斯等高序列强者 而非两三个在很远地方游荡 不知想做什么的家伙 克莱恩这个计划并非环环相扣 精巧到让人赞叹的那种 不会出现一点意外 就无法进行下去 他需要控制的问题很少很少 只要龙卷锋能成功打翻关旧 只要沙伦小姐按照吩咐 保持住无规则的运动轨迹 只要军方的人手不服役到 能轻松解决麦哈姆斯等玫瑰学派半神 那他就只用等待一个机会的出现 在半神们离开黄金关旧附近后 木乃伊尚未被恶灵附身时 传送过去 取走浸泡有液体的某样事物 接着立刻远顿 这无需他操心半神战的具体变化 不在意哪边站上方 哪边会受伤 也无所谓 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 究竟得跑出多少米才算胜利 只要对方能顺利起步 比较难抓 就没有任何问题 至于最后他弯腰行李 一方面是拾取泥土顺便 相当于泄木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 按住胸口的哥罗塞尔游记 一旦出现意外 能立刻将他抽出 作为盾牌 正因为如此 克莱恩刚传送逃离 就顺势将那团浸泡有血液的泥土 抹到了书籍表面 整体进展符合预期 导演算是成功了 克莱恩一阵感慨 只觉体内的魔药已在加速消化 他没耽搁时间 迅速布置仪式 将格罗塞尔游记 献祭到了挥舞之上 然后以灵体的形态 带着蠕动的饥饿 阿兹克同哨 安魂师非凡特性 沙伦给的防诅咒黄金珠 进入了书中世界 书中世界里 克莱恩刚浮现于城外偏僻处 就立刻拿出之前残余的暗红泥土 捡起一根枯枝 用补障法寻找起 图坦西斯二世穆乃伊 他这是担心 那具被称为诅咒化身的穆乃伊 伤害到此地的居民 虽然书中世界 不乏序列五的准强者 图坦西斯二世穆乃伊 又失去了阿兹克同哨的刺激 处于昏恶状态 缺少行动力 但他生前 是半神半人的非凡者 死后尸体演化出的诅咒 肯定不一般 就连克莱恩自己 若没有沙伦小姐给予的 防诅咒黄金珠 都不太敢于靠近 当然 克莱恩也是衡量过 才决定利用格罗塞尔游记 盗取图坦西斯二世穆乃伊的 他之前的几次经历 和别人的遭遇 都证明着一件事情 外来者进入书中世界时 不会直接出现于本地居民面前 必须探索才能相遇 第一次时尤其如此 所以克莱恩相信 图坦西斯二世穆乃伊 应该是被弄到了 哪个无人的地方 而以这活适的状态 大概率会在附近打转 很难像人类精灵巨人一样 自主的往不同方向探索 也就是说 只要时间不拖的太久 应该不会造成什么损失 而从克莱恩涂抹含血污泥 到游记风皮时算起 才过了两三分钟 依循着补障指出的方向 克莱恩以飞行的姿态 往附近一座山峰赶去 很快他看见了一处山谷 就在这时 缠绕满黄褐色布条 沾染有暗红液体 脸带金底彩纹面具的 图坦西斯二世穆乃伊出现了 他喉咙里发出 不似人类的声音 大步狂奔着冲了过来 周围的空气随之变得暗淡 与此同时 整个山谷内 好几具残缺的动物尸体 也掀开了掩盖自己的泥土 动作艰难地靠向克莱恩 以阿兹克同哨 加固着灵体的克莱恩 顿时喝了一声 真够热情的 他不慌不忙丢掉了那根枯枝 拿起了一团深黑色的事物 这是他之前从变异版蠕动的饥饿内 释放的那个安魂师的非凡特性 核心位置有纯粹光点 整体就像坠着繁星的夜幕 无形的波动不太顺畅的散意开来 四周豁然暗化 仿佛一下来到了深夜 宁静安详的感觉 伴随点点星光降临了 那几具残缺的动物尸体 先是呆滞 旋即倒了下去 同归于沉眠 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 也放缓了步伐 动作越来越慢 但始终没有重新躺下 直接用非凡特性 果然发挥不了太好的效果 而且负面影响也不低 克莱恩忍不住抬起左手 捂住嘴巴 打了个哈欠 他随即让蠕动的饥饿变得苍白 染上些许阴绿 直接用活尸的能力 操纵起对面的王者 两种非凡效果的叠加 终于让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 安静了下来 眼窝处镶嵌着两颗黑色宝石的他 缓步来到克莱恩旁边 无声势力 就仿佛最专业的男仆 可惜有诅咒 克莱恩当即从自己灵体内部 拿出了一颗很有古代 高地王国风格的黄金珠子 上面多有深刻的蓝绿色花门 这来自沙伦 专为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准备 能有效压制和消灭诅咒 否则这位怨魂小姐 怎么敢打法老木乃伊的主意 把玩了下黄金珠子 克莱恩让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 主动张开了嘴巴 然后从面具的嘴缝处将那件物品塞了进去 也就是两三秒的功夫 周围的暗淡消失了 做完这一切 他上前一步 以灵体的姿态附身于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 接着毫不犹豫结束掉召唤 返回了灰雾之上 这木乃伊已经成为属于他的活尸 可以像之前的密友赛尼奥尔一样 以这种方式带出 无需强行容纳于体内 你正在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这就是推理 第1299集 经过一番次语 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 这富含灵性的材料 回到了现实世界 回到了廉价旅馆的房间内 克莱恩处理好相应的痕迹 探出右手 就要抓住木乃伊的肩膀 带着他传送回沙伦和马里奇 所在的二居室房屋 看了看那略显油污的黄褐色布条 看了看上面的暗红液体 克莱恩默默又缩回了右手 改用了戴着手套的左掌 他的左掌捏住木乃伊的肩膀后 立刻变得透明 并将这种趋势 飞快蔓延至整个身体 仅仅一个闪烁 克莱恩携木乃伊 回到了之前那个房间 他没急着开门 将结果呈现给沙伦小姐和马里奇 反倒掏出金壳怀表 按开看了一眼 还有三十六秒到五分钟 克莱恩让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 拉开一张椅子 自己悠闲的坐了上去 等了一阵 他终于听见了敲门声 进来 克莱恩一边微笑回应 一边操纵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 迎了过去 房门吱压一声打开 沙伦和马里奇眼中 同时映出了 戴着金底彩文面具 缠满黄褐色布条的干瘦身影 这身影眼窝处的黑色宝石闪烁了一下 然后麻溜的躺到了地上 摆好了姿势 一时之间 沙伦和马里奇 竟不知该说点什么 早已用灵性之强 隔离好阿兹克同哨的克莱恩 解除了对活尸的控制 笑着指了指那句躺好的木乃伊道 接下来就是你们的事情了 而我导演的戏剧 圆满落幕了 克莱恩于心中感慨了一句 静静体验着直观可见的魔药 快速消化 这让他觉得也许不用到年底 提前两个月甚至三个月 自己就能考虑晋升半神半人的问题了 并且借助这次的消化 他能操纵的密偶数目 终于提升到了两个 极限距离可以达到两百米 面对灵体强度处于同一层次的敌人时 初步控制目标和将对方彻底转化为傀儡的时间 分别缩短为十秒和两分半钟 范围扩大为十米 真的成功了 马里奇目光发直地看着那句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难以遏制的低语出声 他完全无法想象 这怎么能够成功 夏洛克莫里亚迪竟然在四位半神连同两件可怕风银屋的面前成功盗取了他们争夺的事物 而且这位先生刚才还空着手 难道这穆乃伊自己把自己给送过来了 沙伦蔚蔚蜚蓝的眼眸内情绪深藏 一片平静 专注地打量起这次的目标 确认那确实是法老穆乃伊 确实是图坦西斯二世后 他的视线移向了翘脚作者的夏洛克莫里亚迪 嘴唇轻起 闭了一下 沙伦开口说道 谢谢 相应的报仇 我会用寄信的方式给你 祝你 祝你们之后一切顺利 克莱恩由衷地回应道 他玄机无声地感慨了几句 如果沙伦小姐能成功竞胜叙烈斯 那就意味着我多了一个半神层次的帮手 大吃货帝国的俗话说得好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半神层次的朋友当然是越多越好 我们塔罗会就是要把朋友发展得多多的 把敌人变得少少的 不过我的敌人好像也是在不断的增多 想到这里 克莱恩又叮嘱了一句 小心被追索 图坦西斯二十目乃伊 有太多的物品留在鲁温军方那边 很容易被非凡手段锁定 而克莱恩的指人天使干扰 能维持的时间相当有限 当然他相信沙伦小姐和马里奇 肯定是有准备的 否则也不会想着盗取那法老木乃伊 同样的 他也相信对方能处理好灰铁面具 特制烟花的来历问题 如果是达尼兹多半会对我说 我还没想过这些事情 克莱恩拿某失败猎人做了个对比 沙伦点了下头 表示会注意这方面的事情 然后将图坦西斯二十目乃伊 转化为了自己的活师 带着他进入了灵界 感谢你的帮助 留在房间内的马里奇吐了口气 收敛住分涌的各种情绪 向夏洛克莫里亚地行了一礼 紧接着他退出房间 除去伪装 融入了东区来来往往的人潮里 这个过程中穿着黑色正装 戴着半高礼帽的克莱恩 始终坐在椅子上 静静地看着他们离开 不知什么时候 他们的身影也消失不见了 普利兹港附近的一个房间内 戴着面具有着金色眼眸的 鲁恩军方半神推门而入 对自己的同伴 那位穿晚礼服的女士道 暂时没有任何收获 这很正常 如果不是有一定的把握 那个神秘人不会来盗取 图坦西斯二世的穆乃伊 万礼服女士沉生说道 不过我们可以把调查范围放宽 那个烟花 那张面具 那身衣服 那种挑衅式的行李 应该都能查出点什么 他确定 图坦西斯二世穆乃伊的丢失 不是玫瑰学派那两位半神做的 如果真是他们的手段 根本没必要拖到那么危险的处境才用 差点就没能跑掉 金眼半神点了点头道 我当时就有预感要出问题 可惜 这次行动没有联合教会 人手不是太够 他顿了一下 转而问道 弄清楚那个神秘人用的是什么办法了吗 万礼服女士拿起面前的荆棘冠冕 将上面的尖刺插入了自己的脖子 在鲜血流淌而出的同时 摇了摇头道 也许 拿走包含图坦西斯二世穆乃伊体液的泥土 是一个仪式 这是一个非常狡诈 善于欺骗的家伙 有着金色眼眸的鲁文军方半神赞同地点了下头 万礼服女士低头看了眼 插在脖子上的荆棘冠冕 反应略显迟缓地说道 也许他或者他们已经做好仪式的其他步骤 一传送回去 立刻就将那团泥土丢入鸡潭 完成了最后一步 当然不一定是仪式 也可能是某些能借助体液达到某种效果的封印物 在这方面存在太多的可能 虽然封印物的主体效果和负面影响 大致都会依学22条途径的序列特征 研究人员能够勉强做出一定猜测 但是就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一样 封印物因结合的东西形成时的环境 可能存在的高位者气息 或原本拥有者的诅咒等条件不同 也分别有着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特点 不实际测试 没谁能提前想到一一列举出来 什么情况 色情 唐太斯先生 我听人说 您喜欢年长 能让你安心的女性 不知道 我是否合您的心意啊 当然 美丽的夫人 不是 我不是这样的人 唐太斯先生 晚上好 你可不可以 跟我跳一支舞 当然可以 不 不要 像我这样 曾经有过一段 不幸婚姻的女性 能打动你的心吗 如你所见 我的心 正在为你而跳远 闭嘴吧你 那么 各位美丽的夫人小姐 你们的问题我都回答了 根据对等原则 轮到我发问了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 或者撒谎 是沙楼的四手成 公众场合不要提问啊 如果我不再富有 失去了住在 马车与 不认 但仍拥有强健的 体魄与持久的状态 你们是否 愿意与这样的我 公渡凉消 幸好是梦 这次使用丧中左轮 带来的弱点 是怕女人 太恐怖了 不过 梦里的情景 确实有概率发生 下次一定要提醒阿鲁德斯 不该说的一句不能说 到完唐太子的名声 不能再被败坏了 你正在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 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这就是推理 第1300集 金眼半神拉开椅子 坐了下来道 这方面很难查 可以暂时不用考虑 不过 你刚才又说漏了 一个调查的方向 你还记得那股龙卷风吗 它卷起了图坦西斯 二世木乃伊的关灸 造成了里面遗失材料 也就是体液的泄露 并让木乃伊滚了出来 获得了活实化的条件 总之 这位后续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所以 完全能够确认 这就是那个神秘人 或者是他的帮手做的 管理夫女士 眼神里的涣散感 淡化了一点 缓慢去向那荆棘冠冕道 你的意思是 风暴教会掌握着 水手途径的高序列 佩峰 和大部分非凡特性 不属于他们 却能制造龙卷风的非凡者 或神奇物品 不会太多 可以顺着这条线追查一下 金眼半神点了下头 嗯 而且我还记得 不久前 东区发生过一起案子 极光慧X先生 被人在自己召集的聚会里 直接杀死 当时现场 又动用闪电风暴 和龙卷风 这引起了风暴教会的高度重视 一直在寻找线索 同一个区域 短期内连续出现了两次不属于官方组织的龙卷风 不会是巧合 我认为可以初步决定 这有着内在的关联 杀X先生和盗木乃伊的 很有可能是一伙人 我们有必要 联合风暴教会一起调查 顽礼福女士放下荆棘冠冕 想了想到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还有 从他们的目的和动机 也能分析出一些情况 单纯只是将木乃伊当成活施材料的人 不可能冒着如此高的风险尝试盗取 我怀疑 对于那伙人来说 图坦西斯二世的木乃伊 有着额外重要的意义 仪式的关键 金眼半神斟酌着说道 从现场的情况看 拿着特殊物品吸引木乃伊追逐的那位 应该是怨魂 或者有着对应的神奇物品 结合目的和动机 我有一个猜测 万里夫女士心中一动 脱口而出道 玫瑰学派里叛逃的截至者 对 金眼半神轻轻汗手道 虽然木乃伊的制作受到了死神信仰 太阳崇拜等各方面的影响 但玫瑰学派在高地 河谷等地方占据统治地位后 却没有禁止这种木造急锁 这足以说明 木乃伊对他们应该是有着一定作用的 或者是某个序列的仪式需要 说到这里 他满是自嘲地低笑了一声 还有另一种可能 炫耀和表演 那伙人未必真的想要木乃伊 只是因为刚好满足条件 有盗取的机会 于是做了一次盛大的表演 对某些途径的某些序列来说 这是消耗魔药的关键 作为一位半神半人的存在 他见识过的事情伪实不少 想到的可能自然也就较多 万里夫女士斟酌了一下 沉声说道 我怀疑不是单一的可能 而是多种因素的混杂 我们以此为基点去调查吧 贝克兰德乔武德区 靠近塔索克河的地方 沉默者麦哈姆斯 坐在铺着餐布的方桌前 看着上面摆放的一根根金色钉子 低沉开口道 扎特温 你认为是谁盗走了那具卡德夫木乃伊 他身后不远的地方 钢琴琴凳上 一道身影迅速勾勒了出来 这身影穿着黑色神职人员长袍 左掌戴着一只黑色的手套 脸庞瘦削 皮肤偏踪 眼睛凹陷的仿佛干湿 胡子根须黑而外颜白 从两侧嘴边一直蔓延到了耳侧 不过他们并不浓密 也相当的短 显得星星点点 扎特温的眼眸与肤色接近 属于浅踪 明明有着牧师的气质 却又给人阴冷可怕 似乎会在沉默里变态的感觉 他想了想到 渴望着卡德夫木乃伊 并且愿意在半身战斗时冒险的 一只手都能够输清楚 这里面 藏在贝克兰德的只有沙伦 他应该有得到雷尼特提尼克尔的帮助 否则不可能成功 麦哈姆斯拿起了一根 布满细密花纹的金色钉子 沉默了几秒道 那个擅长传颂的是谁 不像是戈尔曼斯帕罗 沙伦令外景的帮手 也许 扎特温咳了两声 脸色白中泛青的说道 我认为 还是得想办法向母叔做一次祈祷 这应该能获得一定的歧视 麦哈姆斯轻轻汗手 将掌中的金色钉子扎到了嘴上 贯穿了上下唇 扎特温健壮捂住嘴巴 缓慢起身 有些艰难地下到了一楼 准备离开这里 返回自己的藏身点 一楼位置 他看见了幽暗的环境 和闪耀的烛光 食物的香味则从各个地方飘了过来 弥漫于空气里 附近街道的房屋都是连排 邻街的底层属于店铺 玫瑰雪派的这个联络点 表面是一处餐厅 主打南大陆特色 因为之前行动时受伤不清 扎特温不太想始终保持恶灵状态 这对目前的他来说是较大的负担 所以换上黑色神职人员长袍的他 只得一步一步地走向门口 就在这时餐厅大门处进来了一位顾客 这顾客黑正装 黑裤子 黑皮鞋 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和瘦削的脸庞 他额头较宽 戴着单片眼镜和很高的礼帽 目光随意扫视间 落到了扎特温身上 看了眼扎特温左掌戴着的黑色手套 这顾客嘴角幅度很小的勾勒了起来 笑着摇了摇头 似乎有点失望 然后他进入餐厅 与充满恶意对视回来的扎特温擦身而过 扎特温没太在意 走向外面来到了街上 煤气路灯光芒照耀中 夜晚的凉风吹了过来 这位玫瑰学派半神忽然打了个寒战 扎特温知道这是灵感有所触动的表现 心中一紧 盲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 恶然发现左掌戴着的那只黑色手套不见了 不见了 作为半神半人的存在 扎特温竟不知自己戴在手上的封印物什么时候不见了 他猛地转过身体 望向餐厅里面 脑海里豁然浮现出了刚才那位男子的形象 很快 他锁定了目标的气息 发现对方依旧在餐厅内 甚至招呼服务生要了份菜单 扎特温本想直接镜面闪现 附身过去 可不知为什么 双手不由自主就颤抖了起来 隐约兼指觉周围藏着一个又一个危险的 恐怖的难以发现的敌人 念头闪电般划过 扎特温下意识往侧方迈步 走向了街道尽头 似乎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乐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 原著 8082阿迪尔 制作 多人永生小说 鬼秘之主 你不需要知道 我是谁 乔尔斯正在翻看最新一期的女士审美 忽然听见了钥匙扭动大门打开的声音 今天这么迟 他抬头望了眼门口的羞 羞揉了揉自己的金色短发道 快回来的时候 看见了军情九处的见面标志 很急 这才是什么事情 佛尔斯饶有兴致地放下了手中的杂志 上次X先生被杀案的延续 修一边弯腰换上居家拖鞋 一边随口说道 佛尔斯表情一致 眼眸微转道 有线索了吗 不能叫线索 当时现场有出现半神层次的龙卷风 这在风暴教会之外并不常见 而今晚早些时候 普利兹港的一个码头 也遭遇了小范围的龙卷风袭击 一个法老木乃伊 因此在混乱中被盗走 修简单解释了几句 军情九处怀疑 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伙人做的 所以督促我们这些县人 更努力地搜集情报 查找线索 我的莱曼诺旅行笔记上 还有一个龙卷风呢 格尔曼斯帕罗先生 他窃取法老木乃伊做什么 佛尔斯强行笑道 也许是风暴教会做的呢 修白了他一眼 快步走入厨房 寻觅起食物 清晨时分 伯克伦德街160号 克莱恩刚洗漱完毕 还未来得及开门 让贴身男仆 理查德森进来 灵感就有所触动 看见信使小姐 无头的身躯 提着四个脑袋 从虚空里走了出来 其中一个 咬着厚度不小的信封 一个张开嘴巴 哗啦吐出了大堆金币 总算要还清债务了 克莱恩瞄了眼 雷尼特提尼克尔那四个脑袋下没有连接身躯的半截脖子 松了口气道 我记得还差你3413倍金币 现在你可以取走这最后一部分欠款了 与此同时 他莫名觉得那堆金币有点眼熟 不过也没有太在意 因为他看所有的金币都眼熟 听到克莱恩的话语 雷尼特提尼克尔提着的四个金发红颜脑袋之一 当即开口道 好的 他嘴巴一张 顿时又将绝大部分金币吸了回去 不知装到了哪里 看了看剩下的几十枚亮闪闪金币 克莱恩伸手接过那厚度不小的信封 快速拆开 浏览了一下开头 发现果然是灵界掠夺者的详细资料 等到信使小姐返回灵界 她收回金币 拉开窗帘 坐了下来 在清晨的阳光中 认真地读起那字迹捐秀的内容 再次感谢你的帮助 图坦西斯二十目乃伊 是我晋升仪式的组成部分 对我有着重要的意义 灵界掠夺者 生活于灵界深处 数量稀少 富有智能够有智慧 能将捕获或杀死的生物 转化为自己的分魂 它们的分魂 能变化成它们真实魂体的样子 拥有相似的表现和特殊 也能伪装成 其他灵界生物 当遭遇它们时 也许周围的所有灵界生物 都是它们分魂变成的 绝对不能大意 这种生物 能有效地影响猎物的思考能力 让它们出现麻痹状态 本身真实魂体的灵性很强 在相关的对抗上 往往能获得不小的优势 它们很难被找到 目前 确切有它们活动痕迹的 只一个地方 灵界的卡尔德龙城 这是一座传说中的城市 来历神秘 不被知晓 在这方面 对它共有三种猜测 一 是过去那位死神的居所 冥界的入口 二 是第二纪元 某位古神陨落后的神国 它被灵界吸引 沉了进去 逐渐演变为一座 既真实 又虚幻的城市 三 是大灾变时 被灵界吞噬的 现实城市 无论哪种猜测 都指出了一点 这座城市很危险 有许多特殊 又奇异的地方 我没有卡尔德龙城的 神秘学坐标 甚至很多高位灵界生物 也没有 我能提供两个思路 一 是利用特定的密切仪式 向红光 爱尔摩瑞亚祈求 获得相应的答案 这里 就不长篇幅地讲述 什么是红光 如果你不了解 可以再写信询问我 阿尔 是找到亚伯拉罕家族的人 他们传承着旅行家途径 对灵界 有非常深入的探索 沙伦小姐哪怕写信 也给人一种非常克制的感觉 果然 法老木乃伊 是为木偶仪式准备的 当初地下一记 那个恶灵也说过 可以成为这个仪式的组成部分 所以 仪式的具体需求 是高序列强者死后 遗留地保持着灵性的尸体 或者 他们怨念灵魂 柔和衍生出的恶灵 我能不能向菊光祈求 让他帮忙询问红光 对别人来说 寻找卡尔德龙城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与我而言 却是再简单不过 直接委托给 魔术师小姐就可以了 她现在 可是亚伯拉罕家族的大功臣 真希望对卡尔德龙城的 第一种猜测是正确的 那样一来 等我联络上阿兹克先生 就能看见这座神秘城市的 危险居民们排成两列 夹道欢迎我 克兰恩摇了摇头 将美好的畅想 抛到了脑后 他重新审视起灵界掠夺者 确认他们有着密偶大师 和鬼法师的部分特征 是相当危险的高位灵界生物 让分魂具备真实魂体的样子 表现和特殊 与鬼法师将本身能力赋予密偶是一致 到了查拉图那个层次 或者序列三古代学者 还能短暂将一定的非法能力 赋予非密偶的其他生物 克兰恩若有所思的折起性质 随手一抖 看着他们被赤红的火焰吞没 化作焦黑的碎屑 落至垃圾桶内 收敛住思绪 穿着睡衣的他走向卧室门口 让贴身男仆里查德森进来 为自己更换衣物 那喜马拉雅和乐文出品 由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于8082Audio制作的 多人有声小说啊 你 欢迎收听 《鬼秘之主》 圣塞缪尔教堂弟弟 伦纳德米切尔和往常一样 厚压住椅背 将双脚搁到了桌上 他表面没有任何异常 内心却在想着阿蒙的事情 自得知这位已抵达贝克兰德 他体内寄生的帕列斯索罗亚斯德 就变得异常沉默 不再像往常那样活跃 会主动地说话 主动地给出意见 如果不是询问时能获得回答 伦纳德甚至有点怀疑 老头是不是自己偷偷跑了 另找他人寄生了 思绪分涌间 他们这只红手套的队长 职业者执事索斯特 走了进来 审问出什么了吗 有什么结果吗 房间内各自做着 自己事情的红手套们 纷纷将目光投向了门口 昨天深夜 他们刚完成了一个任务 将追查了好一阵的三位灵教团成员捕获 现在正等待着审问的结果 索斯特表情严肃地环视了一圈道 我们立了一个很大的功劳 但这不是一件好事 根据那三位灵教团成员的供词 以及教会过去搜集的那些资料 我们可以初步判定 灵教团在复活死神 还是人造死神上出现了分裂 而后者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有了不小收获 他们对鲁恩 对我们 充满敌意 将人造死神的部分实验 放在了贝克兰德 对 他们的想法 和你们现在的担忧是一样的 即使实验失败 也能有重创 这万都之都的机会 伦纳德一下从走神的状态 恢复了过来 和鲍勃 辛迪等人对视了一眼 看见了彼此谋中的恶然和愤怒 这时 索斯特敲了下旁边的桌子 制止了队员们的讨论 他清了清喉咙道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 根据证词里的线索 去南大陆 寻找灵教团人造死神派的 几个关键人员 调查清楚贝克兰德 还剩几个钉子 然后将他们一一拔起 这个任务 我们会获得带领女士的协助 而教会将用预知的方式 给她魔药 帮她准备仪式 让她能在出发前成为看门人 另外 负责南大陆的高级执事 女神之隐伊利亚阁下 和当地的职业者 也会提供帮助 给予我们相应的封印物 并做提前的调查 女士们 先生们 回去休息一天 准备一下 明晚出发 是 队长 鲍伯和辛迪等人起身回应道 伦纳德有跟着站起 却没有说话 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 可以趁这个机会离开贝克兰德 摆脑暗蒙的危险 回到平斯特街七号 关上房门 拉好窗帘后 她压低嗓音道 老头 问题解决了 我想 红手套的正常调动 应该不会引起暗蒙的怀疑吧 她脑海内 那略显苍老的嗓音 缓慢说道 不会 伦纳德听了出来 老头的语气明显轻松了不少 心中一动 考虑了下道 我要不要写信给克莱恩莫雷迪 告诉他我们将离开贝克兰德很长一段时间 毕竟是他提醒我们 阿蒙一致 帕列斯索罗亚斯德语气不变地回应道 想写就写 伦纳德呼了口气 抽出一张信纸 拿起了吸水钢笔 他斟酌了一阵 陈万写道 我有任务 即将离开贝克兰德 看了看这短短的一行文字 伦纳德放下钢笔 折好了信纸 很快 他预备好了召唤信使的仪式 点燃蜡烛 后退一步 用古赫密斯语低沉念叨 我 我以我的名义召唤 徘徊于虚妄之中的灵 可供驱使的友善生物 独属于 格尔曼斯帕罗的心事 房间之内 风声突然响起 一下变得激烈 蜡烛的火光随之膨胀 染上苍白 一个金发红眼 长相明艳的脑袋 从里面钻了出来 伦纳德挑了下眉头 正要开口说话 却看见 这脑袋后面跟着的不是完整脖子 而是一只拽着头发的手 身穿阴沉繁复长裙的 雷尼特提尼克尔 迅速走了出来 手里提着的四个脑袋 同时转动 望向伦纳德米切尔 依次开口道 是 你 要 记性 这个灵界生物看起来很厉害啊 这是克莱恩加入那个隐秘组织获得的福利 伦纳德一边想着 一边点头说道 是的 雷尼特提尼克尔 双手提着的四个脑袋 又一次说道 你 需要 给 一枚 金币 一枚金币 神秘世界的信使也要收钱的 伦纳德颇感恶然 却又不知该有什么反应 只能将手探入口袋 摸出了一枚金币 雷尼特提尼克尔 这才让两个金发红眼的脑袋扬起 分别咬住了信纸和金币 接着他踏入虚空 消失不见 等到烛火恢复了正常 伦纳德失效低于道 奇怪的信使 他话音刚落 脑海内就回荡起了帕利斯索罗亚斯德略显苍老的声音 你最好不要背后说他的坏话 他 老头称呼一个现实是他 伦纳德的眼睛陡然睁大 帕利斯轻咳了一声道 他的状态很奇怪 不比我好多少 总之 那个信仰愚者的组织 比我想象的更加 更加 你和克兰恩莫雷迪接触或者合作的时候 得更加小心 说完之后 这位寄生者也陷入沉默 许久没再开口 伦纳德竟然想接任务离开贝克兰德 摆脱阿蒙的威胁 这就是他老爷爷想出的办法 这也太怂了吧 收到信的克莱恩一眼扫完内容 无声自语了几句 他开始认真地考虑 自己该怎么以军火交易为借口 尽快脱离贝克兰德一段时间 欢迎各位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希望我今晚的准备 能获得你的赞美 考虑了一阵 本就有相应预案的克莱恩 顺利理清了思路 确定了接下来要做的几件事情 他右手斗甩信指 在腾起的赤红火光中 抬头望向了对面的 雷尼特提尼克尔 准备从衣兜里掏出一枚 鲁文金币以支付邮费 可是信使小姐早已离开 她的对面空无一人 不收钱了 克莱恩先是一愣 旋即有了各种联想 怀疑是不是习惯性向非契约者拿金币的雷尼特提尼克尔 主动索取了油费 说不定信使小姐什么也没说 就那样撕个脑袋扒着眼睛 同时看着伦纳德等待他支付金币 结果这家伙完全领悟不了 想强行结束召唤 惨被捏断了脖子 克莱恩撕了一声 顺势用刚掏出来的那枚金币做了次占卜 得到伦纳德米切尔活得还不错的结果 他松了口气 收起金币 对着门外喊了一声 理查德森 半开放房间的大门 没发出什么动静的向后敞开 他的贴身男仆理查德森 快步走了进来 公声问道 先生 我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吗 请管家先生过来一趟 克莱恩一边吩咐 一边与心中感慨 自己真是被奢靡的生活给腐蚀了 就算在家里找人 也不会挪动半步 要通过贴身男仆去做 这是扮演的需要 他无声对自己说道 过了几分钟 戴着白手套的瓦尔特上至三楼 自然垂下双臂 姿态标准地站立于道恩唐太斯侧前方 等待雇主开口 克莱恩早已斟酌好语言 不快不慢地说道 去马赫特医员家 告诉他 我已经预备好前期的款项 还有 准备马车 我上午要去慈善助学基金 中午返回 如果马赫特医员 没让我留出下午的时间 那你再到艾伦克瑞斯医生家一趟 说我下午会做一次拜访 克莱恩之前已从挥物之上提取了一万磅现金 装入了小皮箱内 就等着合适的时候去完成那笔军火交易的前期工作 而为了散去钞票上的挥物味道 他又特意传送去海上 顺便给蠕动的饥饿觅食 他这是害怕知晓挥物存在的阿蒙 能于同一个城市内 嗅出那特定的味道 或借此感应到渴求的宝藏在哪个位置 好的先生 管家瓦尔特没句问雇主从哪里筹集的前期款项 在他印象里 道恩唐泰斯这段时间几乎没怎么去过银行 当然 这也不是什么他让人在意的问题 许多从外地 尤其从迪西海湾和建海郡来贝克兰德的富翁 总是会提前预备大量的现金 装在箱子里 佩斯菲尔街22号 鲁恩慈善助学基金总部 克莱恩通过大门进入里面 上至二楼 找到了提供给理事们的会客室 作为只是偶尔参与某些事物的名誉理事 他在这里是没有办公室的 但能使用会客室 他右手握成拳头 抵住嘴巴 故意倾咳了两声 然后步入会客室 找了张沙发坐下 稍坐等待他重新站起 对视力于旁边的贴身男谱理查德森道 我去一下关系室 系上衣物的扣子 克莱恩迈步走出会客室 恰好看见正义澳大利 从自身的办公室出来 这位贵族小姐今天穿的裙子较为朴素 白色为底 点缀深绿 袖口领子 以荷叶边为主 指胸前有层层蕾丝交错成的 领结式花朵 他甚至没戴珠宝首饰 记着条看不出好坏的腰带 直左臂位置 一雾在风吹来 贴向皮肤时 有轻微的鼓起呈现 上午好 奥代丽小姐 特莱恩做出了一副 偶遇对方的惊喜表现 奥代丽忘了眼 鬓角斑白 外形不错的道恩唐太斯 浅笑回应道 上午好 唐太斯先生 他本想略显轻快地说一句 好久不见 已打去对方自成立仪式后 几天都没来慈善助学基金 看一看的事情 可考虑到两人表面的关系 只能算认识 又强行忍住了相应的话语 克莱恩顺势揉揉揉额脚 苦笑摇头道 很抱歉 直到今天才过来 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可以预见的是 接下来会更忙 可能得去一趟南大陆 处理某些事情 他之所以专程过来 将自己要离开贝克兰德 一段时间的事情 告知正义小姐 就是为了展现诚意 希望这位贵族少女 能帮忙看住基金会 让她运转正常 对克莱恩来说 他发自内心的希望 这个慈善助学基金 能帮助到更多 需要帮助的贫民 去南大陆 奥黛丽解读得出 道恩唐太斯的真诚 略感错愕地反问道 克莱恩笑笑道 为了笔生意 这个瞬间 奥黛丽脑海内浮现的 第一个想法竟然是 又有哪位序列武 要失去她的生命了 察觉到正义小姐 似乎做了不好的联想 克莱恩又补了一句 和军方有合作 贩卖一些必需品 这有什么意义 道恩唐太斯这个身份 就是用来打探军方情报的 奥黛丽有所恍然 抬起右手 顺时针点了四下 笑容明澈地说道 愿女神庇佑你一切顺利 习惯性说完这句话 他才品出不协调的地方 自己竟然在向一位 愚者先生的卷者说 愿女神庇佑他 这大概更接近诅咒吧 格尔曼斯帕罗先生 会不会生气啊 不 他其实是个内心温柔的人 而我刚才并没有包含恶意 这次去了南大陆再回来 扮演道恩唐太斯的 应该就是另外的卷者了吧 会不会是半神呢 奥黛丽的思绪 不自觉就发散了开来 克莱恩无奈一笑 同样熟练的于胸口 画出飞红之乐 愿女神庇佑我们 而不是向下审法 他在心里默默补充道 接着他就像真的 只是路上偶遇般闲聊道 你这段时间有去学校宣传吗 有的 提到这方面的事情 奥黛丽的脸庞似乎有在发光 为自己终于做了些 时事而骄傲而高兴 他略显用力 但幅度很小的点头后 碧绿眼眸中逐渐露出怜悯的神色 去了几家公立的初等学校 里面不少孩子真的很可怜 他们为了省钱 都是自己带黑面包做午餐 配一杯清水 讲到这里 他抬头望了眼道恩唐太斯 略显不好意思的说道 我知道 他们暂时不会带我去夜间学校 和周日学校 不会让我看见更坏的情况 但我可以想象 可以想象 就像进了工厂 只能活几年的工人 这是世界格尔曼斯帕罗 曾经对他讲过的事情 让他第一次知道了 贝克兰德底层的真实情况 但没亲眼见过的事情 依旧只能依靠想象 克莱恩无声叹了口气道 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差 不用着急 等你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 值得他们相信的能力 你就能够真正的成为他们的医院 嗯 奥黛丽点了下头 似乎已在想着要怎么表现得更好 克莱恩没再多聊 毕竟两人这只是第三次碰面 之前也就说过几句话 现在一下聊得太多 很容易被人怀疑 他指了指惯喜事方向 说了一声抱歉 迈开步伐 走了过去 奥黛丽看着道恩唐泰斯的背影 沉默了几秒 油然低语道 更差 会是什么样子 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 着不了签着货 嘿嘿 不过 你给我听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毁灭之主 我就努力一下 嘿嘿 第1304集 得到马赫特议员 邀请自己傍晚去东拜朗退伍军官俱乐部的回复后 克莱恩按照预定的计划 于是下午4点 登门拜访了 艾伦克瑞斯医生 唐泰斯先生 你的管家并未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 因妻子距离生产也就一个月的样子 艾伦医生 最近推掉了不少工作 总是待在家里 对于算不上熟悉的 盗恩唐泰斯突然来访这件事情 他是相当疑惑的 加上本身也不是太善于交际的性格 所以在寒暄之后 直接提出了问题 克莱恩笑了笑道 是这样的 我接下来可能得去一趟南大陆 你知道的 那里天气湿热 有各种各样的虫子和疾病 我想提前准备些药物 预防意外情况的发生 不知道你有什么建议 实在有些羞愧 我认识的优秀医生 只有你一个 艾伦医生接受了他的解释 开始认真地思索 并给出药物的名称 到了最后 记了满满一遍千尺的克莱恩 找了个肚子痛的理由 进了一楼的灌喜室 那里的洗漱镜豁然变身 似乎已被浓厚的阴影彻底笼罩 而阴影之中 一辆黑色的婴儿车 缓慢使劲 内中躺着一个 裹银色丝绸的模糊小孩 这次又是什么事情 维尔昂塞厅 用轻量的嗓音质问道 克莱恩干咳了两声 堆出笑容道 您应该已经听到了 我要去南大陆了 我不想错过您的降声 所以想问一下 您打算用哪天做生日啊 维尔昂塞厅吸了吸拇指道 不知道 连天使都无法控制自己什么时候出生吗 克莱恩略感愕然地问道 维尔昂塞厅很是犹豫地回答道 你不懂 我已经看好了三个生日 他们在命运上都有着独特的意义 但我还没有确定 还看得比较模糊 也许真到了那个时候 才会一下明白该怎么做 还是选择困难症啊 又浓厚的神棍气质 克莱恩交握双手 微不可见地搓了一下道 那我该怎么及时获知 及时赶回来和您完成交易呢 那只牵纸盒已经不能用了 听到克莱恩的问题 裹着银色丝绸的婴儿 抬起肉嘟嘟的手臂 往两边摊了一下道 对于威尔昂在听这样的回答 克莱恩早有一定的预料 姿势不变 笑容不变地开口解释道 那只牵纸盒已经出现了一点破损 我觉得定位可能会出现问题 紧接着 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或许可以这样 您出生以后就召唤我的近视 写信告诉我 他这是担心 威尔昂在听降生时 会有异常情况出现 导致这条命运之蛇 不得不以婴儿之躯换个地方 到时候就真的联络不上了 黑色婴儿车里 威尔昂在听张了张嘴巴 又重新闭上 一时竟没有给出回应 过了好几秒 这婴儿才嘴巴微扁地说道 你觉得这现实吗 不仅让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提笔给你写信 还要布置仪式 召唤信使 克莱恩甘笑一声道 可是您是命运之蛇 那也得尊重自然规律 威尔昂赛听甩了下胳膊 拍了拍旁边的垫子 这婴儿旋即思索了下道 这样吧 你找人盯着这里 一旦发现有婴儿叫声的情况 就立刻汇报你 克莱恩眼眸左右转动了一下道 叶星 在这方面 他能找的人就太多了 可以通过沙伦雇佣黑帮成员 借助信使传达 可以给平时很空闲的 埃姆林怀特找点事情做 可以委托赏金恋人修小姐帮忙 相应的结果 由魔术师小姐负责告知 世界格尔玛斯帕罗 也可以让魔镜阿罗德斯注意着附近 在单线联系里汇报情况 不过 埃姆林这家伙的鼻子很灵 不知会不会在房间外 就嗅出奇带血的味道 甚至分辨出相应的本质 如果真是那样 说不定会给他带来 类似看见神话生物的冲击 理智降低 精神失常 身体易变 克莱恩趁威尔昂塞厅的婴儿车 还没有退回阴影里的机会 忙又问道 我有一位老师 好久没有联系上了 您能帮我看一下 他现在的命运吗 他叫阿兹克埃格斯 因为阿兹克先生始终没有回信 克莱恩难免有点担心 他之前有在挥舞之上 借助同少做相应的占卜 却只能看见一片 安静深沉的黑暗 听到一声又一声 幽远绵长的呼吸 无法解读出这样的梦境 究竟代表什么意思 为让昂塞厅损了下大拇指道 处在变化状态里 这可能是好事 也可能是坏事 具体只能看到这种程度 因为你那位老师身上 有些特别的东西 特别的东西 直接源于死神的神性 变化状态 这是指阿兹克先生找回了更多记忆 再一次通过沉睡 来恢复相应的实力 克莱恩若有所思的行李一礼道 感谢您的解答 维尔昂塞厅当即侧过脑袋 望向了旁边 克莱恩想了想 提醒了一句 据我所知 独身者阿蒙来到贝克兰德了 当然 大概率是分身 维尔昂塞厅正了一下 呵呵笑道 对你来说这是坏事 于我而言 却是相当的好 阿蒙和乌洛刘斯那条蠢蛇 是绝对的死敌 不 更准确的描述是 他憎恨着真实造物主 时刻想着将对方拉下神座 乌洛刘斯则忠诚于那位邪神 说完这件事情 黑色的婴儿车 退回了镜中的阴影里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阿蒙憎恨着真实造物主 我越来越怀疑真实造物主 是分尸远古太阳神的参与者了 是风暴天使 纯白天使 和治天使中央的 那个漆黑婴儿 克莱恩呼了口气 上前两步 拧开水龙头 洗了个手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是个好的投资 请帮我把这笔钱打过去 如果钱不够 还可以再加一点 第1305集 傍晚时分 东拜朗退伍军官俱乐部内 克莱恩没立刻见到 驴脸的加尔文上校 将装有一万金棒钞票的皮箱 放置沉重的保险柜后 跟着马赫特议员 享用起这家顶级俱乐部 提供的自助美食 这里主打南大陆特色 有木薯粉制作的奶酪面包 有浇着紫花树莓果汁的冰淇淋 有以椰奶和棕榈油调味的 十锦海鲜浓汤 有用胡椒 番茄 洋葱 一起炖煮的牛内脏 有哈加提铁杆烤肉 有帕斯河谷杂味浓汤 以及炸肉排烤鱿鱼 和其他地方相比 这里使用的食材非常高档 味道也是纯正的南大陆风格 吃的克莱恩相当满足 如果不是为了顾及形象 他觉得一口哈加提铁杆烤肉 一口紫花树莓冰淇淋 肯定爽得不得了 果然我喜欢较重口味的食物 今天最让我满意的是那杯餐前酒 如果不是马赫特议员随口提了一句 我甚至会以为它是清淡口味的果汁 淡金色的液体里浸泡着两片柠檬 放了几块碎冰 甜甜的带点微酸 毫无酒味 清凉爽口 一下子就带走了身体的燥热 克莱恩将餐布放入盘子里 回味起刚才的享受 这个时候 去了一趟灌洗室的马赫特议员回来 笑着弯腰凑置 道恩唐泰斯的耳畔道 还在之前那个房间 好的 克莱恩顺势起身 先去有保险柜的房间 取出了装有一万金磅钞钞票的小皮箱 然后才前往上两次 与加尔文上校见面的那个起居室 长着张捋脸的加尔文 已等在那里 瞄了眼道恩唐泰斯手中的小皮箱 含笑起身道 你真是一位有行动力的绅士 我非常欣赏这种做事的态度 他一边说着 一边伸出右手 和鬓角斑白的道恩唐泰斯握了一下 克莱恩随即将手中的小皮箱 递给对方 谦虚笑道 作为一名商人 如果在看见很好的赚钱实际时 都不果断不迅速 那只能说明 他并不适合这个职业 加尔文重新坐了下来 当着道恩唐泰斯和马赫特议员的 打开小皮箱 粗略地点数起排列整齐的一扎扎钞票 他很快就做完确认 合拢箱子 抬起脑袋 望着已坐到斜对面的道恩唐泰斯道 你对具体的交易细节 还有什么想法 克莱恩刻意表现出组织语言的样子 等了几秒才到 我最近就想去南大陆 去西拜浪 见加尔文上校和马赫特议员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诧异 他又补充道 有的事情在带着许多军火的情况下并不适合去做 而为了让交易顺利进行 提前的准备必不可少 我必须重视这件事情 这可是价值几万磅的生意 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先去西拜浪 联络有需要的顾客 解决明显的阻碍 等到了约定的时间 再通过电报与你联系 到东拜浪边境提取货物 加尔文上校沉吟了下道 6月20日之后 你就可以给我拍电报了 我等一下给你具体的信息 总之我收到电报后 会立刻通知那边的军官 让他们带给出约定暗号和密码的人去藏库 你这段时间需要能提供保护的辅助人员吗 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我只想去西拜浪 找个没玫瑰学派的地方蹲着 其他事情等达尼兹去做 什么时候出发 我当然希望今天出发 今天抵达 但这会被怀疑的 克莱恩考虑了两秒到 暂时不需要 在南大陆某些地方 这样的辅助人员 会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因素 放心 我在西拜浪有不少朋友 没在值钱货物的情况下 安全还是可以保证的 至于什么时候去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越快越好 加尔文上校思考了近一分钟 缓慢点头道 明天晚餐后 我派人去接你 军方有一艘飞空艇 要运送物资和人员去迪西海湾 而从那里坐船去南大陆就很近了 顺利的话 两三天就可以 即使遇到风暴阻隔 部分航道必须迂回 一周之内也能抵达 谢谢 克莱恩诚恳地起身行礼 在他看来 跟着军方离开贝克兰德 是足够安全 不会被谁怀疑的选项 又聊了点细节性问题 克莱恩起身告辞 和马赫特议员一起返回大厅 准备离开 大厅内自住餐桌旁边 近十位或穿军服或着便装的男子 正各自拿着一杯酒聚在那里 笑谈最近的留言 克莱恩一眼扫过 忽然觉得其中一道身影 有点熟悉 那人身高超过一米八五 胆不到一米九 手臂略长 双腿存在一定程度的外偏 肩膀异常宽厚 撑得黑色正装显得比较紧 这是 克莱恩思绪电转间 精神豁然变得紧绷 一事记起了熟悉感的来源 这是那晚和风船长康纳斯 见面的半身 疑似为王室某个派系效力 主导着人口贩卖的那位半身 虽然这位高序列强者 当时披着黑色斗篷干扰了占卜 没有暴露容貌 但克莱恩记住了他的身材特点 这是无面人的特长 有那么一瞬间 克莱恩随意扫过的目光停顿了下来 凝固于那熟悉人影的身上 他旋即察觉到自己表现出了一点异常 而在半身的灵感里 这是不可能忽视的问题 背部肌肉一紧 克莱恩脑海内念头电转 碰撞出了火花 他没有条件反射般猛然移开视线 而是依旧望着那边 望着那疑似黑皇帝途径的半身 含笑对马赫特议员道 来这里的果然不只是退伍军官的 这是看起来观察细致 实际没有任何意义的废话 马赫特议员呵呵笑道 任何一个俱乐部发展到最后 都会超出他原本的界限 他的回答看似什么都没说 可仔细品味又会让人觉得 似乎说了点什么 或者刚好相反 这个时候 那位肩膀宽厚 手臂略长 穿着黑色正装的先生 也自然的侧过脑袋 看了眼两人所在的位置 见某个捐献了一万五千磅的富翁 正好奇的打量自己等人 并与旁边的马赫特议员低声交谈 这让他觉得 对方刚才惊愕的目光 更像是知道了他职务后的正常反应 然后他就收回了视线 继续还未结束的话题 欢迎各位收听 鬼秘之主 希望我今晚的准备能获得你的赞美 第1306集 这个时候 克莱恩背心已是出了一层密密麻麻的冷汗 只觉双腿都有点发软 他虽然也算直面过半神 甚至发生过战斗 但这种小场合内近距离接触 运危机与一念之间的情况 还是初次遭遇 而更为重要的是 现在的他远没有做好面对半神的准备 不仅一个密偶都没有 还只带了丧中佐伦 阿兹克同哨和冒险家口琴 海神权杖没法用肉身携带 且对使用环境要求苛刻 否则会造成大量的伤亡 格罗塞尔游记一旦放在身上酒了 会让克莱恩被动进入书中世界 到时候再想出来就很麻烦了 蠕动的饥饿还欠封印 每天都不安分 不是有需要 不可能提前拿出 窃运者符咒由十只虫制成 说不定会引来阿蒙 除非很快就会用掉 否则克莱恩哪有胆子一直带着 如果真被那位疑似黑皇帝途径的半神 发现了问题 他能想到的最好解决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吹响口琴 召唤信使小姐 请他带着自己借助灵界 逃出贝克兰德 他没想过让雷尼特提尼科尔 直接与对方缠斗 自己拿着丧中左轮 在旁边找机会开冷枪 因为这里是贝克兰德 是官方非凡者的主场 以信使小姐的奇特造型 那位先生随便扣个罪名 等待克莱恩的都必然是围攻 必然是越来越多的半神和强力封印物 真是惊险的 克莱恩符合逻辑的移开目光 用小丑的能力控制住双腿 不显一点异常的往大门口走出 他没有询问旁边的马赫特议员 没有问刚才那些人都是谁和谁 显得一点也不感兴趣 以此证明之前真的只是那么随意一瞧 不过对方的回望 又让他的容貌暴露于克莱恩眼中 浓密但不杂乱的黑色眉毛 短而硬的铜色寸发 深蓝见黑的眼眸 高挺如同山峰的鼻梁 从嘴边四周往外延伸的大片胡须 深刻的轮廓 较长的脸型 以及冷酷的线条 这是一个很有硬汉味道的男人 年纪三十多四十多都有可能 难以准确判断 仅从外表来看 克莱恩觉得他更像仲裁人途径的半神 而非黑皇帝的 当然这位半神的气质 其实更接近战士 但是他太矮了 有了这清晰的容貌 克莱恩无需再询问 可以直接找阿罗德斯要答案了 即使他还忌惮提防着魔镜 也可以委托修小姐 沙伦小姐等人 做简单的身份调查 他相信 一位半神再怎么隐藏 职位也不会太低 很容易就能被查出 一步 两步 三步 克莱恩举止正常的 离开了东拜朗退伍军官俱乐部 上了马车 他靠住相避 闭上眼睛 漠然了几秒 于心里悠长的叹息了一声 他许久没有睁眼 没有说话 仿佛还在回味之前 讨论的生意问题 但其实更多是在 抚平刚才强压下去的 内心情绪 这个过程中 克莱恩发现 贴身男仆 李查德森几次想要开口 又闭上了嘴巴 似乎在为难什么事情 最终 他什么都没说 专心的为雇主准备起 侯爵红茶 克莱恩因为刚刚的遭遇 一时半会儿 也没那个心情顾及他的问题 装作什么都未发现 静默的氛围和车轮转动的声音里 他们回到了伯克伦德街160号 上至三楼 克莱恩正要去一等女仆 以调好水温的浴缸泡澡 拿着他礼帽和手杖的李查德森 前赶了两步 公声问道 先生 您最近是要去南大陆 对 克莱恩坦然回应道 他甚至已准备好 再给女管家塔内亚500磅现金 作为他在南大陆时 到完唐太斯府邸的日常开销 与此同时 他也对上流社会管家和贴身仆人 这两个职位的重要性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主人很多事情根本完不过他们 所以 当彼此信仰态度或政治立场 出现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后 必然要更换 李查德森犹豫了下道 先生 我出生在南大陆 掌握着都谈语 对当地的各种习俗都非常了解 应该能帮助到您 都谈语是古拜朗帝国的通用语 在今天的东西拜朗 普通民众使用的依旧是这种语言 只有位于中上层的那些人 才懂古福萨克语 鲁文语和印第斯语等外语 克莱恩对此的感受更多是幸运 因为古拜朗曾经是有真神存在的统一帝国 所以内部各个邦虽然各有口音 但使用的都是都谈语 书写的文字也同样如此 这就让他省去了不少麻烦 要是遇上几十上百种语言混杂使用 那才让人头大 不过都谈语和古福萨克语 不是一个系统的 我无法像学习后者的众多分支一样 很快就能掌握 找翻译是必不可少的事情 恩 安德森似乎很擅长都谈语 没见他提过在西拜郎有交流障碍 克莱恩听完理查德森的话语 忽然明白了他刚才在为难什么 作为一名贴身男仆 雇主外出办事时 他是需要跟随的 而管家则不必 也就是说贴身男仆既是生活秘书 也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商务秘书的角色 很显然 理查德森喜欢贝克兰德的生活 喜欢这里的一切 不愿意回南大陆 不想再见到能让他记起往事的景物和事情 所以在马车之上时 才几次想说明自己的专长 却又开不了口 希望盗恩唐太斯 能另外寻找更加合适的人选 克莱恩沉吟了下道 看得出来你不是太喜欢南大陆 为什么主动告诉我这些事情呢 理查德森缓慢低下了头 看着自己的脚尖道 您给我获得了经验 成长起来的机会 我想 我想我应该是能帮上忙的 很朴素的报告情节 如果你不说 没谁能确定你会都谈语 毕竟你是在东拜朗的殖民庄园里出生和长大的 克莱恩仔细看了理查德森几秒 无声一笑 与心里感慨了两句 不过他没打算让这位贴身男仆 跟着自己去南大陆 一是这会导致他各种行动都变得不方便 二是万一对方又被什么 副国会灵教团的熟人给认出来了 说不定会影响到下半生 克莱恩笑笑道 我在那边有不少朋友 他们都懂独探语 都知道各种习俗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你要留在贝克兰德 每隔一段时间 代替我去部分的朋友家送点礼物 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名单 还有 多看报纸 多留意有价值的投资消息 并做实地考察 然后给我相应的报告 我会让塔内亚女士 专门为这些事情 预备一笔款箱的 理查德森先是有点愣住 旋即又惊又喜地说道 是 先生 我会努力的 这一刻 他觉得自己受到了重用 视线莫名变得模糊 从出生到现在 他第一次感受到未来 充满希望 让人向往 伟大的主人 您谦卑的忠诚的仆人阿罗得斯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29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打发走理查德森 克莱恩舒服地泡了个澡 缓和了紧绷的精神 然后穿上睡衣 回到卧室里 拿出纸笔 画了个窥视与隐秘柔和的 复杂符号 全身镜表面 水波突兀的一圈圈荡开 银色的光芒 组成了一个个鲁恩文 至高的伟大的主人 您忠诚的渺小的千辈的仆人 阿罗得斯 应你的召唤而来 您又要离开贝克兰德了吗 克莱恩点了下头道 是的 不等阿罗得斯表示可以提问 他直接开口道 在南大陆 我还能联系上你吗 当然可以 只要您拿出那台 神奇的收报机 镜子表面 那些银色的单词 飞快重组着 不过 您不能让它停留于现实太久 或是使用的太频繁 南大陆有很多欲望母术的赐语 它有可能借此感应道 克莱恩轻轻汗手 顺势问道 你对欲望母术有什么了解 魔镜阿罗得斯 豁然沉默 许久后 才让镜面的颜色光际 如动变化成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不敢说 也不敢显示 不敢说 不敢显示 至少在阿罗得斯这里 欲望母术肯定是要强于序列伊查拉图了 不 比怪物图境的唯一性概率之头的位格还高 应该有办法绕过限制 让阿罗得斯说出显示出相应的情报 比如将他的本体带到挥物之上 这怎么可能啊 除非我已经是天使 且完全掌握了那片神秘空间 克莱恩眼眸微动 没有追问 开口说道 该你提问了 全身镜表面 银色光芒的流动 豁然变得轻快 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单词 伟大的主人 您还有什么吩咐 好问题 克莱恩思索了一下道 在我离开贝克兰德后 留意艾伦克瑞斯医生家里的状况 一旦他的妻子生产 记得与我召唤你时 主动告诉我 经过认真的思考 克莱恩认为 将这件事情交给魔镜阿罗得斯 更为妥当 毕竟其他人没法一天24小时 都监控着艾伦医生的住所 而克莱恩需要做的是 到了月底时 每天都更换住处 开一次收报机 好的主人 镜面的文字充分表现出了 阿罗得斯的心情 我有一个问题 说 克莱恩点头应许 这一次 魔镜阿罗得斯凸显单词时 充满停顿 给人一种强烈的迟疑感 伟大的主人 那个孩子和你是什么关系 他似乎在疑惑灵界之上的至高主宰 为什么会如此关注一个还未出生的胎儿 我都说明了 是艾伦克瑞斯医生家未出生的那个孩子 阿罗得斯竟然还没有看出 威尔昂塞厅有问题 在遮掩自身命运和特殊上 水银之蛇比其他序列的天使强多了 可是 魔镜可以准确地给出 吞违者乌洛流斯离开贝克兰德的时间 应该是威尔昂塞厅重启时 很难被高位者发现问题 这也就是他能躲避命运天使的原因 克莱恩有所恍然地回答道 朋友关系 对于做威尔昂塞厅教父的事情 他只是随便那么一想 并没有把握 也不敢强求 害怕惹恼了这命运之蛇 只是朋友关系呀 阿罗得斯字里行间都显露出了莫名的失望 伟大的主人 您可以提问了 克莱恩想了想到 你知道我今晚在东拜朗退伍军官俱乐部 见到的那个人是谁吗 如果你不能确定我指的是哪位 我可以画给你看 幽暗深邃的镜子里 水光浮动了起来 映照出了一位外表冷硬 胡须大片 眼眸深蓝近黑的男子 正是克莱恩说的那位 疑似黑皇帝途径的半神 与此同时 相应的文字描述 凸显在了照片的下方 他叫丘纳斯科尔格 出身军情九处 目前是少将副处长 对外宣称只有律师途径的序列物 但执掌着一件厉害的封印物 军情九处 少将副处长 看来是王室那个派系 在间谍机构的代言人呢 克莱恩记住了魔镜给予的情报 可一时之间又想不到该怎么调查 从哪里着手 毕竟对方是一位半神 不管是窥看还是打探 不管是自己尝试 还是委托给他人 都容易引起警觉 惹来报复 他唯一觉得靠谱点的思路是 通过正义小姐做初步的信息搜集 这位少女不仅本身地位高 有足够的人脉了解到相应的情报 而且还是观众途径的序列六 能不引人怀疑的引导话题 不动声色的完成观察 不得不说 观众虽然正面战斗能力差 但其他方面真的是非常强 而且有了心理医生和催眠师的能力后 观众们也能在某种程度上 操控和引导战斗了 克莱恩一阵感慨 琢磨起还有什么 他们应该问一问魔镜阿罗德斯的 就在这个时候 镜子表面光影褪去 单词重组 形成了新的话语 伟大的主人 您想知道卡龙自杀案幕后的操纵者是谁吗 还会主动给我提供情报呢 这件事情我因为已经跳出来了 所以没太积极地掺和 就等着职业者们调查出结果 都不觉得有询问的必要 克莱恩暗自喝了一声轻轻汗手道 哼 想 全身镜上 一行银白的单词随即浮现 王室顾问 赫温兰比斯 心理炼金会评一团委员之一 心理炼金会 王室顾问 克莱恩顿时微皱起了眉头 这让他难以判断是心理炼金会想要谋划什么事情 还是王室某个派系对当前政局不满 试图做些推动 心理炼金会也不像我之前了解到的那样 专注于学术和古迹探索 是不是所有的隐秘组织到了一定的程度都会试图掌握权势影响世界 毛的需要 也不知道赫温兰比斯的谋划是个人行为还是组织决定 如果是前者相对还好 若是后者 正义小姐在心理炼金会的地位越高 越容易遭遇到困难的选择 克莱恩思绪一转 回到问答游戏本身 斟酌着问道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换做别人问出这么一个问题 克莱恩觉得肯定会被阿罗德斯雷劈 或是用别的办法充满恶意的戏弄 不过他认为 灵界之上的至高主宰还是有资格这么问的 也算是趁机试探一下阿罗德斯的底线 小姐 先生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全身镜表面 银色的光芒 没有一点质色的就扭曲变化成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单词 伟大的主人 阿蒙如您预料 已经来到贝克兰德 因为他来的是分身 所以我能够看见 什么叫如我预料 我什么时候预料过 克莱恩眉毛一挑道 我知道了 好了 这次就此结束 之后如果再遇到问题 我会用那个收报机召唤你的 是主人 您谦卑的忠诚的仆人阿罗德斯随时待命 再见 镜子表面浮现出了一个挥舞手绢的简笔人 克莱恩默然看着 直至一切恢复正常 到了第二天 也就是周一 他已做好去南大陆的准备 除了一个给别人看的行李箱 装着两套换洗衣物 500磅现金和一些琐碎衣物 其余12125磅现金和87枚金币都丢到了挥舞之上 之所以这么小心 是因为克莱恩对上次死而复生后的遭遇印象深刻 如果不是不记名账户里还有正义小姐给的几百磅 他都不知道自己会流落街头多少天 也许只能真的找个马戏团应聘小丑 或是去某些黑帮头目家里借点钱 眼见时间临近三点 克莱恩又一次进入挥舞 准备本周的塔罗会 他之前有在这里做过占卜 得到了除非在同一栋房屋内 否则独神者阿蒙也无法发现塔罗会成员 被拉入挥舞之上神秘空间动静的结论 没过多久 古老雄伟的宫殿内部 一道道深红的光芒 豁然窜身 分别凝固成模糊的人影 以确定这周要重新开始心理课 也就是恢复与心理炼金会接触的 正义奥黛丽 情绪不错的望向青铜长桌最上手 站了起来 须提裙摆 行了一礼 下午好 雨者先生 他的对面 道调人也跟着起身行礼 但心中想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他原本承诺世界格尔曼斯帕罗 上周会把海洋鸽者飞盘特性 制作的神奇物品给他 谁知道 工匠出了点状况 没能及时交付 为此 阿尔杰准备先在塔罗会上 给世界解释原因 然后亲自出手 帮那位工匠解决麻烦 行完礼 彼此致意后 因着加德利亚正要开口 却看见 雨者先生 屈指轻敲了两下 斑驳长桌的边缘 这沉闷的响声 让塔罗会成员们 一下绷紧了精神 不知道雨者先生 要说什么 会说什么 但肯定是大事 值得雨者先生 开场就强调的 必然是大事 正义奥黛丽 在心里判断道 雨者克莱恩 环顾了一圈 微微笑道 阿蒙最近到了 贝克兰德 奔神 阿蒙 读神者阿蒙 太阳戴里克 一下被唤起了 不太美好的记忆 无论是寄生于 前探索小队队长 在他背后询问 你在找我妈的阿蒙 还是蛇一样缠绕于 他的灵体之上 带着尖顶软帽的阿蒙 都是他挥之不去的噩梦 要知道 作为白银城的居民 带里克 见过的恐怖怪物 为数不少 能让他 仅是想起 就充满不安 感觉害怕的 却只有 那么寥寥几个 阿蒙去了 正义小姐 魔术师小姐 他们生活的 那个贝克兰德 他想做什么 这该怎么办 太阳带里克 突然为同伴们 感到紧张 阿蒙 这古老的天使之王 也回到了现实世界 果然 大变革即将来临 我正在来临 时代的浪潮滚滚涌来 道调人阿尔杰 眸光一缩 想起了飓风中将 麒麟格斯 曾经对他说过的 一些话语 因着加德利亚的想法 和他类似 因天使之王 重新出现于北大陆 嗅到了不安的气味 脑海内浮现出了 一个磁组 纪元更迭 阿蒙 古老的天使之王 正义奥黛利 一阵战力 一阵担忧 看了眼有些茫然 有些恐惧的 魔术师弗尔斯 和月亮先生 忍不住望向 青铜长桌最上手 开口问道 尊敬的语者先生 我能想办法 将这件事情告知教会吗 对于正义小姐的问题 克莱恩其实早已思考过 毕竟将麻烦的问题 交给解决问题的官方组织 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做法 但伦纳德和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的反应 让他品出了一点异常 伦纳德是职业者里的红手套 明明随便捏到个线人 就能将阿蒙 以到贝克兰德的情报 上交给黑夜教会 由大主教高级执事们 决定对策 采取行动 既不暴露自身的问题 又能掐灭隐患 结果 他却选择了 借任务离开的方案 这里面如果说没点原因 克莱恩就算是用脚趾头思考 都不会相信 他初步怀疑 将阿蒙这件事情告知教会 将产生不可预知的坏结局 所以伦纳德体内的偷盗者图境天使 否定了这个处理方案 而他是最了解阿蒙各种非凡能力的存在之一 当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毫无疑问 该模仿经验丰富者 虽然格勒辉悟这一层 真出了什么问题 也只是到正义小姐为止 但还是没有必要冒险 塔罗会成员本来就不多 每一个都需要珍惜 愚者克莱恩思绪一闪 摇了摇头 语气平淡 略带笑意地说道 不用管他 不用管他 愚者先生这态度 就像在面对一条野狗 他的眼中 只有叙烈灵的真神 才值得郑重对待吗 也是 上次太阳被阿蒙分身附体 愚者先生轻松就完成了进化 只要阿蒙不是本体出场 对他而言 都不会产生什么大的问题 愚者先生开场是强调这件事情 目的 应该是让我们小心一点 道调人阿尔杰 又是敬畏又有所恍然地想着 正义澳大利同样解读出了 这只是一件小事的意思 心中突得有了些联想 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先生 短暂离开贝克兰德 是不是在避开十天使阿蒙 对愚者先生来说 虽然他还在一点点恢复位格 层次和力量 但要解决阿蒙的分身 并不是什么太过困难的事情 之前太阳的遭遇 就是证明 嗯 他让自己的眷者避开阿蒙 是因为不想引出十天使的本体 这会导致他隐蔽的复苏计划被破坏 啊 他刚才的强调 是在提醒我们 担心我们会偶遇阿蒙 做出不恰当的反应 愚者先生真是很眷顾我们了 月亮埃穆林这个时候才消化完天使之王 独神者阿蒙出现在贝克兰德的事情 虽然他一向高傲 但经过多次塔罗会后 也知道了天使之王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仅次于血族十足利利斯 仅次于位居序列顶端的真神们 是行于地上 行于现实世界的最强者 埃穆林回想起大雾霾后那段时间的生活 神情间隐约流露出了点畏惧 畏惧那种事情再次发生 黄文一收听 由喜马拉雅 和远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嘴演出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能再说一会儿 稿子不解 魔术师弗尔斯也觉得问题不小 因为石天使阿蒙 如果真想做点什么 很可能会造成大范围的破坏 不是他缩在家里足不出户 就能够躲避他 他无声吸了口气 望向青铜长桌最上手 隐含担忧的询问道 尊敬的愚者先生 阿蒙派分身到贝克兰德 究竟想做什么 克莱恩斟酌了下用词 勤着笑意 环顾一圈道 寻找你们 寻找我们 这句话就像一道道闪电 批得魔术师弗尔斯等人 豁然清醒 脊椎发麻 紧接着 正义奥黛丽将这个回答 与刚才的不用管他联系了起来 只觉愚者先生 如同看不见边际的海洋 而区区一个独神者阿蒙的分身 仅相当于一块石头 丢下去 见起点波浪 就再也不会造成影响 虽然阿蒙的分身 是来寻找我们塔罗会成员的 但愚者先生说不用管他 根本不需要在意 赞美愚者先生 奥黛丽刚才瞬间绷紧的内心 又放松了下来 月亮埃姆林 魔术师弗尔斯 和太阳代理克 也品出了类似的意思 他们或向后靠住了椅背 或没有掩饰的吐了口气 或在心中赞颂起了愚者先生 因着加德利亚 没经历过阿蒙分身 附体太阳代理克那件事情 只在后面几次交流时 听到了一点 所以了解不多 感受不是太深 仅从天使之王的位格 和阿蒙寻找塔罗会 众位成员的情况出发 涌现出了一定的担忧 阿蒙这位天使之王 为什么会针对塔罗会 他应该是从太阳那里 发现我们这个组织的 他想达到什么目的 又有什么信心呢 他针对的是愚者先生 他能察觉到 与这片灰雾有关的异常 可是愚者先生说 不用管他 意思是 正常情况下 阿蒙没法分辨 谁是塔罗会的成员 天使之王们纷纷出现 第五计 要到尾声了吗 道调人阿尔杰 则在紧绷状态 得到缓解之后 另外想起了一件事情 他当初将班西港有问题的事情告知风暴教会时 使用的借口是酒馆内听人提及 而那个人是他按照独神者阿蒙的形象描述的 还好 教会就算遇上阿蒙 以他们的行事风格 也不可能去求证 去质问这件事情 而阿蒙无论怎么表现 因为身份问题 在他们眼里 也肯定是非常可疑 必须怀疑的 阿尔杰并不担忧自己会因为这种小问题暴露 他只是觉得以后再涉及高位者 尤其是天使及以上层次时 得尽量小心一点 不要随便拿他们当盾牌 于是他在心里告诫起自己 虽然不是每个高位者都能达到那种 凡有言必备之的层次 或拥有类似的能力 但如果提的多了 说不定就会被命运推着 与对应的那位相遇 毕竟越往上走 与命运的联系越深 克莱恩见塔罗会众位成员 尤其在贝克兰德的那三位 已经对阿蒙分身有了警觉 充满戒备 且失去了鲁莽的心思 不打算针对独神者做点什么 心中安定了下来 唯唯后靠 悠闲地看着众人 示意接下来的环节交给你们 因者加德利亚收起对当前时代 对南北大陆五大海洋的担忧 望向青铜长桌最上手道 尊敬的愚者先生 这次又有三页新的日记 他清楚地记得 上周周一塔罗聚会结束后 他第一时间就将那两个 罗塞尔文的含义写信告知了女王 结果等到周末才收到回信 里面是三页新的日记 和一个不长不短的问题 他心灵与精神的归宿在哪里 在那个岛上 还是星空的深处 因者加德利亚反复阅读这句话时 似乎有感觉到女王在书写时 情绪出现了一定的波动 不像正常状态那么内敛 对此 他凭借对神秘女王贝尔纳黛的了解 无声叹息了一句 在女王的心中 罗塞尔大帝真是一个解不开的绳结呀 这就是 他始终不敢晋升序列二的原因吗 克莱恩无从知晓 因者女士内心在想些什么 点了点头 示意他具现出新的罗塞尔日记 很快 那三叶黄褐色的羊皮纸 出现在了他的掌中 三月十日 又一次参与了那个 最古老最隐秘的组织的聚会 经过这么多次的观察 我越来越疑惑一个问题 什么叫符合时代的潮流 谁规定的时代潮流 如果真像他们宣称的那样 等到一切的终结出现 最初那位造物主 将从死亡里复苏 从沉眠里醒来 将所有都归于自身 开创新的世界 新的历史 那他们根本没必要 让时代的发展 符合潮流 符合预期啊 快点策划各种阴谋 挑起世界大战 天使大战 甚至神灵大战 不就更能 更快地达成目的吗 或者说 时代 本身就是最初 那位造物主的一部分 只有时代发展 符合预期 他才能从中汲取力量 复活过来 这 这不科学啊 当然了 我现在见到的参与的 都不是那么科学 其实吧 按照我的想法 为什么要复活一个 凌驾于众人之上的 造物主呢 大家做个样子 意思意思 各自享受 自由无拘 岂不是更好 去我观察 这里不少成员 和我的观点类似 不过 也有部分顽固死板 严格遵循着 他们的理念的 也不知道 该称其为理想主义者 还是狂热的邪教徒 我最看不透的 是那位神秘的首领 赫米斯老先生告诉我 这个组织最早就是他 与部分拥有 同样信念和目的的人 组建的 可是 他很少表达 自己的想法 对许多成员 借这个组织 做自己的事情 从不阻止 有的时候 我都会忘记 他的存在 他似乎就喜欢 坐在那里 静静地看着 大家对话 但在一件事情上 我见识到了 他的权威 一位违背了 他们口中 时代潮流的 高序列强者 在他的推动下 只用了三十秒 就成为了 清楚对象 而我相信 那个可怜的家伙 活不到 今年的夏天 赫米斯先生 究竟是谁 难道是第二季 残留的某位 古神吗 罗塞尔在最后 那句话 连用了两个问号 以表达内心的 强烈疑惑 这是他少有 使用的方式 克莱恩怀疑 这成为了 神秘女王 贝尔纳黛 挑选日记的标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奥专制作的 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魔女的滋味可真不错 黄昏影视会的神秘首领 喜欢坐在那里 静静地看着大家对话 一旦想要做某些事情 很快就能达成共识 这还真是符合 观众途径的特征啊 我越发觉得 他是阿蒙的兄弟 另一位造物主之子 亚当 大帝到了后期 从门先生那里 知晓了不少隐秘后 应该也能做出 类似的判断 克莱恩一边将日记的描述 和自己了解的情况 做出的猜测 彼此印证 一边视线下移 阅读这一页剩余的内容 三月十一日 越是回想昨天的事情 越是觉得可怕 一味半人半神的存在 就在三言两语间 被决定了命运 他甚至没有机会表示反对 而那个古老隐秘组织的人员构成 让我相信 除了对付七位正神的教会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哪怕颠覆一个国家 也不是没可能办到 真是庆幸 我被拉入了这个组织 要不然 说不定哪一天就遭遇了莫名其妙 又无法对抗的自杀 死不瞑目 这种藏在幕后 暗中审判别人 决定目标生死的组织 只是想一想 都让人觉得难以接受 即使我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也有点胆战心情 心怀恐惧 这个世界不知道 比地球危险了多少 也许只是天生灵性较高 也许只是翻阅了一本古代典籍 也许只是正常的坐船经商 也许只是看上了某个美貌的少女 也许只是热爱旅游 进了某些城堡 也许只是半夜 被隔壁打架的声音吵醒 也许只是发明了什么 有意义的物品 说不定都会莫名其妙 凄惨无比地死去 而这 就是我想要提高 想要努力晋升 以主宰自己命运的动力之一 我肯定能成功 我可是这个时代的主角啊 3月12日 我觉得 有必要主动地寻找和搜集一些 第四季 第三季 乃至第二季的资料 参加那个古老隐秘组织的经历告诉我 这里面或许隐藏着数不清的秘密 会影响当前纪元走向的那种 很可惜 类似的资料少到令人发指 不是为教会收藏 就是惨遭摧毁 我觉得 仅靠我自己的手下 很难有什么收获 最好的办法还是提升自己的序列 而且在教会内部得到更高的地位 和更大的权限 从这页日记明显可以看出 大帝与门先生建立起联系 是在加入黄昏影视会很久之后 说不定都已经是高序列了 否则没办法承受住门先生的抑郁 比起大帝 在历史探索方面 我简直容易太多 第四季有他的日记 第二季有白银城 时不时还能遇上天使之王残悔眼花的恶灵 从中期开始 大帝的中二似乎好转了不少 克莱恩姿态轻松地翻到了第二页日记 5月18日 这段时间总是做噩梦 梦到自己身穿银灰色的古代盔甲 坐在一个悬崖边缘 前方是静静涌动 看不见底部的黑色雾气 里面充满了堕落与邪意 仅仅只是看到都会受到影响 到了最后 监控着深渊的我 脸上长出了漆黑复杂的滑纹 皮肤变得坚硬 隐约有粘稠的液体在表面流淌 彻底失去了理智 这是深渊的映射 这是我上个月看见 并尝试进入的深渊的映射 随着这噩梦越来越频繁 我发现我越来越容易 产生极端的想法 比如 平时只是想揍人一顿的愤怒 变成现在呢 我想把目标肢解掉 还有 我的后背长出了一颗颗红色的疙瘩 我的体温再逐渐降低 我这是被深渊腐蚀了吗 得想办法确认和解决一下了 我还暂时不能找教会 否则会不得不透露那个原始岛屿和深渊的存在 对了 可以找永恒烈养的牧师和主教们 他们应该更擅长进化 五月十九日 通过关系 得到了隐秘的治疗 整个人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之前所有的异常都在好转 高兴之余 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我只是探索了深渊的外围 并未接触过任何一位高位的恶魔 我甚至有黑王座号上的某些物品 可以抵御腐蚀 但就算这样 我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影响 出现了堕漏的征兆 那些罪犯途径的非凡者 时不时就得向高位恶魔献祭 遭遇的侵蚀肯定更加严重 日积月累后 多半已经无法治疗 只能连人带气息 一起彻底净化 同样的 高序列非凡者 尤其是天使 应该可以主动地对同一途径的 中低序列非凡者 施加影响了 并且因层次的不同 有相应的范围限制 等到成为了真神 多半就能全世界 全灵界无阻碍地沟通了吧 这么深入地想一想 我岂不是会被工匠之神 不 应该叫做蒸汽与机械之神 在某种程度上影响 这有点可怕 似乎只有成为半神 才能抽搐摆脱 幸运的是 第五季以来 再也没有真神们离开星际 降临大地的例子 相对的 没有真神的途径 问题反而没那么严重 五月二十日 萎靡了一段时间的我 重新回到了社交场 他妈的 那群混蛋私下嘲笑我 最近总是不出门 是因为之前浪得太厉害 身体变虚了 就因为我前面总是做噩梦 睡不太好 黑眼圈比较明显 哼 我又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做天赋异禀 天使层级 对同图境中低序列的影响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超远程的异域传递 主动的特征吸引 不管在哪里 只要对方送念尊名 就能做出回应的神性 彼此相遇时 直接对非凡特性的侵蚀和剥夺 如果这些都具备 那相当于一个小号的神灵了 难怪在第二纪元 天使被称为从神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这日记上的符号 是什么意思呢 第1311集 克莱恩思绪一转 翻过手里的纸张 开始阅读最后那页日记 10月12日 爱德华兹跑来告诉我 他手下一位骑士 偶然发现了一个古怪的小教堂 可能与第四季之前的信仰崇拜有关 这我就很感兴趣了 我立刻就前往了这个教堂所在的小镇 贝芒 10月13日 贝芒是个建在山上的小城 房屋全部都有突出的圆顶 就像戴了一顶白色的草帽 很有特点 沿着街道一路上行 走完好几处阶梯 终于找到了那个古怪的小教堂 从外表上来看 他就像一处普通的民居 没有什么特殊的 直到走进去 才发现不同 这里只有一位神父 他是个和须内敛的中年人 穿着简朴的白色长袍 留着几乎遮住下半张脸的淡金胡须 有一双清澈如孩子般的浅色眼眸 他称这里是造物主的神庙 任何一个种族的生灵 任何一位神灵的信徒 都可以进入 听他提到这个 我又记起了之前的一个疑惑 七大正神之外 其余的信仰都被视为了异教 不可能光明正大的修建教堂 除了最初的造物主 但是从未有过相应的教会诞生 就连教堂都极为罕见 这个小教堂的前面 有一个简陋的神龛 里面摆放着一个 背负着十字架的男子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 造物主的神像 我做到了前排和神父闲聊 他告诉了我很多不一样的故事 他说 在人类诞生的年代 主在天空、大地与海洋的 是各种疯狂嗜血的怪物 他们是后来巨龙、巨人 和精灵种族的源头 这些怪物尽情张扬着自身的欲望 刺掠于各个地方 似乎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毁灭整个世界 这个时候 造物主醒了 收回了赐予他们的特殊和力量 并转赐予了人类 再之后 造物主重新沉睡 并留下了一则预言 当疯狂、残忍、贪婪、放纵 冷漠、嗜血 又一次淹没大地 造物主就将醒来 收回这一切 说着说着 那个神父攥住胸口的十字架坠子 无声地祷告了起来 这样的神话 和教会典籍里的完全不一样 有不少值得琢磨的地方 有点意思 十月十五日 回到特利尔一天了 我才想起来 我竟没有询问那个神父的名字 算了 以后还有机会 我男人的第六感告诉我 我肯定会再去那个教堂的 这不就是白银城神话的缩略模糊吧 第二季末尾第三季初期的那一段 那个神父看起来知道不少 或者说将相应神话一代代传下来的组织 知道的不少 克莱恩念头一动 手中的日记一下消失 然后他抬起脑袋 看向了银者女士 说吧 银者加德利亚当即低头道 尊敬的愚者先生 我想知道 罗塞尔大帝心灵与精神的归宿在哪里 在那个岛上 还是星空的深处 那个岛上 让格林死亡 让大帝诧异的那个原始岛屿 看来大帝后继对这座岛屿相当重视 就连彼时的神秘女王贝尔纳黛 都有一定的察觉 星空的深处是什么意思 星界 或者说 其他星球 大帝很多地方表现得太超越时代 所以被女儿怀疑是外星人 这虽然有点荒谬 但很符合逻辑 毕竟很多研究都证明 这里是星球 太阳是恒星 在此之外是无垠的宇宙 是数不清的恒星系统 我该怎么回答呢 不可能直接讲穿越的事情 但又不能什么也不说 克莱恩略作沉吟 含笑摇头道 都不是 都不是 引者加德利亚 咀嚼着愚者先生的回答 忽然有点不明白 刚才那个问题的真正意思了 他原本以为 罗塞尔大帝心灵与精神的归宿 必然牵涉哲学或神秘学层面的因素 比如 那个岛屿代指索信仰神灵的神国 星空的深处 隐含星界之意 象征罗塞尔大帝只相信自身的超我 目标直指神作 结果 愚者先生表示都不是 这也就否定了几乎所有可能 让人想不到别的答案 也许女王想问的 不是我理解的内容 愚者先生的回答 则指向着另外的意义 我能不能弄清楚不重要 我只是他们沟通的道具 加德利亚于心中叹息了一声 诚恳行礼道 感谢您的解答 其余塔罗会成员 对这一问一答更是茫然 虽然他们知道前因 也能理解心灵与精神归宿的具体意思 但完全无法将这与岛屿 星空深处联系在一起 于是各有解读 各有猜测 却又觉得与正确答案应该相差甚远 在魔术师弗尔斯的下意识想法里 那个岛也许是罗塞尔深埋 最心爱女人的地方 星空的深处 意思是这位大帝晚年 将目光投向了他所谓的星辰大海 正义奥黛利则认为 那个岛是心理学层面的自我意识之岛 海上部分是显意识 海底部分是潜意识 而星空代指灵性天空 代指星界 于是相应的问题就变成了 罗塞尔大帝在信仰自我 还是神灵 或者纯粹的自然 从这个角度出发 愚者先生给的答案就相当奇怪了 似乎在说 罗塞尔大帝什么都不相信 包括他自己 我似乎理解错了 可如果真是这样 愚者先生口中的罗塞尔大帝 看似矛盾 实则隐藏着什么深层次的秘密 或者 他晚年看透了人生 思考起宇宙 世界 神灵 人类的本质 成了悲观主义者 虚无主义者 奥黛利 就像在锻炼自己能力一样 颇感兴趣的想着 道调人 阿尔杰的想法 与引者加德利亚接近 月亮 埃姆林考虑了一会儿后 觉得没什么头绪 果断放弃了推测 太阳代理克 对罗塞尔大帝 毫无兴趣 却没有打破静默 反复思考着 等下要交流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312集 终于 灰雾笼罩下的语者 轻笑了一声道 你们开始了 道调人阿尔杰 当即望向了青铜长桌 最下方的世界 格尔曼斯帕罗 斟酌着语言道 抱歉 你的那件神奇物品 可能还得等待一阵 不等对方开口 他快速给出了解释 那位工匠奇怪地染上了疾病 周围又出现了可疑的窥探者 所以耽误了时间 我会亲自过去一趟 看能否解决掉他的麻烦 让他尽快恢复状态 争取 在这两周内 将你需要的神奇物品制作出来 他说的非常诚恳 也表达了自身的歉意和重视 可实际的描述里 却悄然将责任全部推给了那位工匠 仿佛在对世界说 如果你真的不满 我会帮你教训对方的 若这样还不够 我甚至可以给你具体的地址 让你亲自上门 克莱恩沉吟了一下 让假人世界嘶哑着回应道 他说的很是平淡 却听得道调人阿尔杰悚然一惊 似乎感受到了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内运的杀意 感谢你的理解 他表面沉稳地说道 旁听着两人交流的 银者加德利亚见状 看向道调人 微钩嘴角 推了推眼镜 主动开口道 如果你解决不了那个麻烦 我可以帮忙 在他看来 要是问题不大 甚至可以免费 毕竟这意味着 他绕过道调人 直接和那位工匠 建立了联系 道调人阿尔杰 怎么可能不明白 银者这位海盗将军真正的用意 只觉对方展现出了强大的侵略性 让自己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力 他顿了顿 不动声色地回应道 那我代替他 提前感谢你的善意 他一方面表现出了 自己和工匠关系密切 另一方面则没有直接否决 给自己预留了退路 比起被格尔曼斯帕罗找麻烦 牺牲点利益 也不是不能接受 银者加德利亚没有纠缠这方面的事情 转而望向世界格尔曼斯帕罗道 那份西拜朗情报 还满意吗 他在上周周四 已经搜集并整理好格尔曼斯帕罗需要的西拜朗情报 借助那奇怪的信使交给了对方 他对语者先生充满畏惧 但凡有别的办法 都不愿意打扰这位存在 花了我足足三百磅 若是不合格 我就当场退货了 克莱恩嘀咕了一句 让世界格尔曼斯帕罗恩了一声 算是回答 然后 这假人的目光 投向了魔术师小姐 福尔斯顿时就不自在了 仿佛被猫盯住的老鼠 忍不住在心里思考起 自己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事情 难道我和修交流时 对道安唐太斯的描述 不 诋毁 被他听到了 或者说 他不满意 我没退钱 福尔斯没去想 之前那个保镖任务 已经过去了好多天 略有点战战兢兢的开口问道 世界先生 有什么事情吗 世界格尔曼斯帕罗 点了下头道 一个委托 从亚伯拉罕家族那里 拿到灵界卡尔德龙城的情报 最重要的是定位 卡尔德龙城 世界怎么忽然开始寻找 这个神秘的灵界城市 愚者先生的吩咐 这是他复苏计划里的新环节 因着加德利亚对卡尔德龙城 有一定的了解 此时颇有点错愕 其余塔罗会成员 包括魔术师弗尔斯在内 都不清楚世界格尔曼斯帕罗 想找的究竟是什么城市 只能保持住沉默 其中月亮埃姆林隐约觉得自己在哪里听过 却又想不起具体的细节 三四秒后 魔术师弗尔斯挤出了笑容 世界格尔曼斯帕罗语气平淡地问道 魔术师弗尔斯念头电转 最终报价道 三百五十八 很便宜啊 卡尔德龙城的详细情报 除了灵界奇光 多半只亚伯拉罕家族才有 嗯 对魔术师小姐来说 就是问一下老师的事情 确实简单和方便 难怪要价不高 克莱恩先是诧异 玄机释然 让假人世界轻轻汗手道 成交 目睹了这笔交易的正义奥黛利 则察觉到了一个有趣的点 魔术师小姐似乎很怕世界先生 怕到有点条件反射 他之前和道恩唐泰斯见过面 却不知道那是格尔曼斯帕罗 并且发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嗯 这周约他和修到格莱林特那里见面 看是否能问出点什么 奥黛利若有所思的 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 此时见世界已没有别的事情 月亮埃姆林略显急切地 侧头看向太阳 序列五人造吸血鬼的 非凡特性有了吗 我还没有攒够功勋 太阳代理课这次并没有羞愧 反倒觉得月亮先生太着急了 序列五非凡特性需要的功勋 哪是那么容易就能攒够的 月亮埃姆林泱泱转回了脑袋 呼得响起一事 盲对魔术师小姐道 古老怨灵的诅咒物和残余灵性有线索了 我正在等待具体的内容 这可能不是直接给你物品 而是提供一个情报 告诉你贝克兰德附近 哪个地方有古老怨灵出目 说到这里 埃姆林想了想到 三百磅 也就是说需要我自己去猎杀那个古老怨灵 在各种神秘学传闻里 这都是相当厉害的怪物 听完月亮先生的话语 弗尔斯第一反应就是为难 第二反应是 要不把猎杀任务委托给世界先生 对方肯定能又快又顺利的完成 可想到雇佣世界先生的费用 肯定远超古老怨灵的价值 他又觉得还是自己尝试一下比较好 等到修成为了审讯者 两人一起 把握应该会大很多 而且我还有莱曼诺的旅行笔记 上面抄路有半神层次的龙卷风和天使之庸 抄路有许多奇特的非凡能力 在高序列以下 几乎就是神器 我实战经验并不是太多 大部分时候都只是在逃跑 这算是个机会 魔术师弗尔斯很快有了决断 对月亮埃姆林道 成长 又确认了点别的事情 交易环节就此结束 克莱恩让世界格尔曼斯帕罗 抢在道调人先生前 环顾一圈道 我初步调查清楚了贝克兰德的卡龙自杀案 小姐 先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1313集 对于卡龙自杀案 在场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正义奥黛利 不过他早就发现 魔术师弗尔斯对这件事情存在一定的好奇 于是什么都没问 保持着坐姿不变 耐心等待着某畅销小说作家开口 也就是一两秒的功夫 魔术师弗尔斯望向世界格尔曼斯帕罗面前的桌园 斟酌着说道 可莱恩早就在脑内彩排好该怎么描述 没有一点犹豫 就让假人世界道 幕后的操纵者很可能是王室顾问 贺文兰比斯 他大概率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心理炼金会平一团的伟员 听见前面半句话时 正义奥黛利脑海内 以自然浮现出一个和蔼老者的形象 这位先生出身于贵族家庭 毕业于珀斯大学 拥有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见解 已担任王室顾问超过十年 是公认的学者 好人 绅士 澳大利之前怀疑过卡龙自杀案 也许有王室的引导 可从没想过 实际操纵者会是温和慈祥 善良风趣的贺文兰比斯 等到世界格尔曼斯帕罗爆出这位先生另一个身份 他更是再也难以遏止自身的惊恶和诧异 贺文兰比斯是非凡者 是心理炼精会评议团的伟员 也就是说 他可能是半神半人的存在 我见过他很多次 从来没觉得他会与神秘世界有关 一直认为他是纯粹的学者 视野开阔的学者 而如果世界先生的调查没有被人误导 我真的很难想象 以乐于帮助他人著称的贺文兰比斯 会那样漠视一条生命 冷酷地让孩子失去父亲 妻子失去丈夫 父母失去儿子 他平时表现的是如此有教养 有爱心 嗯 政治比我想象的更加肮脏 王室也是 说起来 我还从未见过心理炼精会评议团的委员 从未接触过他们的高层 没想到 这个隐秘组织和极光会 灵教团等邪教 在本质上竟不存在太大的区别 还是我们塔罗会好 愚者先生总是在阻止或破坏 邪神恶魔们的计划 正义奥黛丽思绪沸腾间 道调人阿尔杰敏锐 闻到了贝克兰德政坛潜藏的火药味 只觉那里各方势力纠缠 诸多秘密混杂 构成了一个庞大的 随时可能被引爆的炸药桶 贵族 王室 风暴教会 黑夜教会 争气教会 新兴的有钱阶层 悬崖边缘的平民 过着凄惨生活的最低层 时代的变革以为是如此的明显 我之前竟然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只简单地从麒麟格斯的话语 和给出的证据相信 一个旧神旦去 新神涌现的机缘将要来临 李氏的潮水滚滚奔涌 不可逆转 阿尔杰无声叹息中 似乎看见了那个高高耸立的哥特式钟楼 看见了上面悬挂的秩序之中 而在这著名事物的周围 气流成形 光芒暗淡 仿佛有一圈又一圈的风暴在酝酿 恍惚间 阿尔杰忽然又有了一个想法 涌现的未必是新神 也许还有从更遥远年代归来的古神 他本能瞄了眼青铜长桌最上手 又快速收回了视线 心里波涛起伏 难以平静 这一刻 他莫名感觉自己之前的志向和目标 是不是太小了 竟然只想着成为风暴教会的大主教 成为一位圣者 在整个世界都拥有话语权 暗中能主导不少事情 只有到了这个层阶 才能完成生命形态的质变 长久的活着 才能位居众灵之上 领导一个大型组织 掌控世界层面的权势 念头一个又一个闪过 道调人阿尔杰竟有了点 别人无法发现的战力 内心喷勃出激动的情绪 因着加德利亚 则联想到了神秘女王 最近两个月的行踪 感觉对方很大一部分时间 都在贝克兰德 这有什么事情 将在贝克兰德爆发 这次写信的时候 可以尝试询问一下 看女王会给出怎样的回答 加德利亚推了推鼻梁上 架着的厚重眼镜 扫了正义小姐 等贝克兰德成员一眼 魔术师弗尔斯 知晓卡龙自杀案的一些细节 清楚受害者全程都是自主行动 没被控制 清楚证人们确凿无疑的相信 这一切都是道安唐泰斯造成的 这些与实际情况的对比 让他对心理炼金会 那位平义团委员 有了强烈的恐惧 不想有一天发现 自己的思维 自己的喜好 都是别人灌输的 这和傀儡有什么区别 观众途径中高序列真可怕 不过 这倒是很好的写作素材 现在的心理学领域 本身就有催眠 下一本书 我要写一个病态女主 喜欢上一位身时候 用催眠的办法 让对方也爱上自己 结尾却发现 那位先生 竟是催眠大师的故事 嗯 弗尔斯张了张嘴 又重新闭上 没在救赫文兰斯比 询问什么 因为他根本不认识 这位王室顾问 克莱恩 分享赫文兰比斯之事 主要就是提醒正义小姐 让他小心和提防 这位心理炼金会 平义团委员 此时 见目的已经完成 转而说道 还有一件事情 帮我留意 丘纳斯克尔格 带是军情九出的 少将副处长 表面只有序列物 实际 你是黑皇帝途径的半身 拥有相当强的灵感 对别人的注视很敏锐 丘纳斯克尔格 正义奥黛丽 在心里重复起这个姓名 发现自己对这位先生 竟然没什么印象 要么是我和他的社交圈子 交集很小 就算偶然遇到 你只是点一下头 不会询问究竟是谁 要么是他非常低调 不常出席类似的聚会 有机会问一下康斯 他是军情九出的人 肯定知道这位上司 奥黛丽对于丘纳斯宣称 只有序列物 实际是半神 并不是太惊讶 在他看来 情报机构的人员 有类似的情况 应该较为常见 道调人 阿尔杰和银者 加德利亚 或多或少 都听过 丘纳斯 科尔格这个军情九处的高层 但又缺乏更进一步的了解 此时只能忙于更新脑内资料 提醒自己以后遇到与这位有关的事情时 一定要特别小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这件事应该 好好好 我闭嘴 第1314集 见世界先生已没有要分享的事情 太阳戴里克不等道调人先生询问 主动开口道 我又新交了一位朋友 他顿了一下才步入了重点 他巡逻的区域 就包括前任首席的灵起 他告诉我 六人意识团还没有打开通往地底的大门 不过 灵起外层的石头缝隙里 长出了茂密而奇怪的植物 很像人类的头发 六人意识团可是有三位半身的 就算有的外出探索不在白银城 另外的三位 多半也因为执掌着一定的强力封印物 或者放牧着恶灵 有接近半身的势力 他们联手这么多天 竟然还没打开那座前任首席的灵起 这说明问题不小啊 还有 突然长满人类头发般的植物 又是什么操作造成的 克莱恩心里浮出了一个又一个疑惑 等待着道调人先生询问小太阳 他知道对方一定会问 安静听完的道调人阿尔杰 眉头微微皱起 又舒展了开来 斟酌着开口道 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异常情况 负责开启灵请的 是不是那位牧羊人长老洛威亚 不只是他 首席也在 另外两位长老也在 太阳戴里克认真回答道 其他暂时没什么异常 阿尔杰点了下头道 嗯 很好 保持现在的状态 和更多的人建立联系 密切留意那座灵请的变化 得到表扬的戴里克 连忙恩恩点头 又交流了些别的事情 聚会自然而然 转入了学习环节 魔术师弗尔斯 本想问一问法老木乃伊 能拿来做什么 看了世界格尔曼斯帕罗一眼后 又闭上了自己的嘴巴 聚会结束后 回到现实世界的克莱恩 拧开水龙头 清洗了下脸孔和手掌 耐心等待起夜晚的降临 到时候他将乘坐军方的飞空艇 前往迪西海湾 南大陆贝伦斯港 因为黄金梦想号正在迷雾海偏南航行 所以达尼兹没用几天 就抵达了西拜朗最北端的这个港口 他披着深色的斗篷 提着一个行李箱 将太阳凶针带在衣物内侧 怀揣着一个铁黑色拳套 正满头大汗的沿码头道路走向外面 只觉自己已经武装到了牙齿 比以前不知强大了多少 出了码头 达尼兹左右看了一眼 伸手拦下了一辆马车 车扶看着他吐出了一连串的话语 他在说什么呀 达尼兹一脸茫然的看着对方 愣了好几秒才想起一件事情 自己根本不懂当地的都谈语 而他之前来西拜朗 因为有船长这个语言学专家领队 根本不需要担心能否听懂的问题 达尼兹张开嘴巴 下意识就吐出了一个阴地斯语单词 呃 旅馆 空气似乎瞬间凝固了下来 达尼兹看了看车夫深棕色的皮肤 茅草凌乱的黑发 较为柔和的轮廓线条 与同样茫然的表情 无声吐了口气 自认倒霉的提着行李 往街道另外一头走去 达尼兹 竟然遇上了这么一个不懂阴地斯语的车夫 在码头附近载客 不是应该汇集个北大陆单词吗 这里来来往往这么多阴地斯人 鲁恩人 福萨克人 达尼兹一边嘀咕 一边张望前方 寻找外表像是来自北大陆 或者有相应血统的路人 一边顺利住进旅馆 填饱肚子 据他所知 贝伦斯港的因地斯移民相当多 鲁恩人 福萨克人 费内波特人也有一些 只要能遇到一两个 沟通就不成问题了 不过达尼兹觉得 这一切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自己在寻找的过程中 没有中暑晕倒 这狗屎天际 他抬头望了望蔚蓝的天空 洁白的云朵 和不够赤烈的太阳 举手抹了把额头的汗水 表情略有点扭曲地诅咒到 骂归骂 达尼兹其实很清楚 这个季节的南大陆气温适中 甚至有点偏低 自己之所以热成这个样子 是因为带了那枚太阳凶针 但是出到这里 还没摸清楚状态的他 不敢把这胸针取下来 塞进行李箱里 如果一不小心弄丢了这物品 他完全能够想象得出 格尔曼斯帕罗又冷酷又疯狂的眼神 来几个北大陆人吧 随便拿爱国的都好 我可是掌握了很多国语言的大海盗 达尼兹嘴巴不停地低念着 脑海里浮现的尽是加勒冰的啤酒 和飘着冰山的海洋 念着念着 他突然抬手揉了下眼睛 他终于看见了一个明显是北大陆人种的家伙 而且似乎大概可能还是熟人 达尼兹的斜前方 和煦阳光照耀的接口 一个金色短发梳成三七开的年轻男子 正靠在墙上 吹着银白色的口琴 他有双碧绿的眼睛 穿着梅迹最上两颗扣子的白衬衣 完全敞开的黑马甲和深色的长裤 戴着一只孤零零的黑色手套 正是迷雾海最强烈人 安德森·胡德 这么巧 这家伙竟然跑到西拜朗来了 达尼兹心中一喜 只觉自己终于在茫茫人海里 抓到了一块浮沫 顾不得去回想安德森在黄金梦想号上的表现 直接就靠拢了过去 用猎人的标准口吻打起了招呼 怎么 坐不下去宝藏猎人 开始街头表演了 他又注意到 安德森的面前倒放着一顶礼帽 里面装着二三十个黄铜硬币 少量属于因蒂斯的科配 大部分是本地的德利西 德利西在因蒂斯语里就是铜板的意思 安德森停止吹奏 贴了达尼兹一眼 这不是我的帽子 我刚好路过这里 看到这样一顶帽子掉在地上 没人发现 心中有些感慨 就拿出口琴随便吹了一下 谁知道不少人旁听 丢了些钱在里面 你这种粗鲁的海盗 大概是不能够明白音乐魅力的 这是没有国界的 我告诉你啊 你们船长特别喜欢 停 达尼兹额头一跳 制止了安德森 不知会往哪个方向偏的话语 转而问道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安德森拿着口琴 认真地想了想 嗯 这是个好问题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就到西拜朗来了 中间这两个月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完全记不起来了 达尼兹本想说别开玩笑了 可安德森正经的表情 让他不由自主就有点相信 斟酌着问道 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远助 8082奥就制作的 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我认为这件事应该 好好好 我闭嘴 安德森收好那银白的口琴 弯腰将装有不少硬币的礼帽拿起 谈了谈灰尘道 我最后的记忆停留在拜亚姆 和格尔曼斯帕罗分别后 似乎要去预定的地方见什么人 结果一觉醒来就在西拜朗了 嗨 不用在意这些事情 还活着就好 快中午了 走 找个地方用餐 我听说贝伦斯的助手特别出名 说话间 安德森将那顶礼帽连同里面的硬币 放到了隔壁流浪汉的身旁 达尼兹又热又饿又累 文言精神一阵道 你懂这边的多谈语 安德森顿时喝了一声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 我这个宝藏猎人在西拜朗多次冒险的经历 对呀 我之前还想找你们打听西拜朗情报的 这边局势混乱危险不少 要是能拉上安德森 肯定会安全不少 而且还多了个翻译 不能说雇佣 我可支付不起他的保重 达尼兹一点点露出了笑容 那我就放心了 走吧 他提着行李和安德森一块 绕到旁边大街 就近找了家餐厅进去 听到服务生几里呱啦的土著语 看见写满不认识文字的菜单 达尼兹一阵头疼 盲对安德森道 你来看 他边说边将菜单递给了对面的迷雾海最强猎人 安德森没有伸手 一脸平长地回应道 我也看不懂 你不是说你会都谈语吗 达尼兹恶然脱口 安德森摊了下手道 我可没有这么说过 多次来西拜朗寻觅宝藏和董都谈语有关系吗 你不会都谈语怎么看得懂古代神庙城堡遗迹里的文字 怎么学长宝藏啊 达尼兹的表情又一次有点扭曲 语速不由自主变快 安德森拿起逝者刚摆好的杯子 咕噜喝了口水道 带一本字典就能解决的问题不能算是问题 再说了 不会都谈语就不能和南大陆人沟通了吗 说完他侧头看向服务生 用阴蒂斯语道 两个特色猪肘 那名侍者毫无疑问地一脸茫然 不断地将手指向菜单 安德森一点也不急躁 不慌不忙地用右手按住鼻子 模拟出了猪的哼叫声 试者先是一愣 旋即露出恍然的表情 然后安德森又指了指自己的肘子 和菜单上的贝伦斯图标 用手指比出了二这个数字 试者一边说着有口音的嘟谈语 一边连续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了 而达尼兹在旁边看了都快呆住了 安德森一番比划 夹杂少量的 简单的都谈语单词 终于完成了点餐 有头对达尼兹笑道 明白了吗 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通用的语言是 肢体语言 达尼兹表情呆滞地看着 抽了下嘴角 算是回应 马车驶出西区 于岔路口向南 很快就抵达了一处军事基地 有加尔文上校手书和卫官引领的 克莱恩顺利进入 来到了一片夯土铺成的广场 那里停着一个深蓝与纯白结合的庞然大雾 这飞空艇有几十米长 箱体上面伸出了一根根坚固而轻盈的核金骨架 蔓延交错支撑起了装有气囊的不透气防水布料 下方则是机枪口 头弹口和火炮口 此时高燃速蒸汽机的嗡嗡声还未响起 相应的蒋页也未出现旋转 一切都显得非常安静 克莱恩将文件和身份证明交给了守在咸梯旁边的军官 于得到允许后提着行李箱一步步登上了飞空艇 这里就像船舱分为三层 最上面有复杂的机械装置和存放货物的仓库 中间是可以举行自助餐会和舞会的大厅 大厅的周围和分别通往上层下层的通道两侧 是一个个休息室 至于最底下那层有机枪室弹药室火炮位 以及士兵们的房间 从端着步枪的一位位职守者中间经过 克莱恩按照刚才那位军官的告知 找到了对应的休息室 将行李放到了一张沙发样的座椅旁边 然后他端起桌上放着了一杯水 走到窗口前眺望起外面的风景 坦白的讲 虽然他什么都知道一点 但也只知道一点 所以并不明白这最新型飞空艇的设计原理是什么 不清楚这究竟能飞到多高 在半空有多大的颠簸 这让他有点忐忑 出发前还去挥舞之上做了次占卜 得到了自己能较为顺利抵达目的地的启示 克莱恩正要收回打量外面的目光 欣赏房间内的布置和坚硬玻璃罩后的烛火 忽然看见有一群人靠近着编号1345的飞空艇 这些人有男有女 基本都披着黑色的薄风衣 戴着红色的手套 提着大小不同的皮箱 唯有一位套神秘的通灵师长袍 涂蓝色的眼影和腮红 正是戴利西蒙尼 而这位女士的侧后方 走着的是墨发闭眼的伦纳德米切尔 其他人都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伦纳德的脚步突然有所放缓 随即他扬起脑袋 望向了飞空艇的第二层 他的眼眸内随之映照出了 鬓角斑白 蓝眼深邃 穿正装打领结的道恩唐泰斯 这位绅士立在一个窗口后面 露出和煦的笑容 举了举手中的杯子 伦纳德表情略微一致 旋即恢复了正常 他已经记起 道恩唐泰斯再和军方合作 准备贩卖一批枪支和火炮 去西拜朗 所以 这位先生出现在军方的飞空艇上 虽然让人意外 但一点也不想为好 唯一的问题是 他这么快就要去西拜朗了 阿蒙的到来 也给了他一定的压力 伦纳德念头一转 让目光转为平视 然后与队友一起 沿着闲梯登上二层 进入了一个独属于他们的大型休息室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是个好的投资 请帮我把这笔钱打过去 如果钱不够 还可以再加一点 红手套们各找位置坐下没多久 低沉的轰鸣声 蒋叶的转动声 和各种各样的摩擦声 接连响起 带来了地板和墙壁的轻微震颤 震颤逐渐剧烈 变为了摆动 飞空艇摇晃着升了起来 一点点恢复平稳 克莱恩已然坐下 扣好了安全带 正略感好奇地四下打量 体验不同于过去的飞行感 起飞不怎么稳定 高度也比较低 但没遭遇飓风的情况下 颠簸相对还好 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克莱恩眺望着斜前方的窗户 半点也没有解开安全带 四处走动的想法 这不是恐高 虽然它确实有一点 但临时带着蠕动的饥饿 能短途飞行 能直接传送的它 并不是那么害怕 它只是在认真地扮演一个 初次乘坐飞空艇的嫡西富翁 就在这个时候 克莱恩灵感忽有触动 芒轻扣牙齿 快速开启了灵式 它随即看见周围的色彩 变得浓烈 鲜明地叠加在了一起 看见一根根白骨 喷悬般从地面涌出 组成了高近四米的巨大骷髅 这骷髅眼窝内 燃烧着漆黑的火焰 锤下的手里拿着一叠折好的信纸 阿斯克先生的信使 他终于从变化状态里恢复了 克莱恩一阵惊喜 就要起身接信 可直到妖父间的阻碍传出 他才记起自己扣着安全带 他伸手试图解开时 白骨信使蹲了下来 将纸张塞到了他的掌中 克莱恩愣了一下 扬起脑袋 看向对方燃烧着漆黑火焰的眼窝 轻轻点了下头 算是致意 他能理解信使为什么不在下一层现身 只让上半截穿透地板 因为这是军方的非空庭 除了刚才那对红手套 大概率还有别的非凡者 他们同样有灵感 有一定程度的灵视 能勉强察觉到信使的存在 克莱恩嘀咕了两句 看着信使崩解为一根根虚幻的白骨 瀑布般落至地面 大型休息室内 依旧喜欢自称通灵者的戴利西蒙尼 忽然侧过脑袋 望向了隔着大厅的另一个房间 他眉头幅度很小的皱了一下 眼睛微有眯起 戴利随即收回目光 对坐在休息室角落 充当服务生的低层军官道 给我一杯调酒 黑兰德和香槟一半一半 这种配方很奇怪啊 女士 那位军官一边解开安全带 走向旁边焊接于地面的酒柜 一边试图给出自己的建议 涂着蓝色眼影和腮红的戴利笑笑道 我喜欢品尝独特 说到这里 他话锋一转随意问道 这艘飞空艇上 除了你们和我们 似乎还存在别的人 那位军官在打开酒柜的同时回答道 是的 一位商人 好像叫道恩唐太斯 和国防部有一定的合作 道恩唐太斯 戴利正了一下 眼眸微转道 什么合作 他的右手边 罗纳德米切尔下意识调整起坐姿 从右脚隔于左腿改为左脚隔于右腿 不清楚 那位军官摇头回答道 好像是想接受那位先生在南大陆的经验 南大陆 戴利若有所思地重复起这个名词 没再询问 对面的小型休息室内 克莱恩已展开信纸 认真阅读 这确实来自阿兹克·艾格斯 他表示 之前的经历让他找回了更多的记忆 不得不通过沉睡来消化和恢复 没能及时回信 克莱恩真正放松下来 心情不错地让视线移向了后面的内容 对于灵界掠夺者阿兹克的描述是 这是一种相当狡诈 数量稀少的生物 非常善于伪装 不容易找到 可以利用的一点是 它具备很强的攻击性 不过它的危险性也很高 即使有接近序列四的实力 也得足够地谨慎 否则一不小心 就会成为它的分魂 它具体的特点是 我不太清楚或者 没回忆起来灵界掠夺者们 经常活动的区域 我建议你向红光 爱尔默瑞亚祈求 它对人类很有善 愿意回答类似的问题 且掌握着相应的权柄 仪式的关键是 正确的尊名和象征符号 等你有了灵界掠夺者的线索 可以等待一阵 我也许能提供一定的帮助 这怎么好意思 克莱恩抬起右手 捏了捏嘴巴的两侧 他随即翻动纸张 看向最后一页 同样的 到时候 我会再次帮你封印那只手套 我不是不想教导你封印的办法 而是你应该无法完成 这借助了冥界的力量 至少得不死者才能做到 好了 我应该很快就能空闲下来 我记得 你说过的死神戒指的事情 阿兹克先生的变化 似乎不是太大 至少从信上无法看出 克莱恩缓慢吐了口气 随手一抖 点燃了手中的纸张 让他们化为飞灰 飘落进汗阶于地上的垃圾桶内 虽然从阿兹克不清楚灵界掠夺者 较长出没的地方这点 他可以初步判断 这位死神的后裔 同样不记得卡尔德龙城 并隐约能推测出 那座神秘的灵界城市 多半与冥界无关 否则早就恢复 与冥界联系的阿兹克先生 应该已经记起一定的内容 但他还是打算在回信里 询问一句 卡尔德龙城的事情 不管怎么样 做人总要抱有期待 还有 得给阿兹克先生提一句 我到南大陆了 克莱恩认真思索起 回信该怎么写 不过 他没有立刻动手 害怕召唤信使 会引起飞空挺上 其余非凡者灵感的触动 目光转动间 克莱恩又一次望向了窗口 只见外面天色深黑 幽暗寂静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 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这日记上的符号 是什么意思呢 第1317集 看着红月被层云遮蔽的 幽黑天空 星之上将加德利亚 收回视线 提起钢笔 斟酌着写道 那个问题的答案是 两个选择都不对 他最初有些疑惑 女王为什么不直接询问 故乡指什么 反而附带了两个猜测 这不是很容易导致问题 得不到有效解答吗 后来经过思考 他认为 女王确实比自己想的 更加周到 因为面对的是一位 疑似古神的隐秘存在 因为前后提供的日记数量 加起来也才十几二十来张 而且每次都有换取相应的解答 所以仅仅三页日记 即使有很高价值的三页日记 也很难对等罗塞尔大帝心灵 与精神归宿这种关键问题 这面隐藏的秘密 或许比一张亵渎之牌 更加重要 而女王对这个问题 似乎很执着 不愿意更换别的 所以 特意附加两个选项 希望能得到排除或者肯定 相对来说 这就让问题的价值降低了 正好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 加德利亚于思绪浮动间 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 她年纪还小 正在接受各方面知识的教导 女王偶尔会出题考谈 并告诉她 在解答的过程中 有三个降低难度的机会 一是请求排除一个错误选项 二是请指定的船上某人帮忙 三是向灵界七光之一祈祷 获得答案 当然 前提条件是 能自己完成仪式 很显然 神秘女王这次选择了 第一种降低难度的办法 女王小的时候 也有过类似经历吗 排除掉这两个错误的选项后 她和正确答案的距离 不知道还剩下多少 加德利亚的表情不自觉柔和 转而写道 据我收到的情报显示 贝克兰德有风暴在酝酿 望安好 她没直接说军情九处 那位少将副处长和王室顾问的事情 毕竟这是塔罗会上分享的消息 不向自己提出的问题 又得到语者先生默许 可以直接告知女王 折好信旨 加德利亚召唤出了神秘女王贝尔纳黛的信使 贝伦斯港夜色刚刚降临 达尼兹和安德森找到了一家 因地斯移民开设的旅馆 体验到了语言沟通的便利 放下行李后 披着斗篷带着拳套的达尼兹 立刻又出门 往楼梯口走去 安德森已在对面门边 好笑问道 还有什么事情 达尼兹顿时喝了一声 去买字典 这比你的肢体语言可靠多了 再过个几天 说不定我就能掌握常用的几个词汇了 安德森用戴着黑手套的左掌摸索起下巴道 你的拳套是那个巨人遗留制成的吧 负面影响是什么 达尼兹脱口而出道 行动变得鲁莽 总是先坐再思考问题 说着说着他安静了下来 达尼兹正了几秒 猛的抬手 解开拳套 试图取下 他这个动作刚至一半 突然又顿住 打量了安德森两眼 扫了对方左掌戴着的黑色手套一下 干笑着又把拳套戴了回去 我认为在南大陆在这里 最重要的还是自身的实力 达尼兹皮笑肉味笑地补充了一句 安德森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依旧摩缩着自己的下巴道 那你准备怎么做 达尼兹指了指楼梯口道 我打算找旅馆的老板 借一下他的词典 我想他不会不教他的孩子读探语 这是一个思路 可就算是有词典 你短时间内也没法学会 其实只是掌握少量的词汇 也相当困难 毕竟 这和北大陆的语言属于两个体系 安德森嘖嘖说道 还是我给你一个办法吧 你们船长应该有教过你知识 与智慧之神领域的一些仪式魔法吧 对 达尼兹没做思考 直接点头道 安德森双掌一拍道 那我可以教你一个新的仪式魔法 通过向知识与智慧之神祈求 得到一周内听懂 辨认和书写读谈语的能力 达尼兹没有迟疑地摇头道 我的信仰是风暴之主 并非知识与智慧之神 之前的某些仪式魔法能够获得回应 是因为船长的关系 说到这里 他瞥了安德森一眼 你不是出生在塞加尔 成长于伦堡 和船长是同学吗 那你应该也是知识与智慧之神的信徒 你来举行那个仪式 不是更加恰当有效吗 安德森摇头笑道 同样是信徒 能真正获得回应的 也只是极少数 他壮似思索地想了想到 最好的办法 还是找知识教会的牧师 主教帮忙 让他们制作一些符咒 我记得贝伦斯岗 有几位来自伦堡的传教师 不如我们明天去拜访 达尼兹正要开口回答好 忽然露出了狐疑的表情 我总感觉 你似乎有阴谋 安德森的表情顿时僵了一下 飞空挺上 克莱恩系着安全带 盖着张毯子 靠着椅背 已然沉沉睡去 此时 窗外夜色深黑 大地灯火稀疏 景色看似缓慢 实则快速地后掠着 一切都显得那样安然和平静 不知过了多久 克莱恩突然醒转 活动了下脖子 因为随身佩戴着丧钟 他喝了不少的水 被下腹的骨胀给憋醒了 掀起毯子 解开安全带 克莱恩无嘴打了个哈欠 走向休息室外面 前往位于大厅一角的盥洗室 痛痛快快解决完问题 清洗过双手 他刚转身走出盥洗室 回到大厅忽然看见了一道人影 那人影立在光芒暗淡的地方 穿着黑幽幽的长袍 涂着蓝色的眼影和腮红 乍一看去 就像是从停尸间飘出来的 幽影鬼魂 希望不要再传道安堂太子便秘了 要是客人问起 就说 我在盥洗室打开了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无贼原著 808 Audio之所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听得入神了 才去了那么久的 嗯 就这样 带丽女士 克莱恩毫无疑问认识对方 立刻就做出吓了一跳的反应 带丽走了几步 抬头看向道安堂太子的脸庞 停留于那双眼睛处 勾勒出笑容道 你的眼睛和气质 很像我一个朋友 尤其眼睛 克莱恩顿时假装释然 失笑说道 女士 如果我们换一下性别 这就是标准的搭讪 戴丽的目光没有移开 呵呵笑道 不需要换 性别并不能改变这种行为的定义 如果其他时候我这么对你说话 那就真的是想骗你上床 甚至 一直骗尽叫他 不过 我现在没这个想法 我走过来 只是因为你的眼睛 确实让我想起了他 和戴丽女士对话 真是有点吃不消啊 不能被她掌握主动去 要不然 她也许会察觉 刀温唐太斯并非爱好广泛的花花公子 挑情高手 而是会在魅力女性面前 不自在地无尽念着 我必须取得主动 主导话题 克莱恩念头一转 以半开玩笑的姿态 直接问道 女士 你是不是喜欢那位朋友 戴丽正了一秒 挑了下眉毛 低头笑道 这不是什么需要隐瞒的事情 如果她能像你一样就好了 面对女性 勇于主动出击 懂得营造暧昧的气氛 那样的话 我们或许连孩子都有了 可惜啊 她是个保守的人 和我聊天只会谈正事 说经验 稍微给她点暗示 开些过火的玩笑 她都会表现得很不自然 总是找借口离开 她呢 长得贤老 头发保养得也不好 记忆又差 连我的生日都能忘掉 想到她 我就很生气 恨不得直接把她推到床上 把她的双手绑到床头的护栏处 克莱恩目光忧沉地 看着戴丽的头顶 叹息着打断了对方的话语 女士 你说的太多了 戴丽抬起脑袋 笑容与刚才没什么区别的说道 我以为你会深入地聊一聊 这方面的问题 克莱恩笑了声道 那你为什么没有将那些想法 付诸行动呢 看得出来 你不是只会说的女性 戴丽喝了一声 你猜 紧接着她点了下头 感谢你没有说我骚扰 说话间 她转过身体 往红手套们载的那个大型休息室返回 克莱恩嘴角微微翘起 摇头走向了自己所在的仓房 来到大型休息室的入口 视线落在前方地板位置的戴丽 忽然看见了一双无绑带皮鞋 她的目光随之上移 眼眸里映照出了墨发绿铜的伦纳德米切尔 伦纳德望了眼 道恩唐代斯进入的休息室 压低嗓音道 她有不少秘密 不是那么简单 戴丽轻笑汗手道 我知道 说完 她步伐轻松地越过伦纳德米切尔 走入了大型休息室 前行几米 她放缓脚步 又一次略微埋低了脑袋 罗纳德 罗纳德依旧立在门口 看着外面灯光照出拉长的影子 缓慢而无声地吐了口气 小型休息室内 克莱恩站于门边 抬起右手 揉住了两侧太阳穴 仿佛一尊雕像 白银城 国格甲 戴丽克坐在凳子上 一边啃着黑面草粉末 烤成的面包 一边认真地在心里列举起 自己最近有哪些 该做而未做的事情 世界先生需要的鬼术协怪资料 还没有问到 序列武戏血鬼非凡特性的功勋 还差不少 朋友才三个 还不够多 前任首席灵寝的事情 也只有一点点线索 念头一个个闪过中 戴丽克填饱了肚子 脱去上衣 拿出一个石头打磨成的 敞口容器 用里面粘稠的黑色液体 涂抹起体表 一个个肉眼可见的淤青 虽然白银城周围 只有黑面草可食用 但植物并不止这一种 它们种类繁多 奇奇怪怪 依靠各种能力 在没有太阳 只剩闪电和黑暗的环境下 生存繁殖着 而白银城的传统之一 就是挑选不同的植物 配合怪物的对应器官 熬制成各种药膏 这对治疗大部分伤势和疾病 非常有效 让多数居民 不会因为一点小问题 就失去生命 这是一代代猎魔者们 将自己通过魔药 获得的神奇药剂 甚高精油配方 不断简化固定为 更低层次产物 而形成的传统 涂完药膏 闻着略显刺鼻的腥臭味 戴里克刚要套上衣物 忽然听见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他的精神本能就紧绷了起来 拿起雷神怒吼着 缠绕着电光的幽蓝巨锤 小心翼翼的靠近门边 随时准备着击杀黑暗里 冒出的怪物 谁 戴里克沉声问道 外面传来了一把略粗的嗓音 瓦利尔 与此同时 片片明镜的光芒 照亮了门缝和窗口 这是黎明其事的能力 戴里克放松下来 开门招呼道 瓦利尔 你今天不是要率领队伍巡逻吗 瓦利尔身高两米二 是戴里克新交的朋友 也是他最认可的朋友 因为对方很多时候会较大程度的收敛自己的力量 是个很照顾同伴的人 另外 最近巡逻区域包括前任首席灵寝的正是瓦利尔小队 瓦利尔有着和戴里克相似的棕黄色头发 留着浓密的胡须 最喜欢的活动就是与人格斗 他文言孝道 六人议事团 刚才命令我们小队 绕开前任首席灵寝所在的区域 而这是我们巡逻任务剩下的最后一个地方 走吧 去训练场活动一下 六人议事团特意让巡逻小队绕过那个区域 他们今天就能打开前任首席灵寝的大门了吗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希望洛维亚长老那边没有阴谋 戴里克悚然一惊 猛的产生了点联想 却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就在他游移着穿上衣物准备出门和瓦利尔一起去训练场时 一道人影从街道的阴暗地方长出 开口说道 戴里克伯格首席让你去园顶见他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强力就是喜欢的理由 第1319集 圆塔顶部属于六人议事团首席长老的房间内 柯林伊利亚特有着以白银城标准也称得上高大的身材 留着凌乱疏于达里的花白头发 脸上法令纹很重 其余地方却没有皱纹 残存着一些或扭曲或深刻的陈旧伤疤 他内穿亚麻衬衣 身披棕色外套 腰间有一条还着多个小格的皮带 浅蓝色的眼眸沧桑深邃 似乎写满了故事 等到戴里克行完礼 这位猎魔者轻轻汗手 指了指斜前方桌上摆着的物品道 还记得他们吗 戴里克一眼望去 目光忽然凝滞 毛子里映照出了两条半透明的 只有儿童手指粗细的小虫 石之虫 有一个又一个透明圆环的石之虫 源于独神者阿蒙分身的石之虫 记得 戴里克沉默了一秒 本能做出了回答 阿蒙遗留的是我 柯林伊利亚特 微不可见地撼了下手道 其中有一条 还是你咳嗽出来的 不等戴里克开口 他沉缓说道 面对首席注视的目光 戴里克连续点头 表示自己确实有做类似的描述 柯林伊利亚特视线移开 投向窗外 俯瞰其不远处的建筑 我应该没有对你讲过那段时间 你做过的事情 你前后举行了两次仪式 一次有密气元素 一次像在献祭 都得到了一定的回应 你对当时的情况 是否还有影响 果然 我想与这先生请求帮助 利用密气仪式进化阿蒙分身时 也备见共产 戴里克对于首席的话语 不算意外 他早就在道调人的引导下 循着白银城朱卫长老都经验丰富 不可能就那样放过有异常者的思路 得到了自身离开地牢后 一直有被监控的结论 并于献祭一事时 从阴影里有冒出一个阻止者的情况 初步印证了推测 嗯 没什么印象了 戴里克做出思索的样子 然后摇了摇头 只用眼角余光打量的颗林剑状 回过头来 叹了口气道 唉 你再仔细回想一下 这两条阿蒙遗留的虫子 是非常有价值的材料 我一直在寻找能利用他们的办法 如果能秘密做成什么物品 这将是其他人都不知晓的底牌 可以在关键时候起到关键作用 你经历的那两个仪式里 或许就有可以参考的象征符号 古老众文 神秘元素 再仔细想一想 换作以前 戴里克肯定只听得懂首席表面的意思 可此时此刻的他 已能慢上几秒的将相应的话语 翻译成前藏没直接表达的句子 我知道你还和阿蒙存在一定的联系 马上要开启前任首席的林寝了 我必须额外预备一点防止意外 不让诺维亚等人为害到白银城的底牌 你快试着沟通 看能否得到帮助 或者 给出之前遗事的细节 让我自己琢磨 道调人先生说的没错 越是处于高位 越是经验丰富 面对过许多危险的人 越是习惯性用暗示的办法 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给谈话的双方都留下余地 戴里克豁然有了种 自己真正掌握了某个技能的感觉 想到首席的目的是为了限制 洛威亚长老和对方代表的 堕落造物主 他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 可是他对怎么利用食之虫 毫无头绪 只能考虑向愚者先生祈求 看是否可以得到帮助 我会努力回想的 我需要一个安静的房间 戴里克话语间断 斟酌着用词回应道 柯林伊利亚特似乎早有准备 抬手指了指走廊道 对面开着门的房间 有不少都没人 你自己挑选一件 是 首席阁下 戴里克行李退出 随意找了个无人的房间 反锁住木门坐了下来 与阴暗的角落里 眼眸微微发光的 低声做起了祈祷 迪西海湾 埃斯科森港 克莱恩提着行李 沿闲梯离开了飞空艇 预备乘坐军事基地的马车 前往市区 至于戴利西蒙尼 伦纳德米切尔等红手套 第一批就走下了飞空艇 克莱恩则被排在倒数几位 未有碰面 进入市区 找了家旅馆住下 他正准备再躺一下 改善昨晚因各种问题 没能睡好导致的 微米状态时 耳畔突然响起了 虚幻层叠的祈求声 听起来像是小太阳的 克莱恩无嘴打了个哈欠 进入狭小的惯喜室 艰难的逆走四步 来到挥舞之上 如他预料 闪烁不断荡开波纹的 正是象征太阳的 那颗深红星辰 灵性蔓延往外 触碰过去 克莱恩很快就弄清楚了 太阳在祈求什么事情 白云城首席 在向小太阳询问 不 在向他以为的阿蒙询问 怎么利用十只虫符咒 还好 我之前也有这方面的烦恼 并且早就解决了这个疑问 可是 用十只虫制作 能短暂对换命运的 强大符咒 需要向愚者祈祷 这不就直接暴露了 小太阳背后不是阿蒙 而是另一个 不知深浅的隐秘存在吗 克莱恩右手十指轻敲起斑驳 长桌边缘 认真考虑着怎么回应的问题 不到一分钟 他转过了思路 发现刚才的担忧毫无意义 首先 除了可能从真实造物主那里 得到一定启示的牧羊人长老 洛威亚 白银城没谁了解阿蒙的具体情况 只是猜测 他有可能是当初造物主身边 八大天使之王里的十天使 所以 即便知晓了愚者的存在 他们也大概率会认为 这是阿蒙的本体 或是 阿蒙现在侍奉的神灵 其次 愚者的尊名 对真实造物主 独身者阿蒙 和牧羊人长老洛威亚来说 已不再是秘密 白银城再多点人知道 也没什么关系 再次 那位叫做科林伊利亚特的首席 还只是猎魔者 哪怕掌握了愚者的尊名 有灵级封印物 也做不出什么事情来 毕竟 就连独身者阿蒙 真实造物主 也没有半夜来敲我的门 最后 那位六人议事团首席 早就清楚小太阳有问题 现在 近乎等于明示了 克莱恩思绪电转间 觉得自己有必要大胆一点 说不定还能借此于白银城 发展一两个下线 不 信众 让小太阳不再孤单奋斗 而且 现在的我和净化阿蒙分身时的我 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积累了更加深厚的神秘学知识 执掌了海神全杖 能敲动挥物质上神秘空间更多力量 不用担心在仪式中 面对序列色的半身时 会出什么纰漏了 只要不鲁莽地把人拉到挥物质上就行 克莱恩迅速做出决定 将怎么制作窃运者符咒的流程 化作光影 投入了象征太阳的深红星辰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诡秘之主》 强力 就是喜欢的理由 第1320集 敲门声回荡在了圆塔顶部的首席房间内 而早在这声音响起之前 克林伊利亚特已然知晓 戴里克伯格开门走向了这边 进来 他转过身体朝向入口 戴里克推门而入 行了一礼道 首席阁下 我想起了一些模糊的细节 克林伊利亚特表面平静地点了下头道 都有哪些 以纯银和水银为材料 戴里克简洁描述完仪式前面部分 顿了一下道 我当时好像有在低念一段尊名 不属于这个时代的语者 克林眼睛微眯 忽然打断道 对应的象征符号 就是蜡烛上遗留的那个 嗯 是的 戴里克坦然回答道 第二段是 挥舞之上的神秘主宰 这时克林又一次打断了他 不需要别的仪式材料 不需要 戴里克略有些诧异地点头道 他这才察觉 首席似乎在刻意打断自己 送念愚者先生的尊名 对 我们的通用语是巨人语 是能引动自然力量的语言 如果直接送念尊名 必然会产生种种未知的效果 我是因为知道愚者先生是真正的神灵 值得信赖 才习惯性一口气说完 而首席并不清楚 戴里克有所恍然地继续说道 第三段 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 克林安静听完 微微汗手道 很好 虽然不能确定 你回忆起来的内容 能否提供帮助 但这依旧是不小的贡献 我会让人给你增加功勋的 回去吧 或者到图书馆 看一会儿书 是 首席阁下 戴里克见没有别的事情 无声松了口气 迅速退出了圆塔顶部的这个房间 克林伊利亚特目送他离去 转而走到书桌后方的椅子坐下 将目光投向了那两条半透明的环节小虫 就在小虫的旁边 摊着一本笔记 上面描绘着半个梧桐之眼 和一半扭曲之线组成的隐秘符号 克林的视线许久没有移动 整个人也仿佛化作了石雕 过了一阵 他缓慢站起 拿出了三根蜡烛 放好蜡烛 克林伊利亚特找出一块纯银 拿起旁边的刻刀 嗖嗖削出了片掌心大小的符咒载体 然后他按照戴里克伯格的描述 在银片的正反面 都会刻出了象征语者的那个隐秘符号 整个过程中 他速度飞快 如果有旁观者 肯定无法看清楚动作 可最后的成品 却没有一丝一毫瑕疵 就像用好几天慢慢雕琢出的艺术品 紧接着 克林伊利亚特又翻找出一瓶水银 直接用强大的灵性 凭空引导里面的液体 一丝丝流入符咒 填满了所有纹路 并且让朝下那面的水银 未因重力而垂落 重复流程 做好第二片符咒后 克林伊利亚特将它们摆至蜡烛前面 分别放上了一条 有透明环节的小虫 与刚才漠然中站起时相比 现在的克林一举一动 都显得沉稳 平静 坚定 不再有一丝一毫迟疑 就像他面对黑暗里 那些强大怪物时一样 预备好仪式 他退后两步 将墙上交叉悬挂的直剑取下 踏到了门口的地砖缝隙里 而随着克林的闭目低语 一点点纯净浓厚的光芒 从四周虚空里冒了出来 带着神圣与荣耀的感觉 覆盖在了两把直剑上 这样的光芒越聚越多 慢慢化成流水 沿着房间地砖和墙面的缝隙 形成了一个分割内外的牢笼 作为一名资深的裂魔者 克林伊利亚特 其实并不想在举行仪式时 做类似的防备性举动 因为这有不小可能激怒祈求的对象 带来更加危险的变化 但是他不得不做 他必须保证 哪怕一世失败 哪怕那位愚者是满怀恶意的存在 哪怕他死在了祭坛前 整个白银城也不会因此遭受太大的伤害 对于现在这个牢笼的防御能力 克林这位白银城首席还是相当有自尽的 因为这直接源于一件神级封印物 当初巨人王奥尔米尔佩戴的冠冕 荣耀之正 这是白银城能在深暗时代 抵御住黑暗中一波又一波怪物侵袭的主要因素之一 见所有准备已然完成 克林伊利亚特以书桌为祭坛 纯凭灵性 制造出了一个圣洁干净 没人打扰的环境 点燃了那三根蜡烛 昏黄的光芒轻轻摇晃 映入了他的眼睛 他低下脑袋将戴里克伯格提到的植物粉末 怪物皮毛或洒入烛火或点燃投进大府 以取悦即将要祈祷的那位隐秘存在 类似的活动白银城并不少见 明面有对造物主的祭祀 案里则时不时就会出现某些居民 在巡逻或探索过程中被不知名存在诱惑 举行的各种各样仪式 后者大部分是被动 但也有少量属于主动尝试 一方面是几千年来 侍奉造物主再无回应 一点点积累的绝望 让部分人心态崩溃 迫切的希望抓住别的依靠 另外一方面则是 白银城很多代前的六人议事团 就已经形成共识 那位遗弃这片大地的造物主 很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寻找其他出路 必须摆上日程 可惜这样的尝试 除了无效和死亡 从未有第三个结局 也正因为如此 不管遇到了什么困难 不管发现了多少 因邪神而毁灭的城邦 白银城对周围区域 对更远地方的探索 都坚持了下来 而于柯林伊利亚特本人而言 外来者杰克的发现 带来了难以言喻的惊喜和希望 探索下午阵时的遭遇 王们的密谋和圣旨者的预言 则让他有了更强的紧迫感 对造物主是否能归来 不再抱任何期待 两方面因素的结合 加上洛维亚代理克的异常 以及那个末日灾难的预言 柯林伊利亚特这位六人议事团首席 资深的半神 强大的裂魔者 不得不尝试起在刀锋上起舞 不得不考虑和隐秘的存在 做交易 欢迎各位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浅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希望我今晚的准备 能获得你的赞美 第1321集 无声吐了口气 柯林后退一步 用带着些许沧桑感的嗓音 送念道 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 挥舞至上的神秘主宰 指掌好运的黄黑之王 我向您祈求 祈求源于神秘的力量 祈求来自好运的恩子 祈求您 让祭台上的物品 形成符咒 柯林很有顿挫感 节奏感 神秘感的声音 刚刚落下 他眼前所见的祭坛 顿时就变得幽暗深沉 仿佛有难以描述 无法言喻的神性 正从中间那朵烛火里 弥漫而出 那烛火一下窜声变大 但却未能照亮四周 反倒让一切变得更加虚幻 让数不清的形体 各异的仿佛不存在的 透明影子呈现了出来 不满每一个地方 或输或密 这虚幻世界和无数身影的高处 有七道不同颜色的静光盘踞 似乎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知识 而在这七道静光之上 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灰白雾气 是一座俯视着所有事物的 古老宫殿 猎魔者柯林 短暂竟忘记了别的事情 就那样专注地看着祭坛上的画面 仿佛一件只存在于书本和古籍上的事物 迈过虚幻与现实的阻碍 真真切切来到了他的面前 如果他没有记错 这应该就是灵界的投影 在那场灾难前 在造物主遗弃这片大地前 很容易就能观察到 甚至进入的灵界 现在只存在于白银城教材和各种资料上 再无人可以触及的灵界 就在这时 吱压的虚幻声音突然响起 俯视着灰雾 俯视着灵界的那古老宫殿内 似乎有大门打开了 紧接着 柯林看见烛火前的未成形符咒 焕发出了灰蒙蒙的光彩 他们的纹路相继被点亮 交织于一块 猛地爆发出四目而浓郁的灰芒 将纯银薄片和圆环小虫包裹在一起 整个祭坛上的幽暗世界 随之也有了瞬间的扭曲 一切很快恢复了正常 但祭坛上多了两个黑色水晶制成的奇异符咒 这仿佛某位存在的一双眼眸 正静静地注视着世界 猎魔者柯林正了一下 收敛住目光 埋下脑袋 沉声说道 感谢您的恩赐 赞美您的存在 他没有耽搁 立刻就结束仪式 解除掉了封锁 做完这些事情 这位白银城六人议事团首席 回到书桌前 拿起了那两枚 用阿蒙分身遗物制成的符咒 直到此时 他脑海内依旧残留着 刚才看见的那幅画面 根据他的神秘学知识 位于灵界高处的应该是部分古代典籍里提到的七光 这位认为有接近神灵的位格 可所有的资料都没有记载七光之上是什么 那片灰雾象征着什么 那被灰雾簇拥 促视整个灵界的古老宫殿代表的又是哪位 而整个仪式过程中 柯林伊利亚特只觉自己祈祷的那位语者 深沉神秘 高高在上 不像某些邪物 总是喜欢张扬自身的力量 迫不及待的想要展示些什么 这样的表现 在白银城的记载里有相近的描述 属于那位造物主 看了看手中的符咒 检查了下自身的状态 头发花白的裂魔者柯林 忽然闭上了眼睛 因为心中莫名闪过了一道又一道人影 那是被他亲手终结了生命的父亲 母亲 哥哥 妹妹 长子 幼子 女儿和长孙 这位已经有点老迈的首席沉默许久 突然嘀嘀地叹息了一声 2583年了 2583年了 白银城终于又获得了一次正常的回应 尖塔的图书馆里 戴里克在经常翻阅的古代神话区域 找到了一本之前并没有看过的笔记 这笔记封面用的是某种怪物的皮革制成 能看见明显的花纹 里面纸张陈旧泛着黄色 记录有原本那位主人遭遇不同怪物时的经历 这些怪物绝大部分都能在白银城的教材里找到 就连特点也是 不过 笔记上多了不少战斗反思和经验 让戴里克看得颇感兴趣 很是认真 翻着翻着 他突然注意到了一种名叫变形者的怪物 这种怪物不具备沟通的智慧 却擅长设置陷阱 对付目标 并且能伪装成他人 用各种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办法 完成捕杀 笔记的主人对此的评价是 诡异危险 这和世界先生对鬼术邪怪特点的猜测 很相近啊 难道变形者就是鬼术邪怪 戴里克心中一喜 快速往后浏览 发现这种怪物生活在更天北 更遥远的一处城邦遗迹里 而因为那片区域黑暗里的怪物强大可怕 即使六人议事团也无法对付其中某些 所以最初两次尝试后 白银城对附近的探索就暂时终止了 一直到现在也未恢复 至于类似的原因 白银城教材上也未讲述那边的特色怪物 看完这些记载 戴里克下意识将笔记翻到了末页 想知道是谁亲身经历了那两次惊险的探索 哗啦啦的声音里 他扫到了一个姓名 科林伊利亚特 迪西郡埃斯科森港 克莱恩回到现实世界 揉了揉额角 直奔床铺而去 猛然倒下 为了让白银城那位首席 对语者有更好的印象 产生更多的信赖 他在刚才响应时 主动加了特效 将密器仪式 献祭与赐语仪式里 才会呈现的挥舞之上神秘空间位格 强行展示了出来 这让他消耗了不少宁性 整个人更加疲惫 更想睡觉了 等睡醒再给蠕动的饥饿找食物 现在 就让他在挥舞之上好好休息一下 克莱恩迷迷糊糊的想着 很快就睡了过去 从上午睡到了午后 直至被肚子的咕噜声弄醒 迪西的馅饼用料比贝克兰德的足 但喜欢加一些本地产的香料 刚开始几口会感觉有点奇怪 适应了 我觉得别具风味 克莱恩坐在旅馆房间内 时而咬一口油汪汪的馅饼 时而喝一点清凉爽口的甜冰茶 过得相当惬意 等到吃饱喝足 他没立刻收拾 拿起放在旁边椅子上的礼帽 将他戴至头顶 与此同时 他左掌手套忽然变得透明 整个人也飞快淡化 消失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1322集 克莱恩进入了灵界 要旅行去狂暴海的博多港 为蠕动的饥饿寻觅食物 他所处的这个埃斯科森港 确实属于迪西海湾 但却不在海岸线上任意一点 因为这是海岛 这是迪西海湾最南方的海岛 越过它也就意味着 即将进入狂暴海 所以克莱恩刚往着预定的坐标 穿行了一秒 眼前就出现了异状 附近凝界气流成形 盘绕成风 呼啸着笼罩了看不到边际的大片区域 里面光芒晦暗 乌云层击 染着幽深感的闪电 一道又一道滑过 照得周围场景 宛若末日 这一刻 克莱恩仿佛来到了被 永不停息的暴风雨统治的海洋 可是他又真真切切地知道 这里是灵界 果然和许多神秘学书记上提到的一样 死神陨落实的伪力 不仅改变了南北大陆间海洋的气候环境 让它充满天灾 险流众多 以狂暴为名 而且还打破了真实与虚幻之间的阻隔 污染破坏了对应的灵界 让两边互相影响 在狂暴海区域 如果举行射击灵界的仪式 使用与灵界有关的能力 大概率会出现意外 产生预想不到的变化 克莱恩一阵感慨 用亲眼看见的画面 验证着书本上的记载 在他看来 若不是这样 北大陆诸国也不会等到 罗塞尔大帝探索出安全航道 才有机会入侵南大陆 毕竟对许多高序列强者来说 正常概念上的天险 是可以直接绕过的 罗塞尔安全航道 不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 还是神秘学层面的 也就是说 由于狂暴海 与对应灵界互相影响 离子重叠 克莱恩可以直接参考 当地航海图车 在灵界的天灾里穿行 回忆了下之前翻阅的内容 克莱恩找到正确的位置 进入了那片幽深灰暗的灵界 狂风呼啸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即使只是余波 也吹得克莱恩产生了点 源自灵魂深处或骨髓之中的寒冷 这让他相信 如果自己是以灵体状态活动 且未用黑黄地牌 暴君牌或阿兹克同哨加固提升 说不定已经受到相当严重的伤势 而若不在安全航道上 直面了充满死亡意味的黑色风暴 他觉得哪怕有肉体 多半也扛不住 比起狂风 幽深的闪电更加危险 仅仅只是一道 克莱恩都怀疑自己承受不了 至于暗藏的漩涡 游异的生灵 又是另外的风险 这里是没有石质海水的 漩涡的尽头 不知会是什么 克莱恩沿着安全航道 不算快速地坐着穿行 时而打量四周 积累见识 忽然 他看见了一个奇异的生物 他拖着一把巨大的镰刀 位于黑色风暴内 由一个又一个骷髅脑袋组成 臃肿而庞大 那些骷髅脑袋或灰白或灰黑 大小并不一致 种族也多有不同 彼此层叠在一块 构建出了身躯四肢和头部 几乎是克莱恩看见这奇异生物的同时 他也发现了克莱恩 所有骷髅脑袋同时转动 与呼啸声也掩盖不住的踏踏动静里 奇奇望了过来 那幽深的眼窝 一个接一个 一个压一个 数之不清 克莱恩额头一跳 利用旅行能力直接越过这里 进入了下一段安全航道 而附近虚幻的海平面下 一条条血淋淋的手一身了 一根根青黑色的虚幻部手挥舞往上 白银城外 一座黑色的灵寝倒立着嵌入了地面 就像是翻了个身的金字塔 此时 这灵寝所有的砖石缝隙里 都长出了一层层细密的黑色植物 就连入口处的沉重大门 也已被侵蚀 克林伊利亚特背负双剑 正与另外两位六人议事团长老一起 站在门外 审视着斜斜深入地底的通道 银灰色头发卷曲披着的洛威亚 静静凝望了一阵厚道 应该可以了 与以往总是在不同精神状态间 毫无规律切换相比 这位牧羊人长老 如今深沉平静 没有丝毫异强 一双淡灰色的眼眸 内敛而幽碎 克林轻轻汗手 从腰间皮带的两个小格内 分别取出一瓶药剂 拧开盖子 咕噜喝入了口中 他浅蓝色的眼眸迅速变亮 没什么皱纹的皮肤上 血管凸显出来 染上了银白 紧接着 这位首席拔出了一把直剑 将银灰色的油膏 均匀地涂抹于表面 他一步步准备的时候 另一位六人议事团长老 维特希尔蒙 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这位剃了个光头 于顶部闻着暗青符号 身高接近2米5的壮汉 表面看起来 不会超过45岁 可实际年龄 已差不多80 他同样是序列寺的 猎魔者 半神半人的存在 白银城的主要支柱之一 在白银城 由于主材料不怎么缺乏 居民们又懂得扮演法 有足够的战斗经验 所以 中低序列的提升 都相对简单 序列6的非凡者 为数众多 可从序列5开始 因为仪式等各方面的问题 非凡者数量 开始成断崖式下跌状态 到了质变的序列4 更是一代人 都未必能出一个 维特希尔蒙 并没有使用正统裂魔者 惯用的双剑 以便让不同的油膏 同时发挥作用 应对更多更复杂的局面 他提的是一柄 铁灰色的长锤 背着一把 以他的身高体态 都显得庞大的巨弓 仿佛从油画里 走出来的缩小型巨人 那巨弓是一件神奇物品 副作用并不是太大的那种 在白银城的历史书上 都有记载 因射杀过半神层次的巨龙 而得名 叫做猎龙弓 做完准备 维特砰的一声 将铁灰色长锤 杵到了面前 然后取下那把巨弓 缓缓往后拉动 滋滋的电光 忽然冒出 彼此凝聚 越拉越长 于弓背和弓弦间 形成了一支 刺目而喧赫的剑矢 维特捏着弓弦的手指 刚有松开 那电光长剑 直接就跳跃到了 长满人类头发般 杂草的灵魂大门上 无声无息间 那沉重大门仿佛早已被腐蚀 于炸开的电光里 豁然四分五裂 碎成残渣 露出了一条幽深的通道 这通道里闪烁着一朵朵苍白的灯火 一眼看不到尽头 给人一种阴森寒冷的感觉 柯林的眼中随之凸显出 两个墨绿色的复杂符号 将灵寝入口处的场景 映照到了中间 几秒之后 他携体手中直剑 走入了灵寝 维特背好猎龙弓 拔起铁灰色长锤 紧随其后 套着紫色长袍的洛维亚 表情未变 空着双手 不快不慢的 也通过了破碎的大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323期 沿通道和阶梯不断下行中 三位六人议事团成员 在完全寂静的环境里 没有一点急躁和不安 任由脚步声回荡于四周 又走完一层 他们眼前忽然出现了一条河流 虚幻而幽黑的河流 河流鬼面之下 一只只被剥去了皮肤的血色手臂 一公根结出了婴儿脸孔的青色藤腕 一条条长着眼睛的滑蜜兔手 密密麻麻挤在一起 不断往上蹿跃 试图抓住经过的一切事物 河流靠近入口的边缘 有一道道或高或低 衣着陈旧的人影 正背对三位长老来回走动 似乎在为怎么渡河而烦恼 忽然 他们之中的一位 察觉到有人靠近 缓慢转身 望向了柯林 维特和洛维亚 这是位老者 头发已然全白 额头嘴角皱纹深深 眼眸浅蓝却空洞 表情麻木而茫然 柯林伊利亚特的眸光 抖了一缩 认出了对方是谁 这是他的兄弟 被阿蒙附体的兄弟 被他亲手终结了生命的兄弟 就在这时 其他的人影跟着转了过来 露出一张张 柯林 维特和洛维亚都非常熟悉 却异常麻木的脸孔 洛维亚的表情 依旧没明显变化 可他的背后 不知什么时候 已凸显出一个超过五米的 虚幻骑士 这骑士穿着古老的银色全身盔甲 眼睛暗红似血 燃烧如火 在安全航道小心翼翼穿行了十来秒后 克莱恩抵达了狂暴海的博多港 这里偏离主航道 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是海盗们的自由城市 双脚踩到岩石表面后 随意捏了个陌生人脸孔的克莱恩 没急着进入建筑杂乱无章的港口小城 探手从伊兜里取出了一个铁质卷烟盒 刚才与灵界狂暴海穿梭的过程中 他又察觉到阿兹克同哨在轻微颤动 解除掉灵性之强 克莱恩打开卷烟盒 捏住了那枚古老精致的同哨 这同哨失去了往常的冰冷与柔和 有了点灼热的感觉 但这种异常正在快速消退 狂暴海对应灵界的异常 是死神陨落造成的 传说这位神灵的尸骸和物品 就隐藏在这片海域的某个地方 等待着有人手持特定的钥匙打开 这位同哨源于阿兹克先生 而阿兹克先生确定是死神的直系后裔 而且属于前面那一两代 所以这位同哨刚才是感应到了什么 或者为什么影响呢 克莱恩脑海内 非快闪过了一条条消息 并将他们组合在一起 得到了初步的猜测 他打算等下就在博多港 找个旅馆开个房间 去挥舞之上 用梦境占卜 试试能得到什么启示 然后再考虑返回埃斯科森港的时间和方式 免得途中遭遇本可避免的意外 在此之前 他得给蠕动的饥饿寻觅食物 走下海边山崖 克莱恩进入了博多港 这里的建筑似乎是想到哪里就修到哪里 几乎没有规划 以至于有的道路很宽敞 有的狭窄到只能人形 有的抬起脑袋看不到天空 入眼是大片等待晾干的衣物 顶着心面孔的克莱恩 漫步行走于这样的环境里 行走于许多座海盗打扮的路人之中 习惯性想去酒馆等地方寻找猎物 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见前方小广场布告牌周围 聚集了不少人 什么情况 克莱恩略感好奇地靠拢过去 依靠小丑的平衡与敏捷 穿过人群间的缝隙 勉强挤到了可以看见布告牌的地方 那布告牌上有一张纸很是霸道 将其余全部盖在了底下 让人一眼就能看见 他的抬头写道 黑皇帝号招募船员 黑皇帝号 这不是五海之王纳斯特那艘 可以穿行于灵界的船只吗 这位某种意义上的海盗之王 竟然会公开撞目船员 克莱恩或有点诧异地故意低语道 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他旁边一位高碗衣袖 裸着膀子的壮汉顿时哈哈笑道 以前是不可能 但现在可能了 为什么 克莱恩就等着有人搭话 当即侧头询问道 那壮汉手臂胳膊脸颊 都有青黑色的门身 看起来很是凶恶 文言指了指主航道方向说 一周前黑皇帝号和鲁恩宣传的 很厉害的那艘蒸汽铁甲剑 普利兹号遭遇了一场海战 黑皇帝号死了不少人 急需补充人手 克莱恩第一反应 这不是神秘学 根据报纸刊载的内容 和他在海上听到的种种传闻 他知晓 普利兹号是正常意义上的巨剑大炮 不含有非凡因素 或许在物理破坏力上 他会比黑皇帝号强 可后者能借助灵界跳跃 就像大号的旅行家 根本不是常规的热武器 能够伤害他 而且 五海之王纳斯特 应该是序列三的黑皇帝途径半神 是海上名声最响的强者 能直接扭曲炮弹的轨道 与非神秘学层面的舰队遭遇时 几乎立于不败之地 在克莱恩看来 两者不是一个层面的敌人 可最终的结果 却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他没掩饰本身的惊讶 脱口问道 普利兹号呢 那位很是凶恶的壮汉 摇头回答道 不是太清楚 但听说没怎么受损 只是沉了两艘护卫剑 这 克莱恩 先是错愕 玄机有点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回想起了盗取突坦西斯二世木乃伊时的情况 军方的半神有使用神秘减弱现实增强的律令 这一旦生效 黑皇帝号也就是有点特殊 有点违背常规的风帆战列舰 遇上铁甲船 肯定打又打不动 扛又扛不住 跑也跑不过 这从另一个层面来讲 也意味着普利兹号上有军方的半神存在 否则那样的律令不可能生效 能在这种局面下让黑皇帝号逃脱 吴海之王纳斯特的实力可以说是很强很强了 天使以下 他绝对是能排进前列的那种 看来正是因为仲裁人途径的存在 这个世界的军队发展轨迹 才会和地球贴近 不至于对付不了较高层次的神明 克莱恩有所恍然的点了点头 没再询问什么 至于序列四以下的非凡者 在大规模热战里 除了少量职业能担当强力输出 进行有效防御 其余都得避开正面 做类似斩首小队的存在 或干脆只提供辅助 就像密偶大师 如果傀儡满配 中序列的非凡者战斗单对单 真没怕过谁 可一旦上了战场 被炮弹覆盖 机枪扫射 那本体脆弱的问题 将暴露无遗 即使由指人替身 很多时候也跳不出火力范围 不得不承受二次伤害 那种情况下 也许就来不及再使用指人了 这种热战里 最管用的中序列 应该是怨魂 基本不怕炮火子弹 不会被敌人发现 而且还能利用尖效 直接影响大片目标 小姐 先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1324集 克莱恩思绪有点发散时 刚才说话的那位壮汉 主动开口道 你也想加入黑皇帝啊 还在犹豫 克莱恩随口回答道 那满胳膊满手臂 都是青黑纹身的壮汉 兴致很高地说道 嘿 反正我是准备去试一试的 这里比我能打得不超过十个 我还有丰富的海盗经验 他们肯定能看中我 不过 我不会在黑皇帝号上待太久 那里太多没意思的规定 什么只能抢劫 不准杀不反抗的人 什么除非对方答应交易 否则不能喜欢哪个女人 就把她拖到一边 听听 听听 这还像是海盗吗 虽然吴海之王是四王之一 是公认的海盗王 但他定的这些规矩 简直 简直狗屎一样 我已经习惯过真正海盗的生活 很喜欢这样 不会再改变 我只是听说 黑皇帝号的船员 有可能获得超凡的力量 才想加入他们 到了一定的时候 我就会离开 自己组建海盗团 这恶汉说的正是口莫横飞之计 忽然发现 对面那陌生人的表情 变得有点奇怪 他迟疑了一下 开口问道 你怎么这样看我 闪烁着银灰色油光的直剑 猛的落下 将一道表情麻木的人影 定到了地面 那人影扭曲着 蠕动着 在流窜的荧光里 逐渐溃散为了虚无的光斑 柯林伊利亚特抽回长剑 执起身体 打量了下四周 看见维特和洛维亚 两位六人议事团长老 也分别解决了相应的目标 在河边清除出了一片干净区域 这个时候 那虚幻幽黑的河流之上 一艘阴沉的小船 从对面驶过来 无声停靠于岸边 看到这一幕 柯林缓慢吐了口气 表情沉静的低声自语了一句 百度人 他和灵寝内的这位前任首席 共事了很长一段时间 彼此相当熟悉 知道对方一直困扰于白银城 因缺少巨人途径序列三 银骑士魔药配方 到了半神 再也无人能够晋升的事情 有转到相近序列的打算 而这个打算 在一次探索中 出现了成功的曙光 因为他们找到了 布丝鸟途径序列三的 魔药配方 百度人 从那之后 前任首席就开始修建 这个灵寝 最终住了进来 封闭了入口 眼路墨绿符号的 静静观察了一阵 克林伊利亚特 尘缓开口道 做船过去 维特和洛维亚 没有表示异议 充分相信着首席的判断 紧跟于他的身后 登上了那艘 阴沉奇怪的小船 这个过程中 三人毫无犹豫 既没有左右观望 也没有出现停顿 仿佛并不是在探索 而是有着确定目的地的拜访 小船缓慢启动 于虚幻漆黑的水面驶过 拖出了一条长长的痕迹 那一只只血淋淋的手臂 一根根滑溺的触手 疯狂往上抓射 拍打着船身 却未能留下任何痕迹 未能造成半点影响 也就十来秒的时间 三位六人议事团长老 抵达了虚化河流另外一边 这里耸立着一个祭坛 上面摆放有一具铁黑色的沉重棺材 克林伊利亚特当即跳离小船 反手抽出了另一把执剑 和刚才相比 现在的他才称得上谨慎和重视 紧接着 维特提着铁灰色长锤 沉重的落至岸边 踩的周围土地明显震颤了一下 他望向那具被怪物头骨簇拥着的巨大棺材 往前走了两步 将长锤处到面前 取下了背负的猎龙之功 就在这个时候 维特忽然觉得手背有点发痒 下意识低头望去 看见那里的皮肤毛孔里 一根根沾着黄色油污的白色细毛 正茁壮地往外长出 越变越大 博多岗 克莱恩喂饱了蠕动的饥饿 找了家乱糟糟的旅馆 开了个勉强撑得上干净的房间 然后他逆走四步 来到了挥舞之上 坐置语者的位置 克莱恩先是拿出阿兹克同哨投影 接着具现出纸笔 写下了相应的占卜语句 这枚同哨今天异常的原因 克莱恩这次并没有直接将阿兹克同哨 带入挥舞之上 而是准备像最早占卜变异的太阳圣灰 那次一样 通过物品的投影巨线来完成 这样虽然会在准确率上有一定降低 甚至可能导致占卜得不到什么有效启示 但隔离一层挥舞的情况下 物品本身的完好无损 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他依旧记得 当初用源于倾听者的黑色耳朵占卜来源时 这件封印物就因受到真实造物主的反击 直接崩溃瓦解 重组为了符咒 所以在怀疑占卜结果可能指向死神尸骸或别的遗留 指向早已陨落的序列灵 改变狂暴海环境的神性力量时 克莱恩决定将阿兹克同哨留在现实世界 通过投影来占卜 以避免这重要物品被损坏的可能 毕竟死神和真实造物主是一个层次的 至于克莱恩为什么敢直接用格罗塞尔游记占卜源头 是因为空想之龙这股神陨落已久 相应的特性多半已被人继承 不知转手了多次 且游记本身非常坚固 连海神权杖的权力攻击都无法损坏分毫 同样的道理 门先生也许只有天使之王层次 且处于被放逐被隔离的状态 仅勉强能将一语传递进来 几乎无法造成实质破坏 我受到伤害活污染 还能借助灰屋质上神秘空间的力量 迅速恢复不留隐患 阿兹克同哨要是坏了 那就真的坏了 没法再联络阿兹克先生 没法用来吸引不死生物 甚至没法随身携带了 克莱恩很平静 很熟练的将同哨投影 和写有占卜语句的纸张握住 向后靠住椅背 半闭上眼睛 在冥想状态下低声送念道 这枚同哨今天异常的原因 连续七遍之后 克莱恩沉沉睡去 进入了梦境 你正在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诡秘之主》 记得订阅 否则你知道后果 第1325集 不知道过了多久 克莱恩看见了一座黑暗阴冷的灵寝 看见了一直延伸往下的深色阶梯 看见了摆放于周围的一具具棺材 那些棺材全部敞开 里面趴着一个又一个死者 他们的背后已长出了一根根沾染着 淡黄油污的白色羽毛 即使是在梦中 克莱恩也觉得这样的画面异常眼熟 仿佛曾经见过 就在这时他似乎闻到了腐烂的臭味 听见了某种事物缓慢喘息的声音 只觉灵寝内的黑暗变得愈发浓郁 给人极端死寂的感觉 豁然间或高或低的异语同时响起 那些趴在棺材内背生白色羽毛的死人 全部飘了起来 用半腐烂半苍白的脸庞 一起望向梦境之外 普通一声 克莱恩心脏失去了控制 仿佛被无形之手拽着 正硬生生拖出胸腔 这个过程中 他的梦境一下崩解成碎片 归入虚无 而克莱恩最后看见的画面是 那些尸体不仅背后长着白色羽毛 体表其余地方也有一些 另外 根根近乎虚幻的黑色细管 一头扎入了他们的身体 一头延伸往林寝最深处 那里弥漫着深沉浓郁 邪义冰冷的无边黑物 黑物缓慢收缩膨胀着 发出了喘息般的声音 这景象 这动静落入克莱恩的眼睛和耳朵后 让他的肤色极速苍白 让他的皮肤腐烂流浓 让他的毛孔长出了细密的 沾染有淡黄油污的白色绒毛 让他掌中的阿兹克同哨投影 砰的炸裂成了一团黑雾 整个古老宫殿 斑驳长桌腐朽坍塌了 二十二张高背椅被白色的羽毛包裹 仿佛有了自己的生命 看不到边际的挥舞无声翻滚 位居其上的神秘空间轻轻晃荡 一切很快又恢复了原状 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倒在座椅旁边的克莱恩 伸手抓住桌腿 缓慢站了起来 红心坐下 常常的输了口气 他揉了揉额脚 下意识做起了比较 比真实造物主永恒烈羊肉 高于门先生 但不清楚是不是因为后者被放逐隔离 以至于能传递进来的力量很少 我想这些做什么 反正我都打不过 就算成了半神也是一样 可惜没直接看到黑雾深处藏着的那个事物 否则说不定还能收获点魔药配方 或者什么学知识 克莱恩莫名遗憾 将目光投向了座椅旁边 看见一团虚幻的黑雾漂浮在那里 这是阿兹克同少投影被粉碎后残留的 没有力量感 这就意味着不能拿来做符咒 这有什么用呢 克莱恩念头一转 从杂物堆里招来了一个备用的指人天使 将他投向了那团虚幻黑雾 两者刚一接触 立刻就融合在了一起 指人迅速变黑显得幽深 背后则长出了一根根沾染着淡黄油污的白色羽毛 这样的变化只维持了一秒 指人回归了原状 但不够真实 有半虚幻的感觉 除了这点 还有一个个羽毛状的花门布满指人的背面 这能拿来做什么 克莱恩让变异的指人落回了自己的掌心 他没敢用占卜的办法确认效果 害怕又一次见到刚才梦中的画面 被已然有了准备的黑雾深处事物 侵入这里 经过反复的检查 克莱恩根据自身的神秘学积累 初步做出了一定的判断 这本身不含什么力量 但实质特殊 也许能在做指人替身或指人天使时 产生些偏死灵灵欲的奇异效果 这就像我那个冒险家口琴 虽然本身不具备什么力量 但可以召唤出特别有力量的信使 克莱恩随即收起那个变异的指人 开始解读梦中看见的画面 黑暗的灵寝敞开的棺材 背后长出羽毛的死者 深处弥漫的黑雾 这些启示 似乎都在指向死神 或者死神遗留的某些重要物品 有或者 灵教团人造死神计划的某阶段产物 对了 我刚才为什么会觉得眼熟 克莱恩仔细回想 很快有了答案 类似的场景 他在很久前的某次占卜里见过 那一次 他占卜的内容是 在职业者内部 隐瞒阿兹克先生相关事情的后果 他当时共得到了两幅梦境画面 一幅是自己沉入血海 被阿兹克拉出 一幅就是两人共同置身于 刚才看见的那座 黑暗阴冷的灵寝内 似乎在寻找什么 克莱恩曾经对此有过解读 认为第一幕场景代表自己遇险 被阿兹克先生解救 第二幕表示 两人要共同探索一处灵寝 或灵寝象征的某个地方 前者已于贝克兰德陨石天降时 得到验证 后者今天终于有了线索 难道我和阿兹克先生将要探索的 就是我刚才看见的那处灵寝 可是 这灵寝很危险呢 最深处被黑雾遮掩的那件事物 位格很高 只比真神们差一点 而且充满恶意 克莱恩一点点皱起了眉头 认为那共同的探索 未必是好事 这让他觉得 有必要阻止阿兹克先生 可又怀疑已然看见的占卜画面 不能直接违背 否则会在戏剧化的宿命中 获得更差的结局 克莱恩决定之后 见到阿兹克先生时 对他模糊地提一提自己的梦境 不做任何解读 看他有什么想法 确定思路后 克莱恩往后靠住椅背 望着雄伟宫殿的穹顶 消失在了灰雾之上 光碎片般的光 纯净明澈的黎明之光 从六人议事团长老 另一位猎魔者 维特希尔蒙体内迸射而出 蒸发了他皮肤毛孔里 长出的根根白色绒毛 并压制住了后续血肉的蠕动 他胳膊肌肉鼓胀了起来 向后拉开了猎龙之弓的弦 让银白的电光与黎明的灰芒 交织成一支灿烂的箭矢 这箭矢飞了出去 瞬间就抵达了堆满怪物头骨的祭坛 射在了那沉重的铁黑色棺材上 无声无息间 光剑暗淡了 消失了 没能产生任何效果 不 祭坛周围区域愈发黑暗 愈发死寂了 铁黑色的棺杠内 一道带着骨骼摩擦声的嗓音随之响起 为什么 为什么要打扰我的臣面 听到这样的话语 维特一颗心忽然变成了少许 因为那恶意不加掩饰 因为这意味着前任首席或许已经变成怪物 白银城对出路的探索又一次失败了 哼的一声 棺材盖子飞了起来 四分五裂 大片的黑雾从下方弥漫而出 源源不断 这样的场景里 维特看见棺材内缓缓站起了一道身影 他高近四米 手脚勤长 体表长满了沾染着蛋黄油污的白色羽毛 背后仿佛有虚幻的黑色细管 连接着无穷远处 三位六人艺势团长老的背后 漆黑的河流跟着荡起了巨大的波浪 各种各样的手臂 触手 腾腕 尽数涌出来 这时 维特看见首席的身躯发生了飞快的变化 看见对方穿着的衣物 被膨胀的肌肉一寸寸撕裂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1326集 也就是眨一下眼皮的功夫 克林伊利亚特变成了四米高的巨人 体表清黑球节 每一寸皮肤 每一个毛孔 每一块血肉 都仿佛违背了人类的正常感官 以特殊的形式组合而成 蕴藏着难以想象的冲击感 这不再是平面或者立体能够描述 就像在长宽高之外 多了信息 力量 灵性等衡量尺度 它们直观地呈现出来 看似浓缩为了神秘复杂的花纹 符号和标识 实际没有任何变化 前者只是人类碍于本身感官条件的不足 得到的部分印象 可就算是这样 直面类似的生物时 不具备神性的人类 依然会出现灵性被污染 精神被摧残 大脑被冲击的情况 当场暴毙或彻底封掉 不是太少见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 这种生物在神秘学里被称为神化生物 不过此时科林伊利亚特的头部 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只是膨胀了不少 额头到鼻子这个区域 则列出了一个束眼般的幽黑缝隙 没到序列二 半神的神化生物形态 是不完整的 而对于这个层次的强者来说 显现出类似的形态 是好处和弊端都非常明显的事情 一方面 这能带来本身实力和层次的极大提高 另一方面又会附赠强烈的疯狂和失控趋向 对理智造成不小的考验 非意志极为坚定者 难以驾驭 所以大部分胜者只有被逼到绝境 才会考虑彻底变为不完整的神化生物 而非紧转化身体某个部位 这于他们而言 同样是在刀锋上起舞的行为 很容易就因此失控 必须谨慎又谨慎 在大部分之外 又有两个极端 一个是非常放纵欲望 张扬恶性的少数 一个是意志非常坚定 精神非常坚韧的那些 前者只要现出本身的神化生物形态 基本就等于会失控 再也无法变回去 后者则能将神化生物形态 作为较常规的战斗手段 不害怕失控与疯狂倾向的冲击 当然较常规依旧不是常规 依旧表示不能太频繁 因为对深渊边缘徘徊的人来说 每一次试探都会加身腐蚀 不是自身能承受 就可以完全避免的 白银城六人议事团里 首席克林伊利亚特 就属于能够驾驭住 猎魔者神化生物形态的那种 他提着两把摩有不同油膏的直剑 右脚只是往前一踩 整个人就在大地的摇晃里跃了起来 从半空扑向祭坛顶部 扑向体表长满了白色羽毛的前任首席 他巨人般的身躯内部和表面 沉吸式的光芒迸发了出来 驱散了周围的黑暗 净化了后方虚幻河流里的种种惊悚生物 与此同时 维特西尔蒙不断的拉动猎龙之弓 让一只只泛滥刺眼的银白雷剑 连成汹涌的波浪 奔向了已不知变成什么怪物的前任首席 洛维亚早有准备的闭上了眼睛 身后那超过五米的银色盔甲骑士 身影一闪 或者虚幻的巨剑 直接就撞到了计台前方 让那里分裂出一个又一个流淌荧光的裂口 另外这位牧羊人长老的脚下 缩成一团的阴影忽然自行蠕动 仿佛活了过来 他迅速就脱离了洛维亚 在黑暗与沉袭交错的环境里 沿着阴森之处 快速冲向计台顶部的铁黑色棺材 然而他的目标似乎不是那位异变的前任首席 而是扎在对方体内 延伸往无穷远处的虚幻黑色戏管 克莱恩刚回到现实世界 就听见外面浪潮声变得极为汹涌 听见战阶女郎的恐惧尖叫 一阵接一阵 没有半点平息的迹象 他略感愕然地走至房间的窗口 透过两栋凌乱搭建的房屋之间的缝隙 看到博多港外千云层叠 波浪如风 黑色的风暴从海面一直延伸到了半空 染上幽暗的银白闪电 没有声音地撕裂着一切 这就像是通向末日的大门 终于被打开了 而港口小城内 虚空变得半透明 一个个张着嘴巴的骷髅 一条条凸显出婴儿脸孔的藤腕 一只只血淋淋的手臂 一根根奇形怪状 有着牙齿的滑腻触手 从另外一边拍打在了虚幻与现实的间隔上 又激动又猙獰 这吓得不少海盗双腿发软 不敢停留于街上 纷纷冲入了最近的房屋 那近乎无形的怨魂幽影们来回飞舞 视而闪现 凑置不同目标的耳畔 想要纵声尖叫 却又无法接触 这一刻 博多港就像坠入了 又称为地狱的冥界 阴森 黑暗 混乱 疯狂 克莱恩眉头微微皱起 隐约有点明白究竟出什么事情了 他刚才在挥舞之上的占卜 激怒了阴冷灵寝深处的事物 他随之宣泄出本身的情绪 改变了狂暴海和博多港的天气 制造出了冥界将要降临般的迹象 也就是说 那座灵寝 确实在狂暴海某个隐秘的地方 他大概率就是当初死神的遗留 当然 这和灵教团人造死神计划的阶段产物 并不一定矛盾 两者可能融合在了一起 克莱恩收回视线 快速布置仪式 将阿兹克同哨 献祭到了挥舞之上 免得被那不知名 又诡异邪恶的事物锁定 做完这一切 他望向窗外逐渐平息的异象 自嘲一笑道 这样的欢迎仪式 可以说是很热情了 灵教团肯定会注意到 狂暴海的异常变化 不知道 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虚幻漆黑的河流之上 波浪缓慢平息了下来 那试图往外抓涉的手臂 藤蔓和触手门 火蒸发的干干净净 果不得不缩了回去 鸡潭四周 大地已燃干和开裂 到处都落有沾染着淡黄油污的白色羽毛 巨人化的克林伊利亚特 已将手中的两把直剑 同时插入了前任首席的体内 将这不比他矮的腐烂怪物 扎定在了倒塌的祭坛上 维特希尔蒙手中的猎龙之弓 则凝聚出了一支 充满爆裂气息的银白光剑 瞄准了前任首席 只挂着少量血肉的头部 洛维亚分离出的那个阴影 在银色全身盔甲骑士的遮掩下 顺利抵达了祭坛 趁另外两位长老没有注意 呼得窜起 扑向了前任首席身上 那根延伸往无穷远处的虚幻黑管 眼见不真实的戏管越来越近 那阴影颜色陡然变身 漆黑的仿佛人类心中最堕落最邪恶的想法 就在这时 一道低沉的嗓音回荡在了祭坛四周 那阴影眼前顿时一按 旋即发现自己扑到了巨人体型的 柯林伊利亚特身上 柯林低头看着他 眼中豁然亮起了纯净明澈的光芒 这就像漫长的夜晚中 照亮了黑暗的第一缕光 这光越来越亮 向上冲出了灵寝 引得白银城圆塔底部更加灿烂 更加炽烈的灰芒 窜身迎合 两者交汇于半空 又掉头往下 落在了柯林伊利亚特庞大的身躯上 让那漆黑的阴影滋滋蒸发 于扭曲蠕洞中越来越淡 直至彻底消失 猎魔者柯林回头看了洛维亚一眼 什么也没说 什么表情也未呈现 似乎刚才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他迅速收回目光 将残余的灰芒 导入了刺进前任首席体内的双剑 洛维亚始终闭着眼睛站在那里 没有一点惊慌 没有一点恐惧 反倒缓慢地叹了口气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处》 只有我烈焰达尼兹大人 才能保护你们 您说是吧 第1327集 慷慨之城 拜亚姆 阿尔杰威尔逊连续绕了几圈 摆脱了假想中的跟踪者和监视者 才来到那位工匠的房屋前 拉响了门铃 最初听说工匠莫名染病 且周围出现了奇怪的窥探者时 阿尔杰第一个怀疑的就是魔女教派 可仔细想了想 他又觉得以那位工匠的喜好 根本抵挡不住美色的诱惑 魔女们完全没必要将事情弄得这么复杂 随便勾勾手指展现下魅力 就能让对方什么都交代 什么都答应 所以 阿尔杰认为事情另有原因 自己有必要亲自过来看一看 免得神奇物品的交付再次被推迟 免得特性和材料莫名其妙就损失掉 叮叮咚咚的声音里 工匠房屋的大门打开了 一个体型精瘦 皮肤晒得有点发黑的中年男子 看了阿尔杰一眼道 你怎么来了 这位正是和阿尔杰合作了好几年的工匠夏尔夫 具体来历不明 你不是写信说自己生病了吗 阿尔杰撞似随意地问道 夏尔夫打了个哈欠道 已经好了 阿尔杰正了一下 左右看了看到 那些奇怪的窥探者呢 夏尔夫的眼带有点浮肿 棕色的眸子透出了几分疲惫和不耐 谁知道呢 反正没再出现了 总之 我最近就会搬家 这里不是太安全了 阿尔杰松了口气道 没什么事情就好 他顿了顿又道 你不请我进去喝杯酒吗 你这种只会追求烈度的家伙 根本没法欣赏好酒 夏尔夫抓了下自己的亚麻色头发 侧身让开了道路 阿尔杰沉稳地走了进去 只是一个抬眼间 就将大部分场景纳入了谋中 夏尔夫的宅底 不像大部分单身汉那样凌乱肮脏 各种事物摆放的整整齐齐 窗台上也没有机灰 毕竟作为一名工匠 他并不缺少金钱 仅仅碍于很多行为需要保密 不方便雇佣大量的固定的仆庸 不得不按小时请人帮忙 目光一扫 阿尔杰发现这里与上次来时 无显著区别 陈设极为简单 没什么名贵的摆件 油画和雕塑 就像是普通平民居住的地方 当然阿尔杰很清楚 夏尔夫足以称得上富翁 只是不在意所谓的体面 他可以为一瓶限量名酒 花费几百磅 可以因包养情妇送出一栋房屋 却不会在购买名贵地毯 古词茶具 香金杯碟 名家油画上浪费一便时 一杯苏尼亚血酒 阿尔杰表情未变 却用语言和肢体动作 展现出自己进来 只是为了蹭酒喝的意思 夏尔夫耸了下肩膀道 你应该庆幸 我没有保存那朗旗的习惯 他走向客厅的小吧台 取出一支平身精美的苏尼亚血酒 翻开了两个杯子 找了张沙发坐下的阿尔杰 趁此机会 抬手捏住脖子后方 似乎在缓解颈椎的不适 借助这个动作的遮掩 他自然的左右张望了一眼 飞快将刚才看不到的地方 审视了一遍 因为夏尔夫懒于布置 没弄什么摆件 阿尔杰迅速就完成了尝试 目光在远处橱柜的玻璃窗上 停留了一秒 透过玻璃 他看见了一些晒干的枯草和花朵 这里面有红边花 有血月草 有猴脸树叶 共同点是都属于南大陆常见 而北大陆基本没有的类型 阿尔杰收回了目光 平静地看着夏尔夫手拿酒瓶和酒杯过来 伸手接住 他与对方闲聊起了海上的种种事情 直至那小半瓶苏尼亚血酒被喝得干干净净 阿尔杰见状笑着告辞离开了这里 他走后五分钟 安静坐着体验微醺感的夏尔夫突然站起来到楼梯口 打开了通往地下室的木门 他有怀疑什么吗 没有 不管怎么样 这里都不再适合你居住 尽快办到我们那里 我还有些委托没完成 不需要完成 反正你不会再联络他们了 你已经获得了新生 嗯 好的 隔了两栋房屋的地方 阿尔杰坐在某户人家花园的长椅上 用右手捏住耳垂 倾听着风中传来的话语 西外郎贝伦斯港 一栋看起来很普通的房屋外 真是因为你和知识教会关系不好 所以才怂恿我来求通晓语言符咒 达尼兹抹了把额头的汗水 不太放心地看着对面的安德森道 安德森半是自嘲 半是不太在意地笑道 哼 不能用布哈来描述 那就是敌事 达尼兹脱口打断了对方的话语 安德森撇了他一眼道 你全套的负面效果 可能不像你认为的那么容易承受 他顿了一下 呵呵补充道 更准确地描述是 不管是我还是知识教会的人 都不太乐意和对方相处 达尼兹用另一只手握住全套 有点为难地说道 可我该怎么请求符咒啊 直接到正神教会的神智人员面前 提神秘学方面的事情 是会被关到封印之地的 达尼兹现在只是比较鲁莽 还谈不上愚蠢 安德森摊了下手道 很简单 你直接提我的名字 然后表示自己有急事来西拜朗 没时间学习都谈语 也不敢雇佣本地翻译 只能向他们请求帮助 希望能得到几枚通宵语言符咒 这个过程中 你要表现出 自己会北大陆多国语言 让那些传教士知道 你不是没有能力学都谈语 而是来不及学 然后他们就会出题考你 这个时候 你只要能拿出还算不错的分数 就可以得到符咒了 听到这个熟悉的单词 达尼兹讹角不自觉跳了一下 强行笑道 你就是害怕考试 才不敢自己去吧 他本来只是随意找点话说 来掩饰自己的不自在 可却看见安德森的表情 僵了那么一秒 看来你还是有害怕的事情 达尼兹暗自黑了一声 固然充满了信心 他大步走入了那栋普通的房屋 发现这里更像是 一个个教室的集合体 而非知识教会 在西拜朗的传教之地 然后他看见了 被头发斑白的老者 这位先生虽然没穿 知识教会的神职人员服装 但那种独特的学者气质 让达尼兹相信 这至少是位主教 类似的感觉 他在船长那里体验过 你好 眉皮阴影斗篷 一身普通人装饰的达尼兹 堆出笑容 走了过去 那位老者静静地看着他靠近 缓慢开口道 达尼兹 达尼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诡秘之处》 只有我烈焰达尼兹大人 才能保护你们 您说是吧 第一千三百二十八集 达尼兹一下停住 僵硬在了那里 满脑子都是 他认识我 他怎么会认识我 难道我的通缉令 不止在海上流传 那位老者瞄了他一眼 自顾自问道 你是来要通小语言符咒的 是 达尼兹愣愣点头 豁然有了种 自己在对方面前 完全没有秘密的感觉 那学者般的老先生 轻轻汗手道 你是准备去卡塔米和梅桑叶斯 统治的地方 是的 达尼兹依旧有些呆滞 学者般的老先生 探手从衣兜里 拿出了四片黄铜符咒道 可以用两个月 应该足够了 达尼兹茫然接过 隔了好几秒才到 就这样 就这么简单 不是还要考试吗 你不想要 那学者般的老先生 微微笑道 不是 达尼兹猛地摇头 在大脑反应过来前 以开口问道 您怎么会认识我呀 怎么知道我想要 通小语言符咒的 那学者般的老先生 眼神里多了几分怜悯 语速缓慢地说道 你船长联络了我 说你下船的时候 怎么喊都不停 直接就冲入了码头 他其实已经给你 准备好通小语言符咒 说着说着 这老先生摇起了头 目光颇有点复杂 就像在看自己班上 非常粗心大意的学生 我早该想到的 船长那么细心的人 不可能考虑不到 语言不通的问题 达尼兹恨不得 抬手打自己一巴掌 对面的老者看到 达尼兹表情的变化 又摇了摇头 转而问道 应该不是你自己想到 要来这边寻求帮助的吧 我正打算用占卜的办法找你 对 是安德森胡德提议的 达尼兹当即回答道 那学者般的老先生 震了一秒 脸色豁然就沉了下去 此时 安德森正坐在 房屋外面的阴凉处 折了根树枝 在草坪裸露的地方 随意的画着图案 悠闲的等待达尼兹出来 对于这不合格猎人 能否求得通晓语言符咒的事情 他一点也没有疑问 因为只要达尼兹提及 冰山中将爱德文娜 后续的一切都会变得简单 区别只在于 究竟要考试几轮 就在他刚刚画完 北方之王尤里斯安的头部时 熟悉的脚步声 从内到外 游远极近地传了过来 安德森握着树枝的手掌 拧了一秒 抬起脑袋 转向门口 看见达尼兹正拿着一叠 颇厚的纸张 表情复杂地走向这边 你 考试失败了 安德森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 一点也没有 如果拿不到通晓语言符咒 会怎样的担忧 达尼兹 默然摇了摇头 没有考试 安德森先是一愣 旋即有所恍然地问道 啊 哦 你船长提供了帮助 达尼兹恩了一声 便将手里那叠纸张 递给安德森 便开口说道 嗯 里面那位主教让我转告你 真正的猎人 不会只靠本能 不会只穿注于猎物信息 还要谨慎地把握他们的心理 懂得许许多多额外的知识 这是他给你的资料 安德森的表情短暂有点复杂 旋即就恢复了正常 呵呵笑道 还好 不算多 达尼兹嘴唇吸动了几下 终于忍住了突如其来的笑意 恩是正经地说道 这只是目录 那位主教说 你争取在两年内 把上面提到的名称和书籍看完 安德森的笑容终于僵在了脸上 迪西海湾 埃斯科森港 克莱恩就像正常前往南大陆的旅客一样 买好了去东拜朗的船票 登上了那艘蒸汽与风帆混合 火炮众多的客轮 呜呜的声音里 船只驶离码头 很快就进入了狂暴海 途中 克莱恩有发现 鲁温王国的迪西舰队 一直在安全航道巡游 似乎在戒备着什么 之前狂暴海的异常变化 看来也引起了鲁温军方的关注 这样一来 灵教团应该是没办法在这片海域毫无顾忌调查了 当然 一支舰队是监控不了这里所有航道的 克莱恩立在舱房内 望着窗外的景象 有些恍然 有些感慨地想着 就在这个时候 他听见了虚幻层叠的祈求声 连忙去了挥舞之上 查看究竟 这次祷告的是道调人 他请渝者先生告知银者 那位工匠疑似被邪教或隐秘组织控制了 希望能得到一定的帮助 工匠都疑似被邪教或隐秘组织控制了 怎么还想着请银者帮忙 直接找世界啊 谁知道未来号这个时候飘在哪片大海上 需要多久才能赶到 而世界能够传送啊 听完道调人祷告的话语 克莱恩脑海内下意识就反驳起对方的请求 认为这会耽误时机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他旋即冷静了下来 认为以道调人先生的谨慎小心 老辣干练 不可能犯这么简单的错误 对方既然认为 请银者帮忙 好过找世界处理问题 那必定有相应的道理 也就是说 道调人先生判断事情 还没有紧迫到需要立刻动手的程度 他甚至还想多观察一下 以找到更多的线索 确定更多的细节 而且 既然银者女士主动提出可以帮忙 那说明 他相信他最近活动的区域 与道调人先生存在一定的重合 真出了什么问题 能以最快的速度过去 或者 他也有了类似传送的能力 但这个可能性极低 克莱恩手指轻敲起斑驳长桌的边缘 觉得自己还是应该相信道调人先生的经验 当然 这也有对方没具体描述究竟发现了什么 有什么地方可疑 让他无从推测或占卜事情真相的原因 小姐 先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诡秘之主 第1329集 思绪一转间 克莱恩将道调人的祷告影像 丢入了象征隐者的深红星辰 他正在等待星之上将给予回复 忽然看见代表太阳的那颗星辰 开始收缩和膨胀 并传出层层叠叠的祈祷声 克莱恩有所猜测的将灵性蔓延了过去 如他所料 小太阳原原本本描述了六人意识团三位长老 打开前任首席灵寝后发生的一切 这包括遭遇之前死去亲人的魂灵 度过虚幻漆黑 藏着数不清怪异生物的河流 直面在不完整神话生物形态下 长满了白色羽毛的前任首席 以及牧羊人洛维亚 分离出一道阴影 试图扑向前任首席体内 延伸出的虚幻细管 却被克林伊利亚特 利用窃运者符咒 将自己和前任首席命运短暂调换 改变了结果的事情 虚幻的黑色戏惯 身上长满了沾染着淡黄色油污的白色羽毛 这听起来很耳熟啊 对了 这不就是我占卜阿兹克同少异常时 看到的某些画面的主要特征吗 而那位前任首席之所以建造灵寝 是因为想转到死神途径的序列三 百度人 克莱恩一边听着 一边就飞速运转起大脑 将所有能联想起来的东西放在一块 思考这究竟能得出怎样的结论 很快他有了个大胆的猜测 白银城前任首席的异变 与灵教团人造死神计划 存在一定的关联 虽然这结论听起来不可思议 让人难以相信 因为白银城处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神器之地 那里只能通过巨人王庭 与神战遗迹的某种联系进出 就连七神都找不到 无法将力量渗透入内 但多出特点的相似 让对巧合敏感的克莱恩 结合牧羊人长老洛威亚 在这次行动中的表现排除掉了另外几种可能 不得不郑重地考虑起那两件 似乎不存在任何交集的事情 也许共同指向着什么 他从占卜看见的画面 和当初召唤出人造死神失败产物时 手背毛孔里长出白色绒毛的精力出发 与白银城六人议事团三位长老的遭遇 一一验证 初步怀疑灵教团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 或许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功 他们通过一系列的祭祀仪式 和对自身高序列强者的改造 反向影响着死神的遗留 让那更抽象更虚化 更代表神灵权柄的唯一性 逐渐产生了点懵懂的本能 让那只是图腾 只是概念的事物 初步活了过来 于是这还没有智慧 还称不上人造死神的东西 开始与整个仪式同化 充满可求的向同途径更低序列的非凡者 施加影响 在达到一定的条件后 那黑物深处隐藏着的事物 则可以延伸出虚幻的黑色系管 与目标建立起联系 汲取它的力量 转化它的身体 而这种方式 或许涉及冥界 涉及死神领域的某些特殊 能够绕过隔离神器之地的力量 与里面的生灵有效接触 所以 牧羊人长老罗维亚 分离出的那个阴影 源自真实造物主的恩赐 目的是顺着前任手机关身上的虚幻黑色系管 反向污染死神的遗留 说不定 当初欲望母术就是这么顶替背负之神 占据相应权柄的 还好 白映城的现任首席头脑非常清醒 事前知道寻求小太阳背后隐秘存在的帮助 利用竊韵者符咒 巧妙破坏了真实造物主的图谋 白映城两件强大封印物之一 看来很擅长净化呀 克制住了能污染死神遗留的阴影 我这个愚者 似乎要被真实造物主记忆笔了 当然 挡在前面的沙盟 毕竟那条石之虫是他贡献的 克莱恩透过小太阳的描述 依靠自身的推测 隐约把握到了白映城这次探索行动里 潜藏的争斗 同时 他觉得自己能初步描绘那位牧羊人长老的心理状态了 对洛维亚来说 能连通外界的虚幻黑色戏馆 毫无疑问是白映城逃离神器之地的关键 所以 他对自身的行为非常笃定 没有一点后悔 只会认为首席才是破坏希望的那个人 有人做坏事不算太可怕 最可怕的是 那人是抱着殉道的心态 去做自认为正确的坏事 克莱恩忍不住在心里感叹了一句 至于小太阳为什么能对灵寝内发生的事情知道的那么清楚 他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肯定是首席克林伊利亚特以闲聊的口吻告诉对方的 这个时候 太阳戴里克已讲到三位长老回收了一件奇特的封印物 那由前任首席遗留的非凡特性与他的头骨结合而成 前任首席从序列九战士到序列四猎魔者都属于巨人途径 服侍的百度人魔药则对应死神途径序列三 两者混合成的非凡特性肯定比单一途径的更为奇鬼多变 再加上人造死神施加的影响 最后的封印物绝对很强 当然 负面效果估计同样的强 之前描述里的虚幻漆黑河流各种奇异生物 大概率都对应明鉴 这和我在狂暴海里看见的场景相似 和沙伦小姐那件神奇物品制造出的效果相似 克莱恩一边随意地想着 一边听见小太阳结束掉探索话题 转而提及某种叫做变形者的怪物 等到太阳戴里克说完 克莱恩自己都觉得变形者很可能就是鬼术邪怪 他忙从杂物堆里招设来一枚金币 快速做了个占卜 确认了自己的判断 你小太阳目前的实力 肯定是没法去那个城邦一技狩猎的 只能再等一等 等那位首席又一次向愚者祈求 或通过小太阳寻求帮助 反正也不是太急 我都还没有找到灵界掠夺者呢 克莱恩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 恳请愚者先生将相应的情报传递给世界先生后 太阳戴里克又说自己已有足够的功勋 很快就能兑换出序列五吸血鬼的非凡特性 完成之前敲定的那笔三方交易 让月亮先生做好准备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月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这日记上的符号 是什么意思呢 第1330集 罗斯德群岛海域缓慢航行的未来号上 星之上将加德利亚感谢过愚者先生 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打开船长式的窗户 对所有人喊道 下达了命令后 这位海盗将军微跳起嘴角 因终于有机会和一位工匠 建立起长期联系而高兴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莫名想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能轻松获得工匠的帮助 那长久得不到序列五魔药配方的弗兰克里 会不会尝试将那份德鲁伊非凡特性 制作成物品 以尽快推动某些停滞的实验 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加德利亚下意识抬手 捏了捏自己的额头 克伦上 处理完事情的克莱恩 专心享受起了自己的旅途 因为之前狂暴海天气的异变 他乘坐的克伦 选择了更远更曲折 但也更安全的航道 并于当天晚上 停靠于一处叫做哈尔曼的港口 克莱恩没有下船 就在上层餐厅 要了个靠窗的位置 解决起晚餐 等待食物时 他随意地看向窗外 欣赏着当地的夜景 忽然 他发现一道可疑的人影 正提着行李 准备登船 之所以说可疑 是因为那个男人 不仅套着黑色的大衣 戴着高高的礼帽 遮掩住了身材方面的特征 还用围巾将脸部一圈圈绕住 只留出一双眼睛 而那双眼睛 一直望着地面 让人看不清具体的样子 根据克莱恩看过那么多集 侦探片侦探动画的经验 这种用围巾将脸遮住 用大衣遮盖身体特征的人 多半有问题 大概率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尤其现在还不是冬日 狂暴海的气温远谈不上寒冷 不过这和我没什么关系 就算发生密室谋杀案 头疼的也应该是船长 等下去会晤之上做次占卜 看这次旅途是否会顺利 克莱恩不慎在意 却又一点也不疏忽地想着 他随即收回目光 望向了适者端来的迪西烤鱼 用过晚餐 他回到属于自己的舱房 于挥舞之上完成了一次占卜 得到所处环境不会有太大改变 一切都较为顺利的结论 这让克莱恩没借助冥想 就轻松入睡成功 一觉到了天明 汽笛呜呜的声音响起 克伦由静转动 缓慢离开了哈尔曼港口 码头还依稀可见时 克莱恩看见那里突兀的 出现了一道人影 这人影穿着白色衬衣和身蓝外套 拥有高挺的鼻梁 深陷的眼眶 浅蓝的眼珠和褐色微卷的头发 轮廓线条刚硬 下巴微微抬起 有种看不起所有人的感觉 他目光一扫 迅速就锁定了 克莱恩乘坐的那艘克伦 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忽然变暗 仿佛成为了一扇 通往漆黑虚幻之地的大洞 震耳欲聋的飓风 从海底窜起 夹杂着大量的蔚蓝直冲上方 幽深的闪电如同虚空的裂口 不断出现 又不断因自愈而消失 这阻隔了克伦和码头间的全部世界 让两者就像处于不同的世界 狂暴海又一次展现出了他的恐怖 克伦无法躲避 无法反抗 只能沿着风暴较弱的安全航道 继续往前行驶 真是巧啊 这应该不是巧合 立在仓房玻璃窗后的克莱恩 先是暗自感慨 旋即认为狂暴海突如其来的异变 存在非自然因素 虽然狂暴海的天气说变就变是常态 但在某个节点恰好改变 依旧引人怀疑 码头上那位先生是在追踪昨晚上传的可疑旅客 而那旅客见行踪暴露 干脆改变天象 让克伦强行远离 克莱恩想到之前的事情隐约有了些猜测 而如果真是这样 那意味着用围巾遮住脸孔的可疑旅客 很可能是为半神 或者携带着一件一级封印物 要知道 以克莱恩目前的实力和物品 如果不动用海参权杖 也无法引动这种程度的天象异变 当然 他还可能有另外的办法 那就是丢出阿兹克同哨 看能否让整片狂暴海都狂暴起来 真是的 我就只是想像一个正常的风一样 前往南大陆 途中居然都会遭遇半神级的追逐 我承受了太多 本不属于我这个序列的压力 克莱恩自嘲一笑 最终选择相信昨晚做的那次占卜 风暴之中 克伦沿着较为平静的空隙 摇摇晃晃的航行于末日般的场景里 而船上的旅客大部分都一点平静 似乎已很适应这样的状态 只有少数第一次途经狂暴海的人 才战战兢兢 死死抓着各种能抓的地方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狂风闪电逐渐平息 天空也一点点明亮了起来 这时 身在甲板上的克莱恩 灵感忽有触动 下意识就侧头望向了哈尔曼港口所在的地方 那起伏不定的深蓝海水之上 那散开的白色云朵下方 一点赤白的火光 游远即近 高速飞了过来 这火光越来越大 越来越清晰 最终呈现出了完整的模样 这是一柄巨大的火焰长枪 火焰长枪划破天际 落在了克伦甲板前部 但却没有点燃任何事物 烧穿半块木板 它直接四散开来 重组为一道人影 这人影高鼻梁 深眼窝 蓝眼珠 正是之前突兀出现于码头的那个男子 他形貌接近中年 缓慢地环视了一圈 于一个个眼睛圆瞪 嘴巴半张的旅客之中走过 进入了仓房 同样目瞪口袋的道安唐太斯 无声松了口气 确认对方真的不是来找他的 克莱恩习惯性地在胸口画了个飞红之月 祈求女神庇佑 他刚转过这样的念头 就看见一道人影飞出舱门 重重摔在了甲板上 正是之前那个用围巾遮住面部的可疑旅客 这位先生此时已露出了半张脸孔 鼻子前部发红 嘴边胡须浓密 有唾液残留 他接近三角的眼睛里满是恐惧 双手撑在甲板上 不断地让身体往后挪动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风暴与同在 第1331集 是谁让你带着那件东西 做这样打扮的 仓房门口 刚才那位高鼻梁蓝眼珠的中年男子 缓步走了出来 用阴地似语沉声问道 可疑旅客疯狂摇头道 不 我不知道 他也是这样的打扮 给了我 给了我一百万 让我坐这条船去南大陆 再自己返回 那位中年男士 默然看着目光锐利 仿佛能动穿一个人的灵魂 这让那可疑旅客额头汗水疯狂浸出身体剧烈颤抖 结结巴巴的又一次开口做起解释 但所描述的内容没有任何改变 那男子收回目光 提表陡然捧起了赤白的火焰 接着他化作一柄巨大的火焰长枪投向了哈尔曼港口所在的区域 这火焰长枪越来越远 没用多久 就只剩下一点火光 整个过程中 这位半神除了最开始 都未再看一眼周围的旅客 似乎他们并不存在 一个很简单 但也很巧妙的轨迹 让人假装自己通船离开 并利用某种方式操纵天象 制造出本人就在船上的证据 实际 却一直留在港口 等到敌人追赶下去 再另寻出路 克莱恩有所恍然的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这让他有点怀疑 被追赶的那位是不是曾经是阴谋家 魔术师 或者别的擅长诡计的非凡者 至于刚才那位从化身火焰 赤白长枪 行为傲慢 惹人厌恶 说阴地私语等细节 克莱恩认为 大概率是猎人途径的半神 有可能为铁血骑士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发生冲动 克莱恩摇了摇头 走回了舱房 而甲板之上 那些旅客终于回过神来 各自小声讨论起刚才看见的超自然现象 一个人竟然可以变成火焰 而一团火焰又能重组成人类 嘈杂的动静里 克伦继续沿着安全航道前行 途中再未遭遇任何意外 于傍晚抵达了另一个港口 克莱恩照例没有下船 免得又遇上点什么事情 他拿出金颗怀表 按开看了一眼 以确定什么时候去餐厅 再等两刻钟 克莱恩无声自语了一句 抬起脑袋望向窗外 此时 不少预定在当前港口下船的旅客 正提着行李箱 沿闲梯前往码头 一眼扫过 克莱恩的目光 忽然停留在了一道人影上 这人影头戴黑色软帽 鬓脚暗筋 鼻梁高挺 嘴唇紧敏 侧脸线条深刻 如同古典雕塑 没有一点皱纹 他未提行李 很快就顺着人潮登上码头 消失在了道路拐角处 克莱恩就那样看着 身体一动不动 似乎已不再属于自己 他只觉自己的血液 在一点点变冷 脑海里迸发出了一个名字 因斯赞格威尔 码头上的煤气路灯 已一盏盏亮了起来 克伦不同窗口 惺惺点点地迎合着 道恩唐太斯的一等舱房间内 一片幽暗 寂静无声 克莱恩已坐了下去 脸上没有表情 脑海内各种念头 难以遏制地闪过 这是贝克兰德大雾门事件之后 第一次发现 因斯赞格威尔的踪迹 之前那位半神 追逐的目标 应该就是 因斯赞格威尔 他的轨迹 比我想得更深一层 他找人伪装成他 给予物品 不是为了引开追踪 而是为了制造思维盲区 让人下意识地 将这条船 作为错误选项排除 他从开始就在这里 那巧合的天象变化 应该就是 因斯赞格威尔 用零杠零巴制造的 他为什么会被一位 因地斯猎人半神追逐 他究竟在谋划什么 思绪翻滚间 克莱恩突然掏出冒险家口琴 凑至嘴边吹了一下 无声无息间 提着四个金发红眼脑袋的 信使小姐 雷尼特提尼克尔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克莱恩张了张嘴巴 又闭了起来 拿出纸笔 飞快写道 道恩唐太斯先生 在狂暴海中乘道 发现了因斯赞格威尔的行踪 遮起信纸 克莱恩将他连同一枚金币 交给了信使小姐 送到贝克兰德北区 平斯特街7号的信箱内 雷尼特提尼克尔 双手提着的四个脑袋 同时转动 八只眼睛齐齐望向了克莱恩 他什么也没说 咬住了信纸和金币 贝克兰德北区 红月被层云遮掩的夜晚 到处都是漆黑一片 唯有街道两侧的煤气路灯 散发出些许光芒 照亮了前方的道路 与附近房屋的门口 平斯特街7号的信报箱 静静的藏在光明与黑暗交界的地方 沐浴者侧方吹来的清凉之风 似乎已然沉睡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投地口突然涌出了一份份报纸 一张张账单和一封封不知谁寄来的信 这些事物仿佛被无形之手托着 漂浮于半空 飞向门口 从缝隙处钻了进去 房屋内 门厅处 报纸们自行展开 快速翻动 直至末板 然后他们随意的落到了椅子上 和之前的同类叠在一起 账单和来信继续往内飞行 进入了客厅 前者很快停止下来 抖了几抖 接着晃晃悠悠飘至茶几表面 整齐铺沉 后者有信封的脱掉了信封 无信封的迅速打开了自己 在半空展现起身姿 过了好一阵 这些来信部分飞到了一楼书房的架子上 部分冲向剪刀 协助对方将自己四分五裂 然后排列成行的涌入盥洗室 投进了马桶内 马桶的机械按钮自行下线 将纸张碎片冲入了下水道 平斯特街七号就此恢复正常 安静的和其他无人居住的房屋一样 南大陆 东拜朗 古拉音城 刚抵达这里没多久的伦纳德米切尔 正在当地黑夜教会安排的住所内休息 突然他脑海内那略显苍老的嗓音响了起来 小子 你有一封重要的信 什么信 罗纳德低声询问的同时 心里已然有了猜测 能往平斯特街七号寄重要的信 却又不在乎那里是否有人的只有一个 不 两个 克莱恩莫雷蒂和道恩唐泰斯 至于叫做帕列斯索罗亚斯德的老头 为什么能隔着狂暴海 隔着半个北大陆 清楚地阅读平斯特街七号收到的那些信的内容 罗纳德大概能猜到一二 因为他帮对方抓过一只幽灵 对此 他的判断是 老头肯定是分了一条十只虫出来 寄生于那只幽灵体内 让他成为自己留在北大陆的眼睛 耳朵和嘴巴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1332集 这个时候 帕列斯索罗亚斯德 回答了他刚才的问题 科莱恩莫雷帝寄来的信 他说道恩唐太斯 在前往南大陆的途中 与狂暴海中城岛 发现了隐私三个威尔的踪迹 罗纳德一下沉默 嘴巴张了张 却没能说出一句话 隔了很久 他才嗓音略显沙哑的低语道 他果然没有忘记复仇 我能做点什么 你能做什么 你才序列六 即使因此三个威尔 未掌握零杠零八 你也没有向他复仇的资格 他只需要部分的显露出神话生物形态 就可以让你当场失控或者变成疯子 你成功复仇的概率是零 这就是神性带来的质变 帕列斯索罗亚斯德 他问你能做点什么 罗纳德几次想要反驳 但都没有说出口 帕列斯索罗亚斯德 我呵呵笑道 不用着急 等关键时刻再这么做 零杠零八 虽然很喜欢害死自己的拥有者 但更不想回到被封印的状态 只要你将印斯坦克威尔的行踪 告知了教会 开启了相应的追捕行动 他立刻就能知晓 并锁出足够的安排 这一点 你需要提示克莱恩莫雷迪 伦纳德正了一秒道 老头 你对零杠零八 似乎很熟悉啊 洗钱都没有表现出来过 帕列斯略显苍老的嗓音笑了一声 我当然很熟悉 在第四季的时候 零杠零八 可是造成过天使陨落的 我不能对你说的太多 因为你知道了他 他也就知道了你 你越了解他 越有可能成为故事的一员 伦纳德从老头 含糠糊糊的话语里 真切品味出了 零杠零八的恐怖 这已经超越了 他所能理解的神秘学 思索片刻 伦纳德习惯性问道 那我该怎么提示 克莱恩莫雷迪 却又不至于被零杠零八知道 或者 即使他知道了 也属于粗浅的了解 只让我在故事里 作为路过的行人 话音未落 罗纳德双手紧握了一下 咬了咬牙齿 不等待老头回答 自顾自说道 侧面提示 告诉他 我暂时不会将 因斯坦和威尔的行踪 转交给教会 我想他应该能从这个情况 理解这里面存在一定的问题 明白我们必须比谨慎更谨慎 而即使他无法解读 他那个隐秘组织 也有足够了解第四级的成员 提供帮助 还有 正常地写一句 你知道了他 他也就知道了你 不提零杠零八 用人称代词 让克莱恩能够猜测 具体指向什么 帕利斯索洛亚斯德 安静听完 低声笑道 人哪 就是得有压力 才能成长 罗纳德吐了口气 翻身做起 找出纸笔 将刚才的意思 落到了信上 紧接着他布置仪式 召唤出了 格尔曼斯帕罗的信使 狂暴海 中城岛 停留于码头的一艘客轮上 许多游客并未下船 蜷缩在底层客舱 等待着抵达南大陆 开始充满希望的新生活 即使只有几天的船 他们也是非常艰难 才能拼凑出 属于被逼迫到 不得不做这样冒险的 鲁恩民众 扮演着富翁 道恩唐太斯的克莱恩 与他们不同 住在宽敞 洁净 堪称豪的一等舱内 就着蜡烛的光芒 打开了 雷尼特提尼克尔 刚才送来的那封信 暂时不会将 因斯赞格威尔的行踪 告知教会 对伦纳德来说 虽然情报的来源问题 会让他承受一定的风险 但完全没到 不能做的程度 他加入红手套 不就是为了复仇吗 也就是说 他有现在不能举报 因斯赞格威尔的理由 克莱恩一边思索 一边看向了 信纸上剩余的内容 你知道了他 他也就知道了你 突然 克莱恩疑了一声 觉得这样的描述 有点眼熟 这很像黄昏影视会啊 凡有言必被知 所以 零杠零八 是观众途径的封印屋 伦纳德不将事情 告知教会 就是有这方面的顾虑 想等待更好的机会 这应该是他体内 那位老爷爷告诉他的 克莱恩若有所思地 点了点头 有些庆幸 自己之前没开口 请雷尼特提尼克尔帮忙 这对信使小姐来说 同样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什么都还没准备好 如果只依赖请来的帮手 谋划很可能提前被零杠零八 察觉 从而制造一系列的巧合 做出有针对性的布置 克莱恩无声叹了口气 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 却又不知从何着手 从提高自身实力的角度讲 鬼术邪怪和灵界掠夺者 对应材料的获得 依赖于白银城首席的后续请求 依赖于魔术师小姐 多久能从他老师那里 得到具体地点的定位信息 这全都属于外力 不是克莱恩想加快就能加快的 他唯一能做的事情是 尽快消化掉密偶大师魔药 而在扮演守则 差不多总结完整后 实际的操作更为重要 所以 克莱恩认为 自己有必要在短时间内 弄到两个密偶 他之前一直拖着 是因为没有好的目标 是因为身在贝克兰德 周围一群仆庸 非特殊密偶 很难掩盖住存在 而现在 他快到南大陆了 他决定不管怎么样 只要确定 那是足以上绞刑架的恶棍 就先转化成自己的密偶 有了更好的目标再替换 说不定利用普通密偶 完成较高难度的事情 还能加速消化 我对密偶的要求 现在降到了最低 只要懂都谈语就行 那样就无需另外找翻译了 反正可以共享感官 克莱恩迅速做出决定 打算之后有了更进一步的计划 再写信给伦纳德米切尔 东拜朗 古拉因城 克莱恩提着行李箱 登上了码头 登上了南大陆的土地 他眺望向衣衫而建 层次分明的城区 默默在心里道了一句 离开这里的时候 得有两个命 而在此之前 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那就是甩掉军方安排的暗中跟随者 那两位先生的间谍技巧 其实相当好 但与克莱恩眼中 就仿佛黑夜里的萤火虫一样鲜明 因为不管他们再怎么乔装改办 克莱恩都能借助无面人 对人类身体特征 容貌特点的观察和记忆能力 一眼认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园中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赞美女神 第1333集 古拉因城的房屋 大部分都是沿盘旋而上的道路修建 建或有较平缓开阔的地方 则是广场或市集 克莱恩提着行李 凭借占卜家的灵性直觉 随意挑了个方向前行 沿途寻找起相对热闹的那种酒吧 路上马车不是太多 属于出租类型的 更是好久才能看见一两辆 东拜朗最为流行的交通工具是观 这源于死神崇拜的习俗 源于人们将观救 视为能带来安宁和平静的物品 所以 克莱恩总是能看见几个人 抬着一具黑色棺材路过 盖子比正常轻薄很多 就像随意能打开的车门 两人台的四人台的八人台 马匹或独角阳拉的 这样的民族在晚上有点吓人呢 白天也好不到哪去 整个城市都显得阴森森的 克莱恩边欣赏着路旁的风景 边步入了一个广场 左侧是风暴之主的教堂 右边为餐厅酒吧等店铺 他停住的时候 路边刚好有四人台的棺杠 被放了下来 随着盖子的打开 棺材里面躺着的乘客站了起来 跨步而出 是位卓白衬衣黑马家的 北大陆式绅士 这绅士的正装始终搭在壁弯 直到离开棺材才被披至身上 然后克莱恩看着这位先生 直奔风暴之主的教堂 走了进去 这还真是有种奇妙的为何感啊 风暴教会不是一直喜欢 改变殖民地的习俗 强行推鲁文那一趟吗 为什么在东拜朗不这么做 因为死神途径与黑夜途径 属于相近的类型 所以风暴教会希望保存 某些死神领域的民俗 以此牵制黑夜教会的传播 克莱恩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 转向右侧那排建筑 准备进入其中一间酒吧 有了这实地体验 他在隐约明白 许多历史书籍上写的 拜朗帝国古代衣着风格 为什么会那样 爱穿裤子 喜欢轻便类型 也有褶皱为美 这不就是方便出门躺棺材吗 克莱恩笑着摇了下头 推开酒吧沉重的木门 挤过一个个醉鬼 向着吧台区域走去 而这个时候 军方两位跟踪者 因害怕暴露 与道恩唐太斯拉开了距离 才刚刚走至门口 抓住这短暂的空隙 克莱恩突然转向 鱿鱼一样穿过人群 往酒吧后门区域奔去 虽然他不认识都谈语 但他看得懂画出来的标志 知道哪里是惯喜事 哪里是顾客止步的地方 绕到大门位置 看不见的区域后 克莱恩肩膀一抖 快速就脱掉了外套 将他搭在臂弯 紧接着 他夹住镶金手杖 身掌捂住面孔 放缓脚步 又一次变相 往酒吧大门而去 与刚才脱外套的地方 拉开近十米距离时 克莱恩放下了 按在脸上的右手 整个人的形象已彻底改变 他斑白的并角 幽碎的眼眸 儒雅的气质 全部消失 替换为了 北大陆随处可见的 鲁温人长相 提着行李 夹着手杖 克莱恩步伐沉稳的 迎着那两位军方跟踪者走去 在他们左右张望 寻找道恩唐太斯时 与他们擦肩而过 离开了酒吧 无论跟踪还是反跟踪 都是无面人的强项 回到广场上 克莱恩拐入了一条 倾斜通往高处的小巷子 打算去别的地方 寻找旅馆住宿 在僻静少人的道路上 走着走着 他突然听见了 女性惊恐的呼喊声 这声音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 就戛然而止 虽然听不懂对方在喊什么 但克莱恩能感受到 那种恐惧 害怕 惊慌的情绪 于是脚步一错 进入了更狭窄 没有行人的小路 没过十秒 他就看见一个隐蔽的角落里 有个皮肤偏踪 五官较为柔和的 三十来岁本地男子 压在一个最多 十三四岁的小女孩身上 用暴力进行的侵害 克莱恩望了一眼 放慢脚步 停在了附近的阴影里 此时 那小女孩的脸庞 已因极度的恐慌而扭曲 可无论他怎么挣扎 都难以摆脱 甚至换来了殴打 他眼泪鼻涕都流了下来 嘴巴塞着衣物破布 只能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就在这个时候 他愕然发现 那个坏蛋 试图脱去自己衣服的动作 缓慢了下来 根本没时间考虑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下意识望向那个坏蛋 看见对方眼睛睁大 脸庞肌肉缓慢扯动 无法拼凑出完整的表情 然后手脚一抽一触 一听一顿地 继续着刚才的事情 却又轻松被躲开 小女孩本能推了对方一把 竟产生了极好的效果 他身上随之一清 连忙站起 就要逃出这里 可双腿止不住的发软 刚跑了几步 竟被石子绊倒 差点摔至地面 这个时候 他听见后面有脚步声响起 心中愈发慌张 手脚愈发慌乱 紧接着 那脚步声停止了 小女孩下意识回头望去 只见那个坏蛋 僵立于两米外 浑身关节生锈了一样 做着各种古怪的动作 发生了什么 小女孩有了种 自己在做梦的感觉 那个皮肤偏踪的本地男子 挣扎了一阵 终于安静下来 露出笑容 用都谈语道 以后再遇到我这样的人 记得往最近的教堂跑 或者人多的地方 小女孩愣了愣 陡然发出一声尖叫 转身狂奔而去 下一时间 他选择了广场教堂方向 等到这僻静角落恢复安宁 那肤色偏踪的本地男子 侧头望向了附近的阴影处 看着克莱恩从那里走了出来 新的密友 身体不够强壮 行动不够敏捷 也没有非凡能力 长相还比较凶恶 除了会多谈于 简直一无是处 克莱恩在心里 简单地做了下评估 如果不是他正在作恶 我又不懂当地的语言 真想直接埋掉他 他忍不住将这与之前那个密友 血脂上将赛尼奥尔进行了对比 赛尼奥尔是怨魂 能做镜面跳跃 能藏身金币反光处 不用担心被人看见 他还有怨魂奸笑 还有附体能力 与密友大师是完美搭配 最重要的是 他同样会读探语 现在这个密友和他相比 就是一变石和四万两千金棒的区别 也不知道名字叫什么 只能应用能力感应前表念头 无法读取更深的记忆 除非遇到熟人熟悟 领有了相应的变化 吐出更多的信息 就像阿福 不 奥夫吧 克莱恩揉了下鹅脚 叹了口气 在小女孩引来神职人员前 带着新的密友奥夫 离开了这片区域 你正在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记得订阅 否则你知道后果 第1334集 没过多久 克莱恩借助密偶的翻译 在古拉因城繁华与落后交界的地带 随意找了家旅馆住下 这竟不需要提供任何身份证明文件 哪怕克莱恩在路上已将样子变成典型的本地人种 因为海上那些殖民地还缺乏有效的行政管理 克莱恩放好行李 将随身携带的大部分现金丢到了挥物之上 只留下50磅做日常开销 同时因为已穿过狂暴海 不用再担心引起异变 他将铜绍和铁质卷烟盒 从挥物之上那片神秘空间取了出来 方便阿兹克先生过来时定位 忙碌完这些事情 早在克伦上解决过晚餐的他 顿时空闲了下来 决定抓紧时间寻觅第二个密偶 至于怎么找 对古拉因城各方面情况都不够了解的克莱恩 打算发挥占卜家的特长 用神秘学的手段去找 带着奥夫出了旅馆 克莱恩折了根多宁斯曼树的树枝 将他当作补障 熟练的冥想低语道 新密偶的位置 安静无声的环境里 一双双漠然的眼睛 仿佛穿过了虚幻与现实的阻隔 同时注视向那根捕杖 树枝随之倾倒 指出了一个方向 前行一段 占卜一次 克莱恩沿着获德的启示 于七拐八绕后 抵达了一处陡峭的阶梯 这阶梯连通着古拉音好几层道路 必须仰望才能看见顶部 此时此刻空无一人 占卜给的启示确实是在这里 怎没人呢 因为不是挥舞之上走的占卜 所以结果并不准确 可是我怎么也是序列舞的谬大师了 占卜能力在高序列以下 绝对能排进前列了呀 克莱恩微皱眉头 环顾了一圈 没能发现任何目标 他想了想 走向阶梯 坐至最底层最边上的阴影里 不太有信心 又非常无聊的坐起等待 过了几分钟 他又站了起来 让密友奥夫 坐到自己刚才的位置 然后克莱恩本身拉开距离 于近两百米外的隐秘处 躲藏了起来 古拉音城下嘴唇躯 罗纳德米切尔和戴利西蒙尼等人 跟着红手套小队队长索斯特 来到了一处街区附近 借着夜色的遮掩 索斯特对所有行动人员 再次强调了一遍 我们这次的目标 是居住在13号房屋内的乌里卡 他是灵教团相当重要的成员 负责与贝克兰德区域的 不同小组联系 虽然所有的钱包都显示 他不是万神 但为了预防意外 我还是申请了一间一级封印屋 女神只眼阁下 也随时准备着提供允住 还有 这片街区大部分居民都是本地人 得防备他们 也是灵教团人员的可能 下嘴春区 尖牙街13号 身材肥胖 肤色深踪 眼睛较小的乌里卡 坐在沙发上 用晒干的焦黄烟叶 将近十种南大陆特产的草药和香料 一层又一层裹在里面 剪成了长条状 然后他把这自制的东拜朗烟拿在手中 凑至手下点燃靠近的火柴 看着前部一点点发黑变卷 现出亮红 咬住尾端 深深吸了一口后 乌里卡缓慢吐出染着点浅蓝的白色烟气 满足地对旁边单人沙发上的莱克道 这才叫香烟 真正的香烟 北大陆那些只适合孩子们 单人沙发上的莱克是位四十来岁的男士 鼻梁高挺 眸色近蓝 五官线条较为柔和 黑发浓密微卷 肤色不算深 但也谈不上白 似乎是鲁恩人与拜朗人的混血 他闻言呵呵一笑 用都谈语回应道 很可惜 我对任何一种香烟都不感兴趣 恩佐 你完全不会享受圣 乌里卡话音未落 源于本身途径的强大灵性 就让他有了些许危险预感 这来的是如此突然 如此急迫 让乌里卡瞬间就判断出问题不小 他还未来得及从原本的位置扑出 眼前就已一片黑暗 仿佛直接看见了外面的深夜 有了强烈的睡意 发自内心的感觉安宁 整条尖崖街 不管是亮着灯火 还是熄灭了光芒的房屋 这一刻都变得异常安静 似乎里面根本没有生灵居住 或是全部在同一秒钟 进入了沉眠 就在这个时候 口中憨声发出身体歪斜软倒的乌里卡 豁然窜了起来 眼中迷糊与清明奇异共存 她的背后 不知什么时候已贴上了一个肤色苍白到近乎虚幻的小女孩 这小女孩眼周发青 嘴唇深黑 眸子悠悠的注视着侧面 惨白透明的手脚都钻入了乌里卡的身体 似乎是一个无法摆脱的灵 她的存在带来了源于精神体的寒冷 让乌里卡勉强抗衡住了不正常的睡意 强行挣脱了梦魇的影响 乌里卡还未完全恢复清醒 就本能冲向了楼梯口 并伸出双掌 往前用力 仿佛在推开一扇并不存在的大门 转瞬之间 一扇布满神秘花门 无法具体描述的青铜色大门 出现在了乌里卡的前方 摇晃着 吱压着 裂开了一道缝隙 缝隙之内 是无法看到尽头的黑暗 那里面有一只又一只 难以名状的眼睛 密密麻麻的望向外界 同时 缝隙处大量蠕动的 奇异的 暂时还看不清的事物 正疯狂涌进 乌里卡正要继续发力 主动的打开大门 让后面的恐怖世界 降临于尖崖街 忽然看见了一双 半透明的苍白手掌 凭空跃出 穿透深邃的黑暗 按在了内侧的门缝处 这双手掌没有源头 不连接身体 万步血淋淋的 不知被谁切断了 两边同时发力 神秘的青铜大门停在了那里 既不能合拢 也无法敞得更开 13号房屋的上空 已成为陵屋的索斯特 在无形力量的簇拥下 半飘半幅的立于那里 双手捧着一个黄金铸就的日缅 缓慢举向了高处 当这金色日缅 终于超过索斯特的头顶时 灿烂的光芒抖得流淌而出 快速勾勒 急剧为一 豁然间 半空仿佛有一轮太阳 从虚空里跃了出来 将全部的光与热 挥洒向了尖崖街13号 那栋房屋 他们没有造成一点伤害的穿透建筑 落到了那青铜大门之上 笼罩了就在门前的乌里卡 乌里卡的表情顿时变得极为痛苦 他背后那苍白至透明的小女孩 一下发出凄厉的惨叫 却又被阳光堵了回去 汹涌着淹没 他扭曲了起来 飞快蒸发 并有丝丝黑气溢出 消融在了那光的海洋里 这栋房屋内 再没有一个阴暗的地方 那喜马拉雅和月文出品 有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于8082Audio制作的 多人有声小说 你 欢迎收听 《鬼秘之主》 第1335集 等到阳光淡去 那难以描述清楚的青铜大门 已然消失不见 地面则躺着一具 外表青黑骨杖 冒着淡黄油渍的尸体 嘶啦一声 那尸体从中裂开 内部窜出了一道瘦小的身影 这人影有着与乌利卡 一模一样的长相 但肤色呈现墨汁沾染般的乌黑 身高只有一米二三 体表流淌着粘稠的农业 他刚一出来 就以夸张的速度 冲到楼梯口 钻进地下室 打开了预先准备好的秘密通道 向着前方一路狂奔 也就是十来秒的功夫 缩小黑画板的乌利卡 看见了出口 看见了希望 他没有大意 右手轻轻一握 体内又钻出了七八道 透明虚幻的身影 他们外形奇异 就像融合了人类植物 或某些动物特点的畸变体 有的拖住了乌利卡的手臂 有的抬起了他的双腿 要带着他狂野飞行 紧接着 机关按钮伸线 齿轮支嘎转动 出口之门猛的打开 现出了外面 安静黑沉的街道一段 再往前 则是一条条可以俯视的道路 是道路两侧的房屋 是荡漾着红月光芒的大海 乌利卡正要在灵的帮助下 飞出秘密通道 混入古拉音城别的区域 眼中突然映照出了一片 笼罩着薄雾的湖水 那湖水波光连连 有着静谧的美感 中央连衣一圈圈荡开 缓缓浮上来了一道 美丽又虚幻的身影 这是一种强大的灵 在人类传说里 常被怪以 湖中女神的名称 死灵导师实力的强弱 很多时候要看他们 究竟能找到并驱使 哪些王者和自然灵 这一点对灵巫来说 同样如此 只不过死灵导师 更偏王者 而灵巫更擅长驱使自然灵 这时 乌利卡申州 那些透明奇异的身影 纷纷发出了惊恐单调的声音 丢掉手中 拖着抬着的手臂和双腿 风一般钻住了 那漆黑瘦小身躯内 普通一声 乌利卡摔在了地上 但却没感觉到疼痛 因为强烈的睡意 凭空袭来 一阵阵袭来 让她不知不觉 就进入了梦境 出口处 身穿通灵者长袍 涂着蓝色眼影和腮红的 戴利西蒙妮 不知从哪里走了出来 望着里面那只有一米二三高的 漆黑乌利卡 直接开口道 她融合的死灵很奇怪 如果没有活着的人类身体 作为房屋 很快就会枯萎消散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 护去情报 旁边的阴影里 罗纳德米切尔走了出来 略感诧异地看了 戴利西蒙妮一眼道 你不是死灵导师吗 怎么能驱使 湖中女神 你不是诗人吗 为什么不会写诗啊 戴利没好气地回应道 接到另外一侧 不算太陡峭的牙壁上 一道人影抓着突出的地方 快速往下一动 迅速就落到了下巴街的阴暗角落里 她肤色较浅 眼眸偏蓝 头发乌黑浓密 微微卷起 正是刚才在下嘴城区 尖崖街13号 乌利卡家中做客的恩佐 恩佐不是灵教团的成员 属于当初在玫瑰学派蛊惑下 叛逃出生命学派的那批人 而且她并非要师途径 能成为吸血鬼的那些非凡者 也不崇拜原始月亮 只是单纯不想再接受老师 和老师的老师制定的种种规矩 希望过随心所欲的生活 希望能尽情利用自身赢家的优势 这样的心态 让她对玫瑰学派放纵系的理念 极为认可 没用多久就正式加入了他们 尽情地满足起各种欲望 这一次她是代表玫瑰学派来 古拉音与灵教团联络 探讨几件事情上合作可能的 可没想到七黑王者乌利卡 竟然遭遇了黑夜教会的突袭 高规格的突袭 还好我擅长反占卜 黑夜教会的人 事前并不清楚我在乌利卡那里 对我不够重视 将我当成乌利卡的手下 让我找到了脱离中心区域的机会 而且那阳光 主要净化有着死亡 邪恶或污秽力量的事物 对我伤害不是太大 那应该是半神层次的攻击 恩佐走在街道侧方的阴影里 难以遏制地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 逃出很长一段距离后 他转身望向了后方 发现并没有人追赶自己 顿时常常松了口气 喝了一声道 赢家就是赢家 永远是赢家 恩佐恢复了往常的自信 带着微笑前行到了街道某处 然后转向左侧 沿着阶梯快速下行 那是一座连通了上下好几层道路的 陡峭漫长阶梯 尖崖街附近 索斯特忽然睁开眼睛 对伦纳德和戴利西蒙尼岛 刚才乌里卡家里 还有一个叫恩佐的人 他是玫瑰学派的成员 蓄力不低 位置应该比较重要 你们尽快搜查四周 看能否发现踪迹 争取能抓捕成功 不留一点问题 至于别的红手套和辅助的本地职业者 要么再抓其余灵教团人员 要么已再入梦俘虏 希望能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情报 剩下的几位则负责戒备意外 保护同伴 是 索斯特队长 伦纳德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下来 戴笠在风中抓了一下 将手凑至耳畔 倾听了两三秒道 附近的小家伙们告诉我 确实有人从崖壁那里逃走 陡峭漫长的石头阶梯上 红月的光芒照亮了中间部位 在两侧留下了较为浓郁的阴影 恩佐就像正常的夜间路人一样 有点快 有些急 却又不显慌乱的一阶阶下行 充分相信着自己运气极好 是人生的赢家 不会被职业者们追赶上来 眼见连通了上下几条道路的阶梯即将走完 曾经是怪物的恩佐忽有所感 侧头望向了最底层最边上的阴影位置 他随即看见一道身影坐在那里发呆 长相和身材因光线问题显得较为模糊 穿着打扮则是典型的东拜朗人 那身影拿出了一盒火柴 刷的点燃一根 让光明照亮了边缘 你正在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诡秘之主 记得订阅 否则你知道后果 第1336集 恩佐眉顾的上借此打量对方的模样 眼前突然闪过了一幅画面 那身影将火柴丢了过来 似乎在赠送礼品 而那火柴临近之后 豁然腾起了夸张的燕炉 从中走出了一个穿正装戴礼帽的男子 看见不该看见的画面 听到不该听到的声音 是怪物的日常遭遇 已成为赢家的恩佐 早已习惯这一切 想都没想就充分相信自己的预感 猛的合身往前一扑 跃出了阶梯 于下方街道上翻滚了两圈 与此同时肤色偏踪的密偶奥夫陡然起身 扭腰甩臂 将手中那根火柴扔了出去 扔向了恩佐原本所在的位置 那火柴尚未落地 赤红的燕流就已拉伸变长 直窜半空 轩鹤而华丽 燕流之中 克莱恩着黑色正装 带半高礼帽 冠军美片中性的身影跃了出来 却失去了目标的踪迹 他十多秒前就发现 有人沿阶梯快速下行 似乎在躲避着什么 所以怀疑这就是自己的新密偶 于是抓紧时间 快速做了个梦境占卜 得到了对方与玫瑰学派有关 不是什么好人的启示 有了这样的答案 克莱恩毫不犹豫就准备动手 可惜由于时间较为仓促 他没来得及使用蠕动的饥饿里 记录指人天使干扰对方的灵性直觉 结果扑了个空 这时 他的密偶奥夫 已离开阶梯最后一层 大步狂奔冲向了刚站立起来的恩佐 恩佐心中一动 未做躲避 只是轻巧侧过身体 就让开了那普普通通的攻击 然后 他顺势拔枪 快速瞄准 砰的一声就命中了奥夫的胸口 鼓鼓血液流出 密偶奥夫摇晃着倒了下去 呼吸飞快变得虚弱 克莱恩则抓住这短暂的机会 身影一下消失 闪现到目标的前方 堵住了他逃跑的道路 恩佐豁然有了种 难以言喻不可名状的奇异预感 当即闭上了眼睛 死死避住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为命运途径的中序列非凡者 相信直觉是本能反应 紧接着 恩佐慌忙转向 试图依靠灵性直觉 冲入另一条街道 可是戴礼帽穿正装 长相没什么特点的男子 又浮现在了他的对面 前前后后 左左右右 克莱恩的身影不断消失 又不断出现 就仿佛正高速奔跑于恩佐的四周 总是能提前堵住对方的路线 却又不做直接的攻击 让恩佐无论转向哪里 有没有使用非凡能力 对面都是穿黑色正装 戴半高礼帽的身影 有那么一瞬间 闭着眼睛的恩佐还以为敌人不是一个 而是一群 旅行家总是能一个人制造出围攻的效果 也就十秒左右 还未闯出逃生之路的恩佐 思绪突然制色 动作一下变慢 脑海和关节里都似乎被人灌入了胶水 旅行与密友大师同样很配 克莱恩刚才闪现时 一直与恩佐保持着不到十米的距离 一直在暗中操纵对方的灵体之线 依旧闭着眼睛的恩佐心中一紧 脚下忽然踩到了一颗石子 身体顿时失去了平衡 重重摔倒于地 让手枪飞出了好几米 疼痛和震荡 让恩佐一下摆脱了那种制色的状态 重新找回了流畅的感觉 对于这种意外 恩佐并不陌生 作为赢家的他 总是能因各种小概率的事情 获得优势 攫取胜利 他正要毫不犹豫地 冲向侧方一条街道的尽头 直接翻过护栏 跳下大海 依靠命运的安排来摆脱困境 脑海内又闪过了一幕场景 他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咳得直不起腰 卖不开腿 疾病 敌人能让我感染疾病 他始终不做攻击 只是堵住我逃离的道路 就是为了让我留在这片区域 难以察觉的染上疾病 恩佐心中先是一惊 旋即涌现出了强烈的欣喜情绪 他随身佩戴的那枚绿华戒指 来源于原始月亮的信徒 一惊开启 就能轻松治疗好各种 不算太严重的疾病和伤势 这就是幸运 恩佐假装没有发现周围空气里 存在感染性的疾病 双手一撑 蹿了出去 按照刚才预想的路线 直奔接到尽头的护栏位置 刚跑了两步 他突然咳嗽出声 不由自主放缓了速度 他的咳嗽没有像正常一样平息下来 反倒越来越激烈 仿佛要把肺部都咳出喉咙 克莱恩戴礼帽穿正装的身影一闪 又来到了目标的背后保持着近十米的距离 就在这时 恩佐张开了双臂 让无形的连衣从体内荡了出去 这仿佛纯粹的精神风暴 刺掠着刮向了周围所有的灵体 在带来强烈眩晕的同时又传播着灾祸 克莱恩同样有着危险预感 恩佐刚刚张开双臂 他的身体就已消失在了原地 出现于那陡峭阶梯的中段 闭着眼睛的恩佐见没能达到预想的效果 当即放弃了要解决掉目标才逃离的想法 继续冲向了街道尽头的护栏位置 他有预感 再拖延一阵 部分职业者就会追赶上来 让局面变得更加混乱 而作为一名幸运儿 一位赢家 越混乱越有希望逃离 这个时候 尹之前连续变相盲目逃窜的缘故 他又一次路过了 被他开枪击中胸口的密友奥夫 奥夫的左手食指之上 戴着枚镶嵌红宝石的金戒指 那戒指血光一闪 奥夫孙前的伤势已然如动复原 整个人一下弹起 大张着嘴巴 扑向了刚好经过的恩佐格 他的口腔内 舌头似乎失去了实感 变成了一团流淌的血皱 血之花 奥夫戴的正是克莱恩 从X先生那里获得的血之花戒指 他一方面能随机的使佩戴者 放弃思考变成野兽 另一方面 则可以让佩戴者 更深层次的掌握住自身血肉 只要没瞬间死亡 没遭遇彻底的净化 再严重的伤势都能如动复原 同时 他还附赠一些血肉魔法 是非常适合密偶的神奇物品 克莱恩出来找新密偶前 不清楚目标究竟属于哪条途径 有序列几 所以做了较为全面的准备 让奥夫戴上了血之花戒指 这样一来 他就能导演一出 看似本人为主 密偶为辅 实际刚好相反的戏剧 恩佐刚跑过奥夫躺着的地方 膝盖突然一阵刺痛 似乎是因为之前的摔倒 受了一定的轻伤 他念头一闪 顺势就蹲了下去 然后感觉一道人影 从头顶飞过 扑了个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1337集 奥夫突如其来的袭击 依旧没能对赢家产生效果 恩佐正要露出笑容 再次防奔 心中陡然又有了不好预感 下意识就蜷缩起来 保护住了致命部位 与此同时 密偶奥夫猛的膨胀 无声无息炸了开来 一团团血肉化作风暴 席卷了周围好大一片区域 嗖嗖嗖打在了恩佐的身上 克莱恩做的准备之一 就是利用蠕动的饥饿变异后的能力 在密偶体内种下了血肉炸弹 当的一声 那枚镶嵌着红宝石的金戒指 落到了街道石板上 克莱恩的身影随之闪现至恩佐的旁边 他抬起左掌 让手套变得漆黑 仿佛由一个个颗粒组成 口中则吐出了一个满是邪恶 堕落意味的单子 缓慢 恩佐幸运避开了大部分伤害 只受了一定轻伤的身体 豁然静止了一下 挣扎的动作明显变慢 蜷缩的姿态一点点改变 紧接着 他因疼痛而睁开的眼睛 映入了一道身影 穿黑色正装 戴半高礼帽的身影 恩佐抖得发出一声惨叫 双手抬了起来 捂住了眼睛 一缕缕鲜血随即从他的指缝间浸了出来 怪物 看着地上痛苦扭动的目标 克莱恩眉毛挑了一下 继续操纵起灵体之线 迅速就完成了初步控制 这一次再没有意外打断后续 处于半风状态 提表长出了些许鳞片的恩佐 也无力反抗 克莱恩相当顺利的就加深了掌握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恩佐突然翻身站起 收敛了凸显出的少许蛇状鳞片 他一手暗胸 对着克莱恩行了一礼 然后走向旁边 弯腰捡起那枚镶嵌红宝石的金戒指 将他戴在了左手食指上 这与另一边的绿宝石戒指刚好成对 克莱恩忍住了用心密偶 看一看自己的冲动 让恩佐处理起现场残余的血肉和痕迹 做完这一切 他带着密偶 步入了街道侧面的阴影里 很快消失不见 过了几分钟 连续出现判断错误的戴利西蒙尼 和伦纳德米切尔 终于赶到了那座陡峭阶梯的顶端 他们一层层下行 速度放得很慢 谨慎地戒备着四周 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可是直到抵达底部 他们也未发现任何异常 甚至没找到有用的痕迹 戴利又往风中抓了一下 将手凑至耳畔 仔细倾听 几秒之后 他环顾一圈道 有开枪的动静 有武器曾经落在前面街角的拐角处 那个 那个叫做恩佐的人 死了 死了 谁做的 伦纳德颇感诧异地开口问道 在他看来 因为自己两人刚才的种种不顺利 恩佐实质上已经摆脱了追捕 不存在被玫瑰学派暗中监控的人员 出手消灭 抹掉线索的可能 既然如此 那又是谁 把这位疑似序列六 序列五的非凡者杀掉的呢 要知道 红手套今晚的行动 预先有借助封印物 做一定的反占卜 应该没谁能提前预料到 专门等在这里 狩猎逃跑的恩佐 戴笠摇了摇头 那些小家伙没看到 应该是个很擅长 反占卜的非凡者 也许 是恩佐的仇敌 本来就预备今晚行动 他简单给出了自己的猜测 然后与伦纳德 分头搜索起附近街区 看能否找到被遗漏的线索 趁着这个机会 伦纳德绕至其中一条街道的护栏位置 压低嗓音道 罗涛 你有发现什么吗 他体内的帕列斯索罗亚斯德 隔了两三秒才回答道 你们刚才应该有听见一声惨叫 并一次修正了追踪的方向 那就是恩佐发出的 他似乎看到了什么 极端恐怖难以名状的东西 能直接对他精神体验造成伤害和污染的动机 伦纳德正了一下 眸光略有收缩 低声重复道 极端恐怖难以名状的东西 旅馆房间内 克莱恩带着新密友传送了回来 他随即让密友视力在侧方 自己找了张椅子坐下 边打量研究 边叹息了一声 一个怪物途径的非凡者 但还是不如塞尼奥尔 没法藏在金币表面随身携带 只能始终跟在旁边 从非凡途径来看 他在玫瑰学派内部不属于核心人员 可本身的序列并不低 应该有得到一定的重视 也就是说 如果不给他乔装改扮 很容易就会导致 我被玫瑰学派的人盯上 反过来想 似乎也可以用他来做鱼儿 再钓一只怨魂回来 到时候他独自行动 我藏在接近两百米的远处 等待猎物上空 不行 不能被贪婪影响 南大陆是玫瑰学派活跃的地方 一旦暴露行藏 以欲望母书对我的重视 不仅圣者会过来 天使也许都会直接降临 嗯 还是给这个密偶乔装改办吧 作为一名无面人 我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然后 继续用玄学的办法寻找下一个密 等待达尼兹那边完成调查 等待阿兹克先生过来找我 克莱恩迅速有了决断 并结合种种办法 初步弄清楚了新密友的未接和拥有的非凡能力 这是命运途径的序列五赢家 其中 这条途径的序列九怪物 属于灵感超高的类型 经常能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 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 以至于偶尔能窥见未来的画面 对危险有着敏锐的直觉预感 这个序列的非凡者常常会陷入某种恍惚的状态 呢喃起别人听不懂的话语 以至于被当成真正的怪物 对应的序列八是机器 非凡者将获得恐怖的计算能力和精准的控制力 与身体相关的各方面素质都明显增强 成为格斗射击等领域的天赋者 同时 他们也拥有了占卜和反占卜的能力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1338集 序列期叫幸运者或幸运者 这个层次的非凡者在日常生活里 经常会遇上出门捡钱 人体描边 头头如同期望喜欢的女孩子 刚好喜欢自己等事情 但无法控制 属于被动 而且这种幸运并不固定 有高低起伏 有时特别厉害 有时如同普通人 所以很难完全依靠 得尽量节制 序列六是灾祸教室 一方面 非凡者会被动的遭遇各种灾祸 但可以预见 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找到消除或减轻影响的办法 另一方面 他们能主动的引来不同程度的灾祸 将目标或敌人波及进去 自身则依靠幸运方面的特长 规避掉绝大部分危险 趁乱发动攻击 简单来说就是 他们能够将对手拉入最能发挥自身优势的环境 当然 许多灾祸教室 也能充分利用自身被动遭遇的那些危险 来打击敌人 同时 灾祸教室还可以制造精神风暴 依靠自身高于其他途径的灵性 直接影响对方的精神体 带来一定程度的眩晕或心智的迷失 如果灾祸教室的敌人 进入了后面那种状态 就会非常容易犯错 让灾祸越滚越大 直至将它吞噬 而到了序列五赢家 非凡者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主自身的幸运了 他们既可以依靠本身的节制 积累起大量的幸运 在关键时刻以戏剧性的方式多次化解致命危机 也能时不时在平常生活里遇到概率极低的好事 比如因某些人的失误 莫名其妙有了一笔遗产等待继承 比如由于走路姿势奇怪等让人感觉滑稽的原因 得到了优秀异性的青睐 比如追赶的敌人愚蠢迷路或判断错误 在这个层次 命运途径的非凡者直觉预感达到了很强的水准 无论占卜还是反占卜 都称得上神秘学专家了 另外 他们还能有限度的给予敌人厄运 让目标变得较为倒霉 怪物途径的非凡者真是走极端啊 除了灵性相关和命运领域 几乎没有别的非凡能力 就连身体素质和计算能力 都只有机器这个阶段提供 后续提升的相当有限 这简直就是我想象中的标准神棍 没什么攻击和防御能力 全靠直觉预感和命运眷顾生存 不得不说 这是二十二条非凡途径里 最特殊的一条 其余我都能够找到 我猜测对应的相近途径是什么 只有怪物 显得那么不合群 孤零零的一条 也许 以命运为主体的非凡途径 注定孤单 克莱恩暗自感慨了几句 对怎么应用自身密偶 有了一定的想法 当然 他还需要去挥舞之上占卜 看被动的幸运和灾祸 在非凡者已实至死亡的情况下 是否还存在 若是存在 克莱恩就得时不时 面对灾祸的考验了 相比较而言 还是血质上将塞尼奥尔 这么有更好 人呢 总是在失去之后 才懂得珍惜和后悔 克莱恩自嘲摇头 从怪物途径的特点出发 想到了几种对付他们 中低序列非凡者的有效办法 一是让他们猝不及防的直接看见他 让他们因直视挥物或别的画面 遭受精神的洗礼和肉体的伤害 趋于失控 二是将特殊的物品扔出去 让能看见不该看见画面 听到不该听到声音的怪物们 接受考验 在这方面 克莱恩手上有一颗源于高等恶魔的血液晶体 可以发挥作用 抑郁者的气息 三是 引诱他们对他施加厄运 然后假装倒霉 趁机反扑 思绪分成间 克莱恩让密偶主动掏空口袋 拿出了35磅石苏勒七便式现金和一个皮夹 那个皮夹表面和内侧分别绣了一朵花和一个名字 似乎是全手工定制而成 恩佐 不管是不是你的名字 你都叫恩佐了 克莱恩描了侧方的密偶一眼 目光顺势下落 停在了对方右手戴着的那枚镶嵌绿宝石的搏金戒指上 经过占卜 他得知那枚戒指叫绿华 效果很单一 就是治疗各种不算太严重的疾病和伤势 正因为如此 他的负面影响也很小 仅仅是招惹蚊虫 还好不是我带 嗯 怪物途径的非凡者 好像都很少佩戴神奇物品 哪怕有 也顶多一两件比较低层次的 这是命运的要求吗 克莱恩若有所思地收回目光 看向凝视墙壁的密偶恩佐 心里有个冲动 越演越烈 还想借着怪物途径密偶的眼睛 看一看自己 想知道对方究竟能看见自身什么特殊之处 这会不会非常危险 哪怕我自己看见 也会出现失控 不 之前停根式的阿德米索尔 在不到叙烈酒的情况下直视了我 也只是眼睛流血疼痛了一段时间 虽然我现在有了极大的提高 但刚才赢家恩佐看到我之后 也不是直接崩溃 和我遭遇欲望魔女 潘纳迪亚部分神话生物形态时的反应有点像 去挥物之上做个占卜 不行 这设计挥物本身肯定会受到干扰 与现实世界依靠本身的占卜能力尝试 克莱恩随手掏出了一枚金币 让他在指缝间翻转跳跃 过了一阵 那金币争的一声弹起 又落了下来 调至克莱恩的掌心 克莱恩低头看向掌心 毛子里映出了金币的模样 他正面朝上显现着国王头像 这表示肯定 表示克莱恩应该利用密友的眼睛看一下自己 获得这样的启示后 克莱恩依旧犹豫 想着要不要举行仪式 把密友恩佐带到挥物之上 与那个相对安全 能让灵体受到的伤害和污染 都被彻底抹除的环境中再做尝试 可是 他怀疑这样根本不会有结果 因为命运途径的非凡者 本身注意到的 就是那片神秘空间 在现实 在他身上的投影 到了挥物之上 类似的特异很可能不复存在 这就像试图观察大象外在的体型 却钻进了目标的体内 手指一根根缩起 握住了金币 克莱恩沉默许久 终于有了决定 他豁然站起 拿出仪式引笔 制造了一片灵性之墙 将房间笼罩于内 这是在防备可能出现的凄厉惨叫和奇怪动静传出去 紧接着 克莱恩又布置仪式 将蠕动的饥饿 献祭到了挥舞之上 他害怕等下自身状态出现问题时 这手套会反噬佩戴者 这是蠕动的饥饿本身就固有的属性 一旦不能吃饱 不能保证每天吃一个人 他就会以佩戴者为食 而克莱恩饿他的时候 比胃他的时候多 你正在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无嘴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记得订阅 否则你知道后果 第1339集 条理分明丝毫不乱地做好了其他准备 克莱恩伸手将血之花戒指从密友恩佐的手上取了下来 往自己左掌凑取 这能保证他就算肉体受到了严重伤害也可以恢复过来 即将戴上时 克莱恩想了想又停顿下来 拿出纸笔 写了一句话 记得取戒指 他这是担心试验结束后自己受血之花降至影响 不想将他取下 克莱恩自嘲一笑 吐了口气脱掉衣物 戴好了戒指 然后他将目光转向了新密友 赢家恩佐 事前的犹豫和内心的退缩总是不可避免 但只要下了决心 经历过那么多事情的他 已然能勇往直前 坚定不退 略做调整 进入冥想状态后 克莱恩就让密友缓缓转过身体 望向了自己 借助赢家的眼睛 他首先看见了一层薄薄的 有点往外弥漫的灰白雾气 雾气之中 隐约有一道沾染了些许清黑的灿烂光门 那光门由数不清的层层叠叠的光球组成 每一个光球的本体 又是一堆堆和暴成团的扭曲蠕虫 那些蠕虫有的透明 有的半透明 带着或复杂难言 或意向深远的符号与图案 克莱恩还未来得及看清楚具体的细节 脑海豁然就嗡了一下 整个人随之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 他缓慢醒转过来 意识竟有点失忆 差点以为自己是正常睡到了天明 发生了什么 窗外夜色还很深 克莱恩双手一撑坐了起来 这才发现自己竟躺在地板上 这时 他眼角余光瞄到了旁边视力的密友恩佐 脑海内猛然就涌现出大量的画面和声音 对啊 我刚才是在研究怪物途径的非凡者 能从我身上看到什么 这是受刺激超过限度 直接就昏了过去 我一心还记得 当时有听见痛苦的嘶喊声 这是我自己发出来的 找回记忆的克莱恩连忙审视起自己的身体状态 恶然看见 提表有一道又一道鲜血淋淋的猙獰伤口 似乎有什么东西从内部钻了出来 此时 这些密密麻麻的伤口处 血肉正在蠕动 异常快速的重组为整体 克莱恩随即望向地板 只见自己刚才躺着的位置 血液印出了一道身影 还好带了血之花戒指 要不然说不定 就因为肉体崩溃带来的重伤 缓慢死去了 不知道这样的死亡在复活之后 是人类形态 还是怪物形态 克莱恩抬手揉了揉额角 目光扫向四周 发现桌椅有倾倒 但灵性之强未破碎 这让他真正松了口气 确定刚才的异变 仅限于他自己的身体 和附近很小范围的地方 并没有往外扩散 而从伤口的恢复情况来看 克莱恩判断自己失去知觉 不超过一分钟 他扶起椅子坐了下去 觉得自己似乎遗忘了什么 却又想不起来 直到本能地处理起现场 看见一张纸条上写着 记得取戒指这句话 他才恍然大悟 拔掉了左手那枚 镶嵌红宝石的金戒指 更多的记忆随之浮现 克莱恩又后怕又好笑地 摇头低语道 幸运有的时候真的很重要 如果刚才血脂花戒指的 负面效果随机到最强 我说不定都不认识单词了 也就无法获得提醒 剑身上的伤口已恢复得差不多 他让密友恩佐 重新戴上血脂花 取下了绿华戒指 借助后者的治疗 克莱恩不再感觉有不舒服的地方 将关注点放回了之前看见的画面 那是命运途径非凡者 在他身上看见的画面 染着少许青黑色的光门 无法数清的光球 核爆成团的透明和半透明如虫 神秘复杂 蕴藏大量知识 却又让人无法得到反馈的符号和图案 这些都象征者代表着什么呢 这是挥物之上那片神秘空间 对应的某种神话生物形态吗 属于序列灵 真神层次的那种 因为有挥物的阻隔 所以只有命运途径的非凡者 才能直接看见 承受冲击和污染 同样 也是因为有挥物的阻碍 命运途径的非凡者 才不会像直视神灵一样完全崩溃 但也得不到什么知识 克莱恩思考了一阵 开始试着用占卜的技巧 解读那幅画面 蕴藏的象征意义 光门有点像学徒座椅后面的符号 又似乎指向门先生 无数层叠的光球 与我冥想的内容一致 而后者源于地球 某些小说构建的神话体系 是我潜意识受到影响 选择了相近相似的记忆 还是我的选择 反向影响了挥物中 那幅画面的表现形式 扭曲得透明如虫 贴近霍纳其次山脉主峰巨大王座上的那团 但又有点不一样 这属于占卜家途径的序列灵 愚者 半透明的没怎么看清 难以判断 还有 表层那清黑的颜色 总是让我联想起那片神秘空间深处 我还无法攀登上去的地方 站在最高那层光之阶梯时 能看见半空凝聚的云气上 有点清黑呈现 克莱恩想了半天 未能得到答案 只好暂时将此事压入心底 等待将来有了更多情报 更多线索再分析 处理好现场痕迹 他逆走四步 进入挥物之上 准备对自身状态 做一次更加全面 更为彻底的检查 并确认密偶恩佐 是否还有被动的幸运和灾祸 拜亚姆 贫民区 一个不是太大的破旧房间内 星之上将加德利亚坐鱼桌后 看着门口 听到了有特殊节奏的敲门声 进来 他没有刻意掩饰自己嗓音的开口道 木门吱压一声打开 带着兜帽披着黑袍的倒吊人 走了进来 看到对方遮遮掩掩的装扮 加德利亚推了推 鼻梁上架着的沉重眼镜 微微笑道 你这样走出去 不用五分钟 就会被风暴教会的人包围 他并没有做什么伪装 因为他知道自己让格尔曼斯帕罗 登上未来号的事情早在海上传开 道调人不难猜到星之上将就是银者女士 阿尔杰没直接回应 便关上房门 拉开椅子 便不落下风的说道 你这样走出去 也是 他的意思是 星之上将在七大海盗将军里 仅次于地狱上将 且疑似和格尔曼斯帕罗关系密切 属于风暴教会和黑夜教会等多个势力 追捕的主要目标 赏金已然升至四万五千磅 不管走到哪座城市 只要不做伪装 被人认出 都意味着许多麻烦将要到来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这日记上的符号 是什么意思呢 加德丽亚幅度很小地点了下头 转而看向道调人 被兜帽挡住的脸孔道 在我面前 这样的装扮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 我尊重你的选择 他保持着戴眼镜的状态 其实很足 非常自信 不愧是星之上将 在兜帽下还额外戴了张面具的阿尔杰 没去纠结伪装方面的事情 直入正题道 感谢你提供帮助 星之上将 星之上将加德丽亚将右手放置左轴道 我很好奇 阿尔杰 加德丽亚早有准处 我并不想成为别人讨论的话题 加德丽亚似乎把握到了对方潜藏的意思 沉吟了几秒道 我需要更多的情报 阿尔杰轻轻轻点头道 根据我的观察和猜测 工匠应该是被信仰原始月亮的那些人控制了 后者属于南大陆原本就存在的那个派系 而非生命学派的叛徒 加德丽亚表情未变 想了想到 你为什么不找月亮先生 他对这方面的事情应该很感兴趣 阿尔杰勾了勾嘴角 嗓音如常地回答道 如果我们都解决不了 我或许会这么做 加德丽亚明白道调人的意思是 如果问题很大 那可以借助月亮将血足整体扯入这件事情 在混乱中挽回损失 绝取好处 他随即笑了笑道 如果事情严重到了那种程度 为什么不直接找世界 这样似乎更简单 阿尔杰沉默了几秒道 我必须证明我有处理问题的能力 所以那是最后的选择 听到他的回答 星之上将加德丽亚顿时有了些联想 道调人很重视世界格尔曼斯帕罗的看法呀 因为对方是愚者先生的卷者吗 还有 他这样的态度和贝克兰德特里尔等地方流行的政治笑话 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一致 遇见问题或犯了错误 第一反应就是压下去 找别的办法解决 不能让上司或者委托者知道 这说明道调人曾经甚至现在都属于组织严密的大势力 染上了这样的风气 掌握了相关的技能 风暴教会 不 这样的人在里面是异端 五海之王的船队 念头起伏间 这位海盗将军推了推鼻梁上架着的沉重眼镜 将话题捣回了正轨 继续讲那位工匠的事情吧 阿尔杰像是早就准备好草稿一样 没有回响 没有停顿 语速不快不慢的说道 曾经为了掩盖那位工匠的身份 不让这个渠道被其他人掌握 我故意将他塑造成了蒸汽教会的内部人员 可实际上 他很早之前就因为喜好明酒 沉迷美色 极为挥霍 不得不替野生非凡者 制作物品赚取金钱来维持生活 叛逃出了蒸汽教会 躲在拜亚姆 这次 他先是奇怪染病 被不知来历的人监控 然后就被疑似信仰原始月亮的那些人控制 自我宣称获得了新生 加德利亚认真听着 镜片后略显紫色的眼眸显得极为专注 等到道调人讲完 他沉吟了一下 开口问道 一位工匠绝不会缺少神奇物品 而且他们很懂得各种非凡效果 和负面影响的搭配 实力肯定能达到序列五层次 那些原始月亮的信徒 究竟是用了什么办法 才能在不伤害到那位工匠的情况下 控制住他们 有半神出手 阿尔杰缓慢摇了摇头 这方面暂时没有任何线索 但据我观察 那位工匠表现出了一定的资源成分 我怀疑 威胁逼迫的同时 还存在针对弱点的诱惑 他间接否定了这件事情 有半神参与的猜测 星之上将加德利亚点了点头 那些原始月亮的信徒 又是怎么找到这位工匠的 按照你的描述 这位工匠一直都只和熟悉的 值得信任的朋友交易 并不太喜欢拓展自己的渠道 在安全方面可以说非常谨慎 阿尔杰迟疑的一下道 我并不是太确定 但我有一个猜测 我曾经帮世界 卖过一份狼人非凡特性 给那位工匠 而狼人这途径属于一种 无论配方还是特性 都被玫瑰雪派牢牢掌握着 少有外流 加德利亚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 已然弄清楚 道调人的猜测是什么 她怀疑那份狼人非凡特性 有潜藏的 涉及隐秘存在的问题 导致工匠被玫瑰雪派盯上来 而这也是玫瑰雪派 能牢牢控制住 一种途径配方和特性的原因 星之上将加德利亚 又提了几个问题 都得了满意的解答 最后问道 那位工匠叫什么 来自哪个国家 他是印第斯人 他自称夏尔夫 阿尔杰一点也不啰嗦地回应道 夏尔夫 加德利亚眉头微皱 低声重复起工匠的名字 这有什么问题 阿尔杰健壮直截了当地问道 你听说过他 在阿尔杰看来 星之上将是个经验丰富 背景深厚 善于控制自己的强者 如果不想就夏尔夫讨论什么 即使有疑惑 有异常 也不会表现得这么明显 基于这样的判断 他选择一点也不避讳的出口询问 加德利亚沉默了片刻道 罗塞尔大帝的长子 叫做夏尔 和这个名字很接近 不等道调人开口 他自顾自说道 这位王子在大地遇伺候没多久 就因恐惧和担忧并逝 当时索伦家族 希望能吊死和放逐他的后代 但争气教会 选择接纳他们成为神职人员 阿尔杰有所恍然的微微点头 你怀疑这是那位王子的后裔 在印第斯 在福萨克 在北大陆绝大部分国家 用祖先的名字 或相近的名字 做自己的名字 是一种不算太少见的现象 代表荣耀的传承 所以越是显赫的家族 越多某某某二世 某某某三世 当然 在完全没关系的两个人身上 出现重名 也是非常多件的情况 但工匠夏尔夫 并不仅仅只有一个名字 他还出身争气教会 他是印第斯人 他到了工匠这个层次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岳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风暴与你同在 面对道调人的问题 星之上将加德利亚 轻轻汗手道 如果能够弄到他的血液 我很快就可以确认 阿尔吉明白原因 没有多说 转而问道 你现在就行动吗 我可以提供辅助 加德利亚眼镜表面 反射了下窗外照入的 飞红月光 不 我打算再做一段时间的观察 至少我们要弄清楚 那些信仰原始月亮的人 控制工匠夏尔夫 究竟为了什么 如果他们只是想让工匠 为他们效力 是做神奇物品 那事情就很简单很轻松 而如果有别的目的 那问题可能比我们预想的 更加复杂 需要做更多的准备 不愧是行之上将 阿尔吉点了点头道 我不能在拜亚姆待太久 会引人怀疑 若是你需要我辅助 那就尽快 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 道调人缓缓起身 拉了拉兜帽 退出了房间 一只小工匠夏尔夫 目前住处的加德利亚 摘下那副厚重的眼镜 捏了捏眉心 拍了下长道 西斯 进来吧 门缝住的阴影里 黑暗突然涌动 长出了一道瘦高苍白的身影 他鼻梁高得夸张 脸部皮肤近乎透明 一副正在生病的模样 正是未来号的二副 强威主教西斯道尔 加德利亚望向他道 具体的情况是 接下来交给你了 是 船长 西斯道尔简单回应后 又缩入了阴影里 加德利亚抬起右手 停顿了几秒道 最近 最近远离弗兰克 他的蘑菇实验 出现了停滞 我担心 他又冒出什么新想法 我第二个密友的位置 克莱恩握着两根树枝 连续低念 却没看见他们出现转动 这意味着占卜失败 或者古拉音城 没有非常适合他的第二个密友 神秘学的办法 看来暂时没用了 等明天收拾一下就离开这里 克莱恩嘀咕了一句 随手将树枝扔进了垃圾桶内 他身旁视力的密友恩佐 虽然不敢直视主人 只能望着地面 但依旧熟练地泡好了一杯红茶 递向克莱恩 这位赢家与之前相比 表面已晒得发红脱皮 等到这一切好转 他将拥有一身幽黑的皮肤 克莱恩为了伪装新的密友 让他不被玫瑰学派的人认出 又带着这位先生旅行至阳光酷烈的海边 做长时间的暴晒 同时他操纵密友自己剃掉了大部分头发 只留下薄薄的一层 配合眉毛的勾勒 脸部的堆粉 高光暗影的重造和墨镜的佩戴 恩佐似乎换了个人 即使是非常熟悉的朋友 也很难分辨出来 除非那是无面人 除了现实上的乔装打扮 克莱恩还有做神秘学上的处理 一是指人天使的拥抱 二是阿兹克同少的随身携带 另外他也初步确认 赢家被动的幸运和灾祸无效 但不知道是成为了密友的原因 还是挥物的关系 接过红茶喝了一口 克莱恩将目光投向了面前 茶几上摆放的东西 拜朗地图 考虑起接下来会去哪里寻找第二个密友 就在这个时候 他四周各种颜色陡然加深 就仿佛被画家用油墨重新勾勒了一遍 紧接着一道人影在密友恩佐身旁勾勒了出来 他戴着丝绸礼帽 穿着黑色礼服 身材中等 肤色古铜 眼眸沧桑 五官柔和 右耳下方有颗细小的黑质 正是阿兹克·艾格斯 阿兹克先生终于来了 克莱恩先是惊喜 旋即注意到对方出现的位置是密友旁边 这让他脑海内忍不住浮现出了一幅好笑的画面 依靠同少定位的阿兹克先生就像上次一样 刚一到来 就抓住同少携带者的肩膀 借助灵界 穿行离去 而自己只能眼睁睁看着 想伸手阻止 却慢了半拍 不得不凝固于身前 阿兹克和上次相比 似乎沉默了一点 看了眼又是新面孔的克莱恩道 做好准备了吗 准备 那当然是没有的 克莱恩堆起笑容 指了下密友恩佐 那只手刀还有带封印 他说话的同时 皮肤发红脱皮的恩佐 就用戴血枝花和绿华两枚戒指的左手 取下了覆盖右掌的人皮手套 这是蠕动的饥饿 正常来说 克莱恩在不使用的时候 都倾向于将蠕动的饥饿丢在挥物之上 毕竟这手套一变后 原本封印失效 一天就得吃一个活人 否则将以佩戴者为食 但考虑到阿兹克先生已经回信 最近就有可能过来会合 他最终决定 除非特殊情况 否则都把蠕动的饥饿 留于现实世界 毕竟他已经预想过阿兹克先生到来的场景 不想出现以下的对话 你不是说之前的那只手套需要重新封印吗 是的 您等一等 我去一趟关系室 或者 做好准备了吗 没有 您等一下 我去趟关系室 类似的画面和台词 仅是想一想 克莱恩都觉得尴尬和奇怪 即使不考虑被阿兹克先生发现灰雾秘密的可能 这也会导致他在对方心中的形象 往不可预知的方向滑落 所以 获得新密偶并完成了看自己的尝试后 克莱恩就将蠕动的饥饿拿回了现实世界 补上了之前那一餐 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 佩戴者由他改为了密偶恩佐 除了这个 为了遏制蠕动的饥饿每天的吃人冲动 克莱恩随身携带了几朵普通的蘑菇 并让密偶始终与自己保持着不到五米的距离 听到他的话语 看见密偶的动作 阿兹克点了点头 伸手接过了那只人皮手套 而克莱恩趁机从衣兜里拿出了几朵蘑菇 丢向不远处的垃圾桶 他打了个响指 让那些蘑菇自行燃烧 腾起赤红 却没有影响到周围其他事物 这是魔术师的操纵火焰的能力 做完这一切 见阿兹克先生的目光不可避免地望了过来 克莱恩甘笑了两声道 之前那个变故 让蠕动的饥饿有点害怕蘑菇 于是我就利用这个弱点 来遏制他平时的冲动 其实这对实际使用意义不大 因为随身携带蘑菇压制蠕动的饥饿 会导致这忍耐着饥饿的封印物 在蘑菇消失后立刻反噬 除非他的面前就有别的可以轻松获取的食物 否则只会成为敌人的帮手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阿兹克拿着表面开始染上血色的手套 边低声自语 边让四周豁然深沉 就连窗外的阳光都被拒绝入内 一个个苍白的 阴绿的 复杂的符号 标识 花纹 凭空浮现 就像是由无形的怨魂 幽影 灵体等生物 书写而成 他们与半空交织组合在一起 演化出一扇神秘的虚幻的对开的青铜之门 仿佛连通了另外一个世界 深沉的寂静的恐怖的世界 这虚幻之门越缩越小 最终落于蠕动的饥饿上 让他表面的血色迅速退去 苍白成为主体 几秒后 这人皮手套恢复的正常 依旧是薄薄一层 可即使没有了蘑菇的压制 他也未表现出一点造狂和冲动 和以前一样 阿兹克将蠕动的饥饿 递给了克莱恩 有大佬撑腰的感觉就是好啊 克莱恩一阵感慨 诚恳道谢 将蠕动的饥饿 带在了自己左掌 他想了想 主动提到 阿兹克先生 我之前携带您给的那枚同哨 经过狂暴海的时候 有连续做过相同的梦境 梦境的主体是一个黑暗阴冷 倒立着深入地底的灵寝 里面摆放着数不清的棺材 棺材里还趴着一个个死者 他们的背后长出了密密麻麻的白色羽毛 那些羽毛染着淡黄色的油污 灵寝的深处 只有一团笼罩所有的黑雾 梦境中 我正在和你探索这个灵寝 不知道惊动了什么 导致黑色的雾气 发出喘息般的声音 延伸出一根根虚幻的黑色吸管 每次梦到这里 我都会惊醒 这似乎和之前出现过的 灵教团人造死神计划附带产物 有点类似 克莱恩将自己利用同少占卜出的内容 划入梦境 较为详细的讲了出来 以提醒阿兹克先生 让他不要大意 反正梦境占卜在某种意义上 也等于梦境 而阿兹克知晓 他是占卜加途径的非凡者 有类似的遭遇并不奇怪 正常做梦获得的启示 与梦境占卜获得的启示 区别只有一个 被动和主动 阿兹克安静听完 没有打断克莱恩的描述 末了点了点头道 这应该和死神 遗留于狂暴海的事物有关 灵教团的人造死神计划 看来也有了点实质的进展 阿兹克先生 不愧是第四季的死亡执政官 一点也没有轻视我的梦境 克莱恩抬起右手 揉啰揉脸孔 变成了格尔曼斯帕罗的样子 他随即说道 只剩一个准备了 那就是确认 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没在危险的地方 这我也没有灵教团的半身 至于那枚鱼人秀钉 是否还在对方船上的问题 克莱恩没有提出 因为他隔三差五 就会做个确认 相信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尚未发现那件神奇物品 或者已经发现 但故意没做移动 等着疯狂冒险家 格尔曼斯帕罗 主动拜访 踩入陷阱 阿兹克平和回应道 这可以到了附近再确认 好的 克莱恩立刻让密偶恩佐 去衣帽架旁 抽出了那根香金手杖 阿兹克见已经没有别的事情 所以探出右掌 抓住了克莱恩的肩膀 克莱恩也探出右掌 抓住了密偶恩佐的肩膀 四周景屋的颜色再次突变 红得更红 黑得更黑 蓝得更蓝 彼此重叠 却又鲜明不容 两人一偶 随即在灵界开始穿行 那根黑色的香金手杖 则飞舞于前方 指出了克莱恩丢失的愚人秀钉 在哪个位置 哪个方向 没过多久 手杖停了下来 悬于半空 阿兹克也终止了穿梭 但未离开灵界 他仿佛在注视着什么 也似乎在倾听着什么 隔了两三秒后到 没什么问题 说完 他带着克莱恩 克莱恩带着他的密偶 走出了灵界 与此同时 克莱恩想起了之前 和阿兹克先生 一起寻找他记忆线索的经历 那次的目标 是疾病中将特雷西手上的 古代典籍 当时 阿兹克也说问题不大 结果 对面有不老魔女 卡特琳娜 没什么问题 好吧 您说没什么问题 那就算没什么问题 克莱恩边吐槽 边打量起四周 这是他还算熟悉的环境 黑尘中泛着音律的巨大船只 描绘有漆黑玉金箱的 惨白主帆 以及或操纵风帆 或来回巡逻 或演练火炮的活尸 骷髅 怨魂 幽影等不死生物 都在证明着 这是地狱上将的旗舰 黑色玉金箱号 与克莱恩上次所见不同的地方是 此时的黑色玉金箱号 有不少活着的非凡者 那腰胯细细刺剑 身穿花边衬衣 外皮华丽外套 头戴白色骷髅头三角帽 脸覆银白色面具的船长 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正立着船舱入口处 望向这边 忽然 路德维尔右手戴着的那枚 方形黑尘戒指 轻微震颤 有光芒闪现 这高傲的海盗将军 眼中苍白火焰 随之明显晃动 最终缩小到了极点 紧接着 路德维尔弯下了腰背 在船员们或呆滞 或惊讶 或没有生气的目光里 面朝阿兹克艾格斯 匍匐于地上 亲吻起甲板 看到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的反应 克莱恩就和黑色玉金香号上那部分活着的船员一样 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原本预想的场景共有两个 一是路德维尔请了灵教团的半神帮忙 埋伏格尔曼斯帕罗和他背后的强者 这并非没有可能 死神途径的序列期叫做通灵者 同样有能力预知危险的来临 二是 这位地狱上将并无准备 强行反抗 被阿兹克先生轻松解决 克莱恩心底的计划是 若为第一种情况 就阿兹克先生应对半神 自己狩猎地狱上将 拿到第二个密偶 如果是第二种 则恳请阿兹克先生旁观 自己操纵密偶 与路德维尔单挑 这个过程中 他会利用蠕动的饥饿 躲于各个阴影里 尽量藏在幕后 以更快地消化掉密偶大师魔药 谁知道 地狱上将什么反抗都没做 直接就匍匐于地 亲吻甲板 如同阿兹克最忠诚 最谦卑的仆人 这还怎么打得起来 克莱恩略显呆愣地望着前方 不知道该不该开口说点什么 而整条船上 也是一片安静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诡秘之主 第1343集 阿兹克抬手按了下头顶的丝绸礼帽 不快不慢地走向了 贵符于地的路德维尔 一步 两步 三步 他停在了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的身前 嗓音低沉地开口道 灵教团人造死神计划 进行到了哪一步 路德维尔的额头死死贴着地面 嘶哑着回答道 人造死神已经主动地影响 今生失败的高血列者 他还无法回应祈求和仪式 描述完后 他略微抬起上半身 将右手戴着的那枚方形黑尘戒指取了下来 双手捧着 递向了前方 无声无息间 那枚戒指仿佛被数不清的灵体拖着 自行飞了起来 落入阿兹克的掌心 阿兹克端详了几秒 将这枚戒指捏起 戴至左手失指 豁然间 一种恐怖幽深 难以名状 高高在上的感觉 从他身上扩散而出 那些或裸着身体 或穿着破烂皮甲的活尸 骷髅们纷纷单膝下跪 埋低了脑袋 似乎只感知是他的皮靴 飞舞的怨魂阴影们 同样落至地面 紧紧贴于甲板 再没有一个漂浮于半空 船上其余海盗 一个接一个扑通倒地 将脸部埋至甲板之上 不敢有丝毫抬起 克莱恩立在另外一端 望着阿兹克先生的背影 和凭空开阔的场景 张了张嘴巴 却什么都没有说出 阿兹克又前行两步 来到地狱上将的侧方 然后转过身体 面朝克莱恩 对路德维尔道 你做他一年的密友 到了时限 可以回归灵界 这番话 阿兹克说得平平淡淡 似乎并不牵涉 地狱上将的生死与未来 或者这于他而言 只是一件小事 无需在意 被命令者的心情和想法 路德维尔的身体 剧烈颤抖了起来 似愤怒 似不甘 可最终还是没有抬头 依旧将额头紧贴于甲板道 是 伟大的死亡执政官 他话音刚落 苍白与音律 彼此渲染的神秘符号 一个又一个凸显出来 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虚幻的青铜大门 这青铜大门飞快缩小 落至地狱上将的额头 钻了进去 克莱恩有点错愕 又有些迷茫地看着 直到阿兹克先生 对他点了下头 值得指地狱上将 才木然往前 进入十米范围 操纵起路德维尔的 灵体之线 那位海盗将军 好几次想弹起身体 挥动手臂 但都没有付诸实际 很快 他思绪变得制色 下意识有所挣扎 过了一阵 戴着银白面具的 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翻身站起 低着脑袋 退至克莱恩侧方 与赢家恩佐 一左一右 阿兹克静静看着 到了最后 才语速缓慢地说道 死神途径中 高位者对下位者 有很强的压制能力 能推断出来 之前我丢出您那枚同少时 即便身为序列五的 地狱上将 也都完全控制不住 属于自身的不死生物了 克莱恩轻轻点头 示意自己记住了这件事情 紧接着一个腐烂了好几处的活尸爬了起来 捧着一枚蔚蓝的绣钉走至克莱恩面前 这就是他丢失的愚人绣钉 虽然他对现在的我来说已经没什么用处 但终究还是回来了 克莱恩莫名唏嘘之中 伸手拿回了那件属于自己的物品 然后他看见阿兹克先生往回走来 探手抓住了自己的肩膀 他连忙伸出双手 分别抓住了恩佐和路德维尔 两个密偶的肩膀 所有的色彩随之变得浓郁 鲜明却重叠 已进入灵界的克莱恩本能问道 阿兹克先生现在去哪里 狂暴海 阿兹克平静回答道 怕顿了顿又补了一句 把那位同哨给我 好的 克莱恩让密偶恩佐拿出了铁质卷烟盒 取出了里面的古苦同哨 阿兹克一边伸手接过 一边低沉说道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枚死神遗留的戒指 加上童少和我 应该就能在狂暴海 找到当初死神陨落的地方了 克莱恩下意识就开口道 我的梦境告诉我 那里很危险 也许我们该先去找灵教团 执着于人造死神计划的那些成员 从他们那里 拿到更加详细的情报后 再做决定 阿兹克沉默了几秒道 那里有声音在呼唤我 克莱恩侧过脑袋 看向阿兹克先生 只见这位五官柔和肤色古瞳 眼眸沧桑的男子 轮廓线条紧紧绷着 嘴角没有一点额外的弧度 一个个色块飞快掠过 阿兹克带着克莱恩迅速进入了 漆黑风暴席卷 幽暗闪电划过的狂暴海区域 就在这个时候 那黑尘阴冷的方形戒指 和精致古朴的黄铜色哨子 同时闪烁起微光 照亮了阿兹克的脸庞 这位第四季存活下来的死亡执政官 闭上眼睛 静静倾听起不知来自何处的呼喊 然后右手猛的一握 附近领界所有的景象 随之往内坍缩 化成了一个看不到边际 缓缓转动的黑暗漩涡 这漩涡豁然膨胀 将阿兹克克莱恩和两个密偶 昏了进去 克莱恩感受到了突然而强烈的眩晕 险些当场呕吐 过了不知多久 他才缓了过来 发现自己已置身于黑暗阴冷的灵寝内 四周是一句句敞开的棺材 棺材内趴着一个个背生白色羽毛的腐烂死者 克莱恩正了一秒 心中陡然涌现出难以遏制的无奈感 他侧头看向旁边 只见阿兹克正立在附近 凝望着层层阶梯通向的灵寝深处 那里有浓郁的黑气弥漫 雾霾一般缓缓流淌 那里藏着的很可能就是人造死神 克莱恩忍不住又提醒了一句 阿兹克脸部的线条不再那么紧绷 嘴角微微翘起道 事前的沉眠 让我回想起了更多的事情 我看见了坐在头骨王座上的自己 看见了倒闭在王座前方的非凡者和普通人们 他们没有做错什么 就那样突然死去 接着 一个又一个爬起 变成了苍白的不死生物 向我效忠的不死生物 而我 就那样冷酷地注视着 没有一点情绪的波动 任由这样的灾难 蔓延向乡村 蔓延向城市 这让我觉得不像自己 可是 我又很清楚 这或许 才是真正的自己 第四季败朗帝国那位死亡执政官吗 克莱恩嘴巴吸动 又紧紧敏住 阿兹克 抬手揉了揉额脚 语气平静 没有起伏地继续说道 我感觉自己 正在往这个方向回归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不等克莱恩回应 您望着灵寝深处的阿兹克 自顾自往下说道 我还记起了第一次死去 又复活式的情况 躺在一片苍白的尸体中 摇摇晃晃站了起来 心里很恐惧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哪里 在教会人员收取尸体精化前 我跌跌撞撞逃离了那里 像个游魂一样 穿行于旷野 乡村和城市之间 记不起自己是谁 来自什么地方 那段时间 我不管走到哪里 都能听见众多的哭声 看到牧师们 主持大量的下葬仪式 直觉悲伤 弥漫在每个角落 后来 我偶然救了一位贵族少女 进入了她家的庄园 她是个阳光开朗的女孩 而我 像是从森林出来的野兽 既敏感 夺疑 自卑 害怕 又时常展现出冷酷 漠然 残忍 不符合人类道德的一面 她对我很好奇 无论我怎么回避她 怎么做不好的事情 她都会靠近我 用她的笑容 感染我 用有趣的事情 影响我 不知不觉中 我习惯了她的捉弄 习惯了她的存在 我们悄然走在了一起 她很担忧 害怕她的父亲 不同意她嫁给一个 过去的流浪汉 现在的仆役 看着她染上了 忧伤的笑容 我第一次有了种 血液在沸腾的感觉 冲动地告诉她 我要离开这里 但会带着爵位 和给新娘的花环回来 我去了军队 我成为了骑士 我举着三米长的骑枪 冲向了敌人 在第四季尾声 北大陆残余的混乱里 成为了男爵 有了自己的封地 我遵照自己的承诺 带着国王的赤锋 家族的徽章 骑士的兽带 和自己编的花环 赢去了我的新娘 说到这里 阿兹克脸上的表情 逐渐柔和了下来 似乎在回味和缅怀着什么 就连嘴角都不知不觉 翘了起来 克莱恩听得心中一动 似乎又看见了熟悉的 那位阿兹克先生 后来呢 他小心翼翼地 坐起了引导 阿兹克目视着前方道 后来 后来 我们在自己封地 修建了城堡 有了孩子 那是一个男孩 长得很快 可以预见 他将来会长得很高 很魁梧 他喜欢格斗 总是拖着一把 扩剑跑来跑去 说想成为骑士 我以为这只是 小孩的一时爱好 很难坚持下去 可他哪怕摔破了腿 磕上了脑袋 依旧不放弃练习 他以为 躲在房间里 表情扭曲地捂着伤口 我会看不见 他太小看他的父亲了 整个领地的灵 都在暗中为我效劳 一年又一年过去 我找回了 越来越多的记忆 我的妻子 一直抱怨城堡太阴暗 想去有阳光 和温暖的地方 我满足了他的要求 可直到很久之后 我才明白 他不是讨厌 居住于城堡 而是害怕 在我身上 一点点发生着的变化 害怕越来越阴冷 越来越陌生的我 他没有对我说过这些事情 依旧像过去那样和我相处 我们在南方的海边 有了一段美好的生活 甚至 还想再要一个孩子 可惜没有成功 迟到我预感自己下一次死亡快要临近 我们才返回了封地 返回了城堡 我的大儿子 那个男孩 告诉我 他想前往贝克兰德 成为子爵 伯爵们的侍从 开始自己的歧视之路 我问他 为什么在十来岁的年纪 就要做这样的选择 他回答我 因为我是他的偶像和榜样 他想像我一样 依靠自己 而非父亲母亲 成为骑士 成为贵族 那个时候的我 已经恢复了大部分记忆 面对这个孩子 总是有点尴尬 生疏 和不自在 可听到他的答案时 心里依然有种 难以言喻的高兴 满足与骄傲 这是我的孩子 与我在败朗帝国 留下的那些血液 完全不同的孩子 克莱恩知道 阿兹克先生说的是他 初代拉姆德男爵这个身份 而那让他骄傲和满足的孩子 在晚年或者中年 被人下毒谋杀了 定死在棺材里 就连头骨都惨遭 殷斯赞格维尔取走 阿兹克眼神恍惚了一下道 我又一次死去 浑浑噩噩醒来 本能的远离了封地 在预先的安排下 流浪去了别的地方 每一世 每一次的前面部分 我都拥有不同的人生 有时会遭遇甜美的爱情 有时会获得让人宠爱的女儿 那种发自内心的喜爱 无奈和满足 一次又一次 让逐渐恢复记忆的我错愕 疑惑 矛盾 有一次 我是个孝顺的儿子 为父母带去了骄傲 带去了美好的生活 带去了可爱的孙子和孙女 可当我醒来 找回自己 我才记起 我上一世的最后 漠视了他们真正的儿子死于战场 将这个身份占据 我一方面觉得痛苦和内疚 另一方面 又认为这没什么 只是一件小事 我内心 似乎分裂成两个人 那时 我有一张可以让我变成任何人的面具 但在一次苏醒后丢失了 这或许 是我自己主动弄丢的 克莱恩想起了阿兹克先生提过的那个 喜欢向他讨要糖果的女儿 斟酌了一下 开口说道 我认为 您不是内心分裂 而是在和疯狂的精神作斗争 失去过记忆后 一次次开启新人生的您 是善良的 热情的 拥有充沛情感的 越靠近当前的人生 应该越能体现这一点 这可能才是真正的您 本质的您 而死亡执政官时期的您 有受到非凡特性内 蕴藏的失控倾向的影响 有受到那位死神 从高位传递下来的影响 我听说 他在四皇之战后 就已经疯了 克莱恩这些话语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依据 因为他知道的阿兹克人生 只有那么几段 拉姆德男爵 给女儿做秋千的父亲 孝顺的孩子 和温和友善的历史教师 他的目的是 提供一个猜测 一种可能 帮助阿兹克先生 对抗随着记忆回来的 死亡执政官性格 让他正视过去一段段 人生里的自己 以此和自身达成某种和解 变得不那么冷酷 而说着说着 他忽然有了新的想法 不等阿兹克消化完 刚才的话语 连忙又问道 阿兹克先生 您知道毛吗 诸神和天使们固定自身 不被非凡特性 失控倾向和疯狂本质 拖着堕落的毛 知道 阿兹克收回视线 点了下头 克莱恩并不是太确认 却用相当笃定的口吻道 或许 您一次次失去记忆 开启新的人生 就是您对抗疯狂 和失控的毛 不要丢弃他们 不要忘记他们 这就是你自己 说完之后 克莱恩在心里 又默默补了一句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 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赞美女神 第1345集 毛 阿兹克重复起这个单词 神情似思索 似迷惑 不知过了多久 他忽然叹了口气道 这也许是一个解释 至少让我心灵层面的分裂与冲突 不再那么激烈 不过 既然已经走到了这里 我还是得去灵寝深处 看一看那里究竟藏着什么 为什么在呼唤我 又是什么 导致了我一次次死去 又复活 一次次失去记忆 又逐渐找回 这困扰了我一千多年 困扰了我一次又一次的人生 我想 今天应该能得到一个答案 他的目光一点点变得清醒 语气貌似柔和 却有着无法描述的坚定 克莱恩本想阻止 可嘴巴张开后 又抿了起来 阿兹克按了按头顶的半高丝绸礼帽 没有侧头 温和笑道 记得闭上眼睛 说完 他向前行走 沿着那一层层阶梯 走向了阴暗灵浅的深处 那里弥漫的黑雾没再发出喘息 缓缓向着四周散开 盘踞于底部的虚幻式雾 一点点呈现了出来 那是一条庞大到 似乎能占据一个岛屿的羽蛇 它有着阴绿显黑的巨大鳞片 缝隙间长出了一根根 染着蛋黄油污的羽毛 每根羽毛之上 都有虚幻的黑色细管延伸出来 这夸张的羽蛇既虚幻又真实 更加具体的形状难以描述 似乎有着人类无法理解的组成 它的眼窝里燃烧着苍白的火焰 它的脸庞是人类的脸庞 那张脸肤色古铜 五官柔和 右耳下方有一颗细小的黑质 俨然就是另一个阿兹克艾格斯 看到黑雾深处盘踞的那条羽蛇 看到对方如山身躯顶端的脸庞时 阿兹克先是一正 旋即鹅角一抽 仿佛被人将妾子深深打住了太阳穴 把头部分成了两半 这剧烈的疼痛里 他脑海内豁然跳出了一幅幅不连贯的画面 与他长相一模一样 就连细微处特点都完全一致的羽蛇脸孔 一片寂静的大地数不清的苍白死尸 浮于半空 由不同种族头骨堆积而成的云朵 从地面钻出的漆黑结状触手 触手顶端的一只只死鱼四眼睛 他被强行拉出了身躯的透明灵体 这些闪烁的画面之后 一双苍白火焰即将熄灭的眼睛望了过来 一根染着淡黄油污的白色羽毛飘落 将阿兹克那透明的灵体切割成了两部分 其中一部分猛然飞了进来 进入了头骨之云 剩下的那部分则与一件凭空月初的黄金饰品 揉合在一起 与苍白火焰的灼烧中回归了血肉之躯 这样的场景就像雷神的锯锤 一下又一下敲击在阿兹克脑海中 让他再也难以忍耐痛苦 抬手捂住脑袋 膝盖逐渐发软 瘫倒般跪在了阶梯上 他终于回忆起了所有的事情 明白了自己不断死去又不断复活 总是失去记忆又一次次找回的原因 他的灵魂并不完整 同样的 阿兹克也明白了黑雾深处那条压迫着整片空间的雨舌 为什么会长着和他一模一样的脸孔 那就是他 那就是另一个阿兹克爱格斯 而这一切源于死神陨落前的一个隐蔽常识 有灵魂的缝合 自然也就有灵的分割 那一刻 疯狂而强大的死神 似乎遇见到了自己的结局 不愿意就那样逝去 悄然分割了自己孩子 败朗帝国死亡执政官的灵魂 收走了其中一半 并将某样物品作为替代 与阿兹克的灵缝合在了一起 不知是出于死神的刻意安排 还是灵教团人造死神计划的无意影响 阿兹克被收走的那一半灵魂 与人造死神的目标 本途径的唯一性融合于一 让后者获得了一定的本能 开始主动的影响 晋升失败的收尸人途径高序列强者 而另外一半虽然有了替代品 不再残缺 但由于灵魂的不完整 只能一次次死去再复活 就像序列四不死者那样 而受到体内内建黄金饰品的影响 受到另一半灵魂的呼喊 每次开启新人生的阿兹克 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找回过往的记忆 过去的阿兹克有尝试弄清楚原因 但碍于记忆自然恢复大部分时 距离又一次死亡已经很近 来不及做什么探索 并且灵教团人造死神的计划 提出也就几百年 直到不久之前才有初步的成果 所以始终没能找到答案 阿兹克的双手不知什么时候 已离开头部 撑在了下方的阶梯上 喉咙里随之发出不像人类的声音 他额头一滴滴汗水滑落 打在面前石板上 竟然开了一层淡黄的油污 催生出了一根根细密的白色绒毛 这一刻 他感受到了另一半灵魂的呼喊与渴望 两个分散了一千多年的自己 迫不及待地想要合二为一 重归完整 阿兹克痛苦地低语着 不想抬起自己的脑袋 伸出自己的右手 他刚才看得很清楚 化身为雨蛇的自己 没有一丝一毫的理智 充斥着浓郁到极点的冷酷与疯狂 如果与对方重归于一体 恐怕会立刻恢复当初死亡执政官的状态 甚至成为只剩神性没有人性的唯死神 那他将遗忘掉一切 遗忘掉曾经真实过的所有人 不 阿兹克喉咙里再次蹦出了一个单词 脖子不可遏制的一点点抬起 上面冒出了一片片漆黑阴冷的鳞片 他的额头位置忽然有了生命力般自行凸起 从中裂开长出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 一抹金黄的光芒随即从虚无中产生 于血肉里成形 这是一件黄金打造般的古老饰品 外形像是一只体态修长的鸟 周围弥漫着苍白火焰构成的羽翼 青铜色的眼睛内部光芒层层叠叠 分别形成了一扇神秘而虚幻的大门 它刚一出现 阿兹克就痛苦的嘀吼了一声 彻底抬起了脑袋 那沧桑的眼眸内 吞的一下燃起了两团苍白的火焰 黑色雾气深处 那条既虚幻又真实的羽蛇直起了身体 探出了脑袋 两张一模一样 但大小有别的脸孔 无声对视 一片寂静 四团苍白火焰跳跃之中 双手撑于地面的阿兹克 表情扭曲 竭力挣扎的一点点站了起来 缓慢的走向了那条 被称为人造死神的羽蛇 随着它的靠近 整个灵寝开始震荡 四周变得透明 映照出了一个 有着数不清骷髅和幽影的世界 一只只血淋淋的手臂 一根根长着婴儿脸孔的青黑藤腕 一条条顶着死于眼睛 或两排尖牙的滑溺触手 穿透真实与虚幻的界线 看住了灵情 却又死死贴于地面 不敢动它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1346集 东拜朗 古拉因城 正在赶往下一个目标所在地的戴利西蒙尼 忽然停住脚步 抬手扶住头侧 怎么了 红手套小队的队长索斯特疑惑问道 戴利眉头微皱 带着几分梦意感地回答道 我听见了奇怪的声音 感受到了 不知来源于哪里的呼唤 我甚至想要跪倒在地上 索斯特慎重询问起其他队员 罗纳德米切尔刚有摇头 就听见脑海内那略显苍老的嗓音说道 看狂暴海方向 罗纳德下意识转过了身体 望向港口位置 望向远处的狂暴海 只见那里一片纯粹的深黑 没有狂风 没有巨浪 没有乌云 没有闪电 没有暴雨 也没有阳光 克莱恩虽然闭着眼睛 但灵感出众的他 还是能察觉到周围的动静 听见一次阿兹克先生发出的 痛苦低语和嘶吼 感受到那宛若实质的寂静感 和死亡气息 发生了什么事情 灵寝深处那个人造死神 虽然没有攻击阿兹克先生 却对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克莱恩脑海念头频闪 心中又急又慌 他的灵性知觉告诉他 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绝不是他乐意看到的 可是他又想不出 自己能够做点什么 他甚至连睁开眼睛 看一看阿兹克先生 目前的状态和遭遇都不敢 这不是仅凭勇气 就能解决的问题 这是位格层次的差距 无法弥补的差距 刹那之间 克莱恩又有了强烈的 无能为力感 但他没有放弃 拼命地回想自己身上 有什么事物可以利用 蠕动的饥饿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 档次的东西 不会有任何作用 丧忠更加不行 格罗塞尔游记 我没带 黑黄帝牌暴君牌也没带 迁运者扶咒 对 迁运者扶咒 克莱恩心中一喜 依然有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用窃运者扶咒 短暂对调自己和阿兹克先生的命运 代替他去承受人造死神造成的影响 至少 我还有复活过来的可能 而阿兹克先生之前的死亡 都不属于被害 谁知道这种情况下 还能不能在此苏醒 克莱恩没去考虑窃运者扶咒 究竟能否对阿兹克和人造死神产生作用 只想着不管怎么样总得试一试 他或的抬起右手探住了衣兜 然后他的动作出现了迟疑 他的手臂往上提了一下 又落回了原本的位置 他整个人短暂凝固 仿佛变成了石头雕刻的塑像 克莱恩嘴角吸动了几次 表情不太明显的出现扭曲 接着猛的一甩右臂 将手掌从衣兜里抽了出来 那掌心紧紧握着一枚黑色水晶卡片般的符咒 与此同时 阿兹克与那条山峰般的虚幻与蛇越来越近了 他步伐越来越快 就像在回归自己的王座 可是他苍白火焰下的眼睛充满痛苦 表情扭曲到了极点 不 阿兹克再次低语了一声 提表裸露的位置 漆黑鳞片的缝隙间 一根根沾染着淡黄油污的白色羽毛长了出来 那强烈的呼喊和渴望 让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就要腾空而起 越想那长着他脸孔的巨大鱼蛇 他额头位置的鸟形视频 苍白火焰猛的蔓延开来 流淌向了他身体别的地方 命运 克莱恩的灵性直觉疯狂欲净 连忙念出了一个古赫密斯语单词 他刚要使用符咒 周围突然安静了下来 再没有任何声音 一只纤细白细的女性手掌凭空出现 按在了阿兹克额头的鸟形黄金饰品之上 一道身影随之勾勒于阿兹克与山峰般的虚幻羽舌之间 中断了两者的靠拢 在外力的帮助下 阿兹克终于抗衡住了那融合唯一的渴望 和无法拒绝的呼喊 眼眸内的苍白火焰映照出了那道浮于半空的身影 那是一位秀美的女士 身穿古典长袍 戴着黑色兜帽 脸上没什么表情 眼眸幽黑 但缺乏灵性 灵寝内诡异的变化 让紧闭着眼睛 收敛着灵性的克莱恩 亦是难以知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清楚这偏好还是偏坏 所以 哪怕已念出开启咒文 手攥着窃运者符咒 也不敢贸然动用 害怕造成负面的影响 获得相反的结果 一秒 两秒 三秒 克莱恩只觉时光流逝的是如此漫长 就仿佛过了整整一个世纪 终于 他听见了阿兹克先生略显低雅 却有不够确定的嗓音 是你 紧接着 一道没有起伏 但明显属于女性的声音 响了起来 你有三个选择 一是继续向前 寻求完整 让萨林格尔从你体内重生 二 是由我帮你抽出那一半灵魂 让你带着他离开 自己想办法缝合 这能让你变回原本的样子 不再一次次死去 又一次次复活 但这不等于现在的你 你过去经历的一次次人生 也将真正退化为梦境 三 是放弃所有 直接离开 你将永远停在当前层次 无法再往上晋升 你将依旧一次次成为死者 又一次次 从失去所有记忆中醒来 重复着 寻找过去的经历 克莱恩听得一愣一愣 完全没想到 林寝深处竟然多了一个人 而且似乎占据着绝对的主导权 可以给出不同的选择 让曾经的死亡执政官 阿兹克艾格斯 只能从中决定 这是黑雾深处 隐藏的那个人造死神 不 他原本似乎没什么智慧 刚才那么久 也没见他想要沟通 抽出那一半灵魂 想办法自己缝合 这什么意思 阿兹克先生的灵 原本并不完整 从哪里抽出 说话的女士 居然能够做到 阿兹克先生做不到的事情 还有 萨林格尔是谁 为什么会从阿兹克先生体内重生 他是那位掀起苍白之灾的死神 阿兹克先生的父亲或者爷爷 是他遇见了自己的陨落 于是在阿兹克先生的体内 留下了复活的银子 第一个选择 肯定直接排除 不做考虑 第二和第三都各有问题 一个不再是现在的自己 会变成陌生的我 一个将永远承受不死诅咒 再也无法解脱 如果对自身有信心 真正将过去那一次次人生 视作毛 那可以考虑第二个选择 与自己和解 彼此妥协 可是这涉及分割出去的另一半灵魂 那一半灵魂完全没经历过那些人生 缝合之后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 根本无从猜测 毛未必能解决问题 克莱恩脑海内一个个念头飞快闪过 又疑惑又好奇 又为难又不解 可只能远远站着 连旁观都做不到 那是阿兹克的人生 是他将要面对的未来 别人无法替他做出决定 而克莱恩该说的之前已经说了 他又无奈又担忧地立在原地 等待着阿兹克先生开口 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会带来好运 第1347集 阿兹克望着前方那位戴兜帽的秀美女士 许久没有言语 眼中苍白的火焰 摇曳不定 那条既虚幻又真实的如山雨蛇 似乎察觉到了某种不好的变化 尾巴豁然抽出 疯狂扫向了四周 头部随之埋下 张开锯口 露出暗红色的血肉 和沾着蛋黄油污的尖牙 拂出漆黑的蛇性和阴绿的粘液 要主动地吞掉阿兹克艾格斯 但是他所有的尝试都没能产生影响 他仿佛活在另一个世界 让人不安的沉默中 阿兹克抬起右手 揉了揉额角 平和笑道 或许是已经习惯现在的生活 我选择三 他话音刚落 对面那位戴兜帽的女士手掌一握 紧紧攥住了那个鸟形黄金饰片 然后一点点往后收回手臂 将那件古老的事物 从阿兹克额头的裂口处扯了出来 阿兹克的表情又一次扭曲 似乎正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 他每一滴血液内 每一块肌肉中 都有少许灵在尽出 交织为了一个透明的魂体 这魂体看似完整 没有残缺 但却充满不协调的矛盾意味 因为它有一半成金黄色 从眉毛眼睛到躯干四肢 都是这样 带着古朴的美感 随着那鸟形黄金饰品的抽出 阿兹克这半透明的灵 从中间开始分裂 一寸寸分裂 仿佛正被人用小刀活剥着皮肤 他喉咙里又一次发出 不像人类的呵呵声 听得远处的克莱恩 脑袋眩晕而刺痛 似乎有一根根钢针 在他的脑浆中疯狂搅拌 也就是几秒的功夫 阿兹克的灵体 彻底分成了两半 一半化作黄金流光 投入了那鸟形饰品的眼中 一半重归他的身体 与血肉融合 阿兹克眼中的 两团苍白火焰熄灭了 体表长出的白色羽毛 和漆黑鳞片褪去了 表情的扭曲也得到缓解 不再那么猙獰 他脸旁变得略有些苍白和透明 额头再一阵阵抽搐 显然正承受着 源于精神体深处的痛苦 感谢您的帮助 他对着那戴兜帽的秀美女 是行了一礼 转过身体 脚步虚伏地 沿接体往上 来到了克莱恩的身边 可以睁开眼睛吗 阿兹克疲惫地微笑道 克莱恩连忙睁眼 打量了阿兹克先生一下 发现他并未出现 疯狂与失控的迹象 这才彻底放心 好奇地将目光 投往灵寝深处 那里黑雾弥漫 又遮掩住了底部的一切 刚才那位是谁 他忍不住开口问道 阿兹克笑了笑 探手抓住了他的肩膀 我就算告诉你 你也听不见 除非他想让你知道 他说话间 克莱恩也下意识抓住了 自己两个密偶的肩膀 周围的色块 奇奇浓郁 鲜明地叠加在了一起 两人两偶 很快就穿过狂暴海 对应的灵界 返回了克莱恩 在古拉因城住的 那个旅馆房间 阿兹克刚一松手 就捏了捏额头 温和笑道 我接下来 需要一场不知道 会持续多久的睡眠来恢复 如果你有问题 可以向灵界七光请教 对应的仪式 你应该已经掌握 阿兹克先生 您没什么事情吧 克莱恩关切问道 与此同时 他富费起了自己 永远失去了一半灵魂 怎么可能没什么事情 阿兹克笑了笑道 没什么大的问题 只不过 会维持以前的那种状态 遇见到自己的死亡 安排好一切 格列与原本人生的联系 然后忘记所有 复活苏醒 寻觅过去 和以前相比 至少 还有你这个知道我很多事情的人存在 如果 我又一次遗忘 看到你的来信 应该就能回想起很多 他顿了 他顿了顿 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 低声笑道 沉眠 沉眠也不是坏事 至少 我可以做梦 梦中 我从未离开 还在陪他晒着太阳 还在知道那个倔强的孩子 怎么使用扩建 还在为那个爱撒娇的小家伙 打造球铅 话未说完 阿兹克丢出了那枚童少 温和笑道 记得写信 但我睡醒之前 不会回你 克莱恩刚伸手接住那古老精致的童少 阿兹克就已消失在了房中 不知去了哪里 正正看了一阵 克莱恩忽然低声叹了口气 要从古拉因城前往别的地方 如果走陆路 必须沿着盘旋往上的道路 穿过一片片街区 来到这座城市的最高点 然后才能翻过山岭 进入平原 此时此刻 索斯特率领的红手套小队 正站在最高处的广场上 眺望着不太正常的狂暴海 始终按着额头的戴笠西蒙尼 突然放下了手掌 颇为奇怪地开口道 一切又正常了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正常了 罗纳德略感诧异地反问道 在他看来 狂暴海的异变结束前 戴笠很难恢复正常 也许是进行性的 索斯特迟疑着给出了自己的猜测 戴笠正要回应 众人灵感忽有触动 又一次望向了狂暴海 那片纯粹的深黑中 一颗又一颗璀璨的星辰亮了起来 贝克兰德 圣赛妙尔教堂内 大主教安东尼史蒂文森 拿到了一封来自海上的紧急电报 那电报的内容相当简单 却足够惊人 戈尔曼斯帕罗再现 与人一起登上黑色鱼金香号 将路德维尔制成了密偶 他跟随了那位 被路德维尔称为死亡执政官 戈尔曼斯帕罗 死亡执政官 圣安东尼无声重复起 这两个名称 他缓缓后靠 闭上了眼睛 脑海内又一次浮现出 零杠17内建封印物的资料 完整的资料 编号17 名称隐秘之天使 危险等级0 非常危险 最高重视度 最高保密等级 不可打听 不可外传 不可描述 不可窥探 保密等级 教宗A组研究人员 即负责贝克兰德教区的大主教 诸 大主教调离贝克兰德教区时 需用封印物1-29清除相关记忆 封印方式 通过1-29和1-80的配合完成封印 描述 这不是一件物品 警告 它无法被利用 副录1 这件封印物最早在第四季苍白年代出现 具体年份 缺失 具体日期 缺失 具体地点 缺失 副录2 资料显示 它曾经被唤醒过5次 副录3 无法被利用 有限定前提 经确认 它可以作为 女神降临的容器 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 啄不了钱之后 嘿嘿 不过 你给我听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毁灭之主 我就努力一下 嘿嘿 第1348集 古拉音城 旅馆房间内 克莱恩坐在安乐椅上 伸手接过了赢家恩佐端来的 加柠檬片红茶 他的另外一边 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脸带面具 腰胯刺剑 笔直站立 就仿佛最中心的侍卫 直到此时 完全平复下来的克莱恩 才有足够的心力 去分析死神灵寝内发生的事情 其中 他最在意的是 究竟哪位存在于 关键时刻帮助阿兹克先生 摆脱了困境 并给出了三个选择 首先 女性的嗓音 其次 这件事情对他肯定有利 否则 没有谁会跨越遥远的距离 过来提供援助 当然 如果只是恰好路过 基于好心顺手帮一下忙 那也是可以理解 能够接受的 可问题在于 那灵寝是死神陨落时 神力特性尸骸 与自然环境结合的场物 没有相应的钥匙 就连神灵都发现不了 打不开门 怎么可能 有谁会偶尔路过 在此 阿兹克先生的行动 非常突然 没先去找灵教团 执行人造死神计划的成员 打听情报 直接就循着呼喊 来到狂暴海 进入了死神宝库 如果不是能定位 我和他其中一人 或者拥有强大的预知能力 几乎没有哪位存在 能够这么快 这么及时地感到 最后 能从阿兹克先生体内 归来的萨林格尔 几乎可以确定 是第四季那位 我疯了我也更强了的 那位死神 那女性嗓音 竟然直呼她的名字 没有一点尊敬 这 克莱恩认真分析之中 突然有了一个猜测 却又忍不住 想避开那个可能 据他所知 黑夜 死神 巨人三条非凡途径 属于同一组 可以在高序列互换 而女神 除了借助飞红之主 这个尊名 或可能存在的 特定灵级封印物 占据着月亮一部分权柄 还有安眠与寂静的灵主 这种完全可以指向冥界 指向死神领域的称号 而上次迷雾小镇的经历 以及自身在停根室时 有借助圣剑 与女神见证下 定立誓约的事实 加上女神明显 还拥有厄运权柄这一点 让克莱恩相信 自己可能已经上了 对方的特别关注名单 就像他利用海神权杖 标记某些信徒一样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如果真是女神 那几乎所有的问题 都能得到解答 作为七大正神之一 苍白年代最后的胜利者之一 他有足够的位格和层次 直呼死神的名字 而被他标记的我 一旦出现异变 比如进入死神宝库 这种古怪的地方 他肯定能有所察觉 做出应对 并且 因为这必然会存在一个周期 所以没能在一开始 就感到阻止 对他来说 那人造死神 或者初步活化的死神 途径为一性 可以明显加强 安眠与寂静方面的权品 甚至 让他直接侵蚀死神领域 如同欲望母术 对背负之神做的那样 死神陨落实 三份序列一 应该有主动分离 不知被谁得到了 如果女神再搜集到他们 或许称号里 就要再加上 古老明界的主宰 所有亡灵的君主等内容了 阿斯克先生 虽然有被教会的 高学历强者追踪 但始终没受到实质的威胁 看来 女神一直在等待 今天的事情发生 想到这里 克莱恩忽然心虚 他相当虔诚 至少表面相当虔诚地 抬起右手 在胸口顺时针点了四下 画了个飞红之月 并喃喃自语道 赞美女神 这让他想到了 当初就怎么弄到 占卜加高序列魔药配方 请教命运之蛇 威尔昂塞厅时收获的回答 只能找封调的查拉图 或者去霍纳奇斯山脉 如果你是黑夜的卷者 但我没说了 迷雾小镇的事情后 克莱恩已然发现 去霍纳奇斯山脉和找查拉图 是同一个选项 就连到圣塞缅尔教堂弟弟 窃取安提格鲁斯家族笔记也一样 可直到今天 他才觉得后面半句废话 也许并不是没有意义 他抬手摸索起下巴 无声自语道 也许大概可能 我真算是黑夜的卷者 对于这一点 克莱恩其实并不是太排斥 一方面 他来到这个世界后 最初的岁月是在黑夜教会 停根式职业者小队度过的 有一群很好的队友和同事 有相对温馨的生活 有比较认可的理念 直至现在 依旧时常回响 所以 虽然谈不上信仰黑夜女神 但对这位神灵的认可度最高 另一方面 至少到目前 黑夜女神尚未表现出恶意 反倒给予了一定的恩赐 克莱恩想着 既然已经被做了特殊标记 短时间内也摆脱不了 那只能学会接受 充分利用 当然 该有的警惕也必不可少 另外 欲望母术真实造物主 原初魔女 原始月亮 亵渎者 阿蒙 命运天使 乌洛流斯等敌对者 已经太多 某些甚至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能抓住我的行踪 不找一根大腿抱住 未来真的会非常艰难 面对过太多事情的克莱恩 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 对他来说 只要女神标记自己 是从借助圣剑定立誓约开始 而非更早 并且不是一直监控 那他就能够接受 至少从海神权柄 对特殊信徒的标记来看 一直监控是不成立的 嗯 阿兹克先生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将处于沉睡状态 女神也不是说神将就能神将的 必然会有相应的阻碍和困难 否则七大正神 早就满世界的神将 解决各种问题了 所以我在南大陆 得低调一点 老实一点 尽量不将希望寄托于外在 克莱恩提醒了自己几句 转而审视起新的密友 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坦白地讲 他对那张银白面具下掩盖的脸孔 一直相当好奇 可想到上次战斗时 路德维尔摘掉面具后造成的异变 又按捺住了心思 准备离开城市 进入丛林和其他无人之地后 再做尝试 你居然让高贵的血族做这种事 哼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园主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经过一番忙碌 克莱恩初步弄清楚了 新密友的序列和能力 路德维尔是死神途径的序列物 看门人 并且不是正常人类 相应序列九是收尸人 克莱恩在停根室时 就已知晓具体的情况 清楚他们会具备一定的尸体特质 整个人显得颇为阴森 体温较低 从而避免被无智慧的亡灵袭击 同时他们还获得了身体素质的提升 能承受腐烂寒冷和死亡气息的侵蚀 天然具备灵视 并且了解诸多不死生物的特点和弱处 序列八是掘墓人 晋升至这个层次的收尸人 体魄更为强壮 灵视更加厉害 身手更为敏捷 能初步沟通附近少量的灵 让他们提供帮助 除了这些 掘墓人哪怕面对不熟悉的不死生物 和灵界生物时 也能通过观察 很快找出他们的弱点 这叫死亡之眼 序列七通灵者属于质变阶段 非凡者将掌握各种与灵相关的神秘学仪式 能直接与现实世界的自然灵 和徘徊的亡魂沟通 与他们而言 到处都是线人 同时 他们能借助不同的灵 来实现各种魔法 制造各种超自然现象 相当全面 序列六死灵导师 和序列五看门人 相对通灵者来说 并没有实质的改变 只不过扩大了沟通的范围 死灵导师开始涉足灵界 能自行招募信使 获得某些灵界生物的帮助 看门人可感应到 灵界的入口 驱使里面的亡灵 就像在守卫生与死的间隔 从通灵者开始 随着序列的每一次提升 非凡者能控制和驱使的 自然灵 不死生物 灵界生物数量和质量 都爆发性增长 死灵导师还额外掌握了 能绕过血肉之躯 保护的亡者之语 将针对灵体的沟通 上升为驱使 甚至奴役 看门人 则能有限度利用 生与死之间的 那扇神秘大门 通往冥界的大门 要不是阿兹克同哨 天然克制收拾人 途径对灵的掌控 我当初都未必 有和地狱上将 一战的资格 而就算现在 如果不是有旅行保底 即使用上 半神层次的能力 也多半解决不了 路德维尔 以后向 因斯桑格维尔复仇时 得注意这一点 他曾经是看门人 克莱恩 便轻轻汗手 便端起杯子 喝了口红茶 至于路德维尔 那把武器 叫做哈里斯刺剑 来源于 南大陆古代一位王子 他并不直接 对应哪条途径 哪条序列 更接近北方之王 尤里斯安 那种相似特性 无规律聚合的产物 他只有一种非凡能力 那就是为刺重的事物 带来绝对的毁灭 作为赏金最高的 海盗将军 路德维尔 并不止这一件 神奇物品 可惜的是 他最珍贵的死神戒指 被阿兹克拿走了 脸上戴着的银白面具 克莱恩短时间内 也没法取下研究 还有 他真的不爱钱 他对钱 没有一点需求 克莱恩放下杯子 收回目光 决定趁时间还较早 离开古拉因城 去别的地方 等着达尼兹那边 完成调查 贝克兰德 乔武德区 正在睡午觉的佛尔斯 突然从梦中惊醒 看见了无边无际的 灰白雾气 和低头 坐着祷告的月亮先生 听到了源于对方的 清晰话语 贝克兰德东南郊 德莱尔森林的中央 有一座废弃的古堡 里面至少有两个 古老园林出没 并且还存在别的忘魂 不排除有非凡者 隐居在那里的可能 坐标位置是 总算有记录 关注材料的消息了 价值三百磅的消息 弗尔斯一阵欣喜 当即感谢起雨者先生 并请他转告月亮 稍后就会支付报酬 结束掉这件事情 他翻身起床 下至一楼 打算倒杯酒喝 顺便想一想 什么时候去探索 那座废弃古堡 以及需要做什么准备 拉曼诺的旅行笔记 最近不能做出去 修也得带着 那座废弃古堡 亡灵不少 相当危险 得考虑一下魔法的搭配 如果有缺陷 或者不够针对 就花钱请世界先生 道调人先生 和太阳他们 记录相应的非凡能力 弗尔斯虽然实战经验不多 但也在几个非凡者圈子 混了好些年 后来还加入了塔罗会 听得多了 见得多了 自然而然也就知道 冒险前该怎么做准备了 至于直接请世界先生 代劳这个选项 他早就不做考虑 认为将所有的收获 加自己的存款都给对方 也匹配不了酬劳 当然 如果他尝试性的探索 证明那座废弃古堡 确实非常危险 不是他这个层次的非凡者 能够深入的地方 那他也会勇于背负欠债 毕竟 活着才有希望 活着才有未来 理论上应该到不了这一步 拉曼诺的旅行笔记上 还有世界先生余留的 两个半神层次非凡能力 顶多先使用 后想办法补齐 唯一的问题在于 那两个半神层次的非凡能力 未必适合对付怨灵和亡魂 福尔斯抿了口 领东黑兰德 各种想法逐渐成型 就在这个时候 他听见了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 本能将目光投向了门口 大门猛的向后敞开 修提着两个散发出 浓郁香味的纸袋走了进来 狄西馅饼 福尔斯先是脱口询问 接着疑惑皱眉 你最近不是有很多委托吗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修将其中一袋狄西馅饼丢了过去 难掩笑意的说道 我刚好路过 又没吃午饭 打算休息一下 不等福尔斯再问 他主动说道 我散够功勋了 很快就可以兑换审讯者 魔妖配方了 虽然他监控宫廷市卫长 斯特福德子爵的任务 还没有实质进展 但这属于日常 也能积累功勋的类型 每周只要提交一份合格的报告 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赏金 所以 加上其他委托不同程度的完成 修已然能够拿到审讯者魔妖配方 终于 福尔斯由衷地替好友感到高兴 然后摇了摇手中的酒杯 要不要喝一点庆祝一下 与此同时 他又联想起了自己的事情 这实在太好了 成为序列期之后 修应该能出现一定的质变 探索那座古堡的事情 更有把握了 修望了眼 酒杯中的透明液体 连续摇头道 喝酒不好 说着 他皱了下眉头 而且 我讨厌他的味道 抢在福尔斯开口前 他忽然想起一事 直接站起 走向了门口 我刚才看见新报箱里塞满了东西 你今天都没有打开过吗 还没来得及 福尔斯摆出一副 我很忙 我要敢搞的样子 今天有什么新的委托 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 多人有声小说剧 《鬼秘之主》 多少吧 我接了 修是非常有行动力的人 根本没听他的解释 已然开门出去 摆弄起信报箱 过了十来秒 他拿着一堆报纸和几封信件 返回了屋内 边看收信人 边说道 嗯 都是你的 两封出版社寄来的 一封外科手术交流的邀请函 一封来自普利兹港 普利兹港 福尔斯心中一动 放下酒杯 接住了修扔过来的信 他当着好友的面 看似坦然的拆开了所有信件 发现其中一封 果然是自家老师 多里安格雷亚伯拉罕 寄来的 卡尔德龙城 是灵界深处 相当特殊的一个地方 我并不能确认 他的来历 只知道那里非常危险 曾经有半神进入 再也未能出来 你将具体的灵界坐标 卖给那个聚会成员时 有必要提醒他一下 世界先生的目标 是这么危险的 一座灵界城市 福尔斯注视着手中的信职 眼睛唯有睁大 以抵达下一个 东白朗城市的 红手套小队 与当地职业者会合 占据了对方一个办公室 大家休整半天 凌晨开始行动 索斯特掏出怀表 暗开看了一眼 他们这次是要打击 灵教团一个隐秘据点 找到更多的人造死神计划资料 挖出另一组 隐藏在贝克兰德的敌人 至于从乌里卡那里 获得的情报 已然通过电报的形式 传递回贝克兰德 不需要他们 再操心后续的处理 毕竟不是只有 他们一只红手套小队 贝克兰德的本地职业者 更是数量众多 实力强大 伦纳德和戴利等人 正要各找地方休息 因为有部分 东拜朗血统的职业者 拿着一张纸进来道 有新的电报 来自贝克兰德 索斯特伸手接过那张纸 展开看了几秒 表情凝重地说道 格尔曼斯帕罗又出现了 利用占卜手段确认 就是本人 格尔曼斯帕罗 伦纳德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 因为他早就从 道安唐太斯那里 知晓前同事 克莱恩莫雷蒂 还活着 他好奇问道 格尔曼斯帕罗又做了什么 索斯特环顾一圈 严肃说道 他登上黑色玉金相好 将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转化为了自己的密偶 地狱上将 路德维尔 红手套们难掩惊恶地 纷纷出声 就连伦纳德米切尔 也极为诧异 要知道 带着死身遗留戒指的 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在七大海盗将军里 赏金最高 实力最强 是公认的四王之下第一人 绝非普通的序列武可以比拟 而格尔曼斯帕罗 竟然能在他的船上 在他的亡灵大军 和众多下属簇拥中 将他变成密偶 虽然他们对无面人 对密偶大师 不是太了解 但仅是密偶 这个名词 就能让人直观地知道 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的结局 可能比死亡 还要悲惨 他强大到了这种程度 他潜入圣塞密尔教堂 查尼斯门后 是半身一世的需要 罗纳德逐渐沉默了下来 没再询问 这时 索斯特主动说道 据从黑色玉京香号上 逃出来的船员说 当时并没有发生战斗 格尔曼斯帕罗 是和另一位男子 一起登船的 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一看到对方 就放弃了迪卡 扑伐在甲板上 口称死亡执政官 之后 任由格尔曼斯帕罗 将自己变成密偶 死亡执政官 罗纳德下意识侧头 看向了戴力西蒙尼 在他看来 这位收尸人途径的序列五 应该清楚 死亡执政官代表什么 戴力喝了一声 摇了下头道 我只知道 过去的败朗帝国 统治现实世界的是死神的血液 被称为死亡执政官 可灵教团皇室派的首领 从未自称死亡执政官 另一位红手套心敌 疑惑开口道 这是职业者内部 较为公开的资料 到了序列期以上 或者加入了红手套 都有资格翻阅 至于人造死神派 那更是不会有人自称死亡执政官 谁知道呢 也许灵教团又分裂繁殖了 多了一个死亡执政官派 戴力先是随口回应 玄吉若有所思的说道 格尔曼斯帕罗来历神秘 潜入查尼斯门后的目的未知 或许 真和灵教团有关 灵教团一直是黑夜教会 打击的主要目标 双方矛盾极深 这句话一下提醒了 伦纳德米切尔 因为他知道 格尔曼斯帕罗 就是克莱恩莫雷蒂 并且加入了一个 以塔罗牌为象征 崇拜语者的隐秘组织 与灵教团顶多有合作关系 灵教团目前的几个派系 都没有死亡执政官 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几乎可以确认是 灵教团的手臂 对付他 就等于对付灵教团 道恩唐太斯曾经说过 那个隐秘组织的成员 来自于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目的 克莱恩的目的是复仇 那会不会有一位的目的 是打击灵教团 逐渐收编他们 以自我为主 复活或再造死神 既然存在 道恩唐太斯这个 第四季存活下来的 不死怪物 那个隐秘组织 再有一位 古代死亡执政官 也很正常 或许他对应的塔罗牌 就是死神 思绪电转间 伦纳德觉得自己已经把握到了真相 然后他又联想到了一些细节 道恩唐太斯 是第四季存活下来的不死怪物 他对南大陆很了解 他最近离开了贝克兰德 目前行踪不明 伦纳德悚然一惊 趁朋友们讨论的机会 端起茶杯 遮住嘴巴 低声自语道 老头 道恩唐太斯 会不会就是死亡执政官 哈利斯索罗亚斯德 略显苍老的嗓音 带着些微笑一道 不是 白狼帝国的死亡执政官 既是帝位称号 也是当时死神图境 叙利二的名称 叙利二 那个隐秘组织还有为序列二的天使 伦纳德谋光一缩 再次低语道 你为什么确定 道恩唐太斯 不是死亡执政官 因为他并非天使 帕利斯顿时呵呵笑道 不 原因很简单 你见过真正死亡执政官的画像 当初你们职业者调查维尔齐自杀案时 甚至可能和他有过接触 他是霍伊大学历史系的教员 阿兹克·艾格斯 阿兹克·艾格斯 伦纳德先是一正 旋即恍然 他终于明白了 克莱恩莫雷蒂为什么能死而复生 为什么被诅咒了也没什么问题 为什么能加入那个以塔罗牌为象征的隐秘组织 而平时都不见有什么太过特异的地方 原因就是 克莱恩背后存在一位隐秘组织成员 对应塔罗牌为死神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这日记上的符号 是什么意思呢 第1351集 拜亚姆 贫民区 戴着面具拉好了兜帽的道调人阿尔杰 又一次与星之上将加德利亚 见面了 两人隔着一张桌子 相对而坐 许久没谁说话 终于星之上将加德利亚 开口了 那个情报 听说了吗 阿尔杰没做正面回答 反问道 格尔曼斯帕罗的 加德利亚沉默几秒 点了点头 他将地狱上将 变成了自己的密偶 而无论之前的血脂上将 还是现在的地狱上将 都是赏金高过他的海盗 就算他再自信 也不认为 这两位序列武中的佼佼者 会明显弱于自己 你比我预想的更早知道 阿尔杰委婉地确认了 引者的情报是正确的 作为风暴教会 掌控大海的一环 他能直接从官方渠道 获得情报 加德利亚微钩嘴角道 如果未来号 正航行于海上 那我可能得等几天 甚至几周才能知道 但我最近都在拜亚母 他没透露自己的情报来源 顿了顿 这位星之上将坦然问道 对于这件事情 你还知道什么 道调人阿尔杰摇了摇头 我正要弄清楚具体情况 就看见了你的联络标志 赶过来见面了 加德利亚微微汗手道 格尔曼斯帕罗和地狱上将 没发生战斗 路德威尔自己放弃了抵抗 因为和格尔曼斯帕罗 一起登上黑色玉金香号的那位男子 被他称为死亡执政官 死亡执政官 阿尔杰的瞳孔豁然放大 感受到了某种不可言喻的压力 这样的称号 可不是随便一位半神就能承担的 而且那不是对方自我标榜 是地狱上将路德维尔主动尊称 并为此放弃了抵抗 宁愿失去生命 见道调人没有开口 加德利亚自顾自补充道 在死神途径 死亡执政官是叙列二的名称 当然 历代败朗帝国的皇帝 也会冠以这个称号 阿尔杰自动忽略了后面那种可能 毕竟根据扮演法 败朗帝国灭亡前 皇帝的位置肯定会由 叙列二的天使把持 而能让地狱上将毫无反抗的 变成格尔曼斯帕罗的密偶 绝非单纯的称号能够办到 就在这时 阿尔杰突然联想到了一件事情 让他印象极为深刻的事情 飓风中将麒麟格斯 在逃跑成功后 僵立在了人工湖泊旁 脸庞飞块腐烂 血肉一块接一块的掉落 就连眼珠都脱离了头部 这毫无疑问 源于死神领域强大力量的伤害 而阿尔杰事后确认 这是愚者先生卷者做的 能让一位海盗将军 携带着厉害风印物的海盗将军 这样快速 这样没有一点抵抗能力的死去 出手者的层次和位格可想而知 风暴教会的神之歌者 斯内克大主教当场就判断 这是一位死神图境 高序列强者做的 并且不是他认识的那位 阿尔杰对此没有疑问 初步相信这是序列四 或者序列三的半神 也就是圣者做的 并因愚者先生手下一位卷者 就是高序列而震惊惶恐 现在他悄然 却艰难的吞了口唾沫 认为自己当初 还是低估了愚者先生 低估了那位卷者 对方不是圣者 而是地上天使 与各大正神教会的三重冠冕者 位居一个层次 三重冠冕在宗教领域 代指各大教会的教宗 教皇 墓首 一位死亡执政官做卷者 愚者先生虽然自己还在复苏当中 但能动用的力量并不少啊 阿尔杰思绪沸腾 眸光闪烁 短暂不知该说点什么 星之上将加德利亚 察觉到了他的沉默 主动开口道 你似乎想起了什么 阿尔杰斟酌了两秒 含糊说道 据我所知 愚者先生的卷决里 有一位死亡天使 这就对应上了 加德利亚似自言自语般说道 世界承诺的神话生物血液 为什么不是这位死亡天使的 因为另外那个 更亲近 更容易拿到 或许 阿尔杰虽然觉得 星之上将的推测没有问题 但还是习惯性不做肯定的答复 加德利亚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转而说道 今晚七点半到八点 开始行动 如果你能参与 就和我一起过去 终于调查清楚 公将那边的状况 阿尔杰暗中松了口气 略感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是晚上七点半到八点之间 这并不是最适合 隐秘行动的时间段 一旦出现什么纰漏 官方非凡者很快就能察觉 并迅速赶到 加德利亚推了推 鼻梁上架着的厚重眼镜 笑容略显复杂地回答道 因为那是他们的晚餐时间 而他们今天的晚餐 是蘑菇 这有什么联系 经验丰富的阿尔杰 发现自己竟然听不懂 星之上将潜藏的话语了 东拜朗 茂密而湿热的丛林里 克莱恩故意偏离主要道路 来到了无人区域 预备等会儿 让密友路德维尔 主动取下脸上戴着的 那张银白色面具 这不仅是由于他好奇 还有现实的因素 那张银白面具太过显眼 如果不做处理 不管他再怎么伪装地狱上将 都没法不让别人注意 密友大师最大的困扰 应该就是密友的身份问题了 越是厉害的密友 生前肯定越为出名 随身携带 必然存在暴露的风险 如果不是当时 没处理黑色鱼精相好的海盗 倒是有办法做一定的规避 比如 让路德维尔继续做船长 我伪装成他的下属 这对无命人来说很简单 克莱恩感慨之余 继续穿行于丛林间 他周围蚊虫众多 却没有一直来骚扰他 全部围着地狱上将 路德维尔大转 想要吸取血液 却什么都无法得到 克莱恩将那枚 招惹蚊虫的绿华戒指 分配给了新密友 因为他的效果 被血枝花戒指完全覆盖 赢家恩佐 同时带两枚意义不大 另外 克莱恩确认 路德维尔情况特殊 不是那么害怕蚊虫叮咬 又走了一阵 克莱恩看似随手的 抛了枚硬币 停下了脚步 他考虑了几秒 决定先把另外一件事情 弄完 再揭开新密友的面具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他可以确认 面具下隐藏的危险 究竟有多大 伟大的主人 您谦卑的忠诚的仆人阿洛德斯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29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掏出相应的物品 克莱恩快速布置起仪式 将那个无线电收报机 从挥物之上转移到了现实世界 还有联络魔镜阿洛德斯 他离开古拉因城前 以支付350磅 从魔术师小姐那里 获得了卡尔德龙城的灵界坐标 并得到了那里非常危险的提醒 所以打算从两条渠道 获取更多的情报 以准备狩猎行动 那两条渠道 一是问魔镜 二是问红光 在阿兹克先生很长一段时间 都将沉眠的情况下 克莱恩决定不再犹豫 主动的拓展人脉 至少不能吊死在黑夜女神 这一棵树上 总得找点力量来平衡 而相对友善的灵界七光 就是目前最好的对象 随着那台无线电收报机的出现 周围丛林 豁然变得阴冷晦暗 就仿佛灵界在这里 与现实有了交融 也就是十来秒的功夫 哒哒哒的声音响起 虚幻的白纸 缩头缩脑的吐了出来 伟大的至高的超然的主人 您忠诚的谦虚的卑微的仆人 阿罗德斯 应您的召唤而来 这里暂时没什么危险 您觉得呢 看见那充满谄媚劲的称呼 克莱恩无声松了口气 终于确认连通的是魔镜 阿罗德斯 他之前非常害怕白纸上出现 我想给你生孩子等内容 当然 他提前有在挥舞之上 占卜过联络魔镜 阿罗德斯的危险程度 得到了没什么问题的答案 但欲望母术干扰他占卜成功的例子 在前 自身解读潜入圣塞缪尔教堂 查尼斯门后的启示出现错误于后 他为师不敢太过放心 确实 克莱恩矜持点头 转而问道 你对灵界卡尔德龙城有什么了解 一截虚幻白纸 犹犹豫豫的离开了无线电收报机 我对那座城市看得不太清楚 不知道里面具体的情况 只能确认 曾经有圣者陨落在那里 也有某些天使 旅行家和灵界生物 曾经进去探索 相对顺利地活着离开 但都没什么太大的收获 还有 我知道那座城市的来历 不等克莱恩追问 哒哒哒的声音里 虚幻的白纸吐出了更多 他曾经的名字是 死者之城 是古神不死鸟始祖 格雷加利的地上神国 自从这位古神开辟出冥界 他的神国就转移到了那里 死者之城 逐渐成为他后裔和信众的圣地 格雷加利这位古神 被远古太阳神重创破碎前 将这座城市拔起 丢到了灵界深处 那里的居民再也没谁出来 卡尔德龙这个名字 来源于最早进入的那位亚伯拉罕家族天使 在王者之余里的意思是 未知的魂灵 论起对古神的了解 克莱恩并不比许多高序列强者知道的少 毕竟他背后有一个从第二季开始延续到现在的白银城 那里传承着相应的神话残留着许多影响 据他所知 不死鸟始祖 格雷加利就是所谓的远古死神 因被白银城造物主 惨遭天使之王分食的那位太阳神重创 在第二季尾声破碎陨落 但是他的影响并未就此消逝 直到当前时代 也依旧有一些痕迹存在 因为他是冥界的开辟者 死者之诚 未知的灵魂 古神 这一听就很危险的 克莱恩看着面前的无线电收报机陷入了沉思 虚幻的白银又吐出一劫 除了这些 其他我都不太清楚 伟大的主人 我有一个建议 您想听吗 这个问题不错 克莱恩收回思绪 轻轻汗手道 说 无线电收报机 哒哒哒的声音 一下变得轻快 虚幻的白纸上 很快多了一行单词 关于卡尔德龙的问题 您可以询问 红光 艾尔莫瑞亚 最终还是绕不过红光 克莱恩幅度很小地点了下头 转而问道 如果我揭开地狱上 讲路德维尔的面具 会有危险吗 没有 一个坚决笃定的单词 跃入了克莱恩的眼帘 这就 今天就到这里 伟大的主人 明智的主人 再等一两分钟 就会有注视的目光 投过来了 您忠诚的仆人 阿罗德斯 等待着您下一次的召唤 再见 无线电收报机的哒哒哒声 一点也没有迟疑 还有一两分钟 怎么不早说 克莱恩心中一惊 就像看到了定时炸弹的倒数计时 连忙又利用还未撤销的计谈 还未收起的材料 举行献祭仪式 将那台无线电收报机 丢到了挥舞之上 做完这一切 确认周围没什么异常变化后 克莱恩让密偶路德维尔 主动走到一旁 避开正面 摘下了脸上那张银白色的面具 深沉苍白的光芒 一下喷博而出 但不像克莱恩上次与路德维尔战斗时 见到了那样夸张 只是覆盖了周围很小一片区域 如同即将燃尽的蜡烛 与此同时 附近丛林因无线电收报机 被送回挥舞之上 而消失的阴冷灰暗感 又一次出现 并且多了些描述不清 却直击心灵的恐怖意味 这让克莱恩联想起了墓园 联想起了传说中的冥界 等待了几秒 见没有额外的异常爆发 他让另一个密友 赢家恩佐 绕至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的正前方 仔细观察起那张长期被面具掩盖的脸孔 这脸孔缺乏血肉 皮肤紧紧贴在了骨头上 且没有一点颜色 透明如同水晶 水晶之下 一道道难以名状的透明影子 在快速流淌 视而与头骨结合 视而缩于缝隙处 呈现在牙齿上 换作刚穿越过来那一两个月 克莱恩肯定会被地狱上将的样子吓得半死 可现在 他已经见识过太多奇形怪状的失控者 易变体 根本不会被这种程度的长相撼动心灵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又是一番研究 克莱恩完全弄清楚了路德维尔的状态 这都源于堪门人本身的特殊 到了序列五 成为堪门人后 非凡者能以身体为囚龙 为独属冥界 容纳一定数量的魂体 王者和自然灵 借此获得各种独特能力 拥有强大的帮手 无需走到哪里都必须带着一支亡灵大军 非常引人瞩目 这在许多民俗传说里演化出了 背后灵类故事 堪门人另一层意思 也是最古老的那层意思 就是堪守体内的冥界 不让容纳的灵逃脱 并可以利用他们 这同样有一扇对开的虚幻大门 作为象征 而远古死神 不死鸟始祖 格雷加利 开辟出冥界后 等于将死神领域的少量权柄 赋予了所有堪门人 让这个序列的非凡者 全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实力提升 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之所以始终戴着那张面具 就是因为它容纳了一个强大的冥界生物 这生物一方面被它利用 另一方面反向侵蚀了它的身体 将它转化为了半亡灵半人类的存在 同时 这生物始终在本能的连接冥界 试图打开大门 回归那里 这结合堪门人本身的能力和权柄 以及死神戒指的增幅 让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能放大冥界之门 直接驾驭黑色玉金香号进入 半亡灵半人类 难怪路德维尔感激冥界 真正的活人 是没法在那里生存哪怕一秒钟的 嗯 那个冥界生物 给它带来了身体部分亡魂化的特殊 可以隔空抽取别人的灵体 我当初就有遭遇过 克兰有所恍然的 让地狱上将重新戴上了那张银白色面具 这面具的作用是安魂 让路德维尔体内的冥界生物 绝大部分时候都处于比较平静的状态 解开了疑惑 克莱恩又将注意力放回了祭坛 他要尝试联络灵界七光了 在这方面 有特殊的密气仪式和对应的通灵仪式 可以选择 克莱恩经过考虑 选择了后面那种 因为密气仪式中 他自身得放开心与灵 与指向的存在接触 从而获得一定的知识 力量 帮助或精神体验 这将导致他本身的思想和秘密 也对内卫存在开放 而通灵仪式 有直接沟通和请求对方降临两种 因为灵界七光的位格极高 克莱恩也没法保证 对方一定会遵照仪式的要求回应 所以 他虽然想的是隔空对话的通灵 但也额外做了降临的准备 以示诚意 点燃那三根蜡烛 滴入薄荷精油等夜状物 克莱恩特意拿出了一张指人 将它放在祭坛上 作为降临的载体 如果没有类似的事物 祈求的目标将降临在他的身上 就像当初达尼兹请冰山中将 爱德文娜降临一样 这也分两种情况 一是被附身者完全失去知觉 由对应存在控制 回答他人问题 二是被附身者保持清醒 能掌控身体某些部位 从而与降临者进行问答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一个可以用嘴巴说 一个操纵手来写 克莱恩很快完成了 仪式前面部分 退后一步 张开嘴巴 用古赫密斯语送念道 我 我以我的名义祈求 我祈求与永不消逝的灵界之光 无尽知识的花身 权柄与意志的红沟通 这个通灵仪式与正常那些最大的不同是 不能向神灵祈求 无论黑夜女神 还是知识与智慧之神 尊明都不能出现在仪式里 否则必然会导致失败 从神秘学角度来说 这意味着灵界七光不归属 也不侍奉任何一位神灵 随着一个个能沟通自然之灵的单词吐出 克莱恩看见那三朵烛火同时膨胀 与轻微的趴拉绳里连成一片 仿佛打开了一扇光门 地毯周围陡然变得寂静黑暗 一双双莫名的眼睛从不同的地方 齐齐望了过来 阴冷之风猛的吹过 除了三根蜡烛 祭坛上所有物品都漂浮到了半空 其中那指人摇摇晃晃直立而起 表面刷的染上了浓郁明镜 一点也不血腥的红色 您好 克莱恩边回想部分神秘学书籍里 讲述的灵界七光相关事情 边按照总结出来的正确互动模式 开口道 他表现的就像在面对一位老师 那明红色的指人头部轻动 发出了虚幻胆威严的嗓音 您好 还挺礼貌吗 果然通灵变成了将领 还好提前有准备 克莱恩脑海各种念头一闪 诚恳而尊敬地说道 埃尔默瑞亚阁下 我有一件事情想请教你 您可以直接称呼我埃尔默瑞亚 请讲 浮于半空的指人 似乎在和克莱恩比谁更礼貌 我想知道卡尔德龙城相关的情报 克莱恩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 毕竟大吃货帝国有一句俗语是 里多人不怪 明红色近乎透明的指人 沉吟了两秒道 我可以知道您的目的吗 克莱恩没有隐瞒 坦然说道 狩猎灵界掠夺着 指人脑袋微动道 这确实只有卡尔德龙城容易找到 在别的地方 灵界掠夺者就像一滴水进入了大海 非常难以分辨 就连我也只能偶尔发现 无法长时间锁定 他们部分活跃于卡尔德龙城核心区域 少量散布于外层 只要您不尝试深入 其实并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可惜 那里的某些特殊阻止着我们奇光进入 否则 我们还能提供一定的实质帮助 那是古神格雷加利曾经的神果 克莱恩心中一定 做起确认式提问 明红指人道 是的 远古死神希望借助这座死者之城复活 但他彻底失败了 权柄被败老那位死神占据了 不过 这也让卡尔德龙城变得更加危险 因为古神遗留的布置 在失败后发生了一变 具体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并不清楚 这样 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 又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多个问题 都得到了相对满意的回答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悦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风暴与你同在 第1354集 拜亚姆靠港口位置的一栋房屋外 阿尔杰和星之上将加德利亚 正耐心等待着里面的人享用晚餐 看着映出煤气壁灯光芒的秃度窗 照兜帽戴面具的阿尔杰 正向开口询问行动的细节 忽然看见一道影子 从旁边浓郁的黑暗里长了出来 化为一个瘦高苍白 病泱泱的年轻男子 无许这西斯道尔 阿尔杰迅速就认出 这是未来号的二父 西斯没有看他 直接对星之上将加德利亚道 船长 他们没有察觉异常 将那些蘑菇做成的奶油浓汤 并预备好以香煎肉鱼为今晚的助食 很好 加德利亚摘下了鼻梁上架着的沉重眼镜 用显出神秘紫色的眼眸 望向有墙壁阻隔的房屋餐厅位置 西斯道尔没有啰嗦 身影瞬间暗化回归到了阴影里 不知前去了什么地方 听完两人的对话 结合之前银哲女士说的内容 道调人阿尔杰大概有点明白 今晚行动的核心要素是什么了 蘑菇 毒蘑菇 虽然不知道星之上将究竟用了什么办法 让里面的非凡者灵性直觉失效 无法分辨正常蘑菇和剧毒蘑菇 但阿尔杰相信 在神秘学里 这不是不可能 他迟疑着开口道 这会不会 导致工匠夏尔夫死亡 野生的工匠是相当珍惜的事物 阿尔杰并不希望 在还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 失去这么一位朋友 于他而言 最理想的方案是 把这家伙囚禁起来 让他成为自己和银者专属的工匠 不会 加德利亚平静摇了摇头 随口解释道 无论是你给予的情报 还是我船员观察到的细节 都有提到一点 夏尔夫不喜欢吃鱼 甚至非常讨厌 这可能与他小时候 被鱼刺卡过喉咙有关 正是基于这件事情 加德利亚最终选择了蘑菇战术 这能有效瓦解敌人的有生力量 让自己这边承受的风险降到最低 那种能在黑暗环境里吞噬血肉来繁殖的蘑菇 在一开始就被星之上将排除了 因为它能让灵感敏锐的非凡者 直接察觉到异常 就像面对剧毒的事物一样 另外 信仰原始月亮的非凡者 大概率对草药植物果实 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仅靠目视应该就能识别出 太具危险性的蘑菇 要想瞒过它们 唯有食品本身无害 通过接触其他事物发生变异 才能办到 这一点 弗兰克之前创造的那种蘑菇正好合适 如果不凑齐鱼肉和水两个条件 那种蘑菇就是正常的蘑菇 既不会毒死人 也不会导致腹泻 会一点点消化 分解为不同成分 最终排出体外 到了这一步 再有鱼肉和水也没用了 为此 加德利亚特意让弗兰克 重做了暂时被放弃的那个实验 获得了一批蘑菇 并承诺将来会猎杀一个 极光会的蔷薇主教给他 讨厌吃鱼 阿尔杰 阿尔杰低语出声 觉得自己又一次跟不上隐者的思路了 他明明问的是毒蘑菇是否会导致工匠夏尔夫死亡 结果对方回答的却是工匠不会死 因为不喜欢吃鱼 甚至非常讨厌 这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吗 阿尔杰在心中疑惑自语 没有开口询问 他保持住沉默 决定等会儿多观察多留意 过了一阵 那栋房屋内突然有惊叫声传出 伴随一阵又一阵痛哼声 呕吐声 行动 加德利亚异常简洁的下达了命令 他的身影瞬间透明 就像变成了无数星光聚合成的雕像 那刀像一下破碎 璀璨的星辉点点涌动 豁然就来到了房屋门口 从缝隙处钻了进去 片片行忙在内部重聚 加德利亚的身影显现了出来 然后他听见了呜呜的风声和砰的撞击动静 门框摇晃 房门打开 赵兜帽戴面具的道调人阿尔杰 不比星之上将慢多少的进入了目标建筑 他目光一扫 迅速就将餐厅位置的状况纳住了眼底 工匠夏尔夫一脸惊恐的倒退远离着长条桌 地上趴着两男一女正不断的呕吐出蘑菇 他们的胸腹间衣服已经裂开 长出了一朵又一朵蘑菇 察觉到有人进来 这几位下意识抬头 脸上已有白色的君丝显露 一从接一从 阿尔杰被面具遮住的脸皮不由自主就抽动了一下 虽然他经验丰富 见识广播 不是没见过恐怖场景的那种非凡者 但这样的画面依然给他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和心灵冲击 星之上将加德利亚有所预料 却没想到会如此惊悚 愣了一下才用右手捏住嘴巴 吹了声口哨 一条条虚幻的绳子从地上冒出 蛇一般盘绕着将那三位原始月亮信徒捆绑了起来 有办法终止吗 加德利亚侧头对角落的阴影道 一阵沉默后 西斯道尔的声音从那里传了出来 弗兰克说 他还没实验出终止的办法 只能火化 火化 加德利亚眉毛微动 当即从暗带里掏了把粉末丢了过去 那些粉末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力 准确的落到了三位原始月亮信徒和各个蘑菇身上 无声无息间 赤红的火光腾起 静静的燃烧着他们接触到的所有事物 工匠夏尔夫早在目睹一变时就吓得呆住了 有人闯入后 本想依靠一身的神奇物品反抗 可很快就认出来者是星之上将加德利亚 于是理智放弃果断站立于原地等待 他自问自己还是有较高利用价值的 不管到了哪里都不会直接被杀 而且星之上将一向没什么恶名 最差的情况也就是加入星星海盗团 而且这位海盗上将本人比通缉令上的画像更好看 完全不一样的气质 夏尔夫拉扯了下狼牙项链 与其讨好了笑容 等待着闯入者说出目的 加德利亚瞄了他一眼 认真审视了下他的长相 只能确定是典型的阴帝斯人 没看出与女王有比较像的地方 这位海盗将军斟酌着开口道 我本来通过一个朋友介绍 想找你制作神奇物品 结果发现 你和原始月亮的信徒走在了一起 他们三个的实力并不强 根本限制不了你 为什么你还要留在这里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月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这日记上的符号 是什么意思呢 加德利亚这次行动的主要假想敌之一 其实就是工匠本人 因为既不能杀掉他 又要控制住他 而且他还有好多件搭配恰当的神奇物品 绝对算得上一个强敌 结果没想到事情进展的如此顺利 夏尔夫善善笑道 他们最早有强者在拜亚母 并且通过某种花的香味和粉末 让我染上了奇怪的疾病 变得比较虚弱 加德利亚随意打量了下道 你现在已经恢复健康了 为什么不找机会逃走呢 阿尔杰在旁边静静看着 没有开口 免得被嗓音出卖 工匠夏尔夫干笑了两声道 被他们控制的这段时间 他们告诉我说 只要信仰原始月亮 就能通过一定的仪式 治疗好我的顽疾 我就没经得住诱惑 试了一下 结果真的成功了 我又找回了做男人的感觉 说到这里 他戛然而止 发觉说的太多 暴露了隐集 真是在女人方面太过放纵 初见失去能力了 阿尔杰暗自喝了一声 夏尔夫抬头望了望对面两人 见没谁出声嘲笑 嘴轻咳了一声 继续说道 那不是靠要我 是真的恢复到了年轻时候的状态 之后 我有两次梦到 看起来很血腥 又很诱人的月亮 我想 我应该确实成了原始月亮的信徒 所以 我不敢逃走 加德利亚和阿尔杰 无声用眼神交流了一下 同时在心里给工匠判了死刑 一个人只要真的信仰了邪神恶魔 或某些隐秘存在 除非愿意一直这么下去 慢慢变得狂热 否则就算有所反悔 被官方势力保护了起来 好久没出问题 几年后 也可能在睡梦中 无声无息掐死自己 这几乎无法拯救 除非有资格获得各大教会教宗 这个层次的地上天使祝福 或者接受某些封印物的隔离 永久活在地底 当然 类似情况下 什么也没做 依旧活到年老正常死亡的 也有不少 但那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属于容易被邪神恶魔隐秘存在们忽视的对象 而夏尔夫是一位很有用的工匠 加德利亚不再提原始月亮信徒的事情 对他来说 工匠是否信仰邪神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只要能够沟通达成交易 不时不时疯狂就可以合作 其他事情不是一个海盗需要担忧的 他转而说道 你现在有哪些神奇物品 我挑选部分 给你留几件 对于这样的发展 工匠夏尔夫一点也不意外 对方是海盗不是警察 顺手抢一把简直再正常不过 能够给他留上几件 他都觉得自己该诚恳道谢 其实以他的层次和物品拼一下 或许真能成功逃走 但他没有这个勇气 好的 夏尔夫先从胸前口袋处 取出了一副灰白矿眼镜 石像鬼眼镜 只要出现目光的焦处 就能让对方浑身麻痹 像是被石化了一样 负面影响有两个 一是如果带着他照镜子 会让自己也麻痹 二是身体变得沉重 行动不够敏捷 这不就是我预定的那件物品吗 原来已经制作成功 望着工匠的阿尔杰 眼睛忍不住瞇了瞇 夏尔夫没察觉到阿尔杰眼神的变化 又指了指正被火化的 其中一位原始月亮信徒道 他那根手杖也是从我这拿走的 叫海之岩 能对瞄准的目标释放闪电 挥舞击打的时候会附加锋刃 除了这些 他还能制造大型水球和腐蚀性的雨水 让持有者不再害怕深海的压力 可以自由地从水中汲取氧气 同时他还能作为魔杖带人飞行 负面效果有三个 一是他喜欢歌唱 每隔六个小时必然会高歌一曲 产生的影响不分敌我 因选择歌曲的风格不同而不同 有的时候让人沉迷失神 有的时候会震撼人的心灵 有时是引发烦躁降低理智 当然 即使没到六个小时 只要你希望 他也很乐意歌唱 这第二嘛 从我刚才说的那些就能看出来 他呀 具备一定的活着的特性 而且属于性格比较差的那种 喜欢趁这个持有者不注意 绊倒他 抽打他 拉着他滚阶梯 三呢 就是 他呀 容易导致持有者被雷劈 所以在雷雨天气 要么不出门 要么不要带他 这是格尔曼斯帕罗那份海洋歌者非凡特性做出来的封印物啊 如果被他知道 你早就做好 去任由原始月亮的信徒拿走 那你肯定会被卖给有需要的人 以非凡特性的形式 阿尔杰望向餐桌附近 看见了一根深黑色镶嵌银白金属的手杖 在他的认知里 无论其他负面影响是否严重 具备活着特性的神奇物品都算封印物 因为这本身就意味着难以预料的危险 见星之上将加德利亚和他的同伴没说可以结束 夏尔夫只好苦着脸继续掏神奇物品 夏尔夫又连续介绍了好几件神奇物品 终于听见星之上将加德利亚开口道 很好 剩下的就留给你 孩子不错 给我留了三斤 夏尔夫不仅没有怨恨 反倒由衷地觉得星之上将真是一个好人 就像得了某种心理方面的疾病 加德利亚随即侧头看向道调人 你先听 他知道世界格尔曼斯帕罗 有神奇物品在工匠这里制作 所以让道调人先把那位疯狂冒险家的挑出来 阿尔杰点了点头 将海之眼手杖和石像鬼眼镜拿了过去 然后示意剩下的都是战利品 加德利亚想了想到 你再挑一件 其余归我 他对剩下的神奇物品都不是太感兴趣 因为他本身就有两件相当强力足以匹配身份的物品 之后又陆续得到了法官纽扣和幸运天平 各方面都不再存在短板 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负面效果的叠加 不是非常有用非常特殊的类型 他都不会多看一眼或者做出替换 当然 作为一位海盗将军 他再怎么样都不会嫌神奇物品太多 毕竟部分得上交摩斯苦修会 部分得奖励给手下的船员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风暴与你同在 阿尔杰沉默片刻 从已经拥有的物品和本身的非凡能力出发 选了那把剧毒之刃 星之上将加德利亚 随即吩咐无血者西斯道尔 让他将工匠夏尔夫放置地面的那些神奇物品 和几位原始怨良信徒的残留 全部搬出了房屋 然后他又一次望向那位工匠 染着些许身子的眼眸 映出了对方的身影 原始月亮的信徒 为什么要控制你 夏尔夫 眼神闪烁了一下道 他话未说完 突然被那漠然看着自己的紫色眼睛弄得心头一跳 忙又补充道 他们似乎还有什么计划需要工匠的协助 具体是什么 因为还未开始 所以我并不清楚 加德利亚仿佛在思索般收回目光 与道调人做了个视线的交流 同时点了下头 他们决定今天不带走工匠 让他留在这里 看后续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 他们希望通过监控工匠 弄清楚原始月亮那些信徒 究竟有什么计划 其实于隐者和道调人而言 原始月亮的信徒在做什么谋划 并不是他们太关心的事情 只是一个可以借此和神秘女王交流 为后者在超凡世界的某些决策提供参考 一个能拿这件事情换取教会方面的贡献 所以才瞬间达成一致 准备深入调查 当然 道调人阿尔杰一向都信奉着一个理念 掌握的情报越多 越能在各种事件里谋取到好处 短暂的静默后 加德利亚语气没什么变化的 对工匠夏尔夫道 既然你已经是原始月亮的信徒 那带走你 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夏尔夫连连点头 表示您说的针对 加德利亚稍有停顿 话锋一转道 不过 我希望能和你建立起长久的合作关系 所以 我需要你几滴血液 这样能帮助我随时找到你 夏尔夫一张脸顿时充满苦涩 嘴巴吸动了几下 却说不出拒绝的话语 他猛地吐了口气道 好 说完 他拿起旁边的材质刀 在小臂上割了一道口子 几滴血液 一下就沁了出来 加德利亚随即抬起右臂 手掌轻轻往上一拖 让那几滴血液飘浮而起 主动飞向了他 观察了下掌中的血液 这位海盗将军突然又开口道 你的姓是什么 朱恩 夏尔夫条件反射般回答道 加德利亚没说什么 转过身体 走出了大门 道调人阿尔杰紧随其后 房屋内很快就变得安静 工匠夏尔夫找了张沙发坐下 许久没有动静 仿佛还沉浸于刚才的遭遇里 难以回神 近十分钟过去 他忽然坐直 从衣物内侧口袋里 取出了一个小型人形雕像 这雕像整体呈黄铜色 脸部一片空白 有血迹从内里缓缓渗出 残留于外 夏尔夫连忙用手帕擦干净了 雕像的脸庞 然后常常舒了口气 勾起嘴角 无声自语道 还好我有这命运人偶 我倒要看看 你们怎么通过那几滴血液 找到我 也别想诅咒我 拜亚姆平民区 一条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戴面具照兜帽的阿尔杰 看了眼旁边的银者 沉哑着嗓音道 夏尔夫逃出争气教会后 一直都很安稳地活到了现在 这说明他不是一个蠢货 他能那么简单轻松 胡作一点反抗就将血液给你 应该是有相应办法规避追踪的 而且他也没提会被原始月亮信徒找到的原因 正常来说 那些信徒们肯定会反向追查狼人非凡特性的来源 可工匠夏尔夫上次并未提醒阿尔杰 加德利亚边抽出那副沉重的眼镜 将他架至鼻梁上 边语气没什么变化地说道 这不是用来追踪的 阿尔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提出告辞 拐向了另一条僻静黑暗的小巷 他一路绕了好几个圈子 找机会解除了伪装 然后离开拜亚姆 前往反抗军司港 登上了幽兰复仇者号 他的水手们已在过去多天 挥霍完了积累的精力和金钱 此时正老老实实地待在船上 等着出海 看见他回来 其中一位水手连忙站起 笑着问道 县长 用过晚饭了吗 还没有 简单给我准备一点 阿尔杰为了行动 都还没来得及填饱肚子 那名兼职厨师的水手 当即回应道 好嘞 我们今天在丛林里 弄了些新鲜的蘑菇 用黄油给您煎一煎 怎么样 阿尔杰脸皮轻微抽了一下 表情正常的摇了摇头 煎一块牛排就行了 五分 七分说 东拜朗 从林边缘 带着两个密偶的克莱恩 没有急于出去 进入城市 打算先弄点染料 给地狱上将 路德维尔的面具 做个伪装 而在此之前 他还有另外一些事情要做 那就是寻觅探索 卡尔德龙外围的帮手 克莱恩从来不是一个 独狼主义者 面对危险时 更是如此 所以除非没有办法 否则他肯定会通过 分享坐标付出代价 等方式 邀请强者帮忙 故一个人鲁莽进入 于他而言 能活着拿到想要的材料 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不是肯定不可能实现 我都想再等一两周 抱着一个婴儿 或者推着一辆婴儿车 前往卡尔德龙 克莱恩暗自叹息 拿出自己的冒险家口琴 吹了一下 无声无息间 提着四个脑袋的信使小姐 雷尼克提尼克尔 从虚空里走了出来 克莱恩斟酌了下语言 开口说道 我最近想去卡尔德龙城 做一次探索 已经拿到了他的灵界坐标 不知道能否雇佣您帮忙 代价是什么 雷尼特提尼克尔 那四个金发红眼的脑袋 依次张嘴道 不行 我 无法 进入 你正在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这就是推理 第1357集 无法进入 七光也因为某些特殊无法进入 这是卡尔德龙城对灵界较高卫生物的限制 不过 新史小姐怎么知道有这样的限制 他去过那里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之前根本没必要询问红光和魔镜啊 或者 他的灵性直觉是这么告诉他的 念头转动间 克莱恩 幻而无声地吐了口气 他随即拿出一枚金币 递给雷尼特提尼科尔 我明白了 感谢您的告知 等到信使小姐提着的一个脑袋咬住金币 整体退入了灵界 克莱恩思绪发散开来 考虑起究竟还能找谁做帮手 阿兹克先生进入沉眠 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醒来 没法等待 欧阳在厅时快出生了 可那还是婴儿 处于绝对的低谱状态 即使有了银哲女士 给的弱小短暂期恢复一定力量的办法 也不可能挥霍在 给我当保镖这种小事上 而且 一旦她离开贝克兰德 或是展现出相应的位格 就有很大可能 再次被命运天使乌鲁流斯锁定 通过这条水银之蛇 找生命学派的半神帮忙 比如 之前那位瑞乔德议员 这很困难 生命学派之前内部出现分裂 议员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而且 还得拿着概率之头满世界乱跑 留下痕迹 以调动命运天使 神秘女王贝尔纳戴 和她不是太熟啊 而且 愚者座下有天使有半神 格尔曼斯帕罗这个卷者 没可能另寻帮助 哪怕打着合作的旗号 也显得问题不小 哎 表面上 愚者座下有天使有半神 可实际情况是 天使和半神的旁边 有个蹭合照的愚者 那 白银城的那位首席 这确实可以等他有需求的时候 以付出代价为由之时 可问题就在于 他无法离开神器之地 还是把这个机会 留给鬼叔邪怪吧 血族那群老家伙 这既没有合适的理由 也很容易把自身 暴露在莉莉斯的视线里 没谁知道 这个死而未将的古神 目前究竟是谁 如果是原始月亮假扮的 那我连复活都不用考虑了 克莱恩想出了 一个又一个人选 又一个接一个排除 最后 他忍不住暗自感叹了一句 到了需要的时候 朋友总是嫌少啊 他都忍不住想布置仪式 尝试着祈求黑夜的力量 祈求飞红的力量 祈求女神的眷顾 希望能被直接赐予灵界 掠夺者的真实魂体和粉尘 或者能有一位大主教 高级执事 隐秘苦修士来提供帮助 可惜这样的念头 只能在脑海里转一转 没法付诸实践 克莱恩虽然较为认可 黑夜女神 也对目前疑似黑夜 卷者的身份不排斥 但依旧抱有强烈的警惕心 不想什么都依赖神灵的恩赐 而且他怀疑 类似的仪式 不会有任何效果 因为以他目前的层次和实力 根本没有向叙列灵 提条件的资格 神灵想给的 自然会给 不想给的 祈求了也没用 要是我有老尼尔的脸皮 说不定真就试一试了 当初女神连偿还账单和解决便秘 都愿意响应 还是很宠信徒的 当然 这肯定会附带有一定的后遗症 克莱恩回想起往事 一时有些唏嘘 他决定换个思路 既然找不到朋友帮忙 那就考虑利用敌人 嗯 也可以带上黑皇帝牌 暴君派和无线电兽暴击 等在卡尔德龙城的入口处 只要五海之王 纳斯特 风暴教会高血列强者 玫瑰雪派首领 斯厄阿等半神天使之中 任意一味赶到 就立刻进入那座死者之城 不行 这表现得太露骨了 五海之王纳斯特 和风暴教会的高血列强者 大概率不会跟着进卡尔德龙 而是守在外面 守住门口 等我自己出去 神念斯厄阿倒是有可能紧追 但他是一位天使 在卡尔德龙外层区域 根本不会遇到什么阻拦 我这是萤火烧身啊 克莱恩经过反复的思考 终于放弃了通过制造混乱 捞取利益的打算 认为 之前在拜亚姆城外的局面 很难再复制 尤其本身还未到高序列时 更是如此 总是行走于深渊边缘的人 迟早会坠落下去 还有谁能提供帮助呢 克莱恩的目光 扫过身旁的两个密友 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又一个朋友 包括塔罗会的成员们 忽然 他想起了一件事情 沙伦小姐之前告诉我 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 是他晋升仪式的组成部分 对他有重要的意义 也就是说 他即将成为半神 成为一种途径的序列寺 木偶 如果他已经成功 那我完全可以请他帮忙 我们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还好 我上次选择了帮他 要不然今天连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克莱恩一阵感慨 拿出便迁纸和吸水钢笔 就着密友恩佐的背部 刷刷写道 距离上次见面 已经过去了好多天 不知道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写着写着 克莱恩忽然停笔不动 觉得这么写 显得颇为别扭 太过虚伪 沙伦小姐是个克制的人 写信都直奔主题 没有任何多余的话语 我得考虑他的性格 坦诚一点 克莱恩思索了几秒 拿起刚才那张便迁纸 啪的斗甩了一下 看着他被赤红的火焰吞没 斟酌了几秒 克莱恩在新的纸上写道 我已掌握卡尔德龙城的灵界坐标 如果你已经成为半神 我希望能再次合作 得到一定的帮助 若还没有 请不必逞强 我还可以找另外的朋友帮忙 夏洛克穆里亚地 折好便签纸 于外面写上 马瑞亚太太收等单词后 克莱恩又一次掏出冒险家口琴 凑至嘴巴吹了一下 身穿阴沉繁复衣裙的 雷尼特提尼科尔 就像从未离开附近一样 瞬间就跨出虚空 来到了他的面 克莱恩将折好的纸和一枚金币递了过去 认真嘱咐道 送至贝克兰德西尔斯顿区 杰尔德街126号 直接投入形象 好的 雷尼特提尼科尔 一个脑袋开口说话 一个脑袋咬住了信纸和金币 克莱恩见状 有点不放心的 又追问了两句 之前的地图没有丢掉吧 知道西尔斯顿区 是在哪个区 杰尔德街在哪里吗 雷尼特提尼科尔 提着的另外三个金发红眼脑袋 依次回答道 没有 知道 这 很 容易 找 克莱恩顿时松了口气 礼貌地送别了信使小姐 他暂时将卡尔德龙城的事情 抛到了脑后 转而开始伪装密友路德维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需要知道 我是谁 第二天上午 一位皮肤偏棕色 头发柔软微卷 身着鲁温式正装 带半高丝绸礼帽的男子 带着两个仆丛 进入了丛林边缘的特特尼克市 这是一座以木材 橡胶和丛林特产为主要商品的城市 最近据说有好几家生发业研究所和配套工厂在此建立 伪装成本地有钱人的克莱恩很快找了家旅馆住下 坐至藤条编程的安乐椅上 再次欣赏起自己的手艺 赢家恩佐肤色已不止古铜 完完全全偏向了黑色 结合薄而柔软的头发 浓密的眉毛 阴影很深的脸部轮廓 极有拜朗特色的宽松褶皱长裤和黑白色上衣 看起来就像是种植庄园里出来的标准土著仆衣 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内身颇为华丽的衣物 变成了恩佐同款 裸露在外的皮肤多了明显的烧伤痕迹 脸部的银白面具则染上了均匀的铁黑色 这让他看起来似乎是因火灾损伤了容貌 为了不吓到路人 只好戴张铁面具遮掩 刚享用完送至房间的午餐 克莱恩就听见了虚幻层叠的祈求声 难信 道调人先生 安慕灵和小太阳也有可能 他们的吸血鬼序列武非凡特性即将开始交易 克莱恩正要前往惯喜室 逆走四步进入挥晤之上 灵感忽有触动 他忙开启灵式 看着脖子上没有脑袋的雷尼特提尼克尔 咬着一封信走出与现实重叠的灵界 沙伦小姐的回信 克莱恩先行感谢了信使小姐 然后接过那封信拆开浏览起来 抱歉 我大概还有准备一到两个月 如果到时候你还需要帮助 我没有问题 沙伦 一到两个月 也不是不能等 反正我也还未消化完密偶大师的模样 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 找出纸笔 简单回复道 你按照自己的预定来 不用着急 我的事情并不紧迫 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待 夏洛克莫里亚地 将信和金币交给雷尼特提尼克尔 让他送至贝克兰德西尔斯顿区 加尔德街126号后 克莱恩猛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军队战斗都会预先做侦查 探索卡尔德龙城这种危险地方 又怎么能鲁莽和随意呢 等沙伦小姐近身的时候 我完全可以先去做个侦查 搜集一些不需要怎么冒险 就能够得到的情报 比如 那里具体有什么限制 对死灵领域的力量会造成什么异变 比如 是否只能通过固定的入口进出 无法在里面直接返回会晤之上 确认了这些才能制定计划 做好准备 当然 侦查也要先做占卜 克莱恩很快有了决断 走入了房间附带的惯喜室 无边无际的灰白雾气之上 灰红雄伟的古老宫殿中 克莱恩没急着占卜 先行响应了道调人阿尔杰的献祭仪式 将那根海洋歌者非凡特性制作的手杖 弄到了面前 海之言 这名字莫名有点怀念 就这么叫吧 基本等于海神权杖的全面弱化版 也没有闪电风暴 海啸等半神层面的能力 负面效果倒是挺多的 克莱恩边回味道调人的描述 边摩索起镶嵌银白金属的深黑杖头 或许是挥晤之上神秘空间自然而然的压制 这根超凡手杖并未出现出活着的特性 静静躺在那里 就像自己是最平常最普通的一根木头 克莱恩幅度很小地点了下头 无声自语道 有活着的特性 对神奇物品来说 确实是相当麻烦的一点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这也就意味着 可以沟通 可以交流 当初概率之头 多么恶劣的一个家伙 不也在接受教育后 变得听话了吗 而且 平时完全可以给仆人拿呀 嗯 赢家恩佐就很合适 虽然他已经没有了被动的幸运 但一直有在积攒运气 为关键时刻做准备 稍微放出一点 并不影响什么 这样一来 无论被绊摔倒 还是被抽打 都能非常流畅地躲过 不引人注意 仔细想一想 手杖的这种恶作剧 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处 如果我遇到别的密偶大师 遇到灵界掠夺者 或者鬼术邪怪 失了先手 惨被初步控制 思维和行动都变得迟缓 那仅靠自己挣脱 还是有点困难 这个时候 被不受控制的手杖 突然那么抽一下 或者绊倒在地 不就成功摆脱困境了吗 嗯 神奇物品的负面效果 利用得好 也是一大帮助 当然 正常的战斗里 类似的恶作剧 也会带来不必要的危险 怎么权衡 怎么规避 得通过一次次使用来摸索 至于持有者 在雷雨天气 亦被闪电批的负面效果 克莱恩并不在意 首先 除非特殊区域 否则雷雨天气 终究只是少量 大部分时候不用考虑 其次 作为一名占卜家 出门前占卜一下 当日天气情况 属于常规操作 最后 如果真躲不开雷震雨 克莱恩还可以把手杖 交给密友恩佐 这样一来 哪怕真有闪电 批向赢家 也会被附近的壁雷针引走 只希望我不是那根壁雷针 克莱恩自嘲一笑 考虑起所有负面效果里 最让他烦恼的一点 每隔六小时的超凡歌声放送 这不分敌我 效果随机 简直是AOE大杀器 经过一番思索 克莱恩决定用沟通的方式 让海之言手杖 降低歌唱的频率 或者在歌唱前做出提醒 我今天午餐吃得早 算算时间 卢洞的饥饿差不多一个刚好了 克莱恩若有所思的摘下 左掌戴着的人皮手套 将他丢到了杂物堆前方的空白区域 紧接着 他拿起镶嵌银白金属的深黑手杖 也丢了过去 然后调动挥舞之上神秘空间的少许力量 制造了一个能隔断所有声音和画面的屏障 让卢洞的饥饿和海之言单独相处 做完这一切 克莱恩轻抚了下手掌 据献出纸笔 写下了一条占卜语句 我今天对卡尔德龙城外层区域做侦查 有危险 放好暗红原副钢笔 克莱恩从袖口内取下了领摆 用左手持握 垂于纸面 只差一点接触 默念完欺骗占卜语句 他睁开眼睛 看见黄水晶吊坠 静止在那里 为作转动 这意味着占卜失败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浅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卡尔德龙城的具体情况 对于整个灵界来说都是秘密 占卜缺乏足够的牵制 而且 那里曾经是古神的神谷 有变异的复活布置残留 同样会干扰占卜 克莱恩收起灵柏 斟酌着想到 只能选择相信红光的说法 卡尔德龙外层区域危险不大 再说 我还要密友 可以让他们先上 确认里面 是否能够屏蔽挥舞 如果能就放弃 如果不能 我再自己进入 克莱恩很快有了决断 不再犹豫 挥手撤掉了之前制造的那个屏障 然后 他看见蠕动的饥饿 已退至杂物堆边缘 用三根手指撑起了自己 拇指和小指则向后 按在了格罗塞尔游记上 一副身体虚弱 快要站立不稳的样子 与此同时 他掌心位置裂开了一张嘴巴 露出两排虚幻的白森森的牙齿 不断的喘着气 刚才屏障的另外一边 镶嵌银白金属的深黑色手杖 躺在地上 时不时弹动一下 顶端不断有略显蔚蓝的透明水泡 咕噜冒出 很好 这样都安静了 看到这样的画面 克莱恩欣慰的低语了一句 他话音刚落 那海之眼手杖突然立了起来 就像有人持卧般 一下一下地跳向克莱恩 绕过愚者那张座椅 躲到了另外一边 蠕动的饥饿 五根手指坐脚 艰难追赶 行至一半 终于扑通栽倒 克莱恩无言注视 突然长长叹了口气 能和A先生之后 蠕动的饥饿 你看似有了活着的特性 但这智商也太低了吧 明明放幕了风眷者 能短头飞行 却还用手指当脚来追赶 说完 他又转头望向躲在自己身旁的海之眼手杖 你不是水手途径的序列舞吗 只会单腿跳算什么神奇物品 真是的 这种初级的活着特性 只相当于婴儿吗 不 某胎儿比你们智商都高多了 克莱恩各自教训了两句后 叹息一声 自娱自乐道 我也不是什么魔鬼 他话音未落 原本还有些动静的手套和手杖 同时凝固 一点声音都不敢发出 克莱恩后续的话语 顿时被堵回了喉咙里 只好探手拿起海之眼手杖 和善诚恳的与对方进行起交流 经过友好坦诚的磋商 这镶嵌银白金属的深黑手杖 用频率很快的摇晃表示 以后会尽量少唱 如果实在憋不住 会提前告知主人一声 具体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轻微震动一下 自行往上扬起几厘米等 同时他用唱歌的办法提了一个要求 绝对不能用带蠕动的饥饿那只手持握他 当然如果主人一定要这么做 他也不反对 很乐意接受 比蠕动的饥饿好 不是那么倔强 克莱恩招手射来蠕动的饥饿 将他带至左掌 看了眼之前通过仪式弄出来的召唤之门 克莱恩开始考虑 这次去卡尔德龙城做初步探索 要带哪些物品 两个密友不用说 可以做诱饵 可以在前面探路 可以用自身做实验品 确认是否有陷阱 能让密友大师不需要进行太多危险的操作 必然得戴上 戴上了他们 恩佐的血枝花戒指 路德维尔的哈里斯刺剑都是标配 不能忘记 另外 克莱恩还打算让恩佐拿海之眼手杖 至于自己 克莱恩准备以灵体的形式前往 一旦有什么不对 可以立刻结束召唤 返回挥舞之上 这样一来搭配哪件衣服就值得思量了 阿兹克同哨 不行 这和后面那位死神有关 而卡尔德龙城属于远古死神 这有不小的概率造成可怕的异变 让核心区域的危险自行出来 黑皇帝牌还是暴君牌呢 嗯 这次是在灵界活动 两个密偶又基本等于死者 不害怕被抽取血液 路德维尔本身是半亡灵半人类 都没有什么血液可言 恩佐血液的存在价值 也只有平时让他像个人 而这可以事后通过血枝花戒指挥复 也就是说 我可以带上海神权杖去卡尔德龙 那里属于灵界深处 远离罗斯德寻岛海域 不用担心被信徒的气道影响 唯一的问题是 我会变得暴躁 很容易愤怒 很容易头脑过热 这是探索时的大忌 不过 这很好解决 交给恩佐或者路德维尔拿着就行了 而且 暴君牌位格很高 能对海神权杖产生一定的压制 让我不是那么毅然一暴 有了暴君牌加海神权杖这个组合 我相当于半个序列四了 这才是最有效的降低风险的办法 以后 就算和沙伦小姐一起进入 也能这么搭配 让沙伦小姐保持在怨魂 不 恶灵状态 就没有问题了 相应的非凡特性聚合定律 不用太担心 如果卡尔德龙能够屏蔽挥物 我在外面看看就会回去 根本没谁能够锁定和追上 毕竟灵界不是水手途径的主长 若卡尔德龙不能屏蔽挥物 真有风暴教会的高序列强者被吸引过来 反倒可以利用 念头起伏间 克莱恩忽然伸手 让摆在青铜长桌上面的暴君牌 飞了起来 落入掌心 紧接着 他将这张亵渎之牌 融入了魂体内 恶然之间 极端威严 极端恐怖的气息 从愚者所在的位置发散了出去 克莱恩头顶无声无息 多了一顶深沉的三重冠冕 衣物变成了宗教法豪 后者与他上辈子看过的圣斗士星石里 教皇的打扮类似 只不过颜色深蓝见黑 呜呜的风声响起 那教皇法袍猛的展开 克莱恩随之抬起右手 凝于半空 接住了自行飞来的白骨权杖 权杖顶端 一颗颗宝石陡然发出 或青蓝或银白的刺目光芒 闪电一样 环绕于端座的暴君周围 矮之眼手杖 啪的一声就扑伏到了地面 扑伏到了手持权杖 教皇打扮的克莱恩旁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诡秘之处 第1360集 真的感觉有点急躁 但也不是那么易怒 戴三重冠冕 穿深蓝法衣 持海参权杖的克莱恩 认真审视了下自己的状态 这意味着暴君牌 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 压制海参权杖的负面效果 但并不是完全抹除 克莱恩借助冥想 平复了下情绪 转而望向角落里的杂物堆 格罗塞尔游记 这是我目前最强的防御物品 而且还有奇妙的用处 但问题在于 他是另一位古神 空想之龙安格尔威德制造的 暗小太阳的说法 这位巨龙王 曾经和卡尔德龙的主人 远古死神 不死鸟始祖 格雷加利在一个阵营 没谁知道 这游记是否会激发 不必要的变化 还是谨慎为重 不但比较好 和阿兹克同稍类似 那个变异的旨人 也不能容纳 他有人造死神残余的气息 这或许会在探索 卡尔德龙时 带来某种威慎 但也潜藏极大的隐患 光之祭祀的非凡特性 这能有效克制亡灵 是死者之城居民们的天敌 可只是材料 还未制作成神奇物品 能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 负面影响又极为严重 对魂体状态的我 非常不友好 另外 闪电同样可以进化亡者 拿着海神权杖 和海质岩的情况下 也没必要再戴上 光之祭祀的非凡特性了 克莱恩脑海内 一个又一个念头闪过 排除掉了杂物堆里 剩余的物品 他戴着人皮手套的左掌 持握住海神权杖 右手轻轻一抬 就让海之眼手杖 主动飞起 落入了掌心 紧接着 做教皇打扮的克莱恩 改变了魂体的容貌 让五官都藏到了 三重冠冕的阴影中 他缓缓站了起来 深蓝法衣随风轻动 白骨全杖 光彩夺目 只是一个脉部 暴君克莱恩 就通过召唤之门 从烛火里走出 来到了现实世界 置身还算宽敞的 惯喜室内 将窃运者符咒 和丧中左轮 容纳入体内后 他开门回到客厅 操纵赢家恩佐过来 接手了海之岩黑杖 想了想 克莱恩又把丧中左轮抽出 递给了地狱上将 路德维尔 做完这一切 他带着两个密偶 依靠旅行这个非凡能力 直奔魔术师小姐 提供的那个灵界坐标而去 这一路较为顺利 暴君气息 让沿途奇形怪状的 灵界生物们 不敢靠近 甚至不敢直视 没用多久 克莱恩就抵达了目的地 他眼前的场景 与灵界其他地方 没本质区别 浓郁鲜明的各种色块重叠 些许薄雾 弥漫在部分地方 各个幽深处 一双双眼睛 相继移了开去 教皇法医附带的披风 轻微摇晃中 克莱恩略作分辨 就让赢家恩佐 和地狱上将 路德维尔 进入了一团 看起来很稀薄 很正常的雾气 豁然之间 他借助两个密友 获得的视野一下开阔 映照出了一座 只有神话传说里 才能出现的灰红城市 这城市与正常不同 没有向高处发展 而是一圈又一圈 往地底深坑的 尽头延伸 整体给人 倒立的灵情感 它里面的建筑 有各种各样的风格 但都一样的奇异 它们有的是 高耸的苍白石柱 顶端打磨出了 巨大的单体房屋 有的长长方方 房门开在屋顶 窗户一扇没有 有的建在地底 入口处立了一个墓碑 有的用白骨搭建 凌乱之离 而距离地底深坑 尽头越近 建筑物保存得越为完好 越是靠近上方 越多坍塌之处 充满了时光带来的衰亡 和破败感 克莱恩让两个密友 停下了脚步 站在城市的边缘 俯视着一切 可却看不清最底部的建筑 究竟是什么样子 那里笼罩着深沉的黑暗 似乎已几千年 几万年 没有光线照入 短暂的查看后 赢家恩佐 主动低下脑袋 用古赫密斯语 伊亚送念道 不属于这个世代的愚者 挥舞之上的神秘主宰 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 他话音刚落 身在卡尔德龙城外的 克莱恩耳畔 就响起了虚幻层叠的祈求声 并分辨出 这来自一位嗓音 刻意沙哑的男子 什么也有刚才的祷告 克莱恩松了口气 微不可见的无声自语道 这说明卡尔德龙城 没有屏蔽挥舞 至少外层区域没有屏蔽挥舞 我可以进去了 他话是这么说 却一点也不急迫 转而操纵起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让他抬起左臂 张开了手掌 虚幻的光芒豁然爆发 接着以一点为原心 向内塌陷 形成了一扇对开的青铜大门 这大门略显模糊 极为虚幻 表面布满数不清的神秘花门 给人一种无法言喻的死寂和深沉感 吱压一声 神秘的青铜大门向后挪动 裂开了一道缝隙 通过这缝隙 克莱恩看见了一片 最深最沉的黑暗 黑暗里 苍白涌动 时而卷起 时而下落 就像一条奔流于无光夜晚的河流 他的两侧 隐约呈现出一根根巨大而苍白的石柱 与卡尔德龙城内存在的那些极为相似 却又更加夸张 就在这时 一双双透明的眼睛 一张张难以名状的面孔 陡然冒出 挤满了虚幻青铜大门的那条缝隙 迫不及待的想要通过 克莱恩眼睛略微刺痛 连忙让密偶路德维尔握起了左掌 那布满神秘花门的虚幻大门 被无形的力量推动 一下合拢 消失在了赢家恩佐的视线里 这隔离生与死 通往冥界的神秘大门 似乎被改变了指向 门后不再是冥界 而是卡尔德龙城的核心区域 地底坑洞的最深处 带三重冠冕 穿教皇法衣拿海神权杖的克莱恩 若有所思的点了下头 这样一来 死灵领域的很多能力 在卡尔德龙城将被重写 出现异变 有了这方面的认知 克莱恩再次让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抬起了左臂 这密偶的左半身迅速虚幻 有点点音律呈现 仿佛变成了怨魂或是幽灵 他的胳膊和小臂 不再遵守现实规则 猛然延伸出很长一段距离 掌心异常苍白 有虚幻的脸孔凸显 那脸孔嘴巴半张 舌头尖如舌心 覆盖满了白毛 这舌头一下弹出很远 给人不够真实的感觉 仿佛能直接钻入人体 吸取出灵魂 果然 路德维尔借助体内那冥界生物 获得的死神使者能力出现了变异 不仅更加厉害了 而且从隔空抽取灵体 变成了直接吸食 克莱恩立在卡尔德龙入口处 让地狱上将这密偶 将死神领域的各种非凡能力 分门别类地展示了一遍 把握到了他们与正常情况的不同之处 其中 共同点是都变得更加强大了 然后 克莱恩又让赢家恩佐 用本身的特殊和血之花戒指 海之眼手杖附带的种种能力 做起实验 得出了一个又一个结论 命运方面未受影响 雷击闪电手的压制弱了不少 无法飞得太高 风刃 歌唱 幻灵 平衡 水墨的能力 没有变化 你正在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诡秘之主 记得订阅 否则你知道后果 第1361集 随着这些实验的结束 克莱恩让赢家恩佐 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沿着入口处的苍白阶梯 一步步下行 靠近了卡尔德龙城最边缘的区域 那里的建筑已全部坍塌 快到200米距离时 克莱恩抬起右手 按了下三重冠冕阴影中的脸孔 然后持握着海参权脉步踏入稀薄的雾气 脑袋略有眩晕 眼前场景突变 他已然进入了死者之城 卡尔德龙 忍耐着内心的急躁情绪 克莱恩让佐掌手套一下变得深沉 他的身体随之虚化 染上了暗色 变成了阴影 只有手中的海参权杖 依旧散发出或银白或青蓝的光芒 利用魂体的遮挡和暴君牌的压制 掩盖住了这一点后 克莱恩向斜前方一飘 融入了坍塌建筑的阴影里 隐蔽的跟在两个密友身后 对卡尔德龙外层区域 做起初步的侦察 穿行之中 克莱恩逐渐察觉到了点异常 这里太安静了 安静到如同整座城市都已经死去 连重置都未幸免 而按照魔镜阿罗德斯和宏光爱尔莫瑞亚的说法 当初不死鸟始祖格雷加利将卡尔德龙拔起 扔到灵界深处时 并未提前让城里的居民离开 平时偶尔也会有些灵界生物进入 可此时 这外层区域别说活动的生灵 就连骷髅活尸 乃至单独的一两根非建筑骨头都没有 克莱恩精神愈发紧绷 借助赢家恩佐和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的视线 更加仔细的打量起四周 这个过程中 他的目光扫过了一根折断的苍白巨柱 看到那顶端破碎的古老房屋内有黄金打磨出的圆盘 圆盘光滑的表面映照出了一道人影 但对应的不是赢家恩佐 而是戴三重冠冕 穿深蓝法衣的克莱恩自己 这克莱恩提表阴气森森 脸庞一片苍白 眼中毫无神采 似乎已死去多时 躲在阴影里的克莱恩心中一紧 旋即冷静了下来 一点也不惊恐 因为他无比确定 黄金圆盘光滑表面映照出的那个人影 不是他 至少不是真正的他 如果真的是他 赢家恩佐还会看见灰雾 看见那疑似某种神话生物形态的奇异画面 这会导致克莱恩自己当场昏厥过去 既然我一点事情都没有 那说明镜中的不是我 克莱恩边开启灵体之线视觉 边操纵赢家恩佐 提着海之眼守杖 靠拢那坍塌的苍白居住和破碎的古老房屋 并悄然释放了部分幸运 皮肤幽黑的密偶 一步一步来到了那黄金圆盘的前面 夹掌弯腰将它捧起 仔细审视了一遍 这圆盘分为内外两层 核心区域光滑如镜 只有很少的花门 边缘部分铭刻着一只又一只鸟形生物 整体有种古老的华丽感 他映照出的影像依旧没有改变 明明对准的是密偶恩佐 呈现的却是阴气森森 脸庞苍白 眼无神采的克莱恩 就连海神权杖和暴军牌附带的三重冠冕 教皇法医都没有遗漏 如果不是缺少挥物相关 克莱恩肯定会以为 那圆盘能透过密偶和灵体之线 直接影响自身 或是像神战遗迹里 黑之圣者遭遇的那样 不知不觉被分裂出了一个自己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克莱恩不急不乱地 从阴影区域长了出来 恢复出入卡尔德龙时的样子 然后利用小丑的非凡能力 于脑海内映照出自己当前的状态 他拿着镶嵌青蓝宝石的白骨权杖 身穿戴披风的教皇法衣 头戴有不同珠宝点缀的三重冠冕 脸庞藏在相应的阴影里 显得颇为模糊 而整体气质阴森腐朽 仿佛刚从墓地里被挖出来的活尸 克莱恩陡然一惊 没想到自身真的已发生变化 那黄金圆盘照出的竟真是自己 除了没有挥舞与现实交融的部分 不设计挥舞也不是什么大事 他连忙自我宽慰了一句 以平复心理状态 正常而言 以克莱恩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 此时没有必要这么做 但他一是考虑到自己拿着海参权 很容易急躁 必须时刻注意 二是清楚 这里曾经是不死鸟十足 格雷加利的神国 遗留着对方复活的布置 必然有种种怪异 难免比去别的地方紧张 操纵地狱上将路德维尔返回 借助他的非凡能力 对自身做了一番检视后 克莱恩初步有了个判断 生灵进入卡尔德龙 会自然地往王者方向转化 这一点和冥界类似 但又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这里 活着的生物不会突然死亡 再慢慢成为毫无思考能力的不死生物 而是直接成为亡灵 刚才没发现这一点 是因为恩佐和路德维尔 本质上已经是死者 不需要再转化 魔镜阿罗德斯和红光埃尔莫瑞亚 没提到这一点 是因为活着离开的旅行家 灵界生物和天使 在出去以后 都自然恢复了正常的状态 这种转化 无法影响挥舞融入现实的力量 而圆盘照出的 只是成为了王者的我 而非全部的我 或者与卡尔德龙 发生了交互的我 克莱恩更倾向于后面那个判断 但又不能肯定 就在这时 有声音在附近响起 这声音沉重而清脆 就仿佛有人在重击金属 克莱恩没急于做出反应 仔细倾听了两秒 才让赢家恩佐 放下那沉重的黄金圆盘 走向不远处一块折断的墓碑 那半截墓碑对应着一处 往地底发展的建筑 上面用王者之语写道 一个很容易愤怒的家伙 因用头脑和别人的铁锤 比拼硬度而死亡 赢家恩佐绕过那折断的墓碑 抵达了灵寝般建筑的门口 伸出左掌拧动把手 用力拉开了房门 铁锈断裂的枝嘎声里 那沉重的大门缓慢敞开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1362集 一只只苍白光滑凝聚的箭矢飞了出来 他们擦着恩佐的脸庞 头顶 躯干 大腿内侧 飞向了远方 扎进地面 消失不见 而赢家毫发无伤 不得不说 这样的秘勇 简直是冒险探索的神器 克莱恩由衷地感慨了一句 让恩佐将目光投向了下方建筑内 那是一个铁匠铺 一个皮肤清黑 头部如同摔碎西瓜的巨人 正拿着大锤 不断地击打砧板 但上面什么都没有 因为那头部裂开的巨人 灵体之线正常 不属于别人的分魂 克莱恩悄然松了口气 他刚要让恩佐进一步观察 身体突有麻痹 思绪一下变缓 这种感觉 他曾经有过 当初在停根室 被封印物2-049影响时 就是类似的状态 过去的克莱恩并不清楚本质 成为密友大师后才知道 那意味着自身的灵体之线 被封印物控制住了 这也就是说 现在的他被人掌控了灵体之线 而且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 他的身体不仅关节生锈 仿佛被人灌满了胶水 还有着被雷劈中的强烈麻痹感 以至于做动作更加艰难 是灵界掠夺者 我提防着 他用分魂引开我的注意 暗中靠近 没想到 他除了分魂 还有合作者 那个巨人铁匠 让我大意了 而密友的存在 使我有些忽视自身的安危 克莱恩脑海内各种念头 难以控制的冒了出来 干扰着他正常的自救想法 这个时候 脑袋裂开的巨人铁匠提起大锤 一个脉部就冲向了密友恩佐 要将他砸成肉酱 而克莱恩脖子处 似乎有阴冷的风吹来 刺激的他汗毛一根根立起 周围原本异常安静的地方 一个又一个奇形怪状的生物 从苍白石柱内 从破碎的房屋中 从墓碑灵琴里 浩浩荡荡涌了出来 他们有的只存在上半身 有的透明到几乎看不见 有的拉伸柔软像是面条 有的胸腹裂开 内脏血淋 有的脸庞阴绿如同恶灵 有的身体每一个地方都长得眼睛 有的仿佛活在空气里的水母 数不清的目光 从不同的地方 齐齐投向了克莱恩 没有感情 一片漠然 就在这时 克莱恩嘴巴艰难张开 干涩缓慢的吐出了一个单词 唱歌 他话音未落 左掌的手套上 已是裂开一张嘴巴 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赞美你 创造一切的主 隐隐为幕后的主宰 所有生灵的堕落自行 这尖利如同支架滑过黑板的声音里 刚刚半岛赢家恩佐 让他成功避开大锤重击的海之眼手杖 兴奋地吐出了水泡 克莱恩 脑袋陡然疼痛 思绪一下恢复 短暂不再制色 但是 他身体依旧生锈 充满麻痹的感觉 紧接着 一动不动的他 依靠灵性 操纵刚才回到身旁的密友路德维尔 向自己挥出了左拳 克莱恩往后亮呛了一步 瞬间摆脱了麻痹迟缓的状态 然后 头戴三重冠冕的他脑袋一热 直接展开教皇法衣后的披风 举起了那根海神拳杖 一颗颗青蓝色宝石相继亮起 半空豁然落下了一道又一道 喧赫的银白闪电 这些闪电张扬着枝条 将周围几百米的卡尔德龙外族区域 全部笼罩在雷独森林内 毁灭的气息和破坏的感觉 挽作实质 从各个地方冲出来的 奇形怪状生物们 在这样一片银白中破碎了 蒸发了 彻底消失不见 刺掠的银白风暴刚有平息 暴君克莱恩手中的海神权杖 又一次发出了刺目的光滑 那一道道暴虐的电蛇 扭曲着纠缠着 在此降临 如同巨浪 一重接一重 连续释放两次闪电风暴后 克莱恩疲惫了不少 也恢复了平静 他内心突然咯噔了一下 想起了一件事情 闪电风暴是范围攻击 不会分辨敌我 除了手拿海神权杖的他自己 和就在身旁的同伴 其余事物都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也就是说 地狱上将路德维尔还好 密友恩佐多半已经被清除 克莱恩本能忘了过去 只见赢家恩佐正完好的蜷缩在半截墓碑旁 身后是一个还在流淌着细小电蛇的金属大锤 与大锤相隔不远的地方 还有两根不像人类的焦黑脚趾 那墓碑对应的陵墓已经垮塌了大半 落到地上的铁黑色砧板 同样有银白的闪电滋滋残存 克莱恩心中一松 用开启了灵体之线视觉的眼睛打量起四周 他在寻找灵界掠夺者 他认为灵界掠夺者操纵灵体之线的距离 应该没法和闪电风暴覆盖的范围比 周围本就坍塌衰败的建筑们 此刻已近乎被移为平地 残存的石块和白骨门多有焦黑 就连那沉重的黄金圆盘也四分五裂了 忽然一道身影 从克莱恩侧方一百多米处的碎石堆里冒了出来 它是一套半透明的白色长袍 没有头部没有手脚 似乎是由一个无形之人撑起 此时他外表破破烂烂 满是裂口和黑痕 显得颇有点狼狈 这是灵界掠夺者吧 刚才鲁莽冲动的闪电风暴二连机 好像挺克制他的 看到这一幕 克莱恩莫名闪过了些念头 到了这一刻 克莱恩已大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基于非凡特性聚合定律 自己刚进入连正常亡灵都没有的 卡尔德龙外层区域 就被这灵界掠夺者盯上来 他先是将不知来源于哪里的黄金圆盘 搬到预言的行进路线旁 让自己通过密友能够看到 从而将注意力转移至 卡尔德龙对活物的转化上 接着又借助并非他分红的巨人铁匠 更进一步麻痹自己 最终悄然潜伏到了操纵范围内 一击得手 如果不是我见过那些风铃一样 悬吊于小教堂内的王者 对占卜家途径的高序列 有着本能的畏惧 预备了好几个无人帮助下 自行打断控制的办法 刚才肯定已经成为了灵界掠夺者的风魂 真是的 在进来之前 我就应该想到非凡特性聚合定律的 拿上海参全战后 即使有暴军牌压制 我也还是鲁莽了一点 竟遗漏了这么重要的细节 表面来看 我却是一如既往的小心谨慎 可实际已经不知不觉的变得鲁莽 而自己还不这么认为 克莱恩思绪电转间 又一次抬起持握白骨全杖的手臂 想继续用闪电风暴做范围攻击 一次不够那就两次 两次不够那就三次 总之抓住这个机会 不让灵界掠夺者逃出火力覆盖范围 这是最安全的办法 也是克莱恩最崇尚的战斗风格 如果不是雷基在卡尔德龙城被削弱了不少 他都怀疑自己现在就可以去拾取非凡特性了 而已消化了大半序列五魔药的他 灵性还足以支撑一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363集 就在这个时候 那套着半透明白色长袍的无形人体表 一下燃起了苍白的火焰 几百米外 同样的燕流藤月直窜半空 灵界掠夺者用比克莱恩厉害了不知多少的火焰跳跃 瞬间拉开了距离 与此同时他原本藏身的碎石堆里一个四米高的青黑色巨人摇摇晃晃站了起来 这巨人胸腹动开 已看不见内脏 但却如同一座大山 一处堡垒 横在暴君与灵界掠夺者之间挡住了所有的视线 而克莱恩的眼中 对方的灵体之线聚集在了一起 齐齐延伸向远处的灵界掠夺者 一看就属于分魂 海参全杖顶端 一颗青蓝色的宝石亮了起来 几道闪电凭空月出 缠到屠宿 化作银白巨剑 瞬间就命中了那青黑巨人的头部 所有的无形防御一下破碎 如同纸张胡腾 巨人的脑袋随之崩裂 化成无数骄灰的肉块飞溅向四周 他失去头部的身躯内 则有染着点点阴绿的苍白气体 蒸腾消散 带走了全部活力 这一切只是眨眼的功夫 带三重冠冕 穿教皇法衣的克莱恩 将手中的白骨权杖举得更高了 青蓝的光芒一圈又一圈荡开 乌乌的风声吹起了他的披风 卡尔德龙外层区域很大一部分地方 乌云迅速汇聚 层叠压下 让这里显得更加昏暗 更加压抑 黄斗大小的雨滴 接二连三砸在地面 溅起了时光积累的少许尘埃 雨滴越来越急 越来越多 形成了一场堪称灾难的暴雨 那雨水浇灭了一层层苍白的火焰 汇聚成流 一路往下涌去 直奔整座城市的最低点 直奔那地底深坑的尽头 这样的天气下 克莱恩的火焰跳跃直接被废掉了 灵界掠夺者的同样如此 于是 于暴君而言 灵性却借助那片乌云往外蔓延了开来 仿佛化身为了正俯视大地的神灵 每一朵乌云 每一滴雨水 都成为了克莱恩的眼睛 让他轻松就在天象有所变化的区域内 找到了灵界掠夺者 这身穿半透明白色长袍的无形人 此时正躲在一根折断的苍白巨柱后 并没有远离外层区域 进入核心地带 一声雷鸣 震耳欲聋 一道道闪电交织成了银白光束 刷的就从乌云内冲出 射向那灵界掠夺者 靠着超强的灵性预感 这无形人抢前半秒钻住了地面 一道 两道 三道 粗大的银白光束 密集地披在了那片区域 披得泥土消融 向下凹陷 出现了焦黑的坑洞 灵界掠夺者 从另外一边冒了出来 忙不迭地 窜向别的躲避处 视而偏右 视而盲左 如同蛇游 可是 不管他逃到哪里 银白的闪电光束 总能追赶上他 甚至有提前做出封堵 让他离开暴雨区域的打算 惨遭破灭 无云中俯视着灵界掠夺者的神灵 宛若暴君 挥舞着银白的权杖 一下又一下击打向目标 好几次都差点成功 克莱恩愈发心急 恨不得立刻就能结束狩猎 于是毫无保留地 推动着海神权杖 让闪电劈落得愈加频繁 忽然 他感觉到了强烈的疲惫 这让克莱恩一下惊醒 发现了不对 灵界掠夺者最开始 明明有机会退入卡尔德龙 较低层区域 为什么还滞留在附近 他明明是灵界生物 没有实体 可以钻进地地 躲避闪电 规避暴君的注视 可为什么 还时不时窜上来绕上一圈 他是在引诱我攻击 他从我的灵体之线 和对密偶的操纵细节察觉出 我本身的层次还未达到半身 想消耗掉我的灵性 克莱恩悚然一惊 结合最开始的遭遇 真真切切认识到了 灵界掠夺者 是一种富有智慧 相当狡诈的生物 同时他还想到了一个问题 刚才的闪电风暴和乌云大雨 会不会引起卡尔德龙城核心区域危险存在的注视 实在是太鲁莽 总是忽略关键袭击 念头闪烁间 克莱恩收回了海参群 磅礴大雨随之停止 半空乌云飞快散去 周围的天气恢复了正常 克莱恩又让密偶恩佐拿着海之眼手杖返回至身边 与地狱上将路德维尔一左一右将自身保护在了内侧 紧接着 一人两偶向着入口区域一步一步走去 似乎想在灵性还有剩余前离开卡尔德龙 这个过程中 克莱恩一直开启着灵体之线视觉 以此防备灵界掠夺者的靠近 他刚才有注意到 这种生物的灵体之线很有特色 部分从体内钻出正常往外延伸 部分由外而来 一根根矩成粗树 钻入了半透明的白色长袍里 克莱恩怀疑 这就是灵界掠夺者控制分魂时的状态 与密偶大师有所不同 目光一动间 他突然看见一处坍塌的房屋内 一根根虚幻的黑色细线钻了出来 其中部分聚成粗树 源头似在远处 克莱恩毫不犹豫 微举了下手中的海参拳杖 凭空制造出了一声巨大的雷鸣 这震慑心和灵的声音里 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猛然抬起了左手 哈半边身体一下变得虚幻 胳膊和小臂无限延伸 抓向了那处坍塌的房屋 途中 他的掌心变得异常苍白 有虚幻的脸孔凸显 扶出了一条宛若蛇心的舌头 表面覆盖满了白毛 这条舌头一下窜出好远 穿过墙壁 扎入灵体之线汇聚的地方 直接吸出了一道扭曲模糊的灵魂 那灵魂周围 部分灵体之线陡然消失 仿佛从未存在 这一部分正是具成粗树 从远处而来的那些 它们是假的 灵界掠夺者竟然能伪造虚假的灵体之线 或是瞬间调换分魂和主魂的位置 克兰获得转头望向别的地方 果然又看见一团灵体之线的聚合物 从地底高速游来 又一次使用海神拳杖 让能震撼灵体的雷鸣贴着地面发出爆响 与此同时 赢家恩佐消耗剩余的部分幸运 给目标附加上了厄运 并且让海之眼首帐的顶端 迸射出了一道银白闪电 那闪电相当走运的通过一道缝隙 进入地底 直接踢在了来袭者身上 踢得部分灵体之线当场消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否则你知道后果 第1364集 这也是假的 克莱恩刚有反应 思绪已是一致 身体出现了麻痹 就在他嘴巴较为艰难张开 似要吩咐神奇物品时 身穿半透明长袍的无形人 哭得从天而降 落到了他的面前 灵界掠夺者 刚才竟一直躲在高空 借灰白的云气遮掩 这无形人刚一现身 那看不到头部的灵口处 就爬出了一条又一条 透明的蠕虫 表面布满奇异花纹的蠕虫 克莱恩只是看了一眼 脑海念头就彻底爆炸 虽然摆脱了源于灵体之线的控制 但也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 他三重冠冕阴影下的脸部 一颗颗肉芽凸显了出来 每一颗都略显透明 仿佛蠕动的小虫 若不是暴君牌位阁支撑 他已然痛苦倒地 翻滚挣扎 灵界掠夺者竟有一定的神话生物形态 这个时候 白色长袍内的无形人 才真正的不受阻碍地掌控起克莱恩的灵体之线 几秒之间就已接近成功 眼见猎物即将变成自己的分魂 灵界掠夺者突然看见对方艰难张开嘴巴 吐出了一个单词 这比他预计的更早从接近失控的状态里恢复 而那单词是一个古赫密斯语单词 命运 这是窃运者符咒的开启咒文 克莱恩如果真的想撤离 早就抓住两个密偶 直接结束召唤返回灰雾之上 而不是一步一步的挪向卡尔德龙城的入口 他在给灵界掠夺者埋陷阱 他之所以能这么快 从看见一定神话生物形态的创伤里恢复 及时念出单词 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已经历的太多太多 而且虽然不清楚对方会采用什么办法 但总有一种应对较为万能 那就是让目标变得倒霉 克莱恩刚进入制色状态时 第一个反应不是让神奇物品唱歌 而是让赢家恩佐消耗掉残余的全部幸运 让灵界掠夺者变得足够不幸 命运 火长尖色的古赫密斯语单词回荡之中 灵界掠夺者和克莱恩所在的位置突然暗淡了一下 这是那样的不明显 就像半空刚好有一朵云飘过 未坐停留 可等到幻觉一样的阴影转瞬消逝 套着半透明白色长袍的无形人 已然僵立在了原地 衣物表面难以遏制的凸显出重置如洞般的痕迹 制色缓慢艰难 他的对面 克莱恩眼神彻底恢复了清明 三重冠冕阴影下的脸庞不见了肉牙 这看起来就像刚才不是灵界掠夺者在操纵克莱恩的灵体之线 并接近成功 而是克莱恩在操纵灵界掠夺者的灵体之线 且即将把对方转化为密偶 窃运者符咒对调命运 这用石之虫制作的高级符咒 可以窃取到目标后续的命运 并把自身较短时间内的未来嫁接给对方 以此完成互换 所以克莱恩和灵界掠夺者一下对调了处境 一个由死转生 一个从胜利在望瞬间跌进绝地 确认灵界掠夺者富有智慧极难对付 不好狩猎后 克莱恩就在表演撤退 看似鲁莽实则故意地 让自身一步步陷入灵界掠夺者的控制 引诱他出现 并随时准备着在关键时刻 使用窃运者符咒 那样一来 灵界掠夺者对敌人有多狠 自身的处境就会有多么绝望 当然 如果窃运者符咒没有达到效果 或者灵界掠夺者主魂并未出现 依赖的是别的办法 掌控局面 克莱恩也还有最后的手段自保 那就是直接结束掉召唤 返回挥物之上 用两个密友和几件神奇物品的损失 换取本身的无恙 顾不得去惊讶 窃运者符咒竟如此神奇 偷盗者途径的天使竟如此恐怖 克莱恩趁命运的对调还未结束 毫不犹豫 举高了手中的海神权杖 哈深蓝的教皇法衣随风展开 金色的三重冠冕映照出了青蓝与银白交错的光芒 白骨权杖的顶端 刹那迸射出一道又一道闪电 交织成球 落到了灵界掠夺者身上 银白豁然大赤 淹没了目标 照得周围白茫茫一片 一次 两次 三次 克莱恩不断催发着恐怖的球状闪电 毫不吝啬自身的灵性 终于 他听见了仿佛源自灵魂深处的嘶吼 直觉地感应到目标已崩解溃散 克莱恩这才放低了海神权杖 看着银白的闪电 丝丝散意 此时此刻 他整个灵体都已变得颇为虚幻 哪怕有暴君加持 也显得不够真实 随着闪电的消逝 套半透明白色长袍的无形人 又一次出现在了克莱恩的眼中 一点点惠明不定的光芒从内冒出 灵界掠夺者整体陡然分裂 化成无数虚幻的泡沫 一个接一个破碎 暴君狩猎成功 就在这个时候 卡尔德龙较深区域 突得发生了剧烈震动 仿佛有庞然大物 由于灵界掠夺者死去苏醒了过来 或是数不清的危险生物 因此涌出 那难以言喻的感觉 竟连成了一片虚幻的灰白 如同洪水 从偏底部的地带 一层层上涨 其他灵界掠夺者 像是更可怕 更恐怖的生物 灵界掠夺者 侍奉了对象 还有 卡尔德龙城核心区域 地底深康的尽头 依旧那么安静 一点声音都未传出 这更加让人感到恐惧 克莱恩强打精神 一边分心留意起 卡尔德龙内层的动静 一边焦急地等待着 灵界掠夺者的特性吸出 聚合成材料 他暂时没有成功狩猎的欣喜 只得在深渊边缘徘徊的紧绷 这个过程中 克莱恩让赢家恩佐 和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靠拢了自己 并将海神权杖丢给前者拿着 以便自己能摆脱 暴躁冲动的状态 更加冷静地思考 怎么应对接下来 可能发生的变化 以及刚才有无其他细节被遗漏 念头一闪 克莱恩猛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他让神奇物品唱歌时 蠕动的饥饿有在赞美真实造物主 并且送面出了完整的尊名 虽然那人皮手套用的不是古赫密斯语 等能撬动自然力量的语言 而是赫密斯语 但后者同样能在祭祀领域发挥作用 这也就意味着 真实造物主很可能听到了蠕动的鸡饿的赞美 注意到了这边发生的动静 除了正要上涨的灰白洪水 和城市深处的恐怖生物 还有别的危险 等等 我现在是灵体 略等于怨魂 不是正常状态 克莱恩脑海内刚转过一个想法 灵感忽有触动 本能就将目光投向了卡尔德龙的入口处 那里光影一闪 进来了一道身影 那身影套着简单而朴素的亚麻长袍 留着一头银色的长发 他是位男性 五官柔和 面容秀美 眼神温柔里带着些许淡漠 仿佛在以旁观者的姿态注视着命运 注视着世界上每一个人 在他的背后 一道又一道光芒 形成了虚幻层叠的纯净羽翼 向外张开 遮蔽了整个入口区 那喜马拉雅和乐文出品 有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于8082Audio制作的 多人有声小说 你 欢迎收听 鬼秘之主 第1365集 克莱恩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了丝的声音 脑海里闪过了一连串的名词 他顾不得考虑刚才想法的可行性 身体仿佛没有实质一样膨胀了起来 将密友恩佐和路德维尔同时包容在内 将还在西出和融合特性的灵界掠夺者 残余泡沫包容在内 此时乌洛流斯银色的眼眸已映出了远处那道身影 戴三重冠冕穿深蓝法衣极为威严极为暴虐的身影 以及被暴君气息遮挡的极为模糊的灰白雾气 一条闪烁着波光的河流在他两只眼睛内同时呈现 环绕住了形似暴君的身影 环绕住了卡尔德龙外层区域 无声无息间 刚才在闪电风暴里毁灭的方形房屋和苍白巨柱 重新立了起来 只剩下两根焦黑脚趾的巨人铁匠 再次拥有了身体 出现于陵墓内 当当当敲击起砧板 这一切又回到了暴君进入没多久时的样子 可是教皇打扮的克莱恩却不见了 他的两个密友连同灵界掠夺者残余泡沫也不见了 相应的身影无法回归 刚重启的场景随之破碎 变回了大战后的窗移样子 吞围者乌洛流斯就那样静静看着 许久没有动作 卡尔德龙深处上涨的灰白则一点点回落 挥舞之上 克莱恩疲惫的摊坐在了鱼者那张高背椅上 累得连让恩佐和路德维尔两个密友捏肩按腿都做不到 海参拳杖已被他扔回了杂物堆 暴君牌也离开了他的魂体 倒扣于黑皇帝牌旁边 灵界掠夺者残余的泡沫则漂浮在前方 不断地吸出非凡特性 又不断地与那些光点结合 克莱恩缓了一阵后 看见点点灰白粉尘 下落至斑驳长桌的表面 伴随着一个似乎没有重量的透明事物 那事物巴掌大小 由一条条壮似蠕虫的东西缠绕而成 近似人形 内里填充着没有颜色的液体 常有泡沫冒出 发散开黑色的细芒 克莱恩不敢仔细去看 因为那没有重量的透明事物 细微处有着更加丰富的结构 形成了一个个无法名状的花纹符号 似乎将知识 力量 变化 隐秘 诡异 疯狂等概念 直接融入了里面 让他们不再抽象 这给克莱恩带来了强烈的眩晕 甚至有种精神接近崩溃 魂灵即将失控的感觉 这应该就是灵界掠夺者的真实问题了 相应的粉尘也有了 大概70克 比需要的多 也比我预想的多 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 将粉尘装入一个盒子 连同真实魂体 一起丢到了杂物堆里 并用灰物做了覆盖 完成了这些事情 他抬手揉了揉额脚 无声自嘲道 如果不是拿着海神权杖 遭遇灵界掠夺者袭击后 我多半会直接选择离开卡尔德龙 等到有了帮手 再做最稳妥的狩猎 以便控制动静 从而不惊扰到核心区域的未知事物 唉 就这样忙到了最后 虽然结果是好的 但真的不符合我的心格 也和占卜家途径的扮演完全矛盾 看来以后 得尽量避免在外界动用海神权杖 灵界掠夺者已经受力成功 无需找沙伦小姐帮忙了 等过几天写信给他 让他不用再牵挂这件事情 不过 我有预感 以后还会去卡尔德龙 到时候或许还得请沙伦小姐帮忙 另外 得搜集一下鬼术邪怪的情报 不能将希望寄托在白银城那边 念头分城间 克莱恩没带密偶 直接回归肉体 结束掉仪式 跋涉向睡床 到头就进入了沉眠 逃掉了 索斯特看着对面的男子 询问起正在通灵的戴笠西蒙妮 他们刚完成了行动 又抓获了几名灵教团成员 但情报中显示的关键人物 苍白之手帕伦克塔西布 却没再隐秘据点 这是一位序列四的半神 所以红手套小队不仅动用了一级封印物 还请了女神之眼伊利亚出手 结果 泼了个空 戴笠西蒙妮点了点头 是的 他旋即望向俘虏 嗓音空灵飘忽的问道 帕伦克塔西布去了哪里 他说 他去见一个人 那位灵教团成员缓慢回答道 那个人是谁 戴笠西蒙妮追问道 伦纳德米切尔等人 也各自将目光投了过来 被通灵的男子 嗓音没有起伏地说道 银丝赞格威尔 银丝赞格威尔 听到这个名字 在场所有红手套都沉没了下来 一时竟没人开口说话 自这位前任大主教叛逃以来 黑夜教会从未放松过对他的追捕 位居顶层的大主教和高级执事们 更是轮流负责 彼此协助 时常带着相应的封印物到处奔走 寻觅线索 可始终无法锁定 银丝赞格威尔 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巧合 与他错开 不仅连人影都没能看见 而且还被对方弄出了几件大事 杀死了多位职业者 这对黑夜教会全体 尤其职业者队伍来说 既是仇恨 也是耻辱 伦纳德米切尔低垂的双手 不自觉就握了起来 呼吸都变得沉重了几分 他很快强迫自己 从那突然涌起的情绪里 挣脱出来 将注意力放置别的地方 难怪盗案唐太斯 会在狂暴海中城岛遇见 因斯坦哥威尔 因为后者的目的地 也是南大陆 也是东北浪 众人沉默之中 代理西蒙尼 直接用灵体发出般的 空忧飘忽之音 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只是戴上了少许冷燃 语速随之加快了一点 他们在哪里见面 那位灵教团成员 茫然摇了摇头 不知道 代理又连续提了好几个问题 可都没有得到理想的回答 最终他退后一步 将目光投向了 这支红手套小队的队长 索斯特 索斯特叹了口气 斟酌着说道 首先 将这个情报 告知女神之眼阁下 由他与盛唐联系 携带着0-08的 因斯赞格威尔 不是我们一只红手套 能够对付的 其次 寻着帕伦克塔西普 这条线索追查下去 希望能弄清楚 因斯赞格威尔的目的 在无法追踪他 难以锁定他的情况下 掌握他的目的 比掌握他的行踪 更加重要 这也许 能帮助我们 为他设置一个 不得不进入的圈套 最后 从现在开始 时刻留意自己身上 发生的每一个巧合 不管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都要向我报告 是 队长 红手套队员 齐声回应中 伦纳德保持着沉默 侧头看了 戴利西蒙尼一眼 发现这位 自称通灵者的看门人 同样没有开口说话 目光忧深 与此同时 他脑海内回荡起了 帕列斯索罗亚斯德 那略显苍老的嗓音 看来 我将目睹一场追与逃的戏剧 老头什么意思 他在暗示什么 我们刚决定对 因斯赞格威尔的目的 展开调查 就被零杠零八知道了 伦纳德收回视线 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如果有一个 本来已经死去的人 暗中进行相关的调查 是否能规避 零杠零八的感知 你正在收听 鬼秘之主 第1366集 睡了两个小时 克莱恩揉着 还有明显障痛的脑袋 缓慢从床上起身 接着 他拉响了门边的铃铛 等待逝者上来 没过多久 一位穿白衬衣红马甲 刻意做鲁温打扮的 本地土著来到外面 须指敲小了房门 克莱恩拧动把手 将外门拉开了一道缝隙 嗓音低哑地吩咐道 再送一份屋餐到房间 之前用餐太早了 这一刻 他的样貌已经变成了 晒黑的密友恩佐 作为一名有两个仆役 住豪华房间的先生 没可能亲自到门边 吩咐逝者 一份午餐 有特别的要求吗 那土著使者拿出纸笔 边记录 边用发音 颇为奇怪的鲁温语问道 克莱恩用同样 别扭的鲁温语回应道 以红肉为主 配一杯 加冰和柠檬的起泡甜酒 包含两份仆人餐吗 那位土著使者 寻着流程问道 克莱恩沉默了一秒道 包含 结束掉对话 他关上房门 赶紧布置仪式 将赢家恩佐和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从挥物之上带回了现实世界 至于蠕动的饥饿和海之眼手杖 都暂时留在了杂物堆里 一个是因为饿着肚子 一个是有点难以遏制唱歌冲动了 等克莱恩操纵密友收拾好房间 几位使者陆续前来将午餐送达 于是整个房间内只剩下了刀叉轻碰餐盘的动静 和不太明显的咀嚼声 不知过了多久 克莱恩放下刀叉 拿起餐布 擦了擦嘴巴 满足地向后靠住椅背 无奈摇头道 再这样下去 我真的会发胖的 两个密友已失去进食的能力 但克莱恩为了掩饰 又不能不附加仆人餐 这导致见不得食物被浪费的他 只好选择尽量多吃 还好我是无蔑人 克莱恩捂住嘴巴打了个嗝 随即喝掉了最后那口起泡甜酒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感觉自己缓了过来 有精力去思考这次卡尔德龙之行的种种细节 偷到这途径真的可怕 只是一条石之虫制作的符咒 就能达到如此匪夷所思的效果 身为天使之王的独神者阿蒙 究竟有多么恐怖可想而知 哪怕只是一个分身 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还好我之前没有逞强 懂得模仿有经验者的做法 直接逃到了南大陆 真是造物主对我真是重视啊 直接就让吞围者乌洛刘斯赶了过来 这确实有种穿越时光的感觉 古老壁画上的天使就这样走了出来 走到了我的面前 还好我能直接接受召唤 克莱恩刚想到这里 神情突然一领 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乌洛刘斯是怪物途径的天使之王 这也就意味着 对方能直接看到他身上的特殊 看到灰白的雾气 看到光球组成的虚幻之门 和组成光球的透明 半透明蠕虫们 这究竟代表什么 从第二季存活下来的命运天使 很可能知道一些 而真实造物主或许了解的更多 他们会不会识破 我就是挥舞至上神秘空间的主人 不管怎么样 重视程度肯定会有所提高 克莱恩右手握拳 抵了下嘴巴 考虑起极光慧或救赎强威 可能采取的行动 让他感到幸运的是 不管救赎强威还是极光慧 目前都未锁定任何一位 语者的信徒 不过拜亚姆城外那场乱战中 他以格尔曼斯帕罗这个身份活动时 又丢出被真实造物主污染了的活种手套 试图引来极光慧的胜者 这很有可能导致疯狂冒险家进入嫌疑名单 从格尔曼斯帕罗这个点延伸出去 星之上将冰山中将达尼兹安德森 都可能会被极光慧调查 得提醒他们一下 克莱恩缓慢吐了口气 站了起来 准备去挥舞之上 在他看来 和军方风暴教会 玫瑰学派 灵教团 对格尔曼斯帕罗的追捕不同 真实造物主的信徒都相当疯狂 而且还有身为天使之王 善于窥探命运的首领 在现实世界活动 这样一来 无论加德利亚等人是否飘在海上 有多么难以被锁定 都存在被找上门的风险 其中 冰山中将爱德文娜和迷雾海 最强猎人安德森 倒是不用克莱恩太担心 他们知道的不多 不涉及核心问题 不会怎样 唯一需要顾虑的是 极光慧那帮疯子 在正常回答的过程 或许会采用激烈的手段 西拜朗 梅桑耶斯主导的北方帮 库克瓦城 正在肯咬烤肉的达尼兹 突然顿住 听到了愚者先生转达的 源自格尔曼斯帕罗的提醒 小心灵教团的人 小心极光慧的人 尤其后者 需要特别注意 并提醒一下 你身边的安德森胡德 以及爱德文娜爱德华兹 小心灵教团 小心极光慧 这都多少个了 军方 风暴教会 黑夜教会 玫瑰学派 哥尔曼斯帕罗究竟做了什么呀 为什么会得罪这么多势力呀 口屎 达尼兹的表情先是一僵 旋即扭曲了起来 他还不清楚七大海盗将军之手 已经换人 想起了什么 对面的安德森 对面的安德森放下切割肉块的小刀 挑了下眉毛 好奇问道 达尼兹悄然做了个深呼吸 斟酌着反问道 你听说过极光慧吗 他并不确定安德森一定知晓 毕竟极光慧这个组织最初相当隐秘 后来的名声也主要集中在鲁温王国 安德森呵呵笑道 你居然知道我反而比较惊讶 是你们船长告诉你的 不等达尼兹回答 他用手指梳了下短发 自顾自说道 他们相信造物主无处不在 万事万物都有神性 相信人生不过是一场精神旅行 只要愿意聆听教诲 就能了解神性 发现神性 聚合神性 最终成为天使 超出现实 这样的理念听起来是不错 但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们信仰真实造物主 听到这里 达尼兹忍不住嘲讽了一句 知道的很多嘛 只是比我少一点点 安德森顿时勾起了嘴角 笑容灿烂地说道 当然 我曾经在因地斯 加入过一个组织 他们希望改变社会 改变世界 让超凡不再隐秘 险于所有人眼中 成为真正的统治者 他们叫 铁血十字会 信仰的也是真实造物主 达尔尼兹的表情 一下呆滞 额头瞬间就浸出了冷汗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奥秀制作的 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我认为这件事应该 好好好 我闭嘴 第一千三百六十七集 瞄了眼达尼兹的表情 安德森什么都没有察觉一样 继续说道 不过呀 他们的脑子似乎都被活尸给吃了 狂热到几乎愚蠢 不太符合我的审美 我骗了点东西就退出了 你脸色怎么有点苍白 脸上好多汗水 得了日射病吗 作为一名猎人 适应环境难道不应该是本能 达尼兹抬起右手 抹了把汗水 于心中咒骂了两句 强行挤出笑容道 我曾经听人说过 一旦信仰了邪神 再想摆脱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说着说着下巴就抬了起来 一副我看你怎么死的样子 完全没考虑格尔曼斯帕罗 刚得罪极光慧 自身惨遭真实造物主信徒通缉的问题 也没联想起自己正在信仰某一次邪神的语者 说得很对 安德森笑容不见一点阴霾地回应道 我又没有真正信仰 当时送念的 都是我从知识与智慧之神尊名里改来的句子 反正他们不太喜欢用脑子 不 他们根本没这东西 只要表面装得虔诚一点 随便找个理由就能蒙骗过去 不等达尼兹就此展开讨论 他转而问道 你为什么会突然说起极光慧啊 达尼兹狠狠咬了口烤肉 慢慢咀嚼咽下 故意隔了二三十秒才到 因为我记起了一件事情 格尔曼斯帕罗不知做了什么 被极光慧列为高度重视 必须清除的主要目标 对了 还有灵教团 而我和你都是公认和他存在联系的人 哦 让我小心极光慧灵教团的人 安德森恍然点头 呵呵笑道 类似的话 你最近似乎已经说过一次了 玫瑰学派 风暴教会 鲁文军方 有的时候 我觉得格尔曼斯帕罗比我更适合做猎人 达尼兹难得没去反驳 深有同感地重重点了下头 安德森想了想 突然毫无征兆地转移了话题 你这次到西拜朗来究竟想做什么呀 帮格尔曼斯帕罗的忙 听到这个问题 达尼兹沉默了一秒 放好手中的事物 不快不慢地整理了下衣服道 唉 西拜朗各个阶层民众信仰情况调查 这是他和冰山中将爱德文纳讨论后 确认的此行目的 用更通俗的说法是 调查西拜朗各大隐秘组织的发展情况和势力范围 当然 这还会附带与当地统治势力的初步接触 弄清楚他们有没有购买枪支弹药的需求 西拜朗各阶层民众信仰情况调查 安德森重复着达尼兹的话语 条件反射般抬起右手 揉了揉额脚 似乎颇为头疼 结束塔罗会 提醒星之上将 注意极光会和灵教团的调查 最好寻求摩斯苦修会的帮助后 克莱恩又忙碌着完成了世界 月亮和太阳的三方交易 收获了5000磅现金 等到用过晚餐 他叼着没有点燃的装饰性烟斗 阅读起报纸 然后看见自家信使小姐 从虚空中走出 送来了一封信 伦纳德的 克莱恩伸手接过的同时 留意了下雷尼特提尼克尔 有没有停留 发现这位信使小姐 迅速就返回了灵界 这让他确认 伦纳德米切尔已支付邮费 于是将另一只手 从一兜里抽出 展开了信纸 因斯赞格威尔 出现在东白浪 疑似与灵教团 人造死神派的帕朗克 塔西部碰面 因斯赞格威尔 克莱恩咀嚼着这个姓名 缓缓向后 靠住了安乐乙的椅背 在信中 伦纳德希望 他能于暗中 也做一些调查 弄清楚 因斯赞格威尔的目的 可问题是 上次才提过零杠零八 有类似 反有言必备之的特性 知道了他 也就同时被他知道了 而且 他善于安排巧合 让人不知不觉地 跟着他的指挥棒走 这种情况下 要对因斯赞格威尔 展开调查 很难不被零杠零八 查去 不仅没什么成功的可能 还容易暴露自身 克莱恩一边思考 一边让赢家恩佐走至背后 按捏起他的肩膀 他又从头阅读了一遍 伦纳德米切尔的来信 希望能于那寥寥几句话语中 找出更多的线索 和可以利用的调查切入点 东拜朗灵教团 人造死神派 帕伦克塔西部 因斯赞格威尔 找他们做什么 为背后那个王室派系 为贝克兰德大五霾事件 真正的凶手 寻找盟友 人造死神派 人造死神派 克莱恩想着想着 突然记起了一件 除了自己和阿兹克先生 几乎没什么人知道的事情 黑夜女神初步控制了 死神途径的唯一性 也就是人造死神 目前正在篡夺 消化和掌握相应的权柄 换句话说就是 灵教团人造死神派信奉的对象 某种程度已经算是黑夜女神 等到权柄的转移和掌握结束 他们必将遭遇一定的清洗 逐渐融入黑夜教会 或者继续以当前身份活动 与灵教团其他派系 与各个隐秘势力接触 不露痕迹的配合职业者们行动 于克莱恩而言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他记得之前搜集到的 古代文献里有提到 为了人工制造死神 灵教团那部分成员 每天都会向唯一性祈祷 就像对方是真正的神灵一样 试图一点点唤起他的灵智 让他一步步活化 当然 这只是计划的其中一环 且并非关键 那么 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可能 帕伦西塔西布 在向人造死神祈祷时 提了一句 因斯赞格威尔的目的 以求获得庇佑 可他想不到的是 对面的人造死神 已经被黑夜女神控制 虽然还未成为对方的花生 但也失去了自由 从这个角度 这个逻辑出发 直接布置一事 向女神祈求 说不定就能得到 因斯赞格威尔的目的 这 未必不行啊 克莱恩越想越觉得 自己这个看似荒谬的方案 有成功的可能 而这个可能 变为现实的基础是 敌人的首领 是我们的卧底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园中 808 Audio制作的 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赞美女神 第1368集 让密友恩佐 停止按捏 克莱恩缓缓起身 来回踱步 考虑着要不要尝试一下 怎么尝试 因斯赞格威尔是教会的叛徒 是所有职业者的耻辱 有机会清除他 女神应该很乐意 不介意提供一点帮助 但现在正是女神 消化掌握 人造死神权柄的 关键时期 她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未必能够给予回应 只能维持 正常仪式魔法的反馈 而且 我也缺乏相应的材料 还有 我一直在告诫自己 要有必要的警惕心 不能完全相信 和依赖女神 直接向他祈求 获取神域 总觉得不是太好 希望能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念头分成间 克莱恩意识有点犹豫 他将思绪发散开来 试图找到更能接受的方案 忽然 他有了一个更加荒谬的想法 直接向人造死神祈求 这一方面 其实是没什么危险 因为人造死神 本身是不会回应 祷告和仪式的 若是得到反馈 则意味着 本质是黑夜女神在操作 另一方面 克莱恩 有人造死神计划 附带产物遗留的羽毛 有阿兹克同哨 不需要再花费很长时间 搜集材料 就能够布置祈求神域的仪式 另外 也隔了一层 不是直接和女神联系 说不定 这还能帮助他 更进一步的掌握 人造死神的权柄 克莱恩自我宽慰了一句 开始在房间内忙碌 他先是利用献祭与赐予仪式 将剩余两根羽毛之一 和许久未用的满月精油 叶香草粉末等物品 拿回了现实世界 然后改造祭坛 完成了仪式的前期准备 反正本质是向黑夜女神祈求 他也就懒得再去额外购买 死神领域的仪式材料 这与正常仪式魔法 没有本质区别 克莱恩熟练的点燃蜡烛 低落精油 在仿羊皮纸上画出神秘学里的 人和隐秘等符号后 于弥漫而起的淡薄雾气里 将阿兹克同哨压在了上面 紧接着 他把那根沾染着淡黄油污的白色羽毛 放入了正燃烧草药粉末的银碗内 看见他一点也没有卷曲 毫无焦黑的迹象 无声吐了口气 克莱恩退后一步 用赫米斯语送念道 您是死亡的本质 您是王者的君主 您是所有生灵最后的归宿 我祈求您的帮助 祈求能知道 因斯赞格威尔与灵教团联络的目的 他话音刚落 三朵烛火陡然膨胀 看似变亮了不少 却染上了音律 周围一下变得森冷 克莱恩略有点忐忑的闭目 冥想了三十秒 走至祭坛前方 拿起满月精油 又往三根蜡烛上 各自滴了一滴 做完这件事情 他回收阿兹克同哨 抓住那张仿羊皮纸 将它凑置象征我的烛火钱 点燃扔入了银板 刷的一下 原本没有损伤的那根白色羽毛 腾起了苍白的火焰 将整个银板彻底覆盖 遮蔽了克莱恩的视线 两三秒后 火焰完全退去 银板内只剩下了一堆粉末 那些粉末无风自动 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单词 看到粉末构成的那些单词时 克莱恩第一反应 竟与实质的内容无关 而是震动于这件 看似荒谬的事情 确确实实发生了 虽然他早有心理准备 也相信成功的概率不会低 但还是陷入了复杂的情绪 好几十秒都未能挣脱 过了一阵 克莱恩缓慢吐了口气 抬起右手 在胸口顺时针点了四下 赞美女神 他旋即结束仪式 强迫自己将注意力放回神域本身 恶灵附身需要驱除 因斯坦克威尔竟然会被恶灵附身 他在死神途径 从序列九升到了序列五 获得神性的关键阶段 转的也是非常擅长 对付灵体类生物的黑夜途径 序列四守夜人 只有怨魂恶灵怕他 哪有他被亡灵附身的道理 除非那个恶灵层次非常高 或者本质极为特殊 可惜真正意义上的恶灵 我只见过一个 也就是亚历斯塔屠夺 那座地下一季内 封印的古老恶灵 我对这种怪物了解不多 难以把握许多细节性的东西 哼 后续可以写信询问沙伦小姐 也可以让小太阳打听 那位牧羊人长老洛威亚 就放目着一个恶灵 难怪因斯坦克威尔 要寻找灵教团的半神见面 在驱除恶灵上 除了黑夜教会 永恒立阳教会 大概就要属灵教团了 嗯 前面估计还得加个战神教会 相近图情 总是有相似之处 还有一点可以看出 因斯坦克威尔 并不希望自己 遭恶灵附身的事 被合作的王世某派系 和魔女教派指向 要不然 他根本没有必要 亲自前来南大陆 那两个势力 都源自第五纪之前 传承久远 不至于 连驱除或净化恶灵的 封印物都找不到一件 即使真找不到 通过魔女教派 联络灵教团 肯定比 因斯坦克威尔 自己跑一趟 更隐蔽更安全 思绪转动间 克莱恩摊开一张信纸 于桌上 提笔写道 你提供的情报 让我一下子 将之前搜集到的线索 串联了起来 而得益于某位 伟大的存在的帮助 这明确地指向了 一个结论 因斯坦克威尔 被恶灵附身 正寻求灵教团的帮助 仅仅从这个事实出发 我们也能得到 不少有用的判断 因斯坦克威尔 会时常表现出 前后言语行为的不一致 他偶尔会脱离 正常轨道 做一些我们认为 他绝对不会去做的事情 犯一些我们难以理解的错误 在这个问题解决前 他和灵教团的接触 不会中断 甚至将会越来越频繁 从这些判断入手追查 或许能够抓到 因斯坦克威尔的尾巴 但我认为 还是无法锁定的 那件灵级封印物 制造的巧合 正常难以逾越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 多人有声小说 诡秘之主 第1369集 写到这里 克莱恩不由想起了 与因斯赞格威尔正面遭遇的那次 自身的调查 并没有直接指向对方 但却使他们的阴谋 差点败露 于是 因斯赞格威尔主动出手 天降陨石 试图杀死夏洛克莫里亚地 拟灭掉线索 而自己 最终得到阿兹克先生帮助 逃出了绝望的处境 导致因斯赞格威尔 不得不从幕后走出 登上舞台 暴露于聚光灯下 当时那种情况下 如果阿兹克先生 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准 因斯赞格威尔 或许就已经死了 但要复刻类似的事情 创造一个 他不得不自己出现在 我们面前的场景 还是非常困难 要知道 之前那次 不仅有阿兹克先生 这个死亡执政官 和能利用挥舞破坏巧合的 我参与 还出现了特里斯齐克 和他手上戴着的那枚 疑似灵级封印物的戒指 没有这位小姐突然地出逃 因斯赞格威尔 根本不会被逼到 亲自出手的地步 克莱恩斟酌着 又落笔写道 如果能弄清楚 那个恶灵的来历 和主要目的 事情也许会出现传击 写完因斯赞格威尔相关 克莱恩心中一动 就要顺便提另外一件事情 但勾勒完 开头几个字母后 他又停下了钢笔 抬起左手 同时捏了捏两边脸颊 显得很是犹豫 似乎不太好 意思 无声嘀咕了几句 克莱恩最终还是流畅书 写起后面的内容 即使没有那件灵机封印物的帮助 因斯赞格威尔 也是你和我 无法正面抗衡的敌人 我们必须做更充分的准备 如果你能提供一些石之虫 我可以将它们制作成 能对付半神的高级符咒 这叫窃运者 能对掉自我和目标 较短时间内的命运 放下钢笔 克莱恩没再多看 速度极快地将信纸折起 郑重装入了一个信封内 他旋即拿出冒险家口琴 和一枚金币 召唤出信使小姐 让他取走了 给伦纳德米切尔的回信 不过这次不是送去 平斯特街7号 而是直接拿到 对方目前的住处 此时距离伦纳德血信过来 并没有多久 克莱恩认为 他应该还未移动出 雷尼特提尼科尔的感应范围 做完这一切 克莱恩松了口气 幅度很小地摇了摇头道 向别人提请求 真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 对脸皮薄的人来说 更是如此 他迅速收回注意力 再次改造起赢家恩佐 和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两个密友 因为他们在探索 卡尔德龙时 有被命运天使乌洛流斯看到 这个过程中 克莱恩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打算把他们送去灰物之上 利用灵界掠夺者的真实魂体 做伪装 灵界掠夺者 可以让分魂变化成 真实魂体的样子 也能把他们 伪装成其他灵界生物 他遗留的非凡材料 必然有类似的能力 只不过使用艰难 效果较差 负面影响很大 不过这些 对拥有灰物之上 神秘空间的克莱恩来说 都不是问题 反正他又没打算 将那件非凡材料 应用于实战 平时改造一下密偶 完全不需要太流畅的操作 和太好的效果 而且这可以慢慢调整 至于掺杂着神性因素的负面影响 更不值一提 杂物堆里 谁不是安安分分的 经过一番忙碌 克莱恩做到了属于 语者的高倍以上 手拿那巴掌大小的 灵界掠夺者真实魂体 没有低头戏桥 一点点将自身的灵性 延伸了进去 他眼前所见 并没有太大改变 依旧是虚幻细密的 黑色灵体之线 但尝试操纵时 他发现自己不仅可以将 密偶的灵体之线 纳入掌控 还能让自身的灵体之线 游过去 扎进密偶的身体 当双方建立起了 这样的双向联系时 克莱恩豁然觉得 密偶和自己成为了一个整体 自身所有的非凡能力 都可以透过灵体之线 施加于对方身上 包括无面人改变 外貌身材的技巧 缓慢艰难的操纵中 克莱恩感觉到了眩晕 感觉到了情绪的混乱 出现了失控的倾向 这是灵性与神性 直接接触带来的 必然影响 他忙分心调动 挥舞之上神秘空间的 少许力量 让自身状态平复如初 一番煎熬后 克莱恩完成了尝试 赢家恩佐变得更像 南大陆土著了 一看就来自种植园 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则有了混血感 让人惊悚的脸庞 不仅不再是皮薄骨头 反而多了点肥胖意味 至于那有安魂效果的 银白面具 暂时没办法取下 克莱恩只好让路德维尔 绑在胸前贴着肌肤 这有一定的效果 但不如直接戴到脸上 只勉强可以维持 可惜 没办法将这面具 改成其他类型的饰品 要不然会省事很多 克莱恩一边忙不迭 将灵界掠夺者真实魂体 丢回杂物堆 一边揉着鹅脚 任由思绪发散 对了 我这里还有一份 恩魂师非凡特性 可以做成神奇物品 取代那张面具 不行 我一直都准备把它还给教会 等伦奈得回信 就寄给他 无视逐渐缓解后 克莱恩拿出金壳怀表 按开看了一眼 确定了下时间 接着 他招来一张指人 并撬动灰雾之上神秘空间 些许力量 将两者同时投入了 特别标记过的一个光点 那是属于语者目前 唯一信徒达尼兹的光点 在克莱恩看来 星之上将加德利亚 背后有摩斯苦修会 冰山中将艾德文娜 是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的人 安德森胡德 对格尔曼斯帕罗并不怎么了解 且非常善于认清形势 不会逞强 所以在面对极光会的调查时 他们大概率不会那么危险 唯有达尼兹 身在西拜朗 短期内回不去黄金梦想号 实力又不怎么样 还时不时戴个先做后想的拳套 为时让人担忧 基于这些事实 语者先生只好自己辛苦一点 每天定时给达尼兹一个指人天使的拥抱 以干扰对他的占卜和预言 伦纳德没想到 克莱恩莫雷蒂回信会如此快 带着几分不可思议 拆开了信封 阅读起相应的内容 得益于某位伟大存在的帮助 是那位语者吗 果然 克莱恩对因斯赞格威尔的调查 已经深入到了一定程度 我刚提及灵教团的事情 他就得到了真相 恶灵附身 怎么会恶灵附身 这该怎么利用 十只虫 这 伦纳德速度飞快地浏览到了信件末尾 表情陡然变得有点复杂 他的脑海内 帕列斯索罗亚斯德保持着沉默 没有说话 那喜马拉雅和乐文出品 有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于8082Audio制作的 多人有声小说 你 欢迎收听 《鬼秘之主》 第1370集 过了一阵 伦纳德清了清喉咙 不自觉带上了笑容 压低嗓音道 老头 克兰恩这个 这个提议似乎还不错 很有可信性 效果应该还可以 要不要考虑一下 你不是说过 在复仇这件事情上 他下意识扯了一堆 而帕列斯索罗亚斯德始终沉默 好久之后才轻叹一声道 我现在最多能给你两条十指虫 不等了纳德开口 他又补了两句 伦纳德收敛起笑容 郑重点头道 我一直在努力消化 如果消化完成时 还没有攒够贡献 我会自己搜集 灵无所需的非凡材料 对于十指虫 只得两条这件事情 他没有一点失望 在他看来 这本身就是额外的收获 能有一条就算赚到 两条正好他和克兰恩平分 一人一张窃运者符咒 表明了态度后 他颇为好奇地问道 喂老头 你说克兰恩会不会已经 把之前那条十指虫 做成符咒了 他记得很清楚 当时为了查明 埃姆林怀特 究竟在为谁服务 老头有在活种手套里 寄生一条十指虫 可后续却失去了联系 一点作用都没有 如今再审视这件事情 仅从埃姆林怀特 和夏洛克莫里亚地 关系密切这点 他就能较为轻松地 得出真相 明白那条十指虫 是被那个隐秘组织的高层 甚至他们信奉的 愚者本身清除 并且有不小的概率 赐给了克兰恩 要不然这位前同事 不太可能知 小十指虫的存在 帕列斯索罗亚斯德 顿时喝了一声 如果不是已经用过 减证了效果 他怎么会主动提这件事情 希望得到更多 好了 我要开始分离十指虫了 这会让我沉睡至少两周 你有什么问题 自己找人解答 说完 不给伦纳德现在就提问的机会 他发散灵性 制造出一个光团 高悬于伦纳德的脑海内 摆出一副不想说话的姿态 伦纳德条件反射般干笑了一声 重新将注意力放回了 克莱恩莫雷蒂寄来的信上 仔仔细细地重复阅读 想了几分钟 伦纳德拿出一盒火柴 烧掉了信纸 然后离开本地职业者 临时分配给他的休息室 来到斜对面 屈指敲响了房门 没过多久 还被卸掉蓝色眼影和对应腮红的戴笠西蒙妮 打开了门 挑了下眉毛道 什么时候不眠者 有勇气在让人联想到床的时间 敲你室的房门了 我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你 伦纳德哪敢接戴笠的话 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目的 戴笠上下打量了他一眼 呵呵笑道 我并不负责引导心理上的未成年者长大 他边说边让开了位置 让伦纳德进入房间 不敢乱瞧 随意拉了张圆凳坐下 伦纳德直奔主题道 女士 我想更多地了解恶灵 你是死神途径的序列武 权限也比我高 应该知道不少 你问这个做什么 戴笠双手向后撑住桌圆道 没等伦纳德回答 他自顾自说道 大部分恶灵是高序列强者 死亡后的产物 也有少量 是借助某种机会 突破了自身限制的怨魂 第一种情况较为常见 高序列强者服侍魔药 获得神性后 精神体其实已经发生一变 根本性的一变 这就导致他们哪怕已经死亡 力量散去 精神体也会有所残留 具备不少神异 相当可怕 第二种情况的本质 和这没有区别 正常来说 恶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点点弱化 直至完全消失 但他们能同化自己诞生的那片区域 让灵界 甚至冥界与此交融 从中汲取力量 维持存在 所以许多恶灵都有自己的领地 和活动范围 不是他们不想离开 而是不能 除非积攒到足够的力量 让存在形式有了本质的改变 罗纳德习惯性将右脚搁到了左腿上 若有所思的追问道 恶灵是否可以通过附身一个人 离开自己的领地 可以 但普通人和大部分非凡者 根本承受不住恶灵的诈取 会快速地失去灵性和体温 支撑不了太久 戴笠说着说着 抬手指了下自己 最好的办法 是借助死神途径的非凡者 当然 至少去猎物 因为从看门人开始 我们体内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亡灵监狱 也可以叫小型冥界 它能为恶灵提供良好的存在环境 等你成为了灵巫 也会有类似的能力 只是 这更接近封印 安眠地 而非自我冥界 唉 那些自然灵 怨魂 进进出出的 真的很麻烦 阴丝赞格威尔的序列武 就是看门人 难怪那恶灵 会长期俯身他 或者 这是他尝试 奴役恶灵失败的结果 伦纳德思绪猛然开朗 只觉事情的前后 一下联系了起来 他斟酌了几秒 再次问道 一个恶灵会有什么追求 追求 唱歌 跳舞 写诗 男人 女人 星辰大海 戴丽好笑地反问道 伦纳德这才发现 自己用词有点问题 尴尬地揉了揉 头发道 嗯 我的意思是 一个恶灵 会渴望去做什么事情 这主要看他们生前 渴望做什么 一般来说呢 残留的精神 会继承原本的偏执 而且没有理性 去平衡 如果是你 可能那个恶灵 会一直尝试写诗 囚禁一群人旁观 寻求认同 或者 非常高调地做事 就像戏剧的主角 戴丽随口开了句 玩笑后道 不过 无论生前是什么样子 只要成为了恶灵 都会同样渴望两件事情 没两件事情 伦纳德精神一震 那喜马拉雅 和乐文出品 有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与8082Audio制作的 多人有声小说 你 欢迎收听 《鬼秘之主》 第1371集 戴丽瞥了她一眼道 一是吸食活物的灵魂 正能让她们感觉愉悦 源于维持自身存在 这个本能的愉悦 并且 大量的灵魂 可以让她们 有限度地摆脱灵地 和活动范围的限制 代替灵界或者冥界 提供力量 二是 寻觅生前途径的 非凡材料 以此作为 自身存在的 另一种基石 这到了一定程度 恶灵将无需再汲取 灵界或冥界的力量 不再受领地 和活动范围的限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们相当于 转化为了 特殊的灵界生物 伦纳德隐约 把握到了点什么 想了想到 也就是说 恶灵可以 服食序列魔药 不 序列魔药 是针对人类创造的 可以有效 降低失控的风险 对于很多 超反生物来说 其实没有必要 它们可以 直接生吃材料 尤其恶灵 偏执残忍 凶恶 嗜好灵魂 本身就等于半分 不需要其他来调和 而且它们属于灵体 服食的方式 是直接包容 一点点消化 戴笠纠正了 伦纳德的说法 这对因斯 赞格威尔的恶灵来说 他会在每次 占据优势时 操纵身体 去搜集生前途径的 非凡材料 伦纳德先是一正 旋即有了灵感 略寒惊喜地开口道 我明白了 谢谢你的解答 说完 他犹豫了几秒 斟酌着说道 女士 我认为我们不仅要追查 因斯赞格威尔与灵教团 半神见面的目的 还要反向找出 他从贝克兰德 一路向东拜朗的行踪 弄清楚他途中 究竟做过什么事情 有搜集过什么物品 这也许 能带来有效的线索 戴笠豁然沉默 两久后 挑了下眉毛道 说得不错 可这和恶灵 有什么联系呢 没什么联系 只是我想着 既然要追查灵教团 或许会碰到恶灵 所以提前问一问 以做些准备 后面是我打算 休息之后提出的建议 想提前与你 交流一下 伦纳德思绪电转 语速放缓 当即编了个解释 戴笠安静听完 呵呵笑了一声 如果你在面对 其他女孩时 能像现在这样 努力编故事 以你的长相 早就不是单身 可惜啊 我不是什么 都不懂得上你 好了 不用解释 出去吧 伦纳德善善站起 没再刻意强调什么 向着门口走了过去 就在他刚探掌握住把手时 背后忽然响起了 戴笠略显缥的嗓音 我不知道你藏着什么秘密 也不清楚你掌握着什么 这并不重要 但在因斯赞格威尔的事情上 有任何需要帮忙和配合的地方 都可以掌握 伦纳德停顿了两秒 嘴巴吸动了几下 猛然拉开房门 走了出去 白银城 戴笠克伯格收到了 加入一个探索小队的命令 率队者是首席 科林伊利亚特 目的地是诺斯城 那个有变形者等可怕怪物生存的 北方城邦遗迹 自从将疑似鬼术邪怪的变形者的资料 交给世界先生后 戴笠克一直想着 对方也许什么时候就会给出 拿到相应材料的委托 可他实力不够 就算加上朋友们 也完成不了狩猎 而且类似的探索 必然是由六人议事团组织 私人队伍是无法离开白银城那么远的 只好暂时将此事压在了心底 时不时拿出来鞭策自己 要尽快提升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才过去没多久 前往诺斯城的探索小队就组织了起来 率队者还是首席科林伊利亚特 结合之前塔罗会上与道调人先生 正义小姐他们交流的内容 戴笠克很快有了个猜测 在探索前任首席领遣的过程中 于者先生向现任首席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让他挫败了堕落造物主的阴谋 顺利解决了事情 于是这位猎魔者从自己打探的内容出发 希望猎取到一个变形者 以取悦神灵 这是不可避免的讨好 也是一种平衡 道调人的话语 豁然回荡在了戴笠克的脑海 让他不再疑惑 抓住出门前的时光 向语者先生祈求 请他转告世界先生将有这么一场探索 他迅速获得了回应 听见世界先生说 如果狩猎鬼术邪怪困难 危险 可以适当降低要求 试着获取他的血液 只要你能拿到 我将用光之祭司的非凡特性交换 光之祭司的非凡特性 世界先生已经有了光之祭司的非凡特性 或者说他锁定了目标 很快就能拿到 单纯只是获取血液 与首席的实力 加上探索小队的配合 希望很大 戴笠克心头一松 提上雷神的怒吼 走出家门直奔训练场 刚抵达目的地 他就看见了首席科林伊利亚特的身影 他背负两把直剑 高大沉稳 让人仅是看到就觉得安心 而这位裂魔者的旁边 还站着另一个人 穿黑底紫纹长袍 留银灰微卷长发的牧羊人 洛威亚 似乎也要参与这次行动的洛威亚 转过头来 一双淡灰色的眼眸 映出了戴里克伯格的身影 却没有一点情绪的波动 戴里克莫名心惊 脚步都不由自主放缓了少许 东拜朗 规悟之上 克莱恩对白银城那位首席 主动组织队伍探索 诺斯城的行为深表赞赏 并告知小太阳 不需要冒险猎杀 只要能获得目标少许血液 就算完成任务 到时候 他可以把血液涂在 格罗塞尔游记表面 带其所有装备 在自己的主场 单挑鬼术邪怪 拿到所需非凡材料 至于格罗塞尔游记 将人吞入书中世界的能力 是否会被神器之地的特殊隔绝的问题 克莱恩也有考虑过 并想好了解决的办法 那就是将格罗塞尔游记 赐予小太阳 等达成了目的 再让他献祭回来 另外 他并不担心 鬼术邪怪也是类灵界生物 根本没有血液 因为鬼法师魔药配方上 写得很清楚 辅助材料 鬼术邪怪的血液200毫升 办法总比困难多 克莱恩满意的低语一句 返回了现实世界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1372集 临睡之前 克莱恩收到了 伦纳德米切尔的回信 上面提及十只虫 得隔一天才有 并详细地描述了 恶灵这种怪物 得隔一天才能提供 而且只有两条 伦纳德体内那位老爷爷的状态 真的很不好啊 无法离开领地 有被限制的活动范围 共性是 嗜好吞噬活物的灵魂 可求生前途征的非凡材料 也就是说 那个恶灵会在占据优势的阶段 利用因斯战格威尔的身体 搜集相应的材料和非凡特性 这确实是一个调查方向 克莱恩双手拿着信件 边阅读边思考 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情 他在狂暴海中城岛 遇见因斯战格威尔时 对方正被一位猎人途径的 强力半神追逐 这 会不会就是那个恶灵弄出来的 我之前还以为 因斯战格威尔受王氏母派系委托 做了一些针对 因地斯共和国的事情 结果不知出了什么纰漏 暴露了刑藏 被对方派驻强者追捕 现在看来 也许还存在另外的可能 那个恶灵 渴求这猎人途径的非凡特性 在他能掌控身体的阶段 有主动去猎杀同途径的非凡者 这或许成功了 也或许失败了 总之 结局是被某位猎人途径的 强力半神给盯上 凭借狩猎的直觉一路追逐 克莱恩越想越觉得 后面那个猜测接近真实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 只长着0-08的 因斯战格威尔 为什么会被发现 这个时候 密友恩佐和路德维尔 各自蹲了下来 按捏锤打起 克莱恩的双腿 可以初步猜测 是猎人途径的恶灵 等会儿回信 让伦纳德引导红手套 往这个方向调查 唉 这家伙演技不是太好 也没有心理学积累 不知道 能不能做到不露痕迹 或许 他会将这推到 不存在的新人身上 猎人途径的恶灵 猎人途径的恶灵 克莱恩瞳孔一张 陡然坐直 让两个密友显得不知所措 他知道的 见过的恶灵不多 只有一个 而那个正好 也是猎人途径的 那是以红天使 梅迪奇为主体 融合了索伦 爱因霍恩家族 两个序列 一天使残余精神的恶灵 在猎人途径 再没有比这位格 更高的恶灵了 除非血皇帝亚利斯塔 突夺还有精神残留 之前因斯赞格威尔 在贝克兰德 那个不知道 该不该将 梅迪奇的恶灵 也在贝克兰德 后来 那个恶灵逃脱了封印 不知去了哪里 而因斯赞格威尔 惨遭恶灵附身 两边都是猎人途径的恶灵 这 附身因斯赞格威尔的 会不会就是那红天使恶灵 克兰恩眉头一点点皱起 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测 又觉得很有可能 思绪电转间 他又找到了一个侧面的印证 零杠零八的特点是 你知道了它 它也就知道了你 而作为从第二季存活下来的天使之王 红天使梅迪奇 大概率是清楚零杠零八的各种资料的 换句话说就是 只要那恶灵尝试回想零杠零八相关 就能被零杠零八知道 建立起联系 对了 还有那句合作愉快 不会是真的吧 可问题在于 我之前猜那个恶灵 应该有一份序列一特性 不需要在外求啊 难道 他还消化不了 克兰恩头疼的揉了揉额脚 站起身来 进入惯喜室 逆走四步 来到了挥舞之上 他刚有坐下 就以句献出纸笔 书写起占卜语句 附身因此赞格威尔的 是亚里斯塔屠夺 那个地下一记内封印的恶灵 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 审视了好几秒 克兰恩取下左腕袖口内的 黄水晶吊坠 用灵白法做起占卜 这次他睁眼看见的画面是 黄水晶吊坠 一动不动 这意味着占卜失败 位格太高 而且还有零杠零八存在 对了 那个恶灵还携带着一张 反占卜反欲言的红济斯牌 三者结合 难怪我会失败 这也算侧面做了一定的确认 克兰恩分析了下原因 考虑着还能从哪些方面去验证 他手指轻敲起斑驳长桌的边缘 无声自语道 除了让伦纳德那边引导红手套调查 我也得做点什么 先假设 附身因斯坦威尔的 的确是那个红天使恶灵 他会在能控制身体时 去哪里寻求猎人途径的非凡材料呢 因蒂斯首都特里尔 菩萨克首都圣密龙 或者单纯依靠 亵渎之牌的开启和封印 利用非凡特性聚合定律 吸引扑火的飞蛾 等等 他自己提过 梅迪奇家族的后裔在班西港 虽然那里已经被摧毁 但也许还埋藏着什么 还有 那个柔和的三大天使残留精神的恶灵 有很强的挑衅本能 这符合伦纳德刚才那封信里 对恶灵的描述 他也许会故意在班西遗留点什么 想到这里 克莱恩立刻具现出世界格尔曼斯帕罗的身影 让他请倒调人再去一趟班西 做更细致的调查 完成这件事情后 克莱恩开始考虑 一旦确认了 因斯赞格威尔体内的旧史红天使恶灵 是否可以从非凡特性聚合定律出发 利用相应的材料 又使因斯赞格威尔自入陷阱 猎人突进 猎人突进 思绪分成间 克莱恩忽然想到了 正在西拜朗游荡的两位猎人 他微皱起眉头 本能分析了一下 虽然东拜朗和西拜朗都幅渊辽阔 从因斯赞格威尔上次出现的城市 到西拜朗的北方邦 距离非常遥远 没有传送能力 即使是半神 恐怕也得花费十天半个月 达尼茨和安德森理论上 不会因为聚合定律 突然遇到红天使恶灵 另外 以他们的序列来说 还是太低了 但也不能说一定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远助 80822制作的 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我认为这件事应该 好好好 我闭嘴 第1373集 西拜朗北方邦库克瓦城 达尼茨瞄了眼身边的安德森 脱口问道 正在想用奶酪木薯面包的安德森 抬头看了达尼茨一眼 壮似思索的汗手道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太想离开西拜朗 既然都来到了这里 作为一名宝藏猎人 怎么能毫无收获就回去呢 那广袤的丛林里 各种废弃的神庙内 有的是黄金 珠宝 古董 和也许神奇的物品 正等待着我们去拯救 达尼茨撇了下嘴巴 咕噜喝掉了杯子里剩余的瓜达尔 这是一种用西班朗特产浆果制作的饮料 色泽成黄 酸中带甜 消暑解渴 并含有一定的咖啡因 能让人对抗疲惫 变得清醒 放好杯子 拿起餐巾 擦了擦嘴巴 达尼茨才喝了一声道 总觉得你有什么阴谋 我也希望是这样 安德森一点也不介意地笑道 他用来配早餐的是咖啡 在东西拜朗 有多处优质的咖啡产地 名气只比费内波特的高原咖啡 南大陆的高地咖啡 和星星高原附近帕斯河谷的 菲尔默咖啡差一点 不等达尼茨再言 安德森笑着说道 其实这不是很好吗 我负责提供保护 而你做我的翻译 大家都能得到好处 想到自己还只是一个序列期 且被一个又一个势力通缉 达尼茨竟莫名觉得 安德森的话语有点道理 他倾咳了一声道 但在某些时候 我会让你回避 如果你说请的话 我没有问题 安德森一派放松地说道 达尼茨旋即披上斗篷 走向旅馆大门 准备开始今天的调查 途中 他突然脱口而出道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时常梦见一个天使降临 用羽翼将自己层层包裹 不 不仅是做梦 清醒的时候 也偶尔会产生同样的幻觉 安德森瞄了眼 达尼茨戴着的拳套 沉吟了几秒 露出笑容道 你是不是信仰了什么隐秘存在啊 或者 接触过什么古代事物 达尼茨表情一僵 强行挤出笑容道 要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 我早就猜到原因了 说话间 他与旅馆大门处进来的三位男子 擦肩而过 走了出去 安德森习惯性打量路人 确认环境 所以随意瞄了那三位男子一眼 发现是一主二仆 主人身材高大 肤色偏踪 五官柔和 似乎是拜朗人 与鲁恩人的混血 穿着打扮 也更偏北大陆风格 丝绸礼帽 黑色正装 配香金手杖 两个仆人 一个是标准的本地人 似乎来自种植园 帮主人拿着备用的手杖 和皮质行李箱 一个也是混血 脸庞多肉 衣物宽松 腰间跨着一把刺剑 仿佛还担当着保镖 安德森不慎在意的收回视线 跟着达尼茨来到了街上 他饶有兴致的指了指 或马拉或人台 造型各有不同的官就道 要不要试试这个 很有意思的 习惯之后 你会觉得死亡 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能推开盖子 重新站起来 达尼茨斜眼看了看 那些奇异的交通工具 毫不犹豫摇头道 作为一名海盗 或多或少都要信仰风暴之主 避回一些事情 其中就有远离棺材 我就不同啊 没什么机会 安德森随意拿了几枚 德利西出来 从沿街叫卖的爆童手上 买了几份报纸 不得不说 在爆童制度上 南大陆各大城市 不比北大陆差 毕竟人工更便宜 需要补贴家庭的 孩童也更多 达尼茨边往街口走 寻找针对外国人的马车 边从安德森那里 拿过一份报纸 快速翻看了一下 突然 他留意到了一则新闻 著名海盗 自称地狱上将的路德维尔 被疯狂冒险家 格尔曼斯帕罗击杀 他的黑色玉金香号 和整支船队 都被自称死神使者的 米雷拉接手 这 达尼茨的嘴巴一点点张开 半天没有合拢 他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格尔曼斯帕罗 要让自己小心灵教团的人 这疯子竟然干掉了 七大海盗将军之首的 路德维尔 过了十来秒 达尼茨表情呆滞地 将那份报纸 递给了旁边的安德森 你看这个 安德森带着笑容 接过报纸 速度极快地浏览了一遍 短暂的沉默后 他吹了声口哨 黑黑笑道 这家伙应该有个新绰号 海盗将军可兴 达尼茨不敢点头 转而感慨道 我最早遇见他的时候 虽然已经觉得他很可怕 但完全没想过 他会可怕到这种程度 这一刻 他回忆起了当初 试图招募格尔曼斯帕罗 做黄金梦想号水手的事情 而他们刚才离开的 那个旅馆内 克莱恩已入住豪华房 站至窗口 俯视着两个 走路不认真的猎人 摸索了下袖口的钉子 他摊开信纸 提笔写道 我诸不怀疑 附身因斯赞克威尔的 是猎人途径的恶灵 你们可以多往这个方面调查 随心寄来的是一份 安魂式的非凡特性 他源于一位 被放牧的可怜人 我让他得到了解脱 并承诺将他的特性 送还给黑夜教 东拜朗 刚预备参加早晨会议的伦纳德 突然看见那提着 四个金发红颜脑袋的 天使及信使 出现于自己面前 对此已然麻木的他 接过来信 拆开看了一眼 有点愕然 里面竟装着一件 如同璀璨夜幕的物品 这是 是 伦纳德隐约有点明白 那件物品究竟是什么 忙展开信纸 阅读了一遍 二十多秒后 他缓慢叹了口气 无声自语道 果然是非凡特性 克兰恩对教会 对职业者 还是很有善的 他颇感欣慰 拿出了两条有环节 已死去的透明小虫 直接利用那个信封装好 再次召唤出 格尔曼斯帕罗的信使 交给了对方 并附带一枚金币 做完这件事情 伦纳德松了松 衬衣最上方的扣子 走出房门 前往地底 路上他遇到了戴笠西蒙尼 还是通灵者打扮的戴笠 看着前方 非常自然就问道 有什么新的线索 疑似猎人突见的恶灵 伦纳德默然了两秒 最终选择 在这件事情上不作隐瞒 戴笠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 思索着说道 那很可能具备挑衅的本能 会主动在途中 给我们留下线索 当然 这也许 包含一定的误导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风暴与同在 第1374集 幽兰复仇者号船长室的房门被人敲响 进来 阿尔杰放下手中的黄铜六分仪 沉声说道 一位水手打开大门 回头看了一眼 在多位同伴的催促下 犹犹豫豫地进了房间 握右拳 姬左胸 行了一礼 风暴在上 等到阿尔杰做出回应 他舔着脸 堆出笑容道 船长 最近不少海盗 还有商船的水手 都说在班西港的废墟里 翻找出了一些值钱的物品 甚至还有黄金 我们最近好像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任务 大家想着 想着要不顺路再去趟班西 那样一个繁华的港口 即使被搜查了多遍 应该也还有许多东西残留 阿尔杰没有表情听完 沉吟了好几秒道 我能够理解你们的心情 这样吧 我们往西港方向航行 但不预示目的 如果途中没有别的事情发生 就在那里逗留一天 好的船长 那名水手兴奋的再次握右拳击左胸道 风暴与你同在 风暴与你同在 阿尔杰目送手下离开 关上了房门 他随即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既不喜悦也不愤怒的 到了被猎朗旗慢慢贫了起来 刚才发生的一切 其实都在他预料之中 因为有人在班西港废墟里找出值钱物品的消息 就是他调装改办后散布出去的 作为风暴教会的船长 他时刻都受到水手们的监督 在已经去过一次班西的情况 再次提议前往 很容易被人怀疑 所以阿尔杰决定让船员们自己要求 那样一来 即使在班西港发现了些什么 遭遇了点什么 也不会有人怀疑他这个船长 而对水手们来说 尤其是刚刚在班亚姆挥霍完金钱的水手们来说 什么船员最具诱惑力 什么消息最能让他们心动 阿尔杰非常清楚 另外 幽兰复仇者号在班亚姆 也停留的足够久了 再不离开 同样可疑 至于监控工匠夏尔夫的事情 自然是交给银者加德利亚 受机关会调查的影响 这位海盗将军和他的未来号 最近一段时间内都将在罗斯德海域徘徊 这里据说有摩斯苦修会一个重要据点 喝完烈酒 阿尔杰放下杯子 望向窗外起伏的大海 低声吐出了一个单词 班西 考虑到已是六月下旬 维尔昂塞厅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声 克莱恩修整了一下后 就去挥舞之上将无线电收报机带到了现实世界 并告诫自己最多只能问两个问题 豁然阴暗森冷的房间内 无人操作的收报机自行发出了哒哒哒的声音 伴随着哒哒哒的声音 一节虚幻的白纸从无线电收报机里吐了出来 上面用鲁文文写道 至高的伟大的永恒的主人 您渺小的卑微的忠诚的仆人阿罗德斯 应您召唤而来 您知道吗 艾伦克瑞斯医生家的孩子前晚已经出生了 还后及时联络了魔精 克莱恩轻轻汗手道 现在知道了 哒哒哒 那节虚幻的白纸吐出了更多 根据对等原则 轮到您提问了 克莱恩本想问一问 因斯赞格威尔 零杠零八和那个红天使恶灵的事情 可想到自己在挥舞之上都占卜失败 魔精阿罗德斯肯定也看不清楚 最多能提供零杠零八更为详细的资料 而这样一来 在没有挥舞屏蔽的情况下 自己等于真正的知道了零杠零八 也就相应会被对方知晓 不利于藏在幕后 导演戏剧 他思索了两秒道 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快的消化魔药 更好的扮演 虚幻的白纸上 几个黑色的单词被哒哒哒打了出来 看到魔精的回答 克莱恩先是沉默 旋即缓慢的吐了口气 对目前的他来说 因斯赞格威尔出现的太早了 他还有差不多两个月 才能消化掉密友大师魔药 到时候 早已极其材料的他 完全能以复仇为主题 导演一场对因斯赞格威尔这半神的谋杀 将序列晋升与了却心愿放在一起 再不需要考虑退路 然而因斯赞格威尔不会在他一切准备就绪后才登场 不会遵照他预定的流程行动 按照克莱恩最早的想法 应该是先搜集情报 掌握行踪 等到8月底9月初 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计划 后来发现 这太不符合实际 因斯赞格威尔只长着0-08这件可怕的封印物 如果不是遭恶灵附身 根本不会暴露心藏 如果不能利用他这段时间状态方面的问题 等他驱除了体内的恶灵 很可能找都找不到他 总是会因为各种巧合错过 而且若真是那红天使恶灵 克莱恩还担心自己和伦纳德展开复仇行动之前 因斯赞格威尔就已经莫名其妙死去 因某个阴谋或可笑的缘由 而非他做过的坏事 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 克莱恩试图更快的消化魔药 希望能在一两周内完成 可魔镜阿罗德斯的回答 让他一阵沮丧 也明白了这种事情没办法强求 这么短短半个月 甚至可能只有几天 他哪里还能创造出更好的扮演机会 刚才的沉默里 克莱恩已然下定了决心 那就是不把两件事情强行绑定在一起 从现在开始 在有成功率的前提下 以向因斯赞格威尔复仇为主导 他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虽然距离停根式黑经级安保公司内发生的那些事情 才十个月左右 不到一年 但克莱恩却觉得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 久到他不愿意再等待 瞄了眼那台很是阴森的无线电收暴机 克莱恩想了想 表情突然严肃起来 沉着嗓音开口问道 我之前用赢家密友看了自己 明白了命运途径的非凡者 面对我时 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反应 现在我想问一问你 你从我身上看见了什么 这句话宛若惊雷 回荡在了房间内 那台无线电收暴机陡然失去动静 隔了好一会儿 才重新响起哒哒哒的声音 一节黑色的虚幻纸张被吐出 上面是一个个煞白的单词 我 我从您身上看见了支柱 支配 这样的回答 您还满意吗 支柱 支配 这什么意思 克莱恩本想追问 可又觉得阿罗德斯 多半不会讲得明明白白 因为自身缺乏相应的知识 眼见再下去 就会被欲望母树找过来 他点了下头道 还行 今天就这样 你回去吧 无线电收暴机 哒哒哒的声音 一下变得轻快 就连吐出的纸张 也变回了白色 好的 伟大的主人再见 您忠诚的仆人阿罗德斯 随时等待着为您效劳 这次 魔镜似乎忘记了配一个挥手的剪笔画 跑得还挺快嘛 克莱恩咕弄了一句 当即逆走四步 进入挥舞之上 具现出世界格尔玛斯帕罗 告知银者加德利亚 他需要的神话生物血液已经预备好 请尽快给予弱小期短暂恢复一定力量的办法 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啄不了天之后 不过你给我听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毁灭之主 我就努力一下 没过多久 星之上将加德利亚就布置仪式 将一件物品献祭给了愚者 并请这位伟大存在将那东西转交世界 并告知他 办法就是催动那件物品 从历史之中 从过去的自己处短暂借来一部分力量 这听起来很耳熟啊 很像詹布加图静序列三古代学者的能力 愚者克莱恩听得一愣一愣 随手就拿起了银者女士献祭上来的那件物品 这形如一根手杖的杖头 上面镶嵌着一枚枚长条形的透明宝石 会刻着一个又一个复杂神秘 立体难描的象征符号和魔法标识 克莱恩辨认出了其中两个 一个是不完整的梧桐之眼 一个是不完整的扭曲之线 难道真是指向序列铃鱼者的物品 可会不会太复杂了一点 这杖头给我的感觉也很熟悉 很像 像小太阳曾经祈祷过的那个水晶球 它难道也对应着一颗升红星辰 克莱恩表情颇有点古怪的望向古老宫殿之外 只见无银挥舞中 那一颗颗虚幻星辰静静悬挂 毫无异常 想到类似物品都是一字性的 如同符咒 它放弃了实验的想法 只是从杂物堆里招来实体纸张 将杖头复杂异常的象征符号和魔法标识 认真抄录了下来 鲁温王国贝克兰德艾伦医生家 一位侍女守在主卧室内照看着正熟睡的婴儿 楼下大厅中一场宾客众多的宴会已到中断 忽然角落里三道人影飞快勾勒了出来 为首者歹丝愁礼帽穿黑色正装 是为做任何伪装的克莱恩莫雷蒂 他随即掏出一枚符咒 低声念出了一个古赫密斯语单词 飞虎 暗红色的火焰一闪而逝 轻微的爆裂声中 安柔静谧的力量荡漾了开来 那位侍女一下就止不住睡意 趴在床边陷入沉眠 克莱恩让两个密偶立在原地 自己走到了婴儿小床旁 将目光投向了里面 那是一个裹着银色丝绸的小孩 皮肤很白 手上肉多 竟有一节一节之感 这婴儿一点也不怕陌生人 吸着手指瞪着眼睛 就那样与克莱恩对视 克莱恩不自觉露出笑容 摘帽行礼道 恭喜您出生 你这句话应该对我父母说 那婴儿拔出手指 用不符合目前年龄的轻量嗓音道 克莱恩呵呵笑了一声 梅与命运之蛇纠缠着毫无意义的话题 直接了当地说道 我带来了弱小其短暂恢复一定力量的办法 您可以把其他血给我一滴了 维尔昂塞厅叹开肉糊糊的手掌道 先给我看一下 您怎么知道那办法是件物品 克莱恩不觉诧异 却颇为好奇地问道 维尔昂塞厅哼了一声 命运的直觉 我没说一样 克莱恩将背在身后的杖头 拿到前方递了过去 婴儿吃力握住 瞄了两眼 拔高嗓音道 这只能用一次 是 只能一次 有问题吗 克莱恩斟酌着说道 以您的位格和能力 完全可以复刻上面的象征符号和魔法标示 准备相应的材料 举行正确的仪式 这不就能够多次使用了吗 维尔昂塞厅突然打断了他的话语 好 我接受 记住 刚才那些话 是你自己说的 克莱恩一时有点懵 又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隐约有种 明明是自己过来占便宜 怎么反倒被小婴儿占了便宜的感觉 是 我说的 他最终吸了口气 诚恳点头道 婴儿肉肉的脸上一下露出了笑容 将另一只手摊开道 嗯 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一共两滴 一滴是用来交易的物品 一滴是你促成交易的报酬 还有报酬 克莱恩一阵惊喜 连忙望向了威尔昂塞厅的手掌 那里共有两滴银色的血液 每一滴中都仿佛有无数微小的超然的虚幻的圆轮在转动 它们连成了一条长带 首尾近乎相接 仅是这么看了一眼 克莱恩就仿佛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只觉所有念头都在重复呈现 他忙摇了下脑袋 拿出放阿兹克同哨的铁制卷烟盒 将那两滴明显封印过处理过的命运之蛇血液装了进去 感谢您的慷慨 克莱恩诚心诚意的说了一句 转而问道 这可以用来制作符咒吗 小婴儿又吸了下手指道 当然可以了 具体绘制的符号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那些 自己随意选一部分组合 能出来什么效果全看你的运气了 克莱恩点了点头再次问道 那向谁祈求呢 您应该暂时还没有办法响应这种较高等级的仪式 向乌洛流思祈求又等于挑衅 难道向命运途径序列二的天使 可我不知道孙明啊 维尔昂塞听顿时咧嘴笑道 有个更方便的 谁 克莱恩欣喜追问 小婴儿笑嘻嘻地回答道 恶难与恐惧的女皇 恶难与恐惧的女皇 这不就是女神吗 也是 恶难包含恶运是命运的一部分 女神有相应的权品 自然可以做出回应 我偶尔昂塞听给这个建议不就说明 在他眼中我一直疑似黑夜的卷者而自己毫无所觉 就和上次回答怎么弄到占卜家途径高序列魔妖配方一样 经过圣塞缪尔教堂之事 他应该更确定了 克莱恩先是一正 旋即恍然 他似自言自语般说道 如果是向女神祈求 那不管我怎么挑选象征符号 最后成品的效果 应该都会偏向厄运领域 这是常识 裹着银色丝绸的小婴儿嚷嚷道 得到确认的克莱恩心中笃定了一些 转而笑道 嗯 您现在还叫威尔赛厅吗 他很好奇对方出生以后会不会换一个名字 你要是喜欢也可以继续这么认为 不过我的全名已经变成了威尔克瑞斯 小婴儿一点也不在意的回答道 克莱恩想了想试探着又问道 如果我想对付零杠零八的持有者 你有什么建议 我不是想了解零杠零八的资料 只是希望知道您有没有建议 肉肉的婴儿就那样看着他 嘴巴突然咧开 发出了响亮的哭声 哇 克莱恩嘴角微动 眼见女仆即将醒来 随退后几步 带着两个密偶消失在了房间里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强力就是喜欢的理由 第1376集 罗斯德海域 听靠于拜亚姆反抗军司港的蔚来号上 正举行仪式的星之上将加德利亚 看见烛火形成的虚幻大门内 飞出了一滴银色的血液 他只是瞄了一下 就盲闭上了眼睛 哪怕自身已戴上沉重的眼镜 这一刻 他脑海内仿佛有一个又一个 超然神秘的圆轮在转动 形成了一条首尾相接的银色巨蛇 这让他不断重复起刚才的念头 连续感谢了语者先生12次 才恢复正常 加德利亚欣喜地结束掉仪式 拿出早已预备好的器皿 将那滴银色血液装了进去 从神秘女王那里 掌握了一些怪物途径事情 从愚者先生那里知晓了 命运天使乌洛流斯存在的他 很快就对这滴血液的主人 有了一定的猜测 或许是生命学派那位 也或许还有别的序列依天使 不管怎么样 愚者先生能于现实世界 动用的天使数量 至少是两位 再加上那位难以确定的 古代邪物 除了封印物方面较差 信奉愚者先生的势力 已足以与正神教会媲美 即使是要素黎明 和摩斯苦修会 也达不到这种程度 不愧是复苏的古神 愈发敬畏的加德利亚 吸了口气 转而思考起自己的事情 她另外的准备很是顺利 如果没有意外 再等一个多月 她就能尝试晋升序列寺 获得神性了 高空黑沉沉一片 时不时有银白的闪电划过 照亮了荒芜死寂的平原 与蜿蜒无水的河流 而在平原中央 河流绕了半圈的地方 黑色的轮廓 隐隐绰绰 层层叠叠 俨然变是一座 没有生气的城市 经过好些天的跋涉 白银城六人议事团首席 列魔者科林伊利亚特 率领的探索小队 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诺斯城 这支小队人数并不多 除了科林 只有四位队员 分别是六人议事团长老 牧羊人洛威亚 两位序列五的守护者 里格和古纳路恩 以及序列六的公正人 戴里克伯格 整体实力可以说 不比完整的探索小队弱 甚至强了不少 按照科林伊利亚特的说法 这是因为诺斯城怪物众多 非常危险 变形者更是善于伪装 喜欢利用信任 所以探索小队 人少比人多好 而既然人少 实力配置 毫无疑问得更高 看了看前方 弥漫着淡淡雾气 连闪电都无法照亮的城市 列魔者科林 取下背负的两把支箭 不慌不忙 丝毫不乱的 为一把涂抹上银灰色的油膏 为另一把 浇上金黄色的液体 他旋即将两把支箭 都插在了面前 从腰间皮带的暗格里 取出三个金属小瓶 拔掉筛子 咕噜喝掉了里面的药剂 与此同时 里格和古纳路恩 也分别做起了战前的准备 戴里克伯格 则一手踢锤 一手张开 庄重严肃地 用巨人语低沉说道 神说 有效 无声无息间 科林伊利亚特等人 只觉刚才喝下的药剂 制造的沉吸 涂抹的油膏 都一下强大了几分 紧接着 一圈蕴含着温暖的光环荡开 为整支探索小队 带来了勇气和力量 等到戴里克用神圣誓约 为自身增加了敏捷后 科林瞄了眼 提着瘦皮灯笼 沉浸旁观般的洛维亚 转头指向十几米外的 诺斯城外围区域 对身高又长了一点的 大男孩道 用你的能力 照亮前面的街道 说完之后 他环顾一圈 补充道 一旦进入诺斯城 绝对不能分开 我之前几天 已经给你们介绍过里面 较为活跃的 来自黑暗深处的怪物 具体有哪些 你们应该很清楚 分开这种行为 绝对会被变形者利用 古纳路恩是位长相清秀 身高两米四五的女性战士 闻言思索着说道 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利用这一点 反过来狩猎变形者 最好不要这么做 危险程度实在太高了 而且很容易误杀队友 或者永远的迷失在诺斯城 头发花白凌乱的 柯林伊利亚特 郑重告诫道 戴里克望着前方 被淡淡迷雾笼罩着 没有一点声音传出的 死记城市 下意识问道 首席阁下 这座城市曾经也属于 巨人王庭吗 是的 不过 他和另一位 古神同志的国度 理得很近 猎魔者柯林 很有耐心地回答道 提着两根铁黑棍棒 身高也达到了 两米四十多的里格 略感好奇地追问道 是哪位古神 摩朗之王 毁灭者 弗雷格拉 哦 这样啊 戴里克记下了首席的介绍 上前一步伸出了双臂 纯粹灿烂的阳光 陡然从他身上迸射而出 照亮了或坍塌或腐朽的建筑 照亮了铺着灰白石板的街道 照亮了安静到极点的城市边缘 街道之上 一道道人影出现在了 戴里克等人眼中 有的套着亚麻四长袍 有的身穿瘦皮衣服 像是正在来往忙碌 感受到阳光的照耀 他们一点声音都没有的 同时转过了脑袋 齐齐望向班阴城 探索小队 夜晚的班西港 时不时有乌鸦 或是其他鸟类的叫声传出 衬托的整片废墟愈发阴森死寂 就连海浪的声音都无法冲散这种感觉 作为风暴之主的信徒 作为幽兰复仇者号的船员 水手们胆子都不小 尤其想到坍塌的建筑里 也许还埋藏着黄金等值钱事物 更是心头火热 没有一点恐惧 刚一抵达这里 就纷纷下船 两三人一组展开了搜索 阿尔杰没与他们一起 自顾自行于废墟之中 寻找班西港被摧毁后 才出现的痕迹 走着走着 手带精神之鞭戒指 腰跨剧毒之刃的他 来到了一座墙壁四分五裂 大门只剩几块焦黑木头的 坍塌建筑前 如果没有记错 这里原本应该是 班西港的电报局 阿尔杰幅度很小的点了下头 靠拢过去 略做审视 他随即看见那片 断木蚕石之中 有个较空白的区域 地表一片焦黑 印着两道血红色的影子 就仿佛那里曾经躺着 两个被活生生 碾压成了肉酱的人 而事情明明已过去了那么久 那两道血红依旧鲜艳 似乎还有着一定的生命力 有空白的区域 还有着吗 有空白的区域 或是落空白的区域 也许有空白的区域 感谢观看